苏叶意外穿越到了灵气复苏的高五世界 觉醒无敌召唤系统 无限召唤骷髅兵 骷髅兵会自爆 飞行 强制一血 瞬移 击杀生灵能获得增强气血 精神力 武器熟练度等奖励 得知系统的情况后 苏叶直接开炸 苏叶 试炼秘境里的异兽 是用来提升战斗经验的 结果你让骷髅兵大军抱着异兽去见太奶了 苏叶 让你参加考核 结果你把考核秘境里的异兽都给炸死了 苏叶 说好的单挑 结果你弄出来几一骷髅兵炸我 异境暴乱 炸 上古异境出现异常 炸 神盟盟主疯了 苏叶 你快别炸了 给我们留个兽吧 总得让我们有点事干啊 第一章 无敌召唤系统 最新报到 第77号异境出现黄极异兽 神盟已派出五黄极强者前往击沙 东陵市五十公里外出现上古异境 等级未知 目前已有四十余人死在秘境当中 请广大民众不要盲目前往 恭贺九级五帝赵乾坤 气血破十亿 荣登五神之位 随着今天的新闻播报结束 苏叶终于确信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真的穿越了 而且还穿越到了一个灵气复苏的高五世界 哄 就在这时 一股陌生的记忆就从他的脑海中涌现了出来 片刻后 苏叶 跟我同名同姓 孤儿 目前 就读于天灵异中 高三级十般 资质频频 因为买不起昂贵的营养液 和蕴含能量的食物 所以努力三年 气血也不过才三十二点五 两天前前往一处上古秘境 结果不小心沾染到了慢性剧毒 今早毒发身亡 通过融合的记忆 苏叶对这具身体 也算是 有了一定的了解 爹 无敌召唤系统激活 嗯 系统 金手指 听到脑海中忽然响起的电子提示音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便是狂喜 系统 说说你的情况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苏叶就在心中询问了起来 叮 宿主可无限召唤同境界骷髅兵 同时在召唤的时候 有几率召唤出 高于宿主境界的骷髅兵 叮 骷髅兵可增加词条 叮 骷髅兵击杀生灵 有几率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无限召唤 词条 击杀生灵获得奖励 要不要这么猛啊 得知系统的情况后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受境界影响 目前召唤上线30个骷髅兵 骷髅兵死亡可无限补充 不消耗精神力 兵种 骷髅兵 可增加词条 目前可增加两个词条 例如强制意写 自爆 舍己救人 飞行 顺移等等 气血 三十二点五 境界 三级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 百分之二十九点七 舞技 蝶浪掌 尼蜂布 物品 舞 就在这时 一道只有苏叶才能看到的光屏 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舞者 淬炼肉身 凝炼气血 除了修炼舞技 还需要激发肉身的无限潜力 激发的越多 肉身所能爆发出的力量 就会越强 而激发肉身潜力 也被称为肉身掌控 分为初学炸链 初窥门径 灯堂入室 略有小城 融会贯通 炉火纯青 登峰造极 反扑归真八个阶段 天赋 觉醒的特殊力量 种类繁多 通过融合的技艺 苏叶很快就明白了 这些数据的含义 随后 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天赋 召唤上面 虽然召唤有上限 但能无限补充 那也相当于是无限召唤了 而且 随着实力的提升 召唤数量也会不断增加 可以说 以后的我 只会越来越强 想到这 苏叶就开始 查看起了兵种词条 强制一血 无视境界差距 必伤目标 自爆 疯狂的自杀式攻击 舍己救人 可替召唤者 承受所有伤害 飞行 拥有飞行的能力 瞬移 无视空间 可瞬间移动 大概看了一些词条的信息后 苏叶便做出了决定 随后出声说到 系统 增加词条 自爆 强制一血 叮 词条增加成功 骷髅兵可自爆 可无视境界 必伤目标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很好 词条已经确定 那接下来就开诈吧 想到这 苏叶就离开了租住的房屋 小区外 快看天上 遇见飞行 紫色魂印 那是一位灵尊级强者 就在苏叶等车的时候 一道道惊呼声 就从周围响了起来 灵者 淬炼神魂 凝炼精神力 除了需要熟练掌控精神力 还需要激发神魂的无限潜力 激发的越多 神魂所能爆发出的力量 就会越强 不过 灵者修炼所需要花费的钱财 远比同境界舞者要多得多 而且 修炼速度也没有舞者快 所以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成为舞者 看着空中那名脚踏飞剑 身后浮现着紫色魂印的中年男子 苏叶的眼中 闪过一抹羡慕之色 通过融合的记忆 苏叶知道 这个世界的实力 划分为 武者 武师 武宗 武王 武皇 武圣 武尊 武帝 武神九个境界 每个境界分为九级 灵者也是如此 而对应的气血和魂印颜色 则为赤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黑 白九种颜色 二十分钟后 苏叶坐车来到了天灵异中 随后直奔试炼秘境 老师 我想进入这集试炼秘境 来到试炼秘境入口 苏叶就将自己的学员徽章给递了过去 递 当老师将学员徽章在特殊仪器上刷了一下后 苏叶的信息就出现在了老师的平板电脑上 苏叶 高三级师班 三级舞者 本周可以免费进入 这集试炼秘境三次 目前剩余两次 进去吧 将学员徽章还给苏叶后 老师便开启了秘境入口 试炼秘境内 试炼秘境 提升战斗经验 磨练战斗意识 击杀同境界或高于自身境界的异兽 可以获得学员积分 击杀自身境界以下的异兽 无法获得学员积分 不过 积分对我而言并不重要 我需要的是击杀异兽 获得系统奖励 想到这 苏叶就抬起了右手 轻声道 召唤 很快 四周就开始出现 一个个白色光圈 而白色光圈当中 则开始慢慢浮现出 一个又一个手持鼓刀的 白色骷髅兵 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看着每个骷髅兵 脚下的三个赤色光运 苏叶知道 这代表着骷髅兵的实力 等同于三级舞者 就在这时 七头铁瓷豪猪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视线当中 第二章 随便炸一炸 突破四级舞者 铁瓷豪猪 这级一兽 三级 戴上学校发的智能眼镜 苏叶很快就清楚了 那七头铁瓷豪猪的情况 随后 他就对三十个骷髅兵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哼哼哼 看到冲来的三十个骷髅兵 临至低下的七头铁瓷豪猪 犹如受到了挑衅 强劲有力的四肢开始发力 随后直接朝三十个骷髅兵 发起了野猪冲撞 七米 三米 一米 爆 当骷髅兵小队 和七头铁瓷豪猪 混战在一起后 苏叶直接就对骷髅兵 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哼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蘑菇云 就从远处绚丽绽放 叮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3 肉身掌控增加0.4 精神力增加0.2 神魂掌控增加0.2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获得一品爆血单星号三 击杀生灵 不仅能增加气血 和肉身掌控能力 还能增加精神力 和神魂掌控能力 甚至 还特么能爆出物品 听到脑海中 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整个人都傻了 太强了 系统真的是太强了 如果奖励都是这种的话 那我岂不是能够 领舞双修了 缓过神来后 苏叶就再次查看起了 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3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气血 32.8 境界 三级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 30.1% 5G 蝶浪掌 迷风部 精神力 7.3 境界 5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 0.8% 物品 一品爆血单星号三克 虽然实力涨幅不大 但这才杀几个异兽 想到自己提升实力 变得如此简单 苏叶嘴角上的笑容 就犹如AK47一般 压不住 根本就压不住 死死 嗯 什么声 听到这奇怪的声音 苏叶直接就朝着右侧的大树 看了过去 很快 一条两米长的花蛇 就出现在了 他的视线当中 花环蛇 这级异兽 三级 看到对方的信息后 苏叶咧嘴一笑 直接就召唤出了三十个骷髅兵 猛了 看着将自己包围起来的三十个骷髅兵 花环蛇的眼中满是猛逼之色 爆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猛逼的花环蛇就直接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花环蛇 我啥都没干 就嘶嘶两声 然后你用三十个骷髅兵炸我 嗯 没有奖励 看来 这获得奖励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啊 看着已经消失了的花环蛇 苏叶心中暗自想到 十分钟后 火头兔 这级异兽 三级 看到远处那三百六十七只火头兔 苏叶面色一喜 随后就对身后新召唤出来的 三十个骷髅兵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很快 三十个骷髅兵就分散式地出现在了兔群当中 爆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一个接一个的小型蘑菇云 就不断地在兔群当中绽放 场面极其绚丽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获得一品神魂滋养液信号三瓶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十万神盟币 叮 击杀生灵成功 精神力增加0.3 神魂掌控增加3% 卧槽 这次算是炸了 兔子窝了 看到剩余的三百二十一只火头兔 都双眼血红地朝自己冲来 而且还喷出一个个大火球 苏叶下的拔腿就跑 继续给老子炸 一边跑 苏叶一边召唤 骷髅兵朝后方的火头兔群冲去 哄 哄 哄 随着一声声巨响 火头兔的数量也开始飞速减少 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 也不断地从苏叶的脑海中响起 叮 击杀生灵成功 精神力增加0.3 气血增加0.5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触发幸运暴击 精神力增加五神魂 掌控增加4% 气血增加6 肉身掌控增加5% 几分钟后 该死的兔子 等我境界提升起来 一定要带着百亿骷髅兵大军 去疫境炸了你们的老卧 将所有的火头兔都炸死后 苏叶也是气喘吁吁地大骂了起来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召唤目前上限4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移血 气血45.6 境界 四级武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 41.7% 5G 叠浪掌 弥蜂部 精神力 18.8 境界 一级灵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 11.3% 物品 一品 暴血单信号13颗 一品神魂滋养液 信号7瓶 神蒙币信号80万 脆金石信号5块 气血45.6 就这么回功夫 我就突破到了四级武者了 而且 精神力也增加了不少 马上就可以突破到二级灵者 看着暴涨的实力 苏叶早已笑得合不拢嘴 不行 我得抓紧时间继续炸 毕竟 每次进入 试炼秘境的时间 只有十个小时 想到这 苏叶就随手召唤出了 四十个骷髅兵 然后认准一个方向 直接开始横推 三级异兽 疾风狼 十三头 抱着他们一块 去见太奶 三级异兽 黑背熊 二十五头 先用骨刀抱他们的熊花 然后搂着他们一块生田 随着遇到的三级异兽 越来越多 苏叶也是玩得越来越花 不过 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在击杀三级异兽 获得奖励的几率 好像变低了 而当他来到四级异兽区域后 他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那就是击杀 比自己境界低的异兽 获得奖励的几率 真的会变低 试炼秘境外 嗯 这集试炼秘境中的 十八号试炼空间是什么情况 三千头三级异兽 怎么就剩下七百多头了 卧槽 四级异兽的数量 怎么也开始少了 这尼玛是什么情况 发现这个情况后 朱宇山立即就查看起了 十八号试炼空间的登记记录 苏叶 高三级石板 三级舞者 两小时前进入的十八号 试炼空间 看到登记记录的那一刻 朱宇山整个人都傻了 两个小时 击杀两千两百多头 同境界异兽 这尼玛是人能做到的事 不行 这件事得利吉尚报到校长那才行 想到这 朱宇山就联系 试炼秘境的同事 来帮他看一会 随后他就爆发出绿色血气 化为一道绿色流光冲天而起 快速朝校长是所在的 教学楼方向赶去 绿色血气 脚下八个绿色光月 新来的这个朱老师 竟然是八级舞王 此时 很多准备进入试炼秘境的学员 看到这一幕后 全部都双眼瞪圆地惊呼了起来 第三章 一狗就是三年 他狗神啊 校长是 老位 今年的省级天才训练营名额下来了 看着身旁的老友 宋天和出身问道 嗯 下来了 咱们天灵士灵舞者协会 只有五个名额 说到这 魏天云顿了一下 随后直接问道 老宋 今年你们天灵意中的种子学员有哪些 赵龙 气血90.7 九级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81.3% 刘凯 气血92.5 九级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80.7% 周一凡 精神力82.1 八级领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72.3% 听到这三人的信息后 魏天云面露失望地摇了摇头 随后道 如果周一凡是九级领者就好了 至于赵龙和刘凯 除非他们能突破到九级极限舞者 否则 就算去了天才训练营 那也是过去凑数的 算了 我还是去其他四大高校看看吧 砰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猛力推开 紧接着 满脸焦急的朱雨山 就走了进来 校长 试炼秘境出 还没等朱雨山说完 宋天河就直接打断道 小猪啊 遇到事情不要慌 这样 你先出去 重新敲门再进来 18号试炼空间里的三 四级异兽 都快被杀绝了 然后 你让我重新敲门 听到宋天河这话 朱雨山张了张嘴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直接退出了校长室 朱晨的儿子 看着退出校长室的朱雨山 魏天云笑着问道 嗯 才来一个月 有些毛毛愣愣的 宋天河笑着回道 动 动 动 这时 一阵敲门声忽然响起 进来吧 听到宋天河的话后 朱雨山这才推开门 重新走了进来 说吧 试炼秘境怎么了 看向朱雨山 宋天河面露 好奇地问道 苏夜 高三级失班 三级舞者 两小时前 进入18号试炼空间 目前三级异兽 死亡2362头 四级异兽 也开始出现死亡情况 说到这 朱雨山打开了手中 一直拿着的平板电脑 随后瞳孔紧缩 声音打战地说道 目前四级异兽 死亡数量 为872头 傻了 听完朱雨山的话后 不管是宋天河 还是魏天云 全部都傻在了原地 实在是这个消息 有些太过于扯淡了 小朱 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缓过神来后 宋天河就盯着朱雨山 一脸严肃地问道 校长 我真没跟你开 话还没说完 朱雨山就看到电脑上 显示着的四级异兽数量 再次发生了变化 随后便一脸惊恐地喊道 校长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就在刚刚 四级异兽的数量 瞬间少了638头 刷 刷 朱雨山感觉自己的身体两侧 各有一股微风吹过 然后 他就发现 校长是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18号试炼空间内 本以为获得奖励时 才能触发幸运暴击 可没想到 召唤骷髅兵的时候 竟然也能触发幸运暴击 看着远处那个 有500个骷髅兵 自爆形成的巨大蘑菇云 苏叶的脸上 除了兴奋 还是兴奋 气血 已经冲破50 那继续杀4级异兽 也就没什么用了 横推 朝着5级异兽区域进发 说着 苏叶就带着新召唤出来的 50个骷髅兵 朝前方走去 7个小时后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9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气血 99.9 境界 9级极限武者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0.2% 5级 蝶浪掌 迷风部 精神力 99.9 境界 9级极限领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 77.8% 物品 一品爆血单 星号35颗 一品营养液 星号31颗 一品神魂滋养液 星号42颗 神蒙币星号580万 翠金石 星号23块 天髓液星号15D 傻了 看着眼前的人物属性版面 苏叶整个人都傻了 要知道 这七个小时 他一直都沉浸在 咱咱咱的快乐当中 所以 根本就没有关注奖励情况 不到十个小时 我就从三级舞者 突破到了九级极限 零舞者 这简直就是 不给其他人留活络 缓过神来后 苏叶就咧嘴笑了起来 系统 我的气血和精神力 怎么无法继续增加了 随后 苏叶就对系统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发布瓶颈任务 请宿主击杀 十万头九级以上的者 及异兽 任务成功 瓶颈解除 并获得一份神秘礼包 无时间限制 嗯 无者和灵者 的确有瓶颈一说 而且 想要打破瓶颈 好像还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而我 只需要击杀 十万头九级以上的者 及异兽就行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听到系统发布的任务 苏叶心中暗道 者及 试炼秘境当中的 每个试炼空间 都有九级异兽 那我只需要将 几十个试炼空间中的 九级异兽 全部都送去见太奶 那应该就可以 完成瓶颈任务了 想到这 苏叶就躺在地上 休息了起来 毕竟 喊炸喊了九个小时 她是真的有点喊累了 试炼秘境外 三级到九级异兽 损失的数量 都在两千头以上 这可都是钱啊 看着平板电脑上 显示着的数据 送天和感觉星 都在滴血 要知道 这集 试炼秘境内的 一百个试炼空间中的 所有异兽 可是昨天才补满的 老宋 这个苏叶 应该是隐藏了实力 不过 就算隐藏了实力 那也不能在 如此短的时间里 击杀那么多异兽啊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天赋 紧接着 魏天云和宋天和 两人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一口同声的 出声说道 校长 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上个月测试 气血为32.5 肉身掌控 初学诈炼阶段 激发程度29.7% 三级舞者 没有天赋 修炼的舞技只有两个 蝶浪掌和弥蜂部 三年来 一直都是年级倒数第一 这时 离开许久的朱玉山 就从远处跑了过来 随后便将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给说了出来 三年来 都是年级倒数第一 要不要这么狗啊 听到朱玉山的话后 宋天和和魏天云 两人直接就在心中吐槽道 一狗就是三年 他狗神啊 第四章 一晚上 四万五千头九级 异兽被杀 老宋 这个苏叶我要了 让他明天 去灵舞者协会报到 至于剩下的四个名额 我先去其他四大高校看看 最后再确定人选 说完 魏天云 就朝着学校外走去 明天去报到 这是决定 要开启魔鬼特训了 是因为苏叶吗 想到之前 魏天云提过的一个想法 宋天和 就猜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对一旁的朱玉山说道 小猪 我有事得先走了 等苏叶出来后 你将魏会长的话 转告给他 校长 我知道了 朱玉山听后 点头说道 一个小时后 老师 我想继续进入 试炼秘境 此时 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直接就将 学员徽章 给递了过去 十个小时 杀了一万四千 多头一兽 然后不回去休息 反而还要进去 这家伙是怪物吗 看着苏叶递过来的学员徽章 朱玉山的面部 也是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 苏叶 有件事得先跟你说一下 林武者协会的卫会长 好像有事找你 让你明早过去一趟 至于是什么事 我就不清楚了 看着苏叶 朱玉山笑着说道 嗯 林武者协会的卫会长 有事找我 听到这话 苏叶有点猛 但还是点了点头道 老师 我知道了 嗯 那就回家吧 晚上好好休息休息 说完 朱玉山就将学员徽章 给递了回去 老师 我不走 我准备刷个通宵 然后明天一早 直接去林武者协会 看着朱玉山 苏叶一脸认真的说道 刷个通宵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看着苏叶那一脸认真的样子 朱玉山是真的被吓到了 弟 随后 朱玉山就拿着苏叶的学员徽章 在特殊仪器上刷了一下 苏叶 高三级十半 三级五者 本周可以免费进入 这级试炼秘境三次 目前剩余一次 进去吧 将学员徽章还给苏叶后 朱玉山就开启了秘境入口 19号 试炼空间内 九级异兽区域 看来 试炼者什么实力 那就会自动传送到相对应的异兽区域范围 看着不远处的那五头九级异兽 苏叶也是明白了些什么 随后就召唤出 九十个骷髅兵 开始了横推 一个小时后 任务期间 击杀异兽竟然没有奖励 这倒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完成任务后 还有一个神秘礼包在等着我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离开了试炼空间 咦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朱玉山先是一愣 随后就想到了什么 直接拿起平板电脑 就查看起了 19号试炼空间的情况 苏叶 一个小时 你把三千头九级异兽都给杀了 查看完情况后 朱玉山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苏叶问道 嗯 老师 我想继续进入试炼秘境 点了点头 苏叶就再次将学员徽章 给递了过去 好 好 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句 你这周就剩下一次 免费进入试炼秘境的机会了 如果想继续进入 那每一次都需要消耗500点的学员积分 结果学员徽章后 朱玉山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出声提醒道 嗯 消耗学员积分 听到朱玉山的提醒 苏叶就拿出手机登陆了校园网 试炼秘境内 击杀异兽 获得的积分 时时更新 稳了 在手机上 查看到自己目前拥有 19462点学员积分后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朝着 秘境入口走去 第二天一早 当苏叶第15次 从试炼秘境当中 被传送出来后 直接就朝着学校外走去 一晚上 15个试炼空间 45000头 九级异兽被杀 也不知道校长知道这个消息后 会不会疯掉 看着离开的苏叶 朱玉山也是松了口气 随后就朝着校长 是所在的教学楼方向跑去 另一边 林武者协会 你好 我叫苏叶 是卫会长 让我过来找她的 来到前台 苏叶就直接说明了来意 请跟我来 听到苏叶的名字后 前台美女就领着她 走进了一个电梯 随后按下了二楼的按键 会长在二楼等你 站在电梯外 前台美女微笑着说道 动 当电梯门关上后 苏叶的眉头就紧皱了起来 同时心中暗道 这个卫会长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呢 叮 当电梯来到二楼后 苏叶就直接走出了电梯 嗯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看到二楼里站着的十余人 苏叶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惊奇之色 人到齐了 考核开始 排名前五的人 可以代表天灵市参加今年的省级天才训练营 这时 站在人群中心的魏天云 直接说出了让众人前来的目的 炸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所有人都炸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次过来的目的 竟然是让他们争夺参加省级天才训练营的名额 天才训练营 有意思 我正愁突破到武士之后 找不到杀异兽的地方呢 这还真是瞌睡 就有人来送枕头啊 想到学校里的 诗集 试连秘境当中的异兽数量并不是很多 苏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必须抢到一个名额 考核秘境 二十个考核空间内 各有三万头 者级 九级异兽 躲避 击杀 逃跑 用尽一切办法找到出口 最先出来的五人 便能获得天才训练营的入场券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声音就再次响了起来 什么 三万头 者级 九级异兽 这考核 也太变态了吧 是啊 这种地狱级难度的考核 别说冲击前五了 能顺利通过考核 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听到考核内容后 众人的脸色 都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们 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考核难度 竟然会如此恐怖 但有一个人 却是个例外 三万头 这数量 也太少了吧 完全不够杀呀 此时 苏叶的眼中 闪过一抹失望 毕竟 他现在还需要击杀五万五千 头九级异兽 才能完成平颈任务 第五章 你排名第一 然后你说 你没法回好 片刻后 魏天云就带着众人 来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前 每个人都拿上一个秘境手环 如果在考核过程中 遇到生命危险 那按下手环上的按钮 就会自动传送出来 此时 魏天云指着门口右侧 百列整齐的二十个特殊手环 出声说道 很快 二十个人就带好了秘境手环 随后便一个接一个地 走进了房间当中的秘境入口 八号考核空间呢 一兽我要杀 名额我要拿 那就得速推了 毕竟 能来参加考核的这些人 应该都是各大高校的种子学员 想到这 苏叶就开始了召唤 卧槽 报了 九十变九百了 看着眼前那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咦 竟然还有八个一级五十进的骷髅兵 注意到这个情况 苏叶心中就有了一个想法 两个一组 分别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前进 将遇到的异兽 全部引过来 紧接着 苏叶就对那八个五十进骷髅兵 下达了命令 很好 接下来 我就只管炸就行了 看着快速离开的八个五十进骷髅兵 苏叶直接就在原地等待了起来 考核秘境外 叮叮叮 嗯 老宋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难道是想询问一下 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想到这 魏天云就笑着接通了电话 老魏 苏叶那臭小子 一晚上杀了我四万五千头九级异兽 他简直不是人啊 你小心着点他 不然 我怕你灵武者协会的那点钱 都不够给他买一兽的 电话接通后 宋天和那满是崩溃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一晚上杀了四万五千头九级异兽 扯淡了吧 听到宋天和的话后 魏天云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不相信 老宋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缓过神来后 魏天云直接问道 老魏 我拿我兄弟发誓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 算了 你爱信不信吧 我得抓紧去进货了 说完 宋天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真的 是真的 看着已经被挂断的电话 魏天云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随后就走到门口左侧的电脑旁 查看起了八号考核空间内的情况 完了 三万头九级异兽 就剩下两万一千多头了 而时间 才过去二十分钟啊 看到八号考核空间内的情况后 魏天云难受的想哭 毕竟 那些异兽 可都是花钱买来的呀 两个小时后 卫会长 我排名第几 杀光三万头九级异兽 然后从出口传送回来的苏叶 直接就看向魏天云询问了起来 第一 看着苏叶 魏天云神色悠怨地说道 第一 我都这么慢了 竟然是第一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看向对方出声说道 魏会长 反正他们也还没出来 要不然我再进去一趟 我感觉刚刚没有发挥好 还要再进去一趟 怎么的 就非得坑死我呗 听到苏叶这个丧心病狂的请求 魏天云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出声拒绝了下来 唉 为什么就不让我重新考核呢 就差两万五千头九级异兽了呀 带着失落的神色 苏叶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休息了起来 十分钟后 一名身穿休闲服的青年 就面露不甘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嗯 我不是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 看到苏叶一个人满脸失落地坐在角落 刘青先是一愣 随后就朝着对方走了过去 哥们 别难过了 面对这种地狱级的考核 失败不丢人 坐在苏叶身旁 刘青笑着出声安慰道 刘青 不用安慰他 他已经通过考核了 而且排名第一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声音就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两个小时 通过地狱级考核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听到魏天云的提醒后 刘青看向苏叶的眼神 直接就变了 等一下 他不是通过考核了吗 那他在这难过什么 带着好奇 刘青忍不住问道 大哥 你在难过什么 刚刚我没发挥好 所以 我想重新考核一次 可谓会长不让 听到刘青的询问 苏叶也是出声解释了起来 我们拼尽全力 想要通过的考核 你两小时就通过了 然后你说 你没发挥好 还特么想再重新考核一次 听到苏叶如此丧心病狂地解释 刘青心态直接就崩了 二十分钟后 一名背着黑色常见的冷漠青年 就从房间当中走了出来 又是第一 看来 只有到了天才训练营 才能遇到 让我感觉到兴奋的对手 看到 坐在右侧角落的苏叶和刘青 都流露着失落的神色 冷剑的眼中 就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随后就坐到左侧的椅子上 休息了起来 随着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人 从房间当中走出 而失败的人 都直接坐到了苏叶和刘青 所在的右侧椅子上 通过考核的 则是都坐到了冷剑 所在的左侧椅子上 五个小时过后 考核结束 现在我宣布排名 排名第一 苏叶 排名第二 冷剑 排名第三 前豪 排名第四 助施雨 排名第五 林芒 当所有人都从考核 秘境当中出来后 魏天云就直接宣布了排名 第二 我的排名竟然是第二 听到排名的冷剑 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他渴望对手 而且还是强大的对手 魏会长 我有意义 一共只有八个人完成了考核 而我是第五个完成的 可为什么前五里没有我 就在这时 左侧的一名红发青年 就起身询问了起来 因为 你不是第五个 而是第六个完成考核的人 这时 一道声音就从最右侧的角落 响了起来 第六章 简单粗暴的秒杀 苏叶的恐怖 你是谁 看着站起来的苏叶 红发青年冷声问道 苏叶 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都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 排名第一的那个人 竟然会坐在右侧的角落里 张强 我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挑战苏叶的机会 如果你能赢 那他的名额就是你的 怎么样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魏会长 我明明是第一 为什么要接受他的挑战 我不同意 听到魏天云的提议 苏叶直接出声拒绝 嗯 你是变态 你怕什么 而且 我这么做 也只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实力啊 听到苏叶的拒绝 魏天云也是有些头痛 毕竟 他的这个提议 对于苏叶而言 的确有些不太公平 想让我接受他的挑战 也不是不行 只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让我重新考核一遍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再次响起 还惦记着我的考核秘境呢 你是魔鬼吧 听到苏叶提出的条件 魏天云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一咬牙一跺脚 直接说道 好 只要你接受他的挑战 那我过后 就让你重新进一次考核秘境 哼 随着魏天云化音落下 一股赤色血气 就从苏叶的体内爆发了出来 同时 他的脚下 也浮现出了九个赤色光韵 砰 紧接着 苏叶双腿猛然用力 整个人犹如下山的猛虎 直接朝着对面的张强冲了过去 快 好快的速度 好恐怖的爆发力 看到苏叶瞬间爆发出的恐怖速度 所有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极其震惊的神色 特别是冷剑 浅豪 林芒等人 干什么 我就是问问 可没想挑战啊 你们都神经病吧 看着朝自己冲来的苏叶 张强整个人都要疯了 但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哼 一股赤色血气 从张强的体内爆发 随后 带着破空声的一拳 就朝着苏叶打了过去 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张强打出的右拳 就直接被苏叶的左手 给牢牢抓住 动弹不得 力量差点 说着 苏叶的右手 就抓着张强的脸 将其拎了起来 哼 紧接着 苏叶就将张强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虽然我的肉身掌控 刚刚突破到出窥门境阶段 但力量却是对方的十几倍 差距太大了 看着已经昏过去的张强 苏叶也算是对自身的实力 有了一定的了解 卧槽 张强可是九级极限武者 而且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高达90.7% 结果直接被秒了 太可怕了 没用5G 纯粹的力量 简单粗暴的秒杀 这个苏叶到底有多强 与此同时 众人也都低声议论了起来 考核结束了 其余人离开 你们五个跟我来 就在这时 卫天云的声音 就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几分钟后 三楼 测试室 八天后 你们将前往省级天才训练营的秘密据点 而在此之前 我要知道你们的真实实力 然后对你们进行一个为期七天的魔鬼特训 说完 卫天云就指向了前面的特殊测试仪器 我先来吧 潜豪咧嘴一笑 放下手中的零食 就躺进了特殊测试仪器当中 一分钟后 爹 随着一道声音响起 特殊测试仪器上的屏幕 就显示出了潜豪的基本数据 气血 99.9 九级极限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95.3% 卫会长 我修炼的武技 偏向于防御类 此时 从特殊测试仪器当中走出来的潜豪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修炼方向 下一个我来 说着 身材健瘦的林莽 就直接躺进了特殊测试仪器当中 气血 99.9 九级极限舞者 肉身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94.7% 卫会长 我修炼的武技 偏向于攻击嘞 测试结束后 林莽也说出了自己的修炼方向 紧接着 冷剑和助施语 也完成了测试 两人都是九级极限灵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分别为98.6%和91.7% 苏叶 到你了 当四人都测试完后 魏天云就面露期待地 朝苏叶看了过去 好 苏叶听后 直接上前躺进了特殊测试仪器当中 气血 99.9 九级极限舞者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阶段 激发程度0.2% 精神力 99.9 九级极限灵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77.8% 死 当众人在屏幕上看到苏叶的数据后 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零武双修 九级极限灵舞者 肉身掌控 更是突破到了初窥门禁阶段 这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吗 缓过神来后 众人看向苏叶的眼神 就犹如在看着一个怪物 捡到宝了 这次真的是捡到宝了 本以为苏叶只是天赋极其恐怖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就算没有天赋 他都属于怪物级别的 此时 魏天云的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冷剑 你不是一直都在寻找 能让你兴奋起来的对手吗 现在出现了 你不去挑战他吗 就在这时 童笑的林莽就碰了碰冷剑 随后打趣地说道 我想找的是能让我感觉到兴奋的对手 而不是让我颤抖的对手 还有 他就是个怪物 傻子才去挑战他 听到林莽的调侃 冷剑撇了撇嘴 随后就将头扭向了一旁 苏叶 你的天赋是什么 方便说吗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一句话 瞬间就让冷剑 注视于等人的脑海 轰然乍响 天赋 这个怪物竟然还觉醒了天赋 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看向苏叶 四人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跟真正的天才相比 差距到底有多大 第七章 苏叶 你是土匪吗 卫会长 我的天赋是召唤 苏叶并不准备隐瞒自己的天赋 但他也不会亮出所有的底牌 所以 他只是召唤出了四个骷髅兵 四位 要不要和我的骷髅兵玩玩 看向对面的四人 苏叶笑问道 打你打不过 但对付你的骷髅兵 还是没有问题的 看着苏叶身前的四个骷髅兵 冷剑率先出声说道 去 苏叶听后 直接就对身前的四个骷髅兵 下达了命令 很快 四人就和骷髅兵战斗在了一起 苏叶 你是想看看 他们的实战能力 这时 卫天云来到苏叶身旁笑着问道 不 我只是想看看 我骷髅兵的实战能力 嗯 你自己的骷髅兵 你不清楚他们的实战能力 听到苏叶这话 卫天云不解的想道 另一边 这怎么可能 九级极限武者实力 爆发出的力量 却是我的十几倍 这特么简直离谱 面对骷髅兵的一次次攻击 林芒的脸色也是变得越来越难看 因为他清楚 如果对方想的话 一刀就可以解决掉自己 而此时 其余三人的处境 也比林芒好不到哪去 前豪 每次承受骷髅兵的攻击 脸上都会流露出痛苦之色 冷剑和注尸语 操控的飞剑和细针 也根本就伤不到骷髅兵 因为骷髅兵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召唤递骷髅兵 境界跟我相同 爆发出来的力量 好像也跟我一样 这是完美复刻了我的实力吗 看着四人被骷髅兵压着打 苏叶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猜想 恐怖的骷髅兵 未知的召唤上线 这天赋 真的是人能够拥有的吗 看到那四个骷髅兵 所展现出的实力 跟苏叶不相上下 魏天云是真的被震惊到了 几分钟后 本来还想着让骷髅兵自爆 狠狠地吓他们一下呢 可现在看来 是用不上了 注意到 四人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 苏叶直接挥手 将四个骷髅兵给收了回去 呼 随着骷髅兵消失 四人就全部瘫软在地 大口大口地喘起了粗气 四楼是住宿区 你们四个先过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 在五楼集合 正式开始魔鬼特训 看了一眼瘫坐在地上的四人 魏天云就带着苏叶离开了这里 当魏天云和苏叶离开后 林莽就忽然大笑了起来 林莽 咱们都被虐成啥样了 你还有心思笑 听到林莽的笑声 心情烦躁的冷剑就直接对了过去 为什么不笑 近五年来 咱们天灵市的人 在省级天才训练营里 一直被其他四世的人针对 就感觉咱们好欺负 可今年不一样了 他们要是再敢欺负咱们 那叶哥肯定会把他们的响给打出来的 看着三人 林莽直接就说出了一个 几人不知道的消息 另一边 苏叶 事情就是这样 咱们天灵市 能不能重新得到省里的重视 就全靠你了 此时 魏天云也是将天灵市目前的处境 跟苏叶说了一下 魏会长 你想让我怎么做 看着魏天云 苏叶直接问道 打爆所有天才 成为今年省级天才训练营里的大魔王 想到苏叶所展现出的恐怖实力 魏天云直接就说出了一个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目标 魏会长 这个目标有点难 我可能 还没等苏叶说完 魏天云就直接打断道 有什么需求尽管提 只要我能办到的 都会尽量满足你 先来的禁忌武技传承石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提出了第一个需求 武神级强者 都不一定有的禁忌 武技传承石 你让我给你来一个 是你疯了 还是你疯了 看着苏叶 魏天云一脸黑线道 苏叶 低阶武技 传承石就不说了 咱们协会目前拥有15个 中阶武技传承石 和5个高阶武技传承石 你要是需要的话 中阶武技可以让你学习两种 高阶武技能学习一种 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 行 通过融合的记忆 苏叶知道 这个世界的武技 都是从上古秘境中的 武技传承石当中获得的 一共分为5个等级 分别是低阶武技传承石 中阶武技传承石 高阶武技传承石 极道武技传承石 和禁忌武技传承石 而他之前修炼的蝶浪掌 和弥蜂布 就是普通的低阶武技 卫会长 你是知道的 我还是一名九级极限领者 所以 我需要100张巴掌大小 锋利且坚硬的卡片 品级的话 就高阶灵气级别就行 看向魏天云 苏叶直接说出了第二个需求 100张高阶灵气级别的卡片 你知道那得多少钱吗 听到苏叶的第二个离谱需求 魏天云深深地吸了口气 随后直接说到 50张卡片 中阶灵气级别 这是我的极限了 行 还有最后一个需求 那就是 我想跟异兽搏杀 磨练战斗经验 至于数量吗 这集 九级异兽就不算了 毕竟你之前答应过我 可以让我重新进一次考核秘境 至于 诗级 异级异兽的数量 就先来个几万头吧 这时 苏叶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需求 苏叶 你是土匪吗 听到苏叶提出的最后一个需求 魏天云终于忍不住大吼了起来 几分钟后 天灵师还是太小了 想要击杀大量的 诗级异兽 还是得去天才训练营那才可以 离开会长室 苏叶就朝着电梯方向走去 虽然最后的异兽需求 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但得到两次中阶5G传承 和一次高阶5G传承 以及50张中阶灵气级别的卡片 苏叶也已经很知足了 会长室 老宋 这个苏叶 他简直就是个土匪 我不管 他是从你那出来的 那这次花的钱 你就得给我掏一半 当苏叶离开后 魏天云就直接找到了宋天和 毕竟 苏叶到时候 在天才训练营当中闯出名堂 那天灵异中 也是会跟着获利的 第八章 神秘礼包 十章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另一边 四楼 一号房间 修炼5G分为入微 精通 小城 大城 圆满五个阶段 而我目前修炼的两个低阶5G 虽然都达到了精通 但人物属性版面上 却没有任何显示 那修炼中阶5G或高阶5G 会不会显示呢 躺在舒适的大床上 苏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而这 也是他找魏天云 要中阶5G和高阶5G传承的原因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 就忽然响了起来 林芒 有事吗 打开房门 看到外面站着的林芒 苏叶面露 好奇地问道 叶哥 我能借个骷髅兵用用吗 看着苏叶 林芒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借个骷髅兵 用用 听到这话 苏叶的脑海中 忽然闪现出了一些可怕的画面 叶哥 不方便吗 看到苏叶半天没有反应 林芒小心翼翼地再次问道 方便 不过 你要多注意点身体 别把自己伤了 召唤出一个骷髅兵后 苏叶就看向林芒 出声提醒了起来 叶哥 我会小心的 说完 林芒就带着骷髅兵 朝远处走去 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半小时后 咚咚咚 随着一阵敲门声再次响起 苏叶就再次朝房门走去 苏叶 这是会长让我交给你的 说着 中年男子就将一个木制盒子 递给了苏叶 关上房门 苏叶就打开了木盒 卫会长的速度还挺快的 看着木盒里面的三块5G传承石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拿出了一块中阶5G传承石 放在了额头上面 十分钟后 中阶身法 七星迷踪过 随着这套身法5G刻印在了脑海里后 苏叶就查看起了人物属性版面 嗯 中阶5G也不行吗 看到人物属性版面上的七星迷踪不后面 仍然没有任何信息 苏叶的眉头就紧皱了起来 那就试试高阶5G 想到这 苏叶就从木盒当中 拿出了那块高阶5G传承石 半小时后 高阶拳法 赤炎雷虎拳 不愧是高阶五界 仅仅是传承 就花费了我半小时的时间 睁开双眼后 苏叶就查看起了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线9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气血 99.9 境界 九级极限武者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0.2% 5G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入微0.5% 精神力 99.9 境界 九级极限领者 神魂掌控 初学炸链 77.8% 物品 一品爆血单 星号35颗 一品营养液 星号31颗 一品神魂滋养液 星号42颗 神蒙币星号580万 翠金石 星号23块 天髓液 星号15D 高阶无界 系统才给出相对应的信息 该说不说 这系统的眼光 还挺高 想到这 苏叶就离开了房间 直接朝电梯方向走去 因为接下来 他要验证一件事 那就是击杀生灵 会不会得到提升 5G熟练度的奖励 三分钟后 一号考核空间 我记得之前是冷剑 进入的这个一号考核空间 就是不知道 他杀了多少九级异兽 想到这 苏叶就召唤出了89个骷髅兵 随后开始了属于他的爆炸之旅 另一边 会长是 会长 苏叶已经去了考核秘境 此时 之前给苏叶送去5G传承时的中年男子 来到魏天云的身前 汇报起了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盯紧他 除了一号 二号 三号考核空间 其余的 都不能让他进去 说完 魏天云就挥了挥手 让中年男子离开了房间 三个考核空间 将近9万头的9级异兽 马上就要没了 想到即将要失去的那些9级异兽 魏天云难受的响哭 一号考核空间 恭喜宿主成功击杀10万头 者级9级异兽 平行解除并获得一份神秘礼包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10万神蒙币 击杀生灵成功 赤炎雷虎全熟练度增加0.3% 当苏叶击杀的9级异兽 数量超过25000头后 系统的提示音 就接连不断地 从他脑海中响了起来 果然 只要系统显示出数据 那我击杀生灵的时候 就能得到相应的奖励 感觉到自己 对赤炎雷虎全的感悟加深的一些 苏叶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系统 打开神秘礼包 随后 苏叶就面露期待地 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叮 开启神秘礼包 恭喜宿主获得 五神级骷髅召唤卡信号时 骷髅召唤卡 五神级 看着神秘礼包当中 开出的奖励 苏叶的心中 就涌现出了一个 极其强烈的想法 那就是 召唤一个五神级骷髅兵 出来听个响 好 好 就在这时 一阵唬笑声 将苏叶的心神 给拉回到了现实 算了 目前我还没有设定 舍己救人 辞条 那这十张五神级骷髅召唤卡 就当做底牌留着吧 想到这 苏叶就挥了挥手 让身后的89个骷髅兵 去解决掉对面的 23头赤焰虎 20分钟后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线11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可增加一个词条 气血 115.6 境界 一级五十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0.56% 五计 蝶浪掌 迷风部 七星迷宗部 赤炎雷虎拳 入微 12.3% 精神力 108.4 境界 一级零湿 神魂掌控 初血炸链 89.7% 物品 一品爆血单星号35颗 一品营养液 星号31颗 一品神魂滋养液 星号42颗 神蒙币星号580万 脆精石星号23块 天髓液星号15D 五神级骷髅召唤卡星号时 突破到050后 奖励的气血和精神力 仍然是0X的涨幅 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肉身掌控 因为突破到了初窥门禁阶段 奖励竟然从0X降到了0.0X 那这么看的话 以后我要是想快速提升实力 那就得击杀更多的圣灵才行 从一号考核空间当中出来后 苏叶就对目前的情况 进行了总结 不过 对于这个情况 苏叶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因为他的召唤上限 是会随着他的境界不断提升的 所以 他需要考虑的 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怎么找到足够多的一手 第九章 人要向人看 你们总和一个召唤生物 叫神妖精 苏叶 要进入二号考核空间吗 就在这时 站在房间门口的中年男子 就看向苏叶出声询问了起来 进 说完 苏叶就朝着房间内的秘境入口走去 二号考核空间内 系统 增加 瞬移 词条 进入考核空间后 苏叶就立即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本来他最初的想法 是准备将第三个词条 定为 舍己救人 词条的 但现在 有了十张五神级骷髅召唤卡 那这个词条 就可以往后推推了 叮 增加词条成功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苏叶就召唤出了109个骷髅兵 随后出声道 瞬移 刷 眨眼间 109个骷髅兵 就直接出现在了十米外的地方 瞬移的极限距离 十米 十秒钟的冷却时间 还算可以 清楚了瞬移词条的情况后 苏叶就带着109个骷髅兵 寻找起了异兽 另一边 五楼 一号战斗士 极荡猎艳斩 手持火红色战刀的林莽 此时正拼尽全力地 对骷髅兵 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 磐石弓 一旁的前嚎深入磐石 每当林莽将要遭受到骷髅兵的攻击时 他都会出现在对方身前 帮对方挡下攻击 与此同时 远处的冷剑和助施语 也在操控着飞剑和细针对骷髅兵进行攻击 以此来缓解林莽和前嚎的压力 虽然叶哥的骷髅兵很强 但咱们动用武器以及灵气 再加上默契的配合 还是能有一战之力的 战斗了一会后 林莽忍不住大笑道 刷 就在这时 骷髅兵就忽然从林莽的眼前消失了 哄 紧接着 后方就传来了一声巨响 而听到动静的林莽和前嚎两人 也猛地朝后面看了过去 卧槽 刚刚发生了什么 看到冷剑和助施语 两人都已经倒在地上 陷入了昏迷 林莽和前嚎两人直接就梦了 砰 解决掉冷剑和助施语后 骷髅兵就直接朝猛逼的两人冲了过去 几分钟后 四人就整整齐齐地躺在了地上 不远处 强悍的实力 可怕的战斗本能 还特么会顺眼 太可怕了 苏叶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真的是太可怕了 从头看到尾的魏天云 此时 看向骷髅兵的目光当中 充满了震惊 半小时后 叶格召唤出来的骷髅兵会瞬移 他将会是所有灵者的噩梦 当四人都苏醒过来后 冷剑就面露恐惧地 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冷剑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舞者就不怕似的 听到冷剑的话后 林莽面露苦笑地跟着说道 你们两个别说了 我现在想到 接下来的七天 叶格可能会喝着饮料 磕着瓜子 然后看着咱们被骷髅兵狂虐 我就想哭 这时 死死攥着手中临时的浅猴 也是忍不住出声 够了 不就是遭受到一点打击吗 别忘了 你们也是天才 只要你们努力 那早晚都会击败这个骷髅兵的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魏天云 就朝着四人走了过来 同时出声怒斥道 会长 如果叶格下次召唤的骷髅兵 比这个还强呢 看着走来的魏天云 助施宇一脸认真的问道 嗯 比这个还强 听到助施宇的这个问题 魏天云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也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片刻后 人要向人看 你们总和一个召唤生物叫什么劲 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来这里集合 说完 魏天云就朝着远处走去 同时心中暗道 真是无解啊 苏叶这家伙 简直就是个超出场里的怪物 四小时后 二楼 苏叶 三个考核空间 你都已经进去过了 剩下的不能再进了 看着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中年男子就立即提醒了起来 嗯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苏叶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就坐上电梯 回到了四楼的一号房间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躺到床上后 苏叶就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姓名 苏叶 天父 召唤 目前上线230 兵种 骷髅兵 自曝 强制一血 顺移 气血 237.9 境界 二级50 肉身掌控 初亏门禁 8.82% 5G 蝶浪掌 迷风部 七星迷宗部 赤炎雷虎拳 精通 0.9% 精神力 202.5 境界 二级零湿 神魂掌控 初亏门禁 5.66% 物品 一品暴血单星号35颗 一品营养液星号31平 一品神魂滋养液星号42平 神蒙币星号980万 翠金石星号42块 天髓叶星号19D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星号10 二品营养液星号18平 二品神魂滋养液星号16平 五万多头九级易兽 数量还是太少 而且 境界还比我低 导致获得的奖励几率 也变低了 可以说 这次的收获 真的很一般 查看完人物属性版面后 苏叶对于各方面力量的提升 感觉有些失望 因为他知道 那些妖孽及天才 如果有足够多的修炼资源 再加上强者的一对一指导 那修炼速度 也是非常恐怖的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卫会长 有什么事吗 打开房门 看到来人是卫天云后 苏叶就面露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苏叶 这里有五瓶一瓶营养液 和五瓶一瓶神魂滋养液 你先用着 等用完之后 随时找我要 听到苏叶的询问 卫天云就笑着 将一个黑色手提包给递了过去 吸收营养液 和神魂滋养液里的特殊能量 身体和灵魂 都会承受一定的痛苦 我可不遭那个罪 不然 我手里的那些营养液 我早就用了 虽然这么想 但苏叶却不想暴露 自己击杀生灵 就能变强的秘密 所以直接开口说道 卫会长 这些还是留给他们四个吧 我自己有 说着 苏叶就走到床边的背包前 然后将系统空间里的 一瓶营养液 和一瓶神魂滋养液 都给拿了出来 哗啦啦 当苏叶将背包里的 35瓶一瓶营养液 和31瓶一瓶神魂滋养液 都倒在床上后 卫天云直接就看傻了 第十章 外出历练 上古秘境 卫会长 修炼资源我有 而且 我也不需要别人 指导我修炼 所以 我不想参加 接下来的魔鬼特训了 我想单独出去历练几天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再次响了起来 不行 目前 你已经达到了瓶颈期 我必须得想办法 帮你突破瓶颈 所以 你不能离开 听到苏叶的这个想法 卫天云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出声拒绝了下来 哄 听到卫天云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释放出了 自己的橙色血气 同时 橙色魂印 也从他的身后浮现了出来 一重血气光韵 一重魂印光韵 一级灵武师 看着苏叶脚下的 一道橙色光韵 和身后的 一道橙色魂印 卫天云直接双眼瞪圆的 惊呼出声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并不是苏叶的全部实力 卫会长 今天一天的时间 我都在和一兽拼死搏杀 而在无数次的生死险境当中 我打破了自身的极限 冲破瓶颈 成功突破到了 武师境和灵师境 看着被惊到 说不出话来的卫天云 苏叶直接出声说道 苏叶 就算你突破了瓶颈 但你的武技 就不需要别人指导吗 要知道 我可是特意给你找来了一位 修炼赤炎雷虎拳的 武皇级强者 而他的赤炎雷虎拳 更是已经修炼到了 小城境界 想到今天花费大代价 才请来的那位武皇 魏天云就再次劝说了起来 苏叶听后没有回答 而是将大量的血气 凝聚于右拳之上 誓言雷虎拳 随着苏叶一拳轰出 一头闪烁着雷光的烈焰猛虎 就出现在了魏天云的视线当中 这 这力量波动 精通静见 感受到这一拳的威力 魏天云精的浑身 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要知道 苏叶得到这高阶武技传承 也不过才五六个小时啊 砰 随着猎叶猛虎越来越近 魏天云也是伸出了一根 缠绕着蓝色血气的手指 随后在猛虎额头上轻轻一点 猛虎就瞬间溃散 消失在了房间当中 草 虽然实力差距悬殊 但一根手指 破我的赤岩雷虎拳 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看着溃散的猎叶猛虎 苏叶真想召唤个武神级骷髅兵 也点一点魏天云 苏叶 出去历练 一定要小心 还有 七天后 一定要赶回来 就在这时 魏天云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魏会长 我知道了 苏叶听后 笑着点头回道 嗯 魏天云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门外走去 对了 那个骷髅兵 可留下来吗 林莽 冷见他们需要一个陪练 那个骷髅兵 刚好合适 走到门口 魏天云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嗯 林莽 从我这借走一个骷髅兵 不是为了干那事 而是想跟骷髅兵战斗 听到这话 苏叶一愣 随后就点头说道 可以 不过那个骷髅兵够用吗 要不要我换个更猛一点的 这个骷髅兵 都快点那四个小家伙 虐崩溃了 你还要换个更猛一点的 听到苏叶这话 魏天云也是被吓了一跳 随后连忙说道 苏叶 够用了 让他们四个好好的活着吧 说完 魏天云就连忙走出了房间 嗯 让他们四个好好活着 这什么意思 看着离开的魏天云 苏叶面露不解地想到 第二天一早 苏叶就坐车 直接赶往天灵市的飞机场 五楼 落地窗前 叶哥走了 也不知道等他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突破到五湿镜或零湿镜 肯定会突破的 所以 咱们在这七天的时间里得拼命了 不然 跟叶哥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看着坐上车 离开的苏叶 林芒 冷剑等四人 也是说着各自的想法 唉 还是不告诉他们 苏叶的情况了 不然 他们的心态 真的会炸的 不远处的魏天云 听到四人的话后 直接选择的隐瞒 两个小时后 苏叶成功坐上了 飞往云阳市的飞机 而他此行的目的地 则是云阳市下属的开山线 上古秘境 里面 不仅有能增强气血 或精神力的天才地宝 能打造 灵气的特殊矿石 能传承5G的5G传承石等等 修炼资源 还有强大的鼓兽 蕴含剧毒的植物 时不时出现的 能影响视觉 听觉 嗅觉等感知的神秘白雾等等 潜在危机 想到上古秘境当中的 种种神秘之处 苏叶就对这次的历练 充满了期待 大哥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今年天灵市的 五个天才训练营人选 只有一个值得咱们关注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 就从苏叶的身后 响了起来 嗯 天灵市近几年 都这笔样了 竟然还有人来调查 听到对方的话后 苏叶直接靠在椅背上 继续投听了起来 他叫苏叶 来自天灵一中 是个狗神 三年来 一直都是年纪倒数第一 可在昨天的考核中 不仅排名第一 还直接将一名 酒机及现武者给秒了 而通过这些信息 我推测他 要么打破瓶颈 突破到了五十镜 要么就是肉身 掌控突破到了 初窥门镜阶段 如果是第二种的话 那他就得重点关注了 毕竟 增强气血 可以依靠外物 但激发肉身潜力 靠的可是不断地突破 自身的肉身极限 然后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很快 那道声音 就再次响了起来 我 狗神 听到对方对自己的评价 苏叶的脸色 瞬间就黑了下来 嗯 我知道了大哥 等我到了云阳市 马上就去开山线找你 就在这时 那道声音 就再次响了起来 嗯 这家伙 也去开山线 而且 他口中的大哥 也在那 听到对方的话后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心中暗道 很好 这次的历练之旅 已经开始变得有趣了 三个小时过后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 云阳市机场 兽猴 我记住你了 看着从身旁走过去的 一名销兽青年 苏叶玩味一笑 随后就起身离开了座位 跟着人群下了飞机 第十一章 黄毛VS 两千名骷髅兵大军 机场外 小兄弟 去不去开山线 拼车一百 包车四百 当苏叶走出机场后 一名中年大叔 就来到他的身前 出声询问了起来 包车 苏叶听后 直接说道 片刻后 小兄弟 你是不是也要去 开山线附近的 那个上谷秘境 开上车后 中年大叔 就自来熟地闲聊了起来 嗯 苏叶听后随口回道 那你可要小心一点了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我却知道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了里面 得知苏叶真的要去 那个上谷秘境 中年大叔 也是给出了善意的提醒 嗯 那个上谷秘境 不过就是一个 诗集秘境 而且 五年来 已经有不少人进去过了 可以说 大部分的危险都是已知的 正常情况下 应该不会出现 大量的伤亡情况才对 那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听到中年大叔的提醒后 苏叶就开始思考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上谷秘境入口外 哥们 什么实力 我们小队刚好少个人 要不要一起 当苏叶从车上下来后 一名手臂上有着纹身的男子 就来到他身前询问了起来 九级极限舞者 听到苏叶这话 一旁的纹身男 和后过来的几人对视一眼 直接转身离开 同时嘴里还嘟囔道 舞者竟然还赶来 诗集 上谷秘境 这不是使客狼出洞 找使吗 清静了 那就开始我的历练吧 当几人离开后 苏叶就朝着不远处 那个高三米 宽两米的空间 漩涡走去 卧槽 那小子竟然自己进去了 有意思 他还真是来找使的 看到苏叶消失在了 秘境入口当中 不少人都流露出了 吃惊之色 上谷秘境内 血影兽 十几股兽 二截 看着不远处 那三头通体血红 类似于狐狸的股兽 苏叶直接就召唤出了 229个骷髅兵 都说上谷秘境当中的股兽 实力强悍 那就让我看看 他们到底有多强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朝着 对面的三头血影兽冲了过去 砰 砰 砰 很快 苏叶就和三头血影兽 战斗在了一起 肉身力量很强 起码达到了肉身掌控 初血炸链阶段 激发程度90%的程度 单凭这一点 这骨兽的实力 就远在异兽之上 战斗了一会后 苏叶就清除了 这三头血影兽的实力 嗯 什么情况 看到对面的三头血影兽 身体开始干瘪 就犹如体内的鲜血被抽干了一般 这诡异的情况 直接让苏叶来了兴趣 哄 随着苏叶和三头血影兽 再次战斗在一起 他就发现了一件 让他极其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 三头血影兽 此时爆发出来的力量 竟然比之前暴涨了十余倍 初亏门禁阶段 这三头血影兽 此时爆发出来的力量 绝对达到了初亏门禁阶段 看着对面的三头血影兽 苏叶终于明白 骨兽为什么比异兽强了 因为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 可以让自身的实力 短时间内得到暴涨 清楚了这些情况后 苏叶没有再继续出手 而是直接对不远处的骷髅兵 下达了瞬移的命令 爆 当229个骷髅兵 将三头血影兽包围起来后 苏叶直接打了个响指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三头血影兽 就直接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叮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3 肉身掌控增加0.02 很快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有奖励 那就开炸吧 先定个小目标 七天时间 炸光秘境当中的所有骨兽 想到这 苏叶就召唤出了四个骷髅兵 然后朝着前方走去 而他的计划很简单 那就是在遇到骨兽的时候 如果附近有人 那他就让四个骷髅兵上 如果附近没人 直接无限召唤骷髅兵开炸 而当苏叶离开后 一块岩石的影子当中 就慢慢显露出了一道人影 二级天赋武师 天赋召唤 一次性能召唤229个召唤生物 召唤生物实力未知 会瞬移 会自爆 草 这特么是从哪冒出来的怪物 看着远去的苏叶 凌川的眼中满是震惊 毕竟 刚刚229个骷髅兵自爆 所产生的恐怖力量 是真的将他给吓到了 我有着五级五十进的实力 再加上我的特殊天赋 他应该发现不了我 想到这 凌川就直接朝苏叶追了过去 因为他很想知道 对方是否还有其他的隐藏力量 另一边 都说上古秘境当中 时常会出现杀人夺宝的情况 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让 我给遇到了 看着前面拦住自己去路的一名黄毛 苏叶冷声问道 有诗 骷髅召唤生物 天赋武者 小子 要是不想死在这里的话 那就乖乖交出身上的所有财物 不然 可就别怪我 将你这个天才给扼杀在摇篮里了 看着苏叶 黄毛神色细血地说道 哦 你感觉吃定我了 把玩着一张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苏叶神色玩味地问道 哄 黄毛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释放出了自身的橙色血气 同时 他的脚下也出现了四个橙色光韵 四级武士 很好 正好先试试 强制一写 这个词条的效果 清楚了黄毛的实力后 苏叶大手一挥 直接将剩余的225个骷髅兵都给召唤了出来 但让苏叶意外的是 这次召唤 竟然触发了幸运暴击 密密麻麻 当2250个手持古刀的骷髅兵将黄毛包围后 黄毛傻了 躲在暗处的凌川也傻了 什么情况 这尼玛是什么情况 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周围那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黄毛慌了 虽然他有着四级武士镜的实力 但架不住骷髅兵多啊 毕竟他不是防御型武者 一旦耗尽血气 那等待他的将会是被乱刀砍成肉泥的凄惨下场 第十二章 召唤生物还肯定能这么玩吗 兄弟 误会 都是误会 我其实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很快 黄毛的声音就从骷髅兵大军的包围圈中响了起来 爆 苏叶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直接退后了数百米 随后直接打了个响指 哄 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一朵十余米高的巨大蘑菇云就在他的眼中绚丽绽放 大地颤动 严沉四起 强烈的爆炸余波开始朝着四周疯狂席卷 几分钟后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 一个直径足有两百米的巨大深坑就出现在了苏叶的眼前 至于黄毛 尸骨无存 有如从未出现过一般 四级五尸 就这 看着不远处的那个巨大深坑 苏叶撇了撇嘴 随后就带着新召唤出来的四个骷髅兵朝远处走去 十分钟 当苏叶离开十分钟后 躲在一块大树影子里的凌川 这才敢显露出身影 四级五尸 直接秒杀 这哥们变态啊 还有 身边就带着四个骷髅兵 然后遇到心怀不轨的 直接就弄出来两千多个 这尼玛玩得也太骚了 看着苏叶离开的方向 凌川不敢再跟了 因为他非常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面对刚刚的爆炸 哪怕是他都很难活下来 至于他的特殊天赋 在面对两千多个会自爆的骷髅兵面前 根本就毫无用处 另一边 什么啊 击沙境界比我低的生灵 获得的奖励几率会变低 然后击沙境界比我高的生灵 获得的奖励几率 好像没什么变化 这就有点狗了呀 发现击沙黄毛后 系统并没有给出获得奖励的提醒 苏叶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猜想 不过这个猜想是不是真的 那就得等以后找机会验证了 十五分钟后 那是 银月苍狼 而且 还是数量高达数百只的狼群 看到远处出现的数百只银月苍狼 苏叶的兴奋的浑身都抖动了起来 嗯 狼王竟然是一头 十级 九级骨兽 而且 八级 七级 六级等 境界的银月苍狼数量也有不少 甚至 实力最弱的银月苍狼 都有 十级 三级的实力 有点难搞啊 戴上智能眼镜 看到狼群的情况后 苏叶就直接皱起了眉头 小子 银月苍狼 狼群守护的月灵夜 是我们的 你最好不要动歪心子 就在这时 一道满是威胁的声音 就从苏叶的身后 响了起来 刷 随着那道声音响起 四个骷髅兵 就直接将苏叶挡在了身后 咦 是他 转身过 看到从远处走来五人中 竟然就有飞机上的那个兽猴 苏叶的脸上 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对方 召唤天赋 骷髅召唤生物 兄弟 要不要跟我们合作 当五人走过来后 最中间的那名白衣青年 就注意到了 苏叶身前的四个骷髅兵 随后就笑着 询问了起来 大哥 他有什么资格 跟咱们合 就在兽猴 对这个提议 表达不满的时候 白衣青年一个很利的眼神 就直接让他闭上了嘴巴 怎么个合作法 这时 苏叶一边把玩着 五神级骷髅召唤卡 一边出声问道 你能召唤多少这样的骷髅生物 如果让他们 去引走狼群 能坚持多久 听到苏叶的询问 白衣青年 没有立即回答 反而是问出了两个问题 就能召唤四个 而且 我的骷髅兵 只有二级五世镜的实力 根本就无法引走狼群 看着白衣青年 苏叶一脸认真的说道 嗯 这家伙 真的只能召唤 四个骷髅生物吗 还有 这些骷髅生物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看到苏叶那一脸认真的样子 白衣青年 却是陷入了沉思 因为不管是任何天赋 他都不会轻视 总是想要了解清楚 而这也是 他提出合作的原因 本想着能从苏叶的口中 套出一些信息 谁曾想 苏叶什么都没有说 兄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 那咱们 恐怕是无法合作了 不过 我也不会阻止 你夺取月灵夜 接下来咱们 就个平本事吧 沉思片刻后 白衣青年 就看向苏叶 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没错 他还是不死心 他还是想要 借此机会了解到 更多有关于苏叶 召唤天赋的信息 不好意思 我对你们口中的 月灵夜一点 都不感兴趣 说完 苏叶就让一个骷髅兵 跪在了地上 然后以骷髅兵的后背 为椅 直接坐了上去 而其余三个骷髅兵 则是一个锤背 两个锤腿 看到苏叶的骚操作 白衣青年 兽猴等五人 直接就看呆了 心中更是一同想到 召唤生物 还特么能这么玩吗 兄弟 既然你对月灵夜 不感兴趣 那我们就要了 对了 我叫骆天晨 以后你要是有机会 去远河市 可以来找我 看着苏叶 骆天晨笑了笑 随后就带着四人 朝远处的 营月苍狼 狼群走去 大哥 你对那小子 那么客气干什么 远离苏叶后 兽猴落天墙 就面露不解地 询问了起来 阿强 召唤天赋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天赋 而这个天赋 是否强大 完全取决于 召唤出来的兵种 说到这 骆天晨顿了一下 随后才继续说道 而这个人的骆天晨 兵种 是我从未听说过的 所以 我很想多了解 一些这个兵种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 我说大哥 你怎么对那个家伙 那么客气呢 听完骆天晨的解释后 骆天墙这才明白过来 好了 不说那家伙了 银月苍狼狼狼 可不容易对付 接下来咱们得小心了 这时 骆天晨看向远处的 银月苍狼狼狼 神色凝重地说道 另一边 还想打探我天赋 和骆龙兵的情况 真是怀里揣灵的 想得没 看着潮狼群走去的骆天晨 苏叶冷笑着说道 第十三章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苏叶开炸 好 就在这时 一道夹杂着怒火的狼嚎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嗯 骆士兄弟带来的那三个人 竟然都是九级五师竞强者 看到那三人 已经和银月苍狼狼王 战斗在了一起 苏叶直接就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一袋瓜子 然后看起了热闹 几分钟后 那三人就开始边战边退 而银月苍狼狼王 则是带着大部分的银月苍狼 展开了追击 引走大部分实力强的银月苍狼 然后骆士兄弟趁机去偷取月灵叶 手段一般 但却管用 清楚了骆天成的计划后 苏叶就带着四个骷髅兵 朝远处走去 因为已经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必要了 嗯 那是什么 血红色的雾气 注意到银月苍狼狼群那边 忽然出现了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苏叶的眼中也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因为据他所知 上古秘境里 只有影响视觉 听觉等感知的白色雾气 可从未听出过血红色雾气 等一下 之前那个司机大叔说 这个上古秘境最近不太对劲 而且已经死了不少人 难道 是因为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想到这 苏叶就再次朝远处看了过去 兄弟 快跑 这血红色雾气 不仅可以让骨兽变得疯狂 还会让他们的实力得到暴涨 最重要的是 咱们的实力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这时 朝这边疯狂逃命的骆天成 就对苏叶大喊了起来 果然 这秘境出现异常 就是因为这血红色雾气 不过 他们准备跑了 那我也就可以直接开炸了 听到骆天成的提醒 苏叶笑了 但很快 他的笑容就僵硬在了脸上 因为骆天成看到他站在原地没动 在路过他身边的时候 直接把他扛跑了 你跑就赶紧跑 特么把我扛跑了是几个意思 神经病啊 看着把自己扛在肩上跑得骆天成 苏叶的嘴角都忍不住抽抽了起来 兄弟 吓得走不动道了吧 放心 有我们 你死不了 虽然不明白大哥为什么要救下这个家伙 但就都救了 他自然也不会去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草 谁特么被吓得走不动道了 你们兄弟都神经病吧 听到骆天墙这话 苏叶是彻底无语了 毕竟人家是好心救他 他能说什么 五分钟后 兄弟 这里已经安全了 接下来 你自己小心点 将苏叶放下来后 骆天成就笑着提醒了一句 随后便带着骆天墙和后面追上来的 那三名九级武士进墙者 朝远处走去 唉 还特么得自己跑回去 骆天成 我真谢谢你啊 看着离开的骆天成 骆天墙等人 苏叶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转身朝银月苍狼狼群所在方向走去 另一边 大哥 刚刚多危险啊 你说你救救他干什么 咱们跟他又不熟 远离苏叶后 骆天墙就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天赋无者 而且召唤的 还是从未出现过的骆驼兵种 这样的人 结交一下没有坏处 说完 骆天成就指着远处的空地道 先在那里休息 两个小时后 咱们再重新返回去 十分钟后 这回没人打扰我了 可以尽情地开炸了 看着不远处被血红色雾气笼罩的区域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召唤出229个骆驼兵 朝里面走去 嗯 在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下 我的实力竟然只能发挥出七成 发现这个情况 苏叶的脸上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骆驼兵忽然将苏叶挡在了身后 同时 二十多头双眼血红 已经陷入疯狂的银月苍狼 就从前面的血红色雾气当中走了出来 草 吓 吓吓我一跳 干他们 看到前面走出来的二十多头银月苍狼 苏叶直接就对骆驼兵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眨眼间 除了苏叶身前的一个骆驼兵 其余二百多个骆驼兵 全部顺移到了银月苍狼的身前 然后直接自爆 哄 随着一声巨响 银月苍狼夹杂着痛苦的吼叫声 就从蘑菇云当中传了出来 四级 八头 五级 六头 六级 九头 有点难杀 不过问题不大 看着从蘑菇云当中冲出来的二十三头银月苍狼 苏叶先是让身边的一个骆驼兵 带着自己顺移到了十米外的地方 随后就再次召唤出了二百二十八个骆驼兵 对冲来的银月苍狼 发起了自杀式攻击 一次 两次 三次 苏叶不断地重复这种操作 终于在七分钟后 将所有的银月苍狼全部击杀 叮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4 肉身掌控增加0.03% 天赋原石 碎片星号1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神蒙币星号10万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3 精神力增加0.4 赤炎雷虎全熟练度增加0.2%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按道 虽然现在杀得有点憋屈 但等我突破到九级极限武师 那就能召唤九百九十个骆驼兵 如果突破到九级极限武宗 那就能召唤九千九百九十个骆驼兵 只能说 前期有点难熬 但后期绝对会爽到爆 继续炸 趁着他们失去神志 我得使劲地炸 不然 一旦他们恢复了神志 狼王就会将他们组织起来 那炸起来就有点麻烦了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身后的二百多个骆驼兵 继续寻找起了剩余的银月苍狼 一个半小时后 狼王 他也不惊炸呀 看着脚下的银月苍狼狼王尸体 苏叶撇了撇嘴 随后就带着身后的四个骆驼兵 朝着血雾区域外走去 二十分钟后 当苏叶来到一片类似沙漠的地方后 先是四下看了看 随后直接到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二百六十 兵种 骆驼兵 自爆 强制易血 瞬移 气血 二百六十七点九 境界 二级五十 肉身掌控 初亏门禁 百分之九点四一 五级 蝶浪掌 迷风部 七星迷宗部 赤炎雷虎拳 精通 十点百分之九 精神力 二百二十七点三 境界 二级凌湿 神魂掌控 初亏门禁 百分之六点八八 物品 一品爆血单 星号三五颗 一品营养液 星号三十一瓶 一品神魂滋养液 星号四二瓶 神蒙碧星号九百八十万 翠金石星号四二块 天髓叶星号十九低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星号十 二品营养液星号十八平 二品神魂滋养液星号十六平 天赋原石碎片星号十二 四百多头银月苍狼 数量还是太少了 哪怕全部击杀 实力提升的 也不是很多 说完 苏叶的目光 就落在了天赋原石碎片 这个奖励上 第十四章 会自己吃炸弹的鲨鱼兽 天赋原石碎片 这玩意 有什么用啊 记忆里 也没有有关于这东西的信息啊 看着天赋原石碎片 苏叶的眼中满是好奇 因为他总感觉这东西跟天赋有关 而且 他心中还有一个猜测 那就是 这东西 只有杀骨兽才会爆出来 杀 就在这时 苏叶身旁的一名骷髅兵 犹如察觉到了什么 直接抓住 苏叶顺移到了十米外的地方 砰 与此同时 苏叶之前站着的位置 地底忽然冒出来一张血盆大口 鲨鱼兽 十级骨兽 三级 通过智能眼镜 苏叶很快就清楚了 从地底冒出来的那条通体鹤黄 类似于的骨兽信息 特么的 还好骷髅兵有着 强大的战斗本能和危险感知 不然 我特么就死翘翘了 看到那头鲨鱼兽 又钻入了地底 苏叶也是一阵后怕 毕竟 现在还没有开启 舍己救人词条 所以 像这种突如其来的危机 是他最担心的 下一个 解锁下一个词条 必须是舍己救人 说着 苏叶就直接跳到了 骷髅兵的后背上 这样 一旦再出现刚刚那种危险 他也能随时借助 骷髅兵的身体 跳走 砰 砰 砰 就在这时 三道一响声 忽然从十米外的地方 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三张血盆大口 就从地底冒出 直接将还在那边的 三个骷髅兵 给吞了下去 这鲨鱼兽 是个狠兽啊 竟然连骷髅炸弹 都敢吞 看到三个骷髅兵 被三头鲨鱼兽 给吞了下去 苏叶咧嘴一笑 直接打了个响指 轻声道 爆 哄 哄 哄 随着三道沉闷的爆炸声响起 其中两头二级鲨鱼兽 直接化为一团血物 而剩下的那头三级鲨鱼兽 身体也是猛的一颤 随后就迅速钻进了地底 刚还是一头鲨鱼兽 结果又冒出来两头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里是鲨鱼兽的领地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召唤出了258个骷髅兵 来吧 炸弹给你们准备好了 可以开吃了 看着远处的200多个骷髅兵 苏叶兴奋地想到 砰 砰 砰 几分钟后 无数张血盆大口 从地底破土而出 瞬间就将所有的骷髅兵 都给吞了下去 甚至 还有很多头鲨鱼兽 没有吃到骷髅兵 而苏叶身下的骷髅兵 在此时 也是瞬间瞬移 到了十米外的地方 成功躲过了鲨鱼兽的攻击 爆 看到所有鲨鱼兽 都重新钻入了地面 苏叶就打了个响指 让所有骷髅兵 直接自爆 叮 击沙生灵成功 精神力增加0.2 神魂掌控增加0.03 叮 击沙生灵成功 获得天赋猿十碎片星号1 叮 击沙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4 肉身掌控增加0.02 赤岩雷虎全熟练度 增加0.2 随着沙土地面 出现轻微的震动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就接连不断地 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这哪是鲨鱼兽啊 这简直就是鲨鱼兽啊 不过 这倒是方便我了 接下来 只需要不断召唤出骷髅兵 然后让他们吃就行了 想到这 苏叶就再次召唤出了 258个骷髅兵 另一边 没了 银月苍狼全没了 大哥 这里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重新返回来的骆天墙 看着四周满是窗衣的地面 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炸弹 应该是有人 用了昂贵的特制炸弹 灭了银月苍狼狼群 看着狼王那被炸得残破不全尸体 骆天尘也是 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月灵夜 这时 洛氏兄弟终于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朝着月灵夜所在的方向 冲了过去 这怎么可能 灭掉银月苍狼狼群的那个人或小队 竟然没有拿走月灵夜 看着眼前那个类似于月亮的青石台中 储存着的一百多地月灵夜 骆天尘直接就猛了 因为他不理解 对方明明已经灭了银月苍狼狼群 可为什么没有拿走月灵夜 大哥 怎么办 这些月灵夜 咱们拿还是不拿 此时 骆天墙也有些拿不准主意了 因为他也不确定 灭掉银月苍狼狼群的人或小队 是否会回来取走月灵夜 拿 既然他们没有取走 而且也已经离开 那这月灵夜 就属于是无主之物 说完 骆天尘就示意身旁的三名九级武师 进抢者 收集月灵夜 几分钟后 东边是鲨鱼兽的领地 咱们不能往那边去 不然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而西边是石烟兽的领地 咱们可以过去碰碰运检 将所有的月灵夜都收集好后 骆天尘就做出了决定 随后便带着众人 朝西边走去 鲨鱼兽领地 没了 才炸死2500多头鲨鱼兽 就炸绝肿了 不是吧 我还没炸够呢呀 看到许久都没有鲨鱼兽在冒头 苏夜难受了 毕竟 像这种自己吃炸弹的骨兽 可是很难遇到的 嗯 气血突破到322.7了 精神力也突破到了258.6 看到气血和精神力 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苏夜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满意之色 毕竟 他现在杀的可是 狮疾 生灵 在想象之前那样 一次几万几万的杀 基本是不现实的 而且 也就是在这上古秘境当中 他能找到这么多的 狮疾 古兽杀 如果回到天灵室的灵武者协会 那根本杀不了多少 狮疾 异兽 不过 苏夜还是留有期待的 那就是天才训练营 咦 我杀了2500多头鲨鱼兽 结果才爆出来 10片天赋原石碎片 当苏夜看到 天赋原石碎片的数量 只有22片后 他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猜想 那就是这玩意非常难爆 而之前击杀400多头银月苍狼 能爆出来12片 要么是他运气爆了 要么就是和那个诡异的血红色雾气有关 第15章 古兽把你苦茶子了 你这么狠他们 不管了 继续杀古兽 至于天赋原石碎片 等回去问问卫会长 看他知不知道 想到这 苏夜就带着四个骷髅兵 继续朝前方走去 四天后 当苏夜再次灭了一个古兽群后 就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了起来 同时也查看起了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夜 天赋 召唤 目前上线56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顺移 气血 567.3 境界 五级五十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33.84% 5级 蝶浪掌 迷风部 七星迷宗部 赤炎雷虎拳 精通 75.8% 精神力 507.6 境界 五级灵师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 23.75% 物品 神蒙碧星号 1450万 翠金石星号 57块 天髓叶星号 31滴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星号 十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 45 虽然上古秘境当中 有很多的古兽 但找起来太麻烦了 而且 每个古兽群里 都有实力强的古兽 哪怕凭借 强制易血 磁条的效果 击杀起来也很慢 难搞啊 说到底 还是召唤上线太低了 看着人物属性 版面上的各方面力量数据 苏叶的脸上 满是失望之色 毕竟 四天时间才提升这么点实力 实在是有点太差劲了 而苏叶不知道的是 他现在的实力提升速度 堪称变态 毕竟 不管是 失禁的实力提升 还是第二阶段的肉身掌控 和神魂掌控的提升 提升难度 都是之前的数倍 小兄弟 一个人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休闲装的中年男子 就从远处走了过来 有事 看着走来的中年男子 苏叶把玩着手中的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问道 这四天来 苏叶已经习惯 把玩着武神级骷髅召唤卡了 毕竟 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而且 他也真的很想遇到一次致命危机 不为别的 就想看看武神级骷髅兵自爆 威力能有多吗 别紧张 如果我想对你不利 你现在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看到苏叶那一脸警惕的样子 中年男子笑了笑 随后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青涩血气 青涩血气 九个青涩光月 这家伙是九级武皇 可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这可是 诗级 上古秘境 只有 褶镜和 诗镜的人才能进来 看到中年男子身上的青涩血气 苏叶直接就梦了 天赋 猛然间 苏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朝着中年男子看了过去 没错 我之所以能进入 诗级 上古秘境 的确跟我的天赋有关 看着苏叶 中年男子笑着继续说道 现在你不用担心 我会伤害你了吧 我就是想跟你问点事情 什么事 苏叶并没有完全相信 中年男子的话 所以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一直都拿在手中 这个上古秘境 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看着苏叶 中年男子一脸认真的问道 这个秘境 出现了一种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只要进入其中 人类的实力 就会遭受到压制 而如果有古兽在其中 那古兽就会陷入疯狂 而且 实力还会得到暴涨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后 苏叶并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都给说出了出来 果然 这个秘境 也出现了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不过 我需要了解到 这里的血红色雾气的详细信息 这样才方便上报神门 想到这 丁凯就朝着眼前的青年 看了过去 能带我找到你口中的 血红色雾气吗 因为我是第一次 来这个上古秘境 所以 对这个上古秘境内的情况 并不是很了解 看着苏叶 丁凯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不说 我特别不说啊 谁不是第一次来这上古秘境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准备出声拒绝 然而 还没等他开口 丁凯的声音就再次响了起来 小兄弟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只要你能帮我找到血红色雾气 那你有什么需求可以提出来 只要不太过分 我都会答应你的 还有好处 听到丁凯的许诺 苏叶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毕竟 有便宜不占 那不是傻子吗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听到苏叶同意 带自己去寻找血红色雾气 丁凯直接就笑着询问了起来 击杀骨兽 在接下来寻找血红色雾气的过程中 凡是遇到骨兽群 我希望你能将其打成重伤 然后我捕刀将其杀死 至于骨兽群所守护的天才地宝 我不要 你可以全部拿走 看着丁凯 苏叶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需求 嗯 我重伤骨兽 然后你捕刀 而且 骨兽群守护的天才地宝 你还不要 就是想单纯地宰了他们 怎么的 骨兽把你苦茶子了 你这么恨他们 听到苏叶如此奇特的需求 丁凯直接就猛了 好 我答应你 缓过神来后 丁凯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虽然他不明白 苏叶为什么这么恨骨兽 但这个条件 他可以接受 半个小时后 隐风兔 783只 全部重伤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轻松地将隐风兔群 全部打伤后 丁凯就来到苏叶身前 笑着说道 召唤 苏叶听后 直接就召唤出了四个骷髅兵 然后命令骷髅兵 去解决掉那些重伤 兵死的隐风兔 嗯 召唤天赋 从未出现过的骷髅兵种 看到苏叶召唤出来的四个骷髅兵 丁凯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 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进入秘境遇到的第一个人 竟然还是个拥有特殊天赋的修炼者 这小子看着很年轻 如果他是高三级的学生 那在几天后的省级天才训练营中 我会不会遇到他呢 看着苏叶 丁凯心中暗自想到 第十六章 哎呀卧槽 这小子是真特么狗啊 叮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3 精神力增加0.4 叮 击杀生灵成功 神魂掌控增加0.02 赤炎雷虎全熟练度增加0.2 随着四个骷髅兵 将一只只重伤冰死的隐风兔砍成肉泥 系统的提示音 也不断地从苏叶脑海中响了起来 爽啊 有个武皇级强者帮忙 击杀骨兽的速度快多了 感受到自己的各方面力量都在不断变强 苏叶的心情那叫一个爽 苏叶 我看你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有着五级五师的实力 那你是五师还是灵师 什么等级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凯哥 我五级五师镜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直接回道 嗯 自身是五级五师镜 然后召唤出来的骷髅生物也是五级五师镜 这天赋 不简单啊 得知苏叶的实力后 丁凯心中一惊 随后就看向苏叶一脸认真的提醒道 苏叶 虽然你的召唤天赋很强 但你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天赋的力量 以后再遇到古兽或异兽 我建议你 还是先自己去战斗 要知道 骷髅生物再强 也是比不上自身的 毕竟 战斗经验 肉身掌控 五级等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远不是骷髅生物所能比的 嗯 提醒我这么多 这个丁凯人还怪好的 不过 我真的不需要自己去努力啊 有骷髅兵 躺平多下 虽然这么想 但面对丁凯的善意提醒 苏叶也只能点头说道 凯哥 我知道了 一天后 不是 这小子 一会往东边走 一会往西边走的 半天 才能找到一个古兽区 他到底清不清楚 这秘境内的情况 忙活了一天 但只遇到了五个古兽群 丁凯感觉要疯了 因为按照他的想法 在苏叶熟知秘境的情况下 那一天的时间里 起码能找到十个古兽群才对 苏叶 咱们找古兽群的速度 能不能提一提 终于 丁凯忍不住对苏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速度提一提 是我不想提吗 是我根本就找不到好吧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无奈一笑 毕竟 他也想提速 但他不熟悉秘境的情况 所以 寻找古兽群 只能靠运气 凯哥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毕竟 那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飘忽不定 咱们只能慢慢寻找 随后 苏叶就开始忽悠了起来 唉 那就继续找吧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实话 如果不是苏叶一直在寻找古兽群 他都感觉 对方是在忽悠自己 因为 他从神盟那得到的消息 是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只会出现在古兽群的领地当中 所以 哪怕苏叶一直带着他瞎转悠 他都没有怀疑过苏叶 而苏叶可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只是单纯地 想让丁凯这个武皇级强者 帮他多弄伤点古兽 加快他提升实力的速度 至于那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他从始至终都感觉 想要找到那玩意 得靠运气 又过了一天 瞎转悠 这小子绝对是在带着我瞎转悠 他根本就不清楚 这秘境的情况 通过昨天的仔细观察 丁凯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 苏叶根本就不清楚 秘境内的情况 苏叶 咱们目前所在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 距离咱们最近的古兽群领地 还有多远 随后 丁凯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直接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啊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直接大大方方地 给出了回答 不知道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吗 听到苏叶的回答 丁凯心态直接就炸了 苏叶 你根本就不清楚 这秘境内的情况 那你之前 为什么还要答应 带我寻找血红色雾气 努力平复下心情后 丁凯就盯着苏叶出声 询问了起来 凯哥 我只答应 带你寻找血红色雾气 可我从未说过 我清楚这秘境内的情况 看着丁凯 苏叶故作无辜地说道 哎呀 卧槽 这小子是真特么狗啊 他咋能这么狗呢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直接就被气笑了 因为苏叶从始至终 的确没说过 自己清楚秘境内的情况 呼 深深地出了口气 丁凯这才看向苏叶说道 算了 虽然你不清楚 秘境内的情况 但你知道血红色雾气的 出现条件 也算是带我找了两天了 出现条件 什么出现条件 苏叶听后 面露好奇地问道 这小子不知道 血红色雾气的出现条件 也就是说 他这两天 一直在带我寻找古兽群 只是敢巧了 看到苏叶 好像真的不知道 血红色雾气的出现条件 丁凯难受地想哭 苏叶 你走吧 让我一个人静静 丁凯挥了挥手 随后就一个人走到一旁 给苏叶留下了一个 孤寂的背影 凯哥 那我走了 咱们以后有缘再见 说完 苏叶就释放出了橙色血气 随后站在原地一分钟后 一个空间漩涡 就从他的身后出现 直接将他吸了进去 有缘再见 谁想跟你有缘再见 你以后可离我远点吧 当苏叶离开秘境后 丁凯就面露苦笑地摇了摇头 随后也释放出自身的青色血气 然后站在原地 准备传送出上古秘境 两天时间 他此次进入秘境 只有两天时间 因为后天就要前往 省级天才训练营据点 所以 他今天也要离开秘境 至于这个秘境内的血红色雾气 只能等神蒙派其他人来调查了 唉 本该到手的功勋点 没了 也不知道这个功劳 会便宜哪个王八蛋 在传送出秘境的那一刻 丁凯也是忍不住暗骂了起来 毕竟 在低级上古秘境当中 能获得功勋点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 第十七章 六级零武师 叶哥 当个人不好吗 上古秘境外 终于出来了 先看看这两天的收获有多大 从上古秘境当中传送出来后 苏叶就查看起了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64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顺移 气血 641.8 境界 六级武师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40.62% 5G 叠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小乘 0.8% 精神力 600.2 境界 六级灵师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 31.33% 物品 神弥币 星号 1550万 翠金石 星号 63块 天髓 叶 星号 38D 武神 级 司机大叔 这要求 看到远处招呼自己的司机大叔 苏叶也是笑了起来 随后就朝着对方走去 奥地 本来我就在这等人呢 结果就看到你出来了 咱们还真是有缘呢 上车后 司机大叔就自来熟的又闲聊了起来 是啊 还真是有缘 苏叶听后笑着回道 一个小时后 奥地 这是我的名片 下次再来云阳市 我请你吃饭 当苏叶下车后 司机大叔就笑着将一张名片递给了苏叶 好 苏叶笑着接过名片 随后就朝着飞机场内走去 两个小时后 苏叶成功坐上了最近的一班 飞往天灵室的飞机 七天了 也不知道那四个家伙怎么样了 坐在飞机上 苏叶就想到了冷箭 灵芒等四人 天灵室 灵武者协会 五楼 哈哈 终于把这个该死的骷髅兵给干死了 七天的魔鬼特训 只求干死骷髅兵 咱们成功了 看着倒在地上的骷髅兵 冷箭 灵芒 钱豪和助师宇四人 激动的都快哭了 没有人知道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 他们为了击败这个骷髅兵 付出了多少努力 不远处 七天时间 四人全部都打破了自身的瓶颈 这个骷髅兵 功不可没 看着远处的四人 魏天云的脸上 满是欣慰之色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 四人为了变强 到底有多么拼命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一阵电话铃声 就忽然响起了起来 苏叶 回来了吗 看到 是苏叶打来的电话 魏天云接通后 就笑着询问了起来 魏会长 已经下飞机了 两小时后 可以赶到林武者协会 很快 苏叶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好 等你回来 咱们就立即赶往 省级天才训练营据点 说完 魏天云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朝着远处的四人喊道 立即回房间收拾东西 两小时后出发 两小时后 当苏叶赶到林武者协会 魏天云就带着他上了楼顶 而冷见 林芒等四人 早已在楼顶的直升机上等着了 四位 七天未见 有没有想我 坐上直升机后 苏叶就看向四人打趣地说道 叶哥 我想你想得都瘦了 听到苏叶的话后 钱豪一边吃着手中的零食 一边笑着回道 钱胖子 虽然 你瘦了几斤是事实 可那不是被骷髅兵折磨的吗 林芒听后 直接拆穿了钱豪的谎言 林芒 你不说话能死啊 看到身旁的林芒 直接拆穿了自己的谎言 钱豪气地扔下手中的零食 就压到了林芒的身上 看着打闹的两人 其余几人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叶哥 你现在是什么实列 这时 冷见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而听到这话 不管是注尸语 魏天云 还是打闹的钱豪和林芒 全部都竖起了耳朵 因为他们也都很想知道 苏叶到底有没有突破瓶颈 至于魏天云 他想知道的 则是苏叶有没有突破到二级武师 或二级灵师 因为在苏叶离开之前 他就已经知道 苏叶是一级灵武师了 六级灵武师 看到众人都看向了自己 苏叶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实力 毕竟 去了省级天才训练营 众人也会知道的 傻了 听到苏叶的话后 众人全部都傻了 特别是魏天云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出去七天 竟然从一级灵武师 突破到了六级灵武师 以往 也出现过灵武双修的天才 但人的精力和时间 是有限的 哪怕那些人 是极其耀眼的天才 但就是因为选择了灵武双修 结果导致实力提升缓慢 最后泯然众生 可苏叶这小子 不仅灵武双修 实力提升的速度 还如此恐怖 他真的是人吗 看着苏叶 魏天云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六级灵武师 可怕的召唤天赋 叶哥 当个人不好吗 你这样 还让我们怎么活啊 此时 缓过神来的冷剑 脸上泛起了一抹苦笑 要知道 他本来还以为 通过这七天的努力 可以追上苏叶的脚步 谁曾想 别说跟上脚步了 苏叶在前进的路上放个屁 他都闻不到位 好了 人要向人看 你们总跟苏叶这个怪物比什么 看到冷剑 凌莽 钱豪和助施与四人 快要被打击到自闭了 魏天云也是一脸严肃的出声训斥的 对 叶哥就是个怪物 不和他别 我们仍然是天才 听到魏天云的训斥 四人也慢慢回过神来 灰暗的眼神当中 也逐渐出现了光彩 我干啥了 怎么就成怪物了 看着几人 苏叶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按道 算了 怪物就怪物吧 谁让我有一点点强呢 第十八章 就二十多米 你还要个降落伞 六个小时后 直升机来到了一处大山上空 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进入天才训练营后 不要给天灵师丢脸 跳下去吧 下面 会有人接应你们的 看着五人 魏天云直接出声说道 刷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冷剑第一个就跳了下去 紧接着 钱豪 助施宇和林莽三人 也都跟着跳了下去 苏叶 你怎么还不跳 看到苏叶半天没动 魏天云也是出声询问了起来 看了看二十多米的高度 苏叶摇了摇头 随后看向魏天云说道 魏会长 这太高了 给我来个降落伞吧 就二十多米 你还要个降落伞 完呢 听到苏叶的这个请求 魏天云的嘴角 直接就抽出了起来 甚至 他都想说上一句 就这么高 你确定在落地之前 打开的降落伞 对你能有帮助 几分钟后 魏天云看到苏叶是真的不跳 最后只能 扔给他一个降落伞 随后挥手道 赶紧下去吧 无数年来 用降落伞下去的人 你算是独一份了 对了 这是你之前要的那五十张中阶 灵器卡片 就在这时 魏天云忽然想到了什么 直接将一个木盒 递给了苏叶 魏会长 回见 接过木盒 背上降落伞后 苏叶就带着兴奋的神色 从直升机上 跳了下去 他不是怕高 他就是单纯的 想体验一下跳伞的感觉 下方 树林中 怎么回事 你们天灵市 最后一名学员 为何还没有下来 一名身穿野战俘的中年男子 眉头紧皱地看向冷见 灵芒等四人出声问道 为什么没有下来 我们也很想知道啊 听到中年男子的询问 四人也是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 下来了 叶哥他下来了 他带着降落 看到有一道人影 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后 灵芒就兴奋地 大喊了起来 但当他看到那个人影的身上 忽然打开了一个降落伞后 喊声瞬间戛然而止 猛了 四人都猛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会带着降落伞下来 降落伞 区区二十多米高的高度 他竟然用上了降落伞 好样的 你们天灵市真是好样的 竟然连这种人 都能送到这里来 看着空中 那道缓缓下落的人影 中年男子的脸色 中年男子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很快 苏叶就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随后扔掉身上背着的降落伞 就来到了中年男子的身前 哼 看着眼前的苏叶 中年男子 冷哼一声 随后才出声说道 天亮之前 赶到训练营基地 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赶到者 将失去进入天才训练营的资格 说完 中年男子 就将五个类似于怀表的雷达显示器 扔给了五人 提醒你们一句 在你们前往训练营基地的路上 有着众多的异兽 实力最高的为 师级 异级异兽 所以 你们不仅要赶时间 还要躲避 击杀那些异兽 说完 中年男子 就用一种不屑的眼神 看了一眼苏叶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暗处 竟然还要保护那样的家伙 这次的任务真是不爽 躲在暗处的原位 看着苏叶等人 面露不爽的自语道 另一边 叶哥 路上的异兽 就全部交给我们吧 你就在后面 跟着就行 当原位离开后 冷剑就直接把 击杀异兽的任务 给揽了下来 而其余三人 也没有反对 毕竟 他们也想在 苏叶面前表现一下 至于苏叶 为何会带着降落伞下来 他们没有一个人 去询问原因 哪怕因为这件事 让原位 对他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行 不过 你们不能杀 只能将异兽打成重伤 因为 我要在后面捕刀 对于冷剑的这个提议 苏叶并没有反对 毕竟 这是他们的一个表现机会 但击杀异兽 有奖励 哪怕异兽境界低 获奖的几率也很低 那他也不想白白浪费 好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看到太阳 马上就要落山 冷剑就率先 朝前方走去 遇到异兽 直接出手 不要浪费时间 一晚上 我要将五条路线上的 所有异兽 全部击杀 走在最后面的苏叶 在看到手中的 雷达显示器上 有五个路线后 直接就对四人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叶哥 其余四条线路 应该是另外四个时的路线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们 解决异兽 听到苏叶的这个想法后 冷剑有些不解地问道 不为什么 就是想看看 你们四个的极限在哪里 苏叶听后 直接忽悠道 嗯 看看我们的极限在哪里 这是来自怪物的认可吗 听到苏叶这话 四人就犹如打了鸡血 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暗处 磨磨蹭蹭的 天灵师的这五个小家伙 到底在干什么 我还想早点回去休息呢 看到远处的五人 半天不走 原为那叫一个气 毕竟 路上的那些异兽 根本就阻挡不住他们 正常情况来讲 两个小时左右 他们就可以赶到训练 迎击地的 除非他们的实力 连九级级线武者 或九级级线灵者 都没有达到 嗯 动了 而且速度很快 就在这时 原位就看到远处的五人动了 而且还是以极快的速度前进 很好 看来 很快就可以回基地休息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得记录一下 他们的战斗情况 最后给出实力评估 想到这 原位就立即跟了上去 几分钟后 冷剑 一道橙色魂印 一击灵尸 灵气 黑色长剑 瞬间重创七头 这击九级一兽 当冷剑第一次出手后 暗处的原位 就将一些信息 记录了起来 等一下 那个带着降落伞下来的家伙 在干什么 捕刀 看到苏叶帮帮几拳 将重伤冰死的七头 这击九级一兽 全部打死 原位值 接就看傻了 第十九章 他很强 原位 你被这小子给骗了 该死的 这家伙不敢跟异兽战斗 躲在最后面 也就算了 可他竟然还无耻到去补刀 这种人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进入天才训练营 此时 苏叶在原位心中的印象 已然差到了顶点 不过 随着五人继续前进 他也只能继续跟上去 因为这是他的任务 前豪 一级武师 修炼防御类武技 有着极强的防御能力 凌芒 一级武师 诸诗语 一级灵师 当四人全部出手 原位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 怎么都没有想到 天灵师送来的五个人 竟然有四个人 都突破到了诗境 但想到一路上 都在补刀的苏叶 原位就心情 就瞬间变得不好了 一个半小时后 呼 终于可以回去休息了 看到五人 凭借强悍的实力 顺利来到了训练营基地外 原位也是 长出了口气 因为他现在真的不想 再看到苏叶了 嗯 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去了四号路线 看到苏叶 冷剑等五人 没有进入基地 反而是通过雷达显示器 朝着四号路线走去 这不正常的举动 直接将原位给看猛了 嘶嘶嘶 就在这时 一阵嘈杂的电流声 就从原位的对讲机中 响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大笑声 就从对讲机中传了出来 原位 你负责的队伍 怎么还没结束 要知道 在四十多分钟前 我们四个负责的小队 就都已经来到基地了 听到一号线 负责人的话后 原位并没有立即给出回应 因为他看到冷剑 林芒等人 已经开始击杀 四号线上的异兽了 你们先睡吧 我有预感 今天晚上怕是回不去了 看着远处的四人 越杀越兴奋 原位也是 说了这么一句 随后就直接挂断了 对讲机的通讯 六个小时后 苏叶 冷剑等五人 终于在凌晨一点的时候 重新回到了训练营基地前 五条线路 异兽全部被杀 不是 他们神经病吧 从暗处走出来的原位 看着眼前的五人 脸上写满了 不理解这三个字 恭喜你们通过考核 现在 跟我进来吧 我带你们去休息的地方 明天一早去地下一层集合 说完 原位就带着五人 走进了训练营基地 安顿好苏叶 冷剑等五人后 原位就来到了 基地负责人的办公室 虽然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 但他知道 负责人还在等着他的汇报 原位 说说吧 怎么才回来 看着走进来的原位 丁凯直接询问道 丁少校 本来 我应该在六个小时前 带队进入基地的 但 但我这个队伍 有点不太正常 听到丁凯的询问 原位也是 立即回答了起来 嗯 不太正常 怎么个不太正常 丁凯听后 忽然来了兴趣 他们将五号线上的 所有异兽 全部击杀后 已经来到了基地外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没有选择进入基地 反而是去了四号线 然后 杀光四号线上的异兽 又去了三号线 最后 他们将五个线路上的异兽 全部杀光 这才回到了基地 说完 原位就将记录着苏叶 冷剑等五人信息的小本 给丁凯递了过来 把五个线路上的异兽 都给杀了 不是 他们嫌得蛋疼啊 听到原位的话后 丁凯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随后就接过小本 查看起了这个不正常小队的成员情况 天灵士 我记得他们只有五个名额 咦 五个人中 竟然有四个人都突破到了诗境 看到小本第一页上的内容 丁凯也是眼前一亮 因为今年的天才训练营 一共有五十个学员 但突破到诗境的学员并不多 加上这四个人 也不过才十四人而已 而这十四个人 也将会是重点培养对象 在这里 没有公平可言 只要你有实力 那你获得的资源 就远超其他人 如果想要拥有同样的资源 那就只能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原位 这里怎么只有四个人的信息 随后 丁凯就看向原位询问了起来 丁少校 第五个人的信息 在第二眼 而在看之前 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那个人 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天才训练营 听到丁凯的询问 原位也是不加掩饰地 表达出了自己对苏叶的态度 嗯 原位为人正直 而且 也不会对什么人持有偏见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竟然能让原位如此厌恶 看了一眼原位 丁凯就翻开了小本上的第二眼 背着降落伞降落 一路上跟在四个队友身后 没有和一头异兽战斗过 队友 将异兽打成重伤 他后面补刀 咦 重伤 补刀 这操作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看到这 丁凯就不由地想到了 秘境里的那个家伙 晃了晃脑袋 丁凯就继续看了起来 因为从未出手 实力不详 苏叶 邓 当丁凯看到最后那个名字后 瞳孔猛然紧缩 眼中更是流露出了 极其震惊的神色 是他 绝对是他 除了那家伙 不会有别人会和寿 有那么大的仇恨 虽然没有见到苏叶 但丁凯敢保证 这个苏叶 绝对就是自己 在秘境里遇到的那个苏叶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我和他竟然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看着苏叶的名字 丁凯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虽然苏叶在秘境里 带他瞎转有点狗 但不得不说 苏叶很强 不管是自身实力 还是特殊天赋 袁卫 你被这小子骗了 他可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差劲 随后 丁凯就看向袁卫笑着说道 丁少校 你认识他 听到丁凯对苏叶的评价 袁卫反而猛了 认识 他很强 本来我以为 今年天才训练营的大魔王称号 会出现在凌川 洛天晨 裴天翼和乐山四人当中 但现在看来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什么 这个苏叶竟然有能和那四个人对抗的实力 听到丁凯这话 袁卫是真的被惊到了 第二十章 是他 凌川心太崩了 第二天一早 食堂 听说了吗 昨天凌晨的时候 天灵市的学员才来到基地 这不很正常吗 近些年来 天灵市就没出现过什么顶尖天才 而今年来的五个人 我看比往年还要差 唉 他们这么弱 我都不好意思欺负他们了 此时 四个市的学员都已经来到了食堂 而议论的话题 全部都是天灵市的五人 而坐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 凌川 洛天晨 裴天义和乐山四人 却是在安静地吃着饭 并没有加入讨论 因为他们都知道 自己的对手 是其余三人 快看 天灵市的那五个人来了 不过 他们好像没有地方坐了 毕竟 食堂分成四个部分 已经被咱们四个市给占了 那他们就只能找个地方站着吃了 当苏叶带着冷剑 林芒等人走进食堂后 所有人的目光 就都看向了他们 当浪 而当凌川看到苏叶后 直接吓得双手一抖 筷子和勺子直接掉落在地 而他脑海中 也不由地回想起了那个 让他总做噩梦的恐怖蘑菇云 是他 天灵市的带队 竟然是他 该死的 这个变态 为什么会和我一见 看着苏叶 林川心态崩了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连忙对身旁的人说道 赶紧通知下去 绝对不能和天灵市的人发生冲突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 我特么不管 真是没有想到 我调查的那个苏叶 竟然是他 而同样看到苏叶的落天尘 眼中也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随后 就对身旁的落天墙说道 通知一下所有人 不要跟天灵市的人引发冲突 看了一眼苏叶 落天墙没有说什么 直接就朝着其他人走去 另一边 看着走进来的苏叶等人 裴天忆和恶山的脸上 却满是玩味之色 因为他们 很期待苏叶他们打完饭后 会不会坐到自己这边来 如果敢来坐 那他们可就有事干了 叶哥 他们分帮结派的 好像没有咱们坐的地方了 打完饭后 冷剑先是扫尸了一圈 随后就看向了苏叶 毕竟苏叶是他们的头 那要不要干 得看苏叶的意思 苏叶 这边有地方 过来坐吧 就在这时 落天尘的声音 就从东侧响了起来 很快 苏叶等人 就坐到了落天尘的一桌 而看到这一幕 林川 裴天忆和乐山三人 则是眉头紧皱地想着什么 苏叶 没想到 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看着苏叶 落天尘笑着说道 是啊 你们是不是也没有想到 我就是 你们调查的那个苏叶 看了一眼旁边的落天墙 苏叶咧嘴一笑 直接说道 呃 听到这话 落天墙和落天尘兄弟俩 瞬间愣在了原地 随后脸上 就流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 对了 苏叶 你还记得秘境里的音乐 苍狼狼群吗 后来 我们回去了 结果 你猜怎么着 整个狼群 包括那头狼王 全部都死了 此时 落天尘为了化解尴尬 直接挑起了一个话题 我干的 苏叶听后 随口说道 你干的 狼群被蔑视你干的 听到苏叶这话 落天尘直接就指向了餐厅的天花板 随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苏叶 你看上面有牛在飞 牛在上面飞 我在下面吹 听到落天尘这话 苏叶的脸上 瞬间就挂满了黑线 但他也没想解释 反正他说了 信不信那就是别人的事了 十分钟后 吃饱喝足 苏叶和落天尘打了个招呼后 就带着冷剑 林芒等人 率先离开了餐厅 大哥 有个事要和你说一下 凌川那边也发话了 说不准招惹苏叶他们 当苏叶离开后 落天墙就将这个消息给说了出来 是吗 这就有意思了 听到这个消息 落天尘直接就朝着凌川看了过去 而裴天翼和乐山那边 在得到落天尘和凌川都不招惹苏叶他们的这个消息后 也都没有去找苏叶他们的麻烦 而是选择静观其变 地下一层 叶哥 一会 应该就会检测实力了 你准备隐藏实力吗 率先来到地下一层后 冷剑就面露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看情况吧 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修炼资源 那我就会显露出一定的实力 苏叶听后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5分钟后 当所有人都来到了地下一层后 此次天才训练营的总负责人丁凯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卧槽 不是吧 要不要这样巧啊 当苏叶看到来人竟然是丁凯后 惊得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丁凯 是今年天才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你们可以称呼 我为丁少校 说到这 丁凯就似笑非笑地 朝苏叶看了过去 而这一幕 也再次经到了所有人 因为他们都猜到了一点 那就是天灵式的领队 好像认识总负责人丁凯 先说第一件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我们会给你们每一个人 制定一套最适合你们的训练计划 而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每天必须完成 我们给你们布置的训练任务 如果完不成 会有严厉的惩罚 现在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有人想要退出 现在可以离开 看着众人 丁凯神色 严肃地出声说道 丁少校 如果完不成 当天的训练任务 会遭受什么惩罚 这时 乐山所带来的队伍当中 有一人站了出来 随后看向丁凯出 声询问道 一次完不成 强流电机三十分钟 两次完不成 强流电机四十分钟 惩罚时间 一次累积 什么 听到惩罚 竟然是强流电机 不少知道的人 都被吓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强流电机 到底有多么恐怖 第21章 丁少校 挑战同境界异兽 数量管过吗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看到没有一个人选择退出 丁凯也是 满意地点了点头 既然没有人退出 那我就接着说第二件事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天训练结束后 我会给你们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然后你们就要挑战 同境界异兽 最后根据击杀的数量 时间来进行排名 而这个排名 将会影响到 你们每天可以领取到的修炼资源 简单来说 排名越靠前 获得的修炼资源就会越多 所以 能获得多少修炼资源 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说到这 丁凯看到没有人提出疑问 直接就开始说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每七天将会进行一次大乱战 排名前十的人 可以获得特殊奖励 而这个特殊奖励 你们可以自己提 只要在规定范围内 我们都将会满足你们 好了 该说的事情 我都说完了 谁有什么疑问 现在可以提 我只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说完 丁凯就看向了前方站着的五十个人 丁少校 我有一个问题 就在这时 苏叶就上前一步站了出来 什么问题 看着苏叶 丁凯饶有兴趣地问道 丁少校 挑战同境界异兽 数量管够吗 此时 苏叶面露期待地问道 管够吗 挑战同境界异兽 你问数量管够吗 怎么的 你还能杀得几十上百的 听到苏叶的这个问题 不仅是丁凯猛了 就连周围的人也都猛了 毕竟 正常人谁会问这种奇葩问题 管够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 你能无限杀 那我们就能给你无限补充 我说的 缓过神来后 丁凯就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丁少校 那我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苏叶就强忍激动地退回到了队伍当中 随后 也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不过都不是什么重要问题 十分钟后 提问结束 所有人跟我来 很快 丁凯就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一层的训练场 重力修炼士 抗击打修炼士 精神力修炼士 闪避修炼士 当众人看到训练场当中的各种修炼士后 眼中都闪过一抹金光 因为他们知道 这里的各种修炼士 比学校和灵武者协会里的修炼士 强上不止一个档次 每天上午在修炼士当中训练 而强度会有专门的负责人 帮你们调控 而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不断地突破肉身极限和神魂极限 不断提升肉身掌控能力和神魂掌控能力 至于每天下午 会有专门的训练师 给你们一对一战斗 指出你们在战斗当中的问题和不足 同时对你们的武技或精神力使用 给出一定指导和建议 而晚上 你们需要借助各种修炼资源进行修炼 提升自身的气血或精神力 此时 丁凯看向众人 直接说出了大体的训练计划 而以后根据每个人的修炼情况不同 也会进行细微调整 修炼士强度 有专人负责 还有训练师 进行一对一的战斗指导 虽然听着没什么 但我怎么总感觉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小道消息 训练营的训练强度远超想象 做好脱层皮的准备吧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莫名的有一点慌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众人就都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他 他 他 就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等众人转头看去 就看到数十名手持平板电脑的工作人员 朝他们走来 五人一组 立即进入适合自己的修炼室 不要隐藏实力 因为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测试数据 来给你们定制训练计划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再次响了起来 很快 凌川那个队伍中 就走出五人 分别朝着适合自己的修炼室走去 不远处 叶哥 这天才训练营 就是不一样 不用特殊测试仪器 测试咱们的气血 精神力等数据 反而是以这种方式 来进行实力测试 并制定训练计划 看到那五人 都进入了各自的修炼室 冷静就看向苏叶闲聊了起来 因为气血和精神力 是可以靠外武 在短时间内强行提升起来的 所以 如果用特殊测试仪器测试的话 那个数据并不能体现出 每个人的真实情况 但像这种测试 数据 就绝对真实可靠 而且 我感觉在这里测试结束后 应该还会有一场实战测试 听到冷静的话后 苏叶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叶哥 那你一会准备怎么做 是隐藏一些实力 还是爆发权力 吓死他们 这时 冷静极其好奇地问道 之前我还没有想好 但现在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就是摆烂 什么训练计划 那对我毫无意义 有那时间 我喝着饮料 磕着瓜子 看你们训练不香吗 听到冷静的询问 苏叶咧嘴笑道 嗯 摆烂 不需要训练计划 难道 想到苏叶一直对击杀异兽情有独钟 再加上之前苏叶询问的那个问题 冷静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随后就看向苏叶试探性地问道 叶哥 你的目标 该不会是每天训练结束后的异兽挑战吧 希望天才训练营的资金 能撑得住 苏叶没有直接回答 但这句话 冷静就知道 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 另一边 随着工作人员不断提升修炼师的强度 里面五人的脸色 也开始变得难看了起来 甚至 到极限的时候 外面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理会他们 反而还在逐渐地提升强度 这让他们只能咬紧牙关 死命地撑 几分钟后 当修炼师的门被工作人员打开后 五人走出来就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同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神当中更是透露着恐惧的神色 因为他们猜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他们恐怕都要承受这种强度的噩梦级训练 太狠了 这训练营的训练强度太狠了 我可不遭这个罪 一会等我进去后 强度刚提升一点 我就直接躺地上 看到这一幕 苏叶就在心中做出了一个决定 毕竟 能躺平变强 那为什么还要去遭这个罪 第二十二章 不让我摆烂 那我可就要干他们了 卧槽 八倍重裂 七倍闪避 五倍抗击打 顺阳师的领队凌川 有点变态啊 这岂止是变态 简直是大变态 我猜测 他的肉身掌控 已经突破到了第二阶段 出窥门禁阶段 就在这时 一阵惊呼声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大变态 我也配 从抗击打修炼室当中 走出来的凌川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后 直接就朝着不远处的苏叶 看了过去 同时心中暗道 八倍重裂又如何 七倍闪避又如何 五倍抗击打又如何 我特么还不是 扛不住他的一个蘑菇云 叶哥 那个凌川 怎么总是时不时地看你一眼 你认识 注意到凌川的目光 冷剑也是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不认识 说着 苏叶就朝着凌川看了过去 嗯 什么情况 那家伙特么不对劲啊 看到凌川在对上自己的目光后 直接慌乱地扭过头 这让苏叶猛然一颤 因为他心中有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猜想 随后 当洛天成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测试的时候 也再次引起了众人的议论 因为他们三人的实力 并不比凌川差多少 一个半小时后 苏叶 冷剑 林芒等五人 就走进了适合自己的修炼室 而此时 其余人都已经完成了测试 所以 他们都将注意力 放在了苏叶 冷剑等五人的身上 重力修炼室 啊 当工作人员刚刚将强度提升到一倍的时候 里面的苏叶就大喊一声 随后躺在了地上 这一幕 直接看傻了众人 什么啊 这种货色 也能当天灵师的领队 我看天灵师是真的 还没等周胜吐槽完 就看到凌川用一种很利的眼神看向了他 这让他直接将后面的话给憋了回去 周胜 如果你再敢说那个人一句 那你就死定了 盯着周胜 凌川语气冰冷地说道 而其余人看到凌川此时的样子 也都被吓到了 他们可以感觉得到 凌川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与此同时 其余三个式的队伍当中 也有人在议论着苏叶 同样被骆天臣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制止 骆天臣是想交好苏叶 而且 他也知道苏叶的一些情况 而裴天翼和乐山两人 他们不是傻子 虽然不清楚苏叶的情况 但从凌川和骆天臣的举动中 就可以察觉出 苏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所以 在清楚苏叶的情况之前 他们不会和对方产生什么不愉快 精神力修炼士 使劲的议论吧 尽情地小看叶哥吧 等到了挑战异兽的时候 你们就等着被打脸吧 看着外面的众人 冷见心中暗笑着想到 苏叶 为什么不好好进行测试 难道你不知道 这次的测试将会影响到 你接下来一个月里的训练计划吗 看着从修炼士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丁凯神色不悦地训斥道 丁少校 我的真实实力就是这样 你只管依照这个数据 给我制定训训计划就可以了 听到丁凯的训斥 苏叶却是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你 你 看到苏叶这态度 丁凯气得半天没说出来话 随后看了一眼其他人 直接就拉着苏叶走到了一旁 苏叶 我不知道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你这么做 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心态 从而导致我的训练计划 无法顺利开展 所以 你是想从训练营中除名吗 看着苏叶 丁凯强忍着怒意说道 唉 看来想要在训练营里躺平 是不能再隐藏实力了 听完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直接问道 丁少校 我听说成为训练营里的大魔王 就能够拥有一定的特权 这是不是真的 哦 第一天你就想要争夺大魔王称号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忽然笑了起来 随后继续说道 没错 成为训练营的大魔王 那就可以拥有一定的特权 那就开始吧 苏叶听后 咧嘴笑道 如你所愿 我也很期待你的表现 说完 丁凯就带着苏叶走了回去 苏叶要争夺大魔王称号 谁不服 那就站出来跟他打 看向众人 丁凯直接说出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什么 就他那样的 竟然还想争夺大魔王称号 他是不是疯了 有意思 竟然有人第一天就要争夺大魔王称号 这一下子有热闹看了 三招 我赌他扛不住洛天晨 凌川 裴天翼和乐山四人中 任何一人的三招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众人就直接议论了起来 毕竟 往年的天才训练营 只有出现了那种妖孽级天才 才会在前几天 出现争夺大魔王称号的情况 至于其他时候 基本都是在一个月训练期 要结束的时候 才会开始争夺大魔王称号 而苏叶 他们可不认为 对方是那种妖孽级天才 苏叶 虽然咱们关系不错 但这个大魔王称号 我不能让你 这时 骆天晨第一个站了出来 紧接着 裴天翼和乐山两人 也都带着玩味的神色走了出来 然而 当众人都朝着凌川看去时 却发现 对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别看我 我可不想 和他争夺大魔王称号 因为在我的心中 他就是大魔王 注意到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凌川 直接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嗯 听到凌川这话 其余人只是不理解 但骆天晨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 却是眉头紧皱了起来 因为他们认识凌川 也清楚凌川的实力 可现在对方 竟然选择了放弃 这就很不对劲 另一边 怎么办 装笔时刻到了 可我该用哪一种力量呢 使用小城境界的赤岩雷虎拳 一拳一个小朋友的 将他们秒杀 还是试试那50张 中阶灵气级别的卡片 将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 切割成碎部 或者是 直接召唤10个骷髅兵 先砍再报 坐着看戏 此时 苏叶并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而是在纠结 到底该使用哪一种力量 毕竟 对手实在是太弱了 真的无法逼他全力而战 第23章 五级零武师 这特么还怎么玩 哄 哄 哄 就在这时 骆天晨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 就直接爆发出了 自身的血气和魂印 骆天晨 五级武师 裴天翼 五级武师 乐山 五级零师 在这个年龄 就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 那个苏叶 怎么敢跟他们 争夺大魔王称号 看到骆天晨 裴天翼脚下的 五道橙色光韵 和乐山身后的 五道橙色魂印 除了冷剑 林莽 林川等人 其余人没一个看好苏叶 嗯 只有师进五级 那我是不是得 压制一下实力 让他们稍微表现表现 看到三人显露出的实力后 苏叶就感觉自己 刚刚真的是想多了 随后就释放出了 橙色血气 而脚下的橙色光韵 没错 他将实力压制在了 五级五师 你们一起上吧 不然 打起来没意思 说着 苏叶就朝着三人冲了过去 你们两个上吧 毕竟 这是你们五师之间的事 我就不掺和了 看着冲来的苏叶 乐山笑了笑 随后就退到了一旁 而听到这话的裴天翼 也直接退到了一旁 随后看向骆天晨笑道 骆天晨 你们认识 那他就交给你了 不然 我出手的话 怕是会伤到他 草 明明就是想让我去试探苏叶的实力 结果还说得这么好听 这两个王八蛋 真特么不要脸 听到两人的话后 骆天晨暗骂一声 随后就朝着苏叶冲去 同时心中暗道 既然你们这么不要脸 那他拥有特殊天赋的事 我特么也不和你们说了 砰 很快 两人就激战在了一起 而让骆天晨没有想到的是 苏叶的速度和力量 竟然瞬间暴涨了数倍 而他的脸 也被对方的右手死死地按住 随后被高高举起 然后将他狠狠地砸向了地面 静 极其的安静 看到苏叶顺秒了骆天晨 所有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说不出一句话来 刷 就在这时 地上的骆天晨瞬间起身 随后就退后了七八米 重新和苏叶拉开了距离 该死的 这家伙的肉身掌控 绝对突破到了出窥门禁阶段 而且激发程度远在我之上 太特么变态了 看着对面的苏叶 骆天晨的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本来他以为对方的最大依仗 应该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可现在他才知道 对方的自身实力 也极其恐怖 裴天翼 咱们一块出手 直接动用武器 不然 咱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 骆天晨并不想使用天赋 所以 他准备将裴天翼拉下水 好 听到骆天晨的提议 裴天翼没有拒绝 因为他也意识到 苏叶是块难啃的骨头 刷 刷 紧接着 两人就施展身法武器 再次朝苏叶冲了过去 很好 两个人下场了 就是不知道剩下的那个 什么时候入场 看到裴天翼也加入到了战斗当中 苏叶大笑一声 随后就朝两人冲了过去 没有武器 仅凭纯粹的肉身力量 苏叶就直接和两人战斗在了一起 而且 完全不落下风 这小子 他的肉身掌控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能够仅凭肉身 就抵挡住了 使用各种强大武器的 骆天臣和裴天翼的进攻 看着三人的战斗 丁凯的眼中 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 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除了天赋 自身的实力 竟然也如此恐怖 人群中 五级五师 他的真实实力 竟然是五级五师 那当初在秘境的时候 他就是在半珠吃虎啊 想到那个被两千多个骷髅兵炸死黄毛 凌川也是忍不住摇了摇头 随后按道 苏叶太狗了 以后 必须得离他远一点 紧接着 凌川就再次看向了战斗当中的三人 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召唤五级五师境的骷髅兵 如果能的话 那就算骆天臣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都动用了天赋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想到那密密麻麻的骷髅召唤生物 凌川就感觉到一阵绝望 骆天臣 咱们小看这个苏叶了 要不让乐山也进场吧 毕竟 苏叶还没有动用五级 如果他动用了五级 咱们两个根本撑不住 激战了几分钟后 裴天翼就对骆天臣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 骆天臣听后 直接就同意了这个提议 乐山 进场 随后 两人就一同朝不远处的乐山大喊了起来 刷 刷 刷 很快 十把柄飞刀 就带着破空声朝苏叶袭来 终于全部进场了 凭借速度 躲过十八柄飞刀的第一轮攻击后 苏叶就迅速后退 直接和对面的三人拉开了距离 这样才有意思吗 早就让你们一块上了 看着对面的三人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 五道橙色魂印就从他的身后浮现了出来 同时 他从怀中掏出了五十张金色卡片 在精神力的操控下 五十张金色卡片就漂浮在半空 然后在他周身萦绕了起来 砰 坐在椅子上的丁凯 看到这一幕 直接惊扎而起 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卧槽 零五双修 五级零五十 这个苏叶是不是有点太可怕了 本以为是个弱鸡 没想到是个隐藏大佬 我特么真的服了 怪不得他敢在第一天就争夺大魔王称号 他有这个资格 此时 安静的人群瞬间炸锅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一直不显山不漏水的苏叶 实力竟然恐怖到如此程度 草 你们在这一惊一炸个毛啊 他真正恐怖的地方 是天赋啊 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 林川也只敢在心中嘶吼 毕竟 那是苏叶的秘密 在苏叶主动暴露前 他可不敢说出来 另一边 零五双修 五级零五十 而且 肉身掌控程度极其可怕 神魂掌控程度未知 还特么没有动用五级 这特么还怎么玩 看着对面苏叶 骆天臣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 第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特别是骆天臣 因为他知道 苏叶还拥有天赋 而且还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怎么办 要不要动用天赋 沉默许久 骆天臣率先出声问道 第24章 动用天赋吧 不然真干不过他 再等等 我先试探一下他的神魂掌控程度 你们试探一下他的武技 如果真的顶不住 那就动用天赋吧 毕竟 一旦动用天赋 那战斗基本也就结束了 听到骆天臣的话后 乐山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好 那就让他全力而战吧 做出了决定 骆天臣就朝着对面的苏叶大声喊道 苏叶 动用武技吧 让我们看看 你到底有多强 嗯 让我动用武技 难道 他们还有底牌 听到骆天臣的话后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想到了什么 心中暗道 天赋 他们的底牌 应该是天赋 想到这 苏叶就兴奋了起来 毕竟 到现在 他遇到拥有天赋的人 也就只有丁凯一人而已 誓言雷虎拳 看到骆天臣和裴天翼 两人朝自己冲来 苏叶就将血气凝聚于右拳之上 随后带着兴奋的神色 猛然轰出 誓言如浪 雷蛇翻涌 随着一头闪烁着雷光的雷炎猛虎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后 整个训练场瞬间寂静 与此同时 苏叶周身萦绕着的50张金色卡片 也带着破空声 朝着乐山袭去 操 高阶武技 赤言雷虎拳 而且 烈焰如浪 雷光如蛇 这特么是小城境界 感受到雷炎猛虎所散发出的力量波动 洛天臣和裴天翼 两人脸色狂变 随后两人对视一眼 全部都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武技 不远处 乐山操控着十八柄飞刀 正在努力抵挡着那50张金色卡片 但很快 他的脸上就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50张金色卡片 竟然全部都是中阶灵气级别 而且 操控卡片所爆发的速度和力量 也远在我之上 这就足以证明 他的神魂掌控程度远超于我 操 真他妈是个怪物 吐槽完 乐山就操控十八柄飞刀 回到了自己的身前 随后进入防御状态 拼命地抵挡起了50张金色卡片的攻击 一分钟后 洛天臣和裴天翼两人擦掉嘴角一出的鲜血 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 而浑身上下都是细小伤口的乐山 也从不远处走到了两人的身边 三对一 他们完败 面对这个结果 三人的脸上也是犯起了一抹苦笑 凌川那个王八蛋 他绝对清楚苏叶的实力 但他没跟咱们说 真特么狗 看着人群当中的凌川 三人心中那叫一个气 行了 先不说凌川了 接下来就动用天赋吧 不然 咱们是真干不过他 看向对面的苏叶 裴天翼直接提议道 好 洛天臣和乐山听后 直接就认同了这个提议 苏叶 我们承认你很强 但是 我们还拥有天赋 说着 一股耀眼的金光 就从洛天臣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天赋 护体金身 防御力暴涨数十倍 就算苏叶的高阶武技 达到了小成径 那也不可能破得了洛天臣的金身 随着异论声响起 裴天翼的身后 也浮现出了一道巨熊虚影 天赋 暴熊之魂 力量暴涨数十倍 除了洛天臣 还没听说 有谁能挡得住裴天翼的一拳 看到裴天翼 也动用了自身的天赋 人群中也再次传出了各种惊呼声 与此同时 训练场的温度忽然骤降 一些想到什么的人 直接就朝着乐山看了过去 天赋 寻兵之力 可瞬间冰冻一切 乐山也动用了天赋 看到三人全部都动用了天赋 众人也都变得兴奋了起来 毕竟 同龄人中 可是很少有人能逼他们动用天赋 动用天赋又如何 不过是自取屈辱罢了 人群中 临川面露不屑地自语道 天赋的碰撞 苏夜 让我看看你的骷髅兵 到底有多强吗 不远处 丁凯满是兴奋地想到 天赋 他们三个的底牌 果然是天赋 不过 还不着急召唤骷髅兵 先让我看看 他们的天赋 到底有多强 看着对面的三人 苏夜带着兴奋的神色 直接爆发出了全部的实力 六道橙色光运 六道橙色魂印 六级零武师 当众人看到苏夜的实力 发生了变化后 全部都敬得张大了嘴巴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夜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草 苏夜这家伙 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要不要这么狗啊 看到苏夜显露出的实力 骆天成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 直接就在心中大骂了起来 因为他们现在才意识到 之前他们拼命在战斗 可苏夜其实是在陪他们玩 骆天成 裴天翼 咱们还是一起出手吧 毕竟 苏夜的肉身掌控程度 和神魂掌控程度 远超咱们 再加上他的境界 还比咱们高一见 如果跟他单挑 我怕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 乐山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好 骆天成和裴天翼听后 直接就朝着苏夜冲了过去 冰冻 看到两人朝苏夜冲去 浑身散发着寒气的乐山 也直接出手 嗯 这就是乐山的天赋 看到双脚开始慢慢结上冰晶 苏夜也是来了兴趣 随后一股血气就从双脚上爆发 瞬间震碎了所有的冰晶 有点难缠啊 注意到冰晶再次从双脚上凝结 苏夜也只能动用一部分血气 不断地震碎冰晶 否则 他动都动不了了 哄 哄 哄 很快 骆天成和裴天翼两人就来到了苏夜的身前 随后直接激战在了一起 赤炎雷虎拳 随着苏夜再次施掌武技 骆天成直接就挡在了裴天翼的身前 哄 骆天成倒退六七步 但护体精深却是没有被打破 而裴天翼则是趁机对苏夜展开了凶猛的进攻 同时 苏夜身下开始出现大量的冰晶 不仅冰冻他的双脚 还朝着全身蔓延 哪怕苏夜操控着五十张金色卡片 不断击碎身上的冰晶 但击碎的速度 也比不上冻结的速度 天赋 果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单凭我目前的实力 还真不是他们三个的对手 此时 苏夜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血气 瞬间震碎身上的所有冰晶 随后就迅速后退 直接拉开了战斗距离 完够了 这场战斗可以结束了 看向对面的三人 苏夜轻笑着说道 第二十五章 瞬移 自爆 谁能挡住这些骷髅兵 嗯 完够了 什么意思 听到苏夜这话 裴天翼和乐山两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了不解之色 他要动用天赋了 接下来 全力战吧 看到两人那不解的神色 骆天臣直接给出了解答 什么 他还有天赋 裴天翼和乐山两人 听到这话后 直接双眼瞪圆地 朝骆天臣看了过去 没错 他也有天赋 而且还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召唤兵种 更是从未出现过的骷髅兵种 此时 骆天臣也不再隐瞒苏夜的这个秘密 直接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都给说了出来 六级灵武师 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程度 都突破到了出窥门境阶段 修炼高阶武技 还领悟到了小城镜 这已经极其恐怖了 然后 他竟然还有天赋 而且还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清除了苏夜的所有实力后 裴天翼和乐山两人 第一次感受到了同龄人 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压力 出现了 他的骷髅召唤生物出现了 战斗吧 这时 看到苏夜已经召唤出了十个骷髅兵 骆天臣先是对两人提醒了一句 随后就率先 朝对面的骷髅小队冲了过去 而听到骆天臣的提醒 裴天翼也紧随其后 冲了上去 你们两个挡住所有的骷髅 召唤生物 我在后面帮你们 还没等乐山说完 八米外的一个骷髅兵 就瞬间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而锋利的骨刀刀尖 更是直接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咕咚 感受到脖子上传来的刺痛感 乐山被吓得猛吞口水 而看着眼前这个双眼 燃烧着黑色浑火的骷髅兵 他的眼中 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卧槽 苏夜竟然也有天赋 而且还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瞬移 他召唤出来的骷髅生物 竟然会瞬移 这简直就是灵者的噩梦啊 拥有召唤天赋的六级灵武师 这特么简直离谱 看着被骷髅兵给控制住的乐山 周围众人瞬间就炸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夜竟然还隐藏了天赋之力 另一边 草 这些六级武士进骷髅兵 所爆发出的速度和力量 完全不弱于苏夜 这特么还怎么打啊 此时 面对四个骷髅兵的疯狂攻击 洛天成和裴天翼 两人的心态直接就炸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夜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 这特么简直就离谱 裴天翼 别特么说了 要知道 现在只是四个骷髅兵对咱们出手 还特么有好几个在旁边站着看热闹呢 听到裴天翼的吐槽 洛天成也是苦笑着说道 对面 丁少校 我要结束战斗了 不过 他们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不然 可能会死 看着被四个骷髅兵压着打的两人 苏夜忽然朝丁凯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 随后就一脸坏笑地提醒了起来 嗯 听到这话 丁凯先是一愣 但看到剩余的骷髅兵 也都朝洛天成和裴天翼两人冲去 他也不再多想 立即就朝着两人冲了过去 不管苏夜说的是真是假 但他身为此次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那就必须得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爆 看到丁凯出现在了两人的身边 苏夜咧嘴一笑 直接打了个响指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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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骷髅生物战斗力强 忍了 会瞬移 也忍了 可他特么竟然还会自爆 太可怕了 苏夜真的是太可怕了 自身就是个变态 召唤出来的骷髅生物 也特么都是变态 大魔王 苏夜就是当之无愧的大魔王 看着那绚丽的蘑菇云 众人是真的被吓到了 可以说 苏夜的恐怖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心中 切 这批大典的蘑菇云 算个啥 跟秘境里的那个超级蘑菇云相比 这特么就是地点 此时 看着周围人的反应 凌川神色不屑地嘟囔道 不远处 骷髅哥 你会自爆不 对了 刀也举了半天了 累不累 要不要放下些会 看到不远处的那个蘑菇云 鳄山快被吓哭了 随后就跟身前的骷髅兵商量了起来 眼尘散去 丁凯 洛天成 和裴天翼三人的身影 也逐渐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六级五尸进骷髅兵自爆 竟然可以伤到我 哪怕对我造成的伤害 并不是很大 但要是数量足够多的话 我也会很危险 想到这 丁凯就朝着不远处的苏叶看了过去 同时心中暗道 这小子 给我带来的惊喜 还真是够多的 草 苏叶你个王八蛋 我用真心对你 可你却用骷髅炸我 没他妈这么玩的啊 此时 从爆炸的恐惧中缓过神来的洛天成 直接就在心中大骂了起来 毕竟 他刚刚是真的被吓尿了 苏叶 可怕的家伙 跟他同见 是我最大的不幸 一旁的裴天翼 此时也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而眼中仍然有着还未消去的恐惧 因为 刚刚是他有生以来 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片刻后 洛天成 裴天翼 乐山三人 挑战失败 还有人想要挑战苏叶吗 此时 丁凯看向众人大声问道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既然没有人 想要再次挑战 那我宣布 苏叶就是今年天才训练营的大魔王 而你们 如果以后想要争夺大魔王称号 仍然可以对他发起挑战 看到半天都没有人站出来 丁凯直接宣布了 苏叶大魔王的称号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自由活动 下午 进行实战测试 随后 丁凯就说出了下午的安排 然后直接离开了地下一层 第26章 瓜子 饮料 小烧烤 我再给他配几个美女得了呗 洛天成 裴天翼 咱们打不过苏叶 我认了 但凌川那家伙屁事没有 我心里不得进 所以 我想干他 你们呢 当丁凯离开后 乐山就找到了洛天成和裴天翼两人 随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咱们四人也认识两年多了 但他明知道苏叶的情况 却没有告诉咱们 这就有点狗了 所以 必须干他 听到乐山的提议 裴天翼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选择了支持 你们两个看我干什么 走啊 干他去啊 看到两人都看向了自己 骆天成咧嘴一笑 随后就朝着凌川走去 不远处 嗯 他们三个怎么过来了 难道是想跟我询问些 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正坐在角落休息的凌川 看到洛天成 裴天翼和乐山三人 气势汹汹地朝自己这边走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隐隐地有了一丝不安 卧槽 他们这是 要过来干我啊 神经病吧 又不是我欺负的他们 有种去找苏叶啊 看到越来越近的三人 直接释放出了各自的天赋 凌川也是猜到了什么 随后就在心中大骂了起来 远处 咦 叶哥你快看 他们打起来了 注意到远处的凌川和洛天成等 三人打了起来 冷见 凌芒等四人 直接就跑过去看热闹了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 这四人的关系 还真是够好的 看到洛天成等三人追着凌川揍 苏叶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就朝着一名工作人员走去 苏叶 有什么事吗 看着走过来的苏叶 徐松也是连忙询问了起来 毕竟 苏叶现在的身份 可不是普通的学员了 哪怕是他们 都得认真对待 我需要一些东西 能不能帮我买回来 看着徐松 苏叶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需要什么东西 营养液 神魂滋养液 打造灵气的特殊矿石 高阶武器 还是 听到徐松说出的这些东西 苏叶就知道 对方误会了些什么 随后直接打断道 我要的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瓜子 冰镇饮料 冰镇啤酒 肉串 烤炉 木炭 各种佐料等东西 不要修炼资源 反而是要一堆吃的喝的 怎么的 你上这来度假来了 听到苏叶的话后 徐松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叶 你确定要这些东西 缓过神来后 徐松看向苏叶 一脸认真的问道 没错 就要这些东西 最好给我准备一个月的量 毕竟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也不能闲着 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不是 看着徐松 苏叶笑着说道 这 这个 苏叶 你的需求我知道了 不过 能不能批 还得看丁少孝的意思 这样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这就去和丁少孝说这件事 说完 徐松就直接朝电梯方向走去 地下五层 一间密室内 张大笑 这些就是有关于苏叶的所有情况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此时 丁凯已经通过加密电话 将苏叶的情况都上报了过去 一分钟 两分钟 当丁凯等了两分钟后 一道魂后的声音 才从电话中响起 全力培养 不计代价 有问题找我 说完 对面的人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全力培养 不计代价 果然和我猜想的差不多 听到大笑给出的命令 丁凯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因为他早就猜到了 毕竟 苏叶实在是太变态了 如果像这样的妖孽及天才 都不全力培养的话 那还有谁值得全力培养 叮叮叮 刚刚走出密室 丁凯的电话就直接响了起来 嗯 苏叶动用了特决 想要让咱们为他准备一些东西 听到徐松的话后 丁凯笑了笑 随后道 在一楼的办公室等我 我马上过去 片刻后 一楼 总负责人办公室 什么 瓜子 饮料 啤酒 烧烤 他把这当什么了 是不是还得再给他配几个美女 得知苏叶的需求后 丁凯气得浑身 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丁少校 他 他还说 最好给他准备一个月的量 那个 要不要给他准备啊 看着暴怒的丁凯 徐松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准备个屁 让他马上过来见我 丁凯听后 直接大吼道 几分钟后 苏叶 虽然 你成为了大魔王 拥有了一定的特权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在训练营里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首先 你提出的那些东西 不批准 其次 我会给你制定训练计划 你必须得给我好好完成 最后 有任何证经需求 尽管提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当苏叶来到办公室后 丁凯没有废话 直接将事情给说得明明白白 丁少校 既然我能拥有现在的实力 就证明 我有着适合自己的修炼方式 所以 不管你给我制定什么训练计划 我都不会去执行的 至于正经需求 我要大量的同境界异兽 越多越好 因为我喜欢和异兽拼死搏杀 只有那样 才能让我快速变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其余时间 都去和异兽战斗 听完丁凯的话后 苏叶沉思了一会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每天都去和异兽战斗 这就是他的修炼方式吗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并没有立即给出回答 反而是直接走出了房间 几分钟后 苏叶 你的需求 我同意了 从现在开始 地下二层的战斗秘境 你可以随时进去 至于异兽 你杀多少 我们补充多少 返回来的丁凯 直接同意了苏叶的需求 丁少校 其实一直和异兽战斗 也挺无聊的 所以 我才想要那些吃的喝的 想着在空闲的时候 给自己找点事干 但现在 你拒绝了我的那个需求 那我也就不需要休息了 希望到时候 你不会为这个决定而后悔 在离开之前 苏叶忽然对丁凯 说了这么一番话 第27章 25个小时 涂光所有战斗秘境 丁凯慌了 嗯 后悔 怎么可能 看着离开的苏叶 丁凯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并没有将苏叶刚刚的话 放在心上 地下二层 苏叶 这里一共有五个 这级战斗秘境 和十个 诗级战斗秘境 每个战斗秘境当中 都投放了十万头异兽 所有 这级战斗秘境当中 投放的异兽 全部都是九级异兽 而所有 诗级战斗秘境当中 投放的异兽 则是一级至五级异兽 目前还没有六级异兽 不过丁少校已经安排下去了 明天就会运来一批六级异兽 当苏叶来到地下二层后 这里的工作人员 就将战斗秘境的情况给介绍了一遍 激活一号 诗级战斗秘境入口 我现在就要进去 听完工作人员的介绍后 苏叶就迫不及待地出声说道 对了 我进入战斗秘境后的数据 只有丁少校才能查看 你懂我的意思吧 在即将进入战斗秘境入口的时候 苏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一脸严肃地看向了工作人员 我懂 工作人员听后 笑着点了点头 毕竟 苏叶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那有关于苏叶的战斗数据 自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查看的 战斗秘境内 不装了 直接开炸 争取在其余人来这里之前 将所有战斗 秘境内的异兽 全部送去见太奶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身后的640个骷髅兵 开始了灭兽之旅 两个小时后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72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顺移 气血 723.6 境界 7级武师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46.77% 5G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小乘 12.3% 精神力 678.6 境界 6级灵师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 38.25% 物品 神蒙币星号 1880万 翠金石星号 七七快 天髓叶星号 四九滴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星号 十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六六 虽然有十万头异兽 但一 二 三级的尸镜异兽数量 占了八成 整体算下来 每杀七八十头异兽 才能获得一次奖励 只能说一般般 看到自己各方面力量的提升幅度 并不是很大 苏叶倒也没有太过失望 毕竟 这些异兽的境界都比他低 不过 苏叶也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 天赋原石碎片 真的 只有在击杀古兽的时候 才会爆出来 苏叶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工作人员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不喜欢一直在一个地方战斗 所以 我想换个战斗秘境 听到工作人员的询问 苏叶直接就瞎编了起来 好的 那我带你去二号 诗集 战斗秘境 虽然不理解 但工作人员清楚 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 没有过多的询问 直接就带着苏叶 朝另一个战斗秘境走去 一小时零五十分钟 苏叶再次从秘境当中 传送了出来 苏叶 我懂 咱们直接去三号 诗集 战斗秘境 这次 工作人员没有废话 直接就带着苏叶 朝下一个战斗秘境走去 叮叮叮 当苏叶进入三号 诗集 战斗秘境后 工作人员的电话 就直接响了起来 嗯 苏叶还在战斗秘境当中 好的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 工作人员的眼中 就流露出了一抹羡慕之色 随后喃喃自语道 就因为苏叶还在战斗秘境当中 丁少校就取消了今天的异兽挑战 不愧是大魔王 享受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十四个小时后 十个 诗集 战斗秘境内的异兽 已经全部屠杀一净 气血达到了999.9 但精神力只有903.4 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对五个 这级 战斗秘境下手了 想到这 苏叶就让工作人员带他去 这级 战斗秘境 片刻后 苏叶 昨天上午十点左右来的 而现在是凌晨四点 整整十八个小时 他竟然一直都在和异兽战斗 太可怕了 怪不得 他能在如此年纪 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当苏叶进入一号 这级 战斗秘境后 工作人员也是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感叹 四小时后 地下一层 嗯 苏叶没来 难道一大早 又跑去地下二层了 当丁凯来到训练场 发现苏叶并不在这里后 直接就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张远 苏叶是不是在你呢 在世吧 好 我知道了 得知苏叶在地下二层后 丁凯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喃喃自语道 这小子 怎么就那么喜欢和异兽战斗呢 难道这真的是他独有的修炼方式 又过了三小时 上午十一点 唐军 没有完成上午的训练计划 强留电机三十分钟 魏江 没有完成上午的训练计划 强留电机三十分钟 以上三十八人 立即去接受惩罚 其余人解散 下午开始实战训练 看着前去接受惩罚的三十八人 丁凯的脸上满是怒意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第一天 竟然就有这么多人 没有完成训练计划 而这还仅仅是上午的训练计划 对了 也不知道苏叶那小子怎么样了 我还是亲自过去看看吧 想到这 丁凯就直接朝电梯方向走去 地下二层 张元 苏叶还在这吗 来到地下二层后 丁凯就找到了张元 随后问起了苏叶 丁少校 苏叶在十分钟前已经离开了 好像是回房间休息了 听到丁凯的询问 张元立即回答道 嗯 已经走了 得知苏叶已经离开 丁凯也是直接朝一后 失级战斗秘境方向走去 因为他想要查看一下 秘境内的情况 对了 苏叶早上几点来的 走到电脑前 丁凯随口问道 嗯 什么早上几点来的 他一直就没离开过呀 听到丁凯这话 张元连忙回道 一直就没离开过 正准备在电脑上 查看秘境情况的丁凯 听到这话后 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 同时 一股强烈的不安 也涌上心头 第28章 瓶颈任务 击杀十万头九级以上的 失级异兽 战斗秘境 我得抓紧看看 战斗秘境内的情况 此时 缓过神来的丁凯 连忙打开电脑 查看起了一号 失级战斗秘境内的情况 没了 苏叶这个疯子 他竟然用了二十多个小时 将战斗秘境内的 十万头异兽 全都给杀了 当丁凯在电脑上 发现这个情况后 瞬间就感觉天塌了 毕竟 十万头失级异兽 那可是值不少钱的 而正常情况下 就算是所有人 每天都进行异兽挑战 那都足够支撑很长的时间 可现在 却被苏叶一人 全都给杀了 丁少校 接下来去看看 二号 失级 战斗秘境的情况 就在这时 张元的声音 就从一旁的响了起来 刷 听到这话 丁凯猛地转头 朝张元看了过去 随后声音 有些打颤地问道 他 他还去了二号 失级 战斗秘境 不止 十个 失级 战斗秘境 和五个 者级 战斗秘境 他都去过 而据他所说 他不喜欢 一直在一个地方战斗 所以 每过一个多小时 他就会换个战斗秘境 什么都不知道的张元 此时也是将 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都给说了出来 什么 所有秘境都去了 而且 每个秘境 都只待了一个多小时 听到这个消息 丁凯 直接就神色慌乱地 朝二号 失级 战斗秘境跑去 五分钟后 二十五个小时 一百五十万头 异兽 全都死了 甚至 他连 褶击 异兽都没有放过 当丁凯将所有的战斗秘境 都查看完后 他终于明白 昨天在办公室的时候 苏业离开前 说的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张元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里 更不能查看 任何一个战斗秘境内的情况 听明白了吗 这时 丁凯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张元 下达了命令 听明白了 张元听后 立即回答道 出事了 战斗秘境绝对出事了 而且 绝对和苏业有关 看着大步离开的丁凯 张元 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所有的战斗秘境 都出现问题了 而且 问题好像还很严重 地下五层 立室内 一个战斗秘境出现问题 是我的事 所有战斗秘境 都出现了问题 那就是大笑的事了 想到这 丁凯就拿起了加密电话 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 丁凯 对于苏业的培养 我已经给出了 明确的指示 他要大量的 十级 六级异兽 我也给批了 而现在 他又有什么事了 电话接通后 那道魂后的声音 就率先从电话中 响了起来 张大笑 25个小时 苏业 把所有战斗秘境内的 异兽 都给杀了 哪怕是 这级战斗秘境内的异兽 他都没有放过 听到对方的询问 丁凯就直接将情况 给说了出来 沉默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对方直接就陷入了沉默 张大笑 我之前制定的异兽挑战 您是知道的 可现在异兽都没了 所以 我想申请50万头 这级 9级异兽 100万头 诗级 1级至5级的异兽 对了 还有昨天 您批的2万头 诗级 6级异兽 我感觉数量 不一定够 最好翻100倍 再批200万头 诗级 6级异兽过来 看到大笑 久久都没有说话 丁凯也是说出了 自己的需求 1分钟 2分钟 3分钟 瓜子 饮料 小烧口 满足他 同时 每天只准他和异兽战斗 4个小时 至于异兽 你刚刚说的 我都批了 同时告诉他 以后 每天4个小时 杀多少 咱们补充多少 当丁凯足足等了5分钟后 大笑的声音 才从电话中响起 大笑 苏叶能在25个小时的时间里 图进150万头异兽 我感觉他还是隐藏了实力 要不要找到他 然后询问清楚 听到大笑的话后 丁凯就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 不需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 既然他不说 那咱们也不要去问 说完 电话就被直接挂断 唉 昨天才说不后悔 今天就特么打脸了 难受啊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也是流露出一抹苦笑 随后就离开密室 来到一楼 朝着苏叶的房间走去 一楼 一号房间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990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移血 顺移 气血 999.9 境界 九级极限武师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81.46% 5G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小乘93.6% 精神力 999.9 境界 九级极限灵师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 70.62% 物品 神蒙币信号 3782万 翠金石信号 108块 天髓叶信号 72D 五神级骷髅 召唤卡信号 10天赋原石碎片 信号66 九级极限 零武者 肉身掌控 和神魂掌控的 激发程度 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同时 赤炎雷虎拳 也快要突破到了 大成绩 很好 这150万头异兽 很给力 看着崭新的人物 属性版面 苏叶也是满意的 点了点头 叮 发布瓶颈任务 倾诉主击杀 十万头九级以上的 师级异兽 任务成功 瓶颈解除 并获得一份神秘礼包 无时间限制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 响了起来 嗯 击杀十万头 九级以上的师级异兽 这也没难度啊 想到自己 目前的大魔王身份 苏叶感觉 这个瓶颈任务 一点难度都没有 完成瓶颈任务 突破五宗境 增加 舍己救人 词条 紧接着 苏叶就给自己 做出了一个短期规划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 就响了起来 第29章 陪他吃 陪他喝 还要陪他唠唠嗑 丁少校 你怎么来了 打开门 看到来人 竟然是丁凯后 苏叶有些惊奇地问道 嗯 受你杀了 是我扛了 然后 你问我 怎么来了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直接就黑着脸 走进了房间 丁少校 你过来找我 是因为那 一百五十万头一兽的事吗 关上房门 苏叶没有废话 直接直奔主题 没错 我这次过来 的确和那 一百五十万头一兽有关 苏叶 我是真的小瞧了你啊 二十五个小时 杀了一百五十万头一兽 这特么就离谱啊 说到这件事 丁凯的眼中 仍然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离谱吗 等我突破到九级极限武宗 那我召唤的骷髅兵数量 就会达到九千九百九十 如果再触发个幸运暴击 那就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个骷髅兵 那时候诈一兽的速度 才叫离谱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笑着耸了耸肩 并没有去解释什么 好了 接下来说正事吧 我已经向上面 给你申请到了两百万头 十级六级异兽 这几天 应该就会陆续地送过来 所以 你可不要再去战斗秘境那里 或或比你境界低的异兽了 毕竟 其他人还需要那些异兽 看到苏叶并不想说什么 丁凯也就直接说出了 此次前来的目的 嗯 十级六级异兽 就两百万头 这也不够我两天杀的呀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没有嘶吼 兴奋之色 反而还有些失望 两百万头 还嫌少 这可是跟你同境界的异兽啊 你以为你还能够嘎嘎乱杀 看到苏叶那一脸失望的样子 丁凯气的嘴角都抽出了起来 苏叶 这两百万头 十级 六级异兽 你两天肯定是杀不完的 因为从现在开始 你每天和异兽战斗的时间 只有四个小时 对了 之前你要的瓜子 饮料 小烧口 我批了 没事的时候 给自己找点事干 说完 丁凯就起身朝门外走去 毕竟 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他可不好意思 继续待在这里 唉 才两天就扛不住了 真是有些失望 听到自己和异兽的战斗 有了时间限制 同时之前的需求也给批了 苏叶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因为他早就 猜到了这个结果 只不过 他没想到的是 才两天 丁凯就扛不住了 丁少校 我也有件事 想跟你说一下 其实我隐藏了实力 我真实的实力 是九级极限灵武师 而且 我感觉马上就要突破瓶颈了 所以 那两百万头异兽 能不能换成十万头 师级 九级异兽 和一百九十万头 宗级 异级异兽 就在丁凯即将踏出房门的时候 苏叶的声音 就从他的身后响了起来 而听到苏叶这话后 丁凯的身体 也猛然一僵 隐藏实力 九级极限灵武师 马上突破瓶颈 这尼玛是一个 还没参加高考的学员 该有的实力 此时 丁凯是真的被这个消息给吓到了 好 我知道了 这件事 等我回去先研究一下 过后给你答复 故作镇定地说完后 丁凯就迅速离开了苏叶的房间 唉 就这么点小要求 还得回去研究研究 这天才训练营 也有点靠不住啊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也是 无奈地叹了口气 毕竟 他是要在训练营里待上一个月的 可谁曾想 这才两天 训练营对他提出的小要求 就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地下五层 密室内 训练营的训练 已经开始两天了 而我不是在密室 就是在前往密室的路上 这特么就离谱啊 来到密室后 看着眼前的加密电话 丁凯是真的有些抓狂了 因为他感觉 自己这个训练营总负责人 天天啥都没干 就专门服务苏叶了 呼 伸出了口气 丁凯这才拿起加密电话 再次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丁凯 又出什么事了 电话接通后 大笑那略显疲惫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可以说 这两天接连接到丁凯的电话 大笑也有点要抓狂了 大笑 苏叶隐藏了实力 他真实的实力 是九级极限零五师 而且很快就要突破瓶颈了 所以 他希望将那两百万头异兽 换成十万头 师级九级异兽 和一百九十万头 宗级一级异兽 听到大笑的询问 丁凯直接就说明了情况 沉默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沉默 劈了 不过 每天和异兽战斗的四小时时间 改为三个小时 还有 你没事的时候 陪他吃 陪他喝 陪他唠唠嗑 从而让他在闲着的时候 不要太过无聊 说完 大笑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 训练营总负责人 去陪他吃 陪他喝 还要陪他唠唠嗑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整个人都傻住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不仅要负责其他人 还得给苏叶当三陪 下午 地下一层 训练场 我们在前面拼命训练 叶哥在后面享受吃喝 难受啊 这就是大魔王的待遇吗 此时 正在一对一 进行实战训练的四十九人 看到不远处的苏叶 正在烤着小串 喝着冰镇啤酒 这一幕 瞬间让他们破防 苏叶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呢 你是不知道 上午的训练计划 就有三十八个人没有完成 所以 对于下午的训练计划 我是非常在意的 可现在 咱们两个在这享受吃喝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他们的实战训练 看到远处的四十九人 因为苏叶在这吃喝 已经不能全身心地 投入到实战训练当中 这让丁凯十分焦急 随后就看向苏叶 说明了这个情况 嗯 不好好训练 那我是不是能帮他们一下 正愁没事干的苏叶 听到丁凯的话后 瞬间就来了精神 丁少校 需不需要我帮你 此时 苏叶流露出恶魔的微笑 看向丁凯出声询问道 第三十章 实战导师换成了骷髅兵 众人心太崩了 嗯 帮我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来了兴趣 随后好奇地问道 怎么帮 帮你训练他们 让他们每天都能够完成训练计划 怎么样 要不要让我试试 看着丁凯 苏叶笑着说道 有意思 说说你的想法 丁凯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而是想听听苏叶想怎么做 让他们进行真正的实战 要知道 实战导师毕竟是人 而且 面对这些各个式的天才 他们真的能下死手吗 就像现在 他们的注意力 时不时地就会分散到这边来 但实战导师 并没有给他们致命一击 那像这种实战 根本就毫无意义 所以 让实战导师都退下来吧 让他们记录所有学员在实战当中的不足 过后进行专业性指导 至于实战 就让我的骷髅兵上马 看向远处的众人 苏叶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让骷髅兵和学员进行实战 听到这个想法 丁凯眼前一亮 因为苏叶提出的问题 确实存在 但这个想法 是否能真正地实施起来 那得尝试一次才能知道 停下 所有实战导师退到一旁 接下来开始记录 自己所负责学员的战斗数据 随后 丁凯就看向远处 正在进行实战的所有实战导师 下达了命令 什么情况 实战导师不跟我们实战 反而去负责记录战斗数据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我总感觉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随着实战暂时终止 众多学员对丁凯忽然下达的 这个奇怪命令 也展开了一些讨论 只不过 人群中的冷剑 林芒等四人 却没有参与进去 因为他们的心中 都有了一个猜想 一个可怕的猜想 丁少校 实战导师不跟我们实战 那我们的实战训练怎么办 片刻后 骆天晨就站了出来 问出了一个 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 你们的实战训练 我负责 随着苏叶的声音 响起 一个接一个的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三百个骷髅兵 九级五者静至五级五师静 什么实力的骷髅兵都有 找到跟自己相同实力的骷髅兵 开始实战 不过 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们 我的骷髅兵在实战过程中 可不会手下留情 所以 我劝你们 最好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斗当中 看着猛逼的众人 苏叶笑着提醒道 战 在所有人都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 冷剑 林芒 前豪 和助师与四人 就直接找到了同境界的骷髅兵 随后战斗在了一起 战 其余人反应过来后 也都朝着跟自己相同实力的骷髅兵冲去 虽然他们不理解 实战训练的对象 怎么变成了骷髅兵 但丁凯没有阻止 那他们就只管 执行就行了 苏叶 这真的没问题吗 看到众多学员 直接被同境界的骷髅兵压着打 甚至就这么一小会 身上就挂了彩 丁凯也是神色不安地询问了起来 有什么问题 不挂彩 那还算什么实战 而且 我已经让骷髅兵压制实力了 不然 一刀一个小朋友 看着丁凯 苏叶直接说道 嗯 神尼玛一刀一个小朋友 这是小朋友吗 这可都是各个是挑选出来的顶尖天才啊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心中暗道 算了 继续吧 看看最后的效果再做决定吧 想到这 丁凯就朝着人群中的骆天臣 裴天翼 凌川 和乐山四人看去 别人都是一对一 而他们四个 却是一对五 该说不说 苏叶对他们是真好 看着早已动用天赋的四人 丁凯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仅仅动用天赋 苏叶就狂虐我们四十九人 我真不知道 我之前是哪来的勇气去挑战他的 草 之前被他的骷髅召唤生物虐了一遍 就已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阴影 结果 现在又被虐了一遍 甚至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每天可能都会被虐一遍 这日子 特么没法过了 我左躲又躲 特么到底没躲过去啊 怎么办 我看到这些骷髅兵 就想到秘境里的那个超级蘑菇云 然后就会想着 他们会不会突然爆炸 这特么还让我怎么专心 跟他们打呀 此时 各面对五个骷髅兵攻击的骆天臣 凌川等四人 心中都疯狂地吐槽了起来 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此时的四十九名实战导师 都在快速地在小本上记录着什么 半小时后 看来 我还得再去联系一下大笑啊 得让他帮忙准备大量的治愈伤势的丹药 和恢复气血 精神力的丹药才行 不然 这实战训练 可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此时 看到所有人都浑身是伤得瘫坐在地 丁凯第一个想法 就是联系大笑 丁少校 虽然他们的实战 只坚持了半个小时 而且还全都挂了彩 但我们却发现了 他们在实战当中的态度不足 可以说 骷髅兵比我们更适合跟他们实战 这时 一名实战导师来到了丁凯的身前 直接说出了此次实战的一些情况 好 我知道了 丁凯听后 便挥手让实战导师离开 随后就朝着一旁的苏叶看了过去 同时出声说道 苏叶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他们的实战训练 能不能都让你的骷髅兵负责 能 但是 得加兽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一脸坏笑地说道 十万头 尸级 九级易兽 和一百九十万头 踪迹易疾易兽还不够 还要加兽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直接就苦笑了起来 随后出声道 这件事 我先研究研究 明天给你答复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丁凯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第31章 出现半翼人 邪恶的一组织 一组织派出的半翼人 已经进入天狱山 可以收网了 电话接通后 一道冷漠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知道了 我这里的半翼人 马上出脸 丁凯听后 先是挂断了电话 随后目光 就看向了学员中的翼人 嗯 半翼人 那不是一组织研究出来的 半人半兽的怪物吗 听到丁凯说出半翼人三个字 苏叶就从融合的记忆当中 找到了一些 有关于翼组织和半翼人的信息 翼组织 专门研究翼兽血液 然后将制作出的特殊翼兽血液 注入人的体内 从而让人能够拥有超越自身的强大力量 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那就是 一旦动用那股邪恶力量 不仅会变成半人半兽的怪物 神智也会逐渐被侵蚀 一旦神智被侵蚀一尽 那就会彻底变成一个毫无感情 只知道 杀戮的杀戮机器 可以说 一组织 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邪恶的邪恶组织 丁少校 咱们基地内有半翼人 看向丁凯 苏叶好奇地问道 没错 在这个半翼人进入基地前 神蒙就已经掌握到了 他的所有信息 而之所以 让他进入基地 就是为了让他泄露基地位置 从而引出一组织的人 而现在 一组织派出的半翼人 都已经进入了天玉山 所以 是时候收网了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笑着解释道 嗯 一组织还派人来了 听到丁凯的解释 苏叶忽然变得认真了起来 随后问道 丁少校 那会有五神镜的半翼人出现吗 不关心基地内的半翼人是谁 却关心来的半翼人中 会不会有五神镜的半翼人 这尼玛 是什么脑回路啊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直接就梦了 苏叶 你很希望 有五神镜的半翼人出现吗 缓过神来后 丁凯神色怪异地 盯着苏叶问道 啊 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看到丁凯一直盯着自己 苏叶也是 笑着解释了起来 对了 丁少校 谁是半翼人啊 看向不远处的四十九人 苏叶好奇地问道 顺阳士 刘磊 说着 丁凯就看向了 凌川所在小队中的艺人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所有的实战导师 都出现在了 自己所负责的学员身前 然后在学员猛逼的表情中 扛起来就跑 很快 训练场中 就只剩下刘磊一人 呵呵 被发现了 看到周围的学员 都被实战导师给扛跑了 刘磊就意识到 自己的身份已经被发现了 随后 他的双眼就开始 逐渐变得血红了起来 同时 他的身体也开始膨胀 当撑开衣服后 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异化后的身体 长满了黑色长毛 卧槽 半翼人 刘磊竟然是半翼人 当远处的众多学员 看到刘磊此时的样子后 全部都双眼瞪圆地惊呼了起来 特别是来自顺阳市的九人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相处了很多天的同伴 竟然会是半翼人 丁少校 我知道 我今天肯定是不能活着 走出这个基地了 但我想说的是 你训练的这些所谓的天才 在我眼中犹如蝼蚁 此时 刘磊先是看了一眼众多学员 随后就看向丁凯 出声嘲讽了起来 嗯 想激怒学员们的怒火 然后和他们战斗 拖延时间 听到刘磊的嘲讽 丁凯不屑一笑 随后就看向远处的凌川说道 凌川 你们是的人 你去解决掉 好 听到丁凯的命令 凌川直接就朝着刘磊冲了过去 同时神色不屑地嘲讽道 刘磊 你就是个废物 哪怕注射了异兽血清 在我眼中仍然是个废物 该死的 竟然敢如此羞辱我 等着吧 等一会组织中的半翼人强者杀入基地 看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嚣张 想到这 刘磊也朝着凌川冲了过去 很快 两人就激战在了一起 刘磊只有四级五十镜的实力 可一化后 实力却暴涨到了五级五十镜 不得不说 这一组织研究出来的异兽血清 还真有点东西 看着激战中的两人 苏叶也是喃喃自语了起来 苏叶 一组织研究的异兽血清 也是分等级的 而刘磊注射的 不过是最普通的异兽血清 如果他注射的是高等级异兽血清 那就算是凌川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异兽血清 还分等级 这一组织 有点意思啊 听到丁凯的话 苏叶忽然对这个异组织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丁 发布随机任务 请宿主击杀隐藏在基地内的两名半亿人 任务成功 瓶颈任务中的十万头 狮级 九级异兽 抹出一万头 任务失败 无惩罚 任务时间 一天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忽然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两名半亿人 基地内竟然有两名半亿人 听到系统忽然发布的随机任务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紧接着 系统就给出了两名半亿人的信息 顺阳氏 刘磊 南丹氏 乐山 卧槽 乐山竟然也是半亿人 而且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 知晓乐山也是半亿人后 苏叶的眼中满是震惊之色 凌川动用天赋了 战斗要结束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刘磊要挂了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连忙朝两人看了过去 此时 凌川动用天赋 直接控制住了刘磊的影子 从而让刘磊动弹不得 该死的 组织派来的人 怎么还没有杀进来 我不甘心 我特么不甘心啊 看到对面的凌川 手持锋利匕首 一步步朝自己走来 刘磊的眼中 充斥着浓浓的不甘之色 刷 就在这时 一个手持鼓刀的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刘磊的眼前 然后 在凌川和刘磊猛逼的目光中 骷髅兵自爆了 哄 随着一声巨响 刘磊就直接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第32章 五百骷髅兵 送你见太奶 抢人头 大魔王苏叶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玩起了抢人头 看着绚丽绽放的小型蘑菇云 不管是凌川 丁凯 还是其余众多学员 全部都愣在了原地 操 我的一屑没了 这可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半衣人啊 缓过神来后 凌川就一脸委屈地朝苏叶看了过去 而那委屈的样子 就像是被人欺负了的小媳妇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十名六级五十进的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乐山的身旁 直接将其给包围了起来 叶哥 别炸 自己人啊 看到自己瞬间被骷髅兵包围 乐山被吓得连忙大喊了起来 苏叶 你干什么呢 怎么用骷髅兵 把乐山给包围起来了 这时 丁凯的声音 也从一旁响了起来 因为乐山也是半衣人 看着丁凯 苏叶一字一字地说道 什么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猛地朝乐山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 同时大声喊道 所有实战导师 立即带着自己负责的学员离开那里 远离乐山 虽然不知道苏叶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丁凯不敢去赌 毕竟 那些学员可都是各式的天才 损失一个 那都是人族的损失 乐山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半衣人 此时 苏叶让骷髅兵让开了一条路 随后看着里面的乐山笑着说道 叶哥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是半衣人 此时 乐山满脸无辜地喊道 但心中却满是震惊 因为他不明白 自己的身份明明隐藏得好好的 怎么就被苏叶给发现了 要知道 他的身份 就连神蒙都不知道 乐山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那都不重要 因为 我都会搞死你 看着乐山 苏叶冷笑着说道 苏叶 你是不是疯了 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你非要搞死我 听到苏叶这话 乐山是真怕了 随后就愤怒地朝苏叶大喊了起来 同时 他也朝丁凯看了过去 因为他知道 现在能救他的 就只有丁凯了 丁少校 今天我和乐山必须死一个 不是我炸死他 就是你干死我 没等丁凯说话 苏叶就率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哈哈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乐山 忽然大笑了起来 不装了 摊牌了 因为乐山知道 如果让丁凯从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的话 那丁凯绝对会选择苏叶 苏叶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看着苏叶 乐山满是好奇地问道 哄 听到乐山这话 众人的脑海轰然炸裂 脸上都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乐山竟然真的是半译人 我不想和死人说太多的废话 苏叶没有再理会对方的询问 而是直接打了个响指 随后轻声道 抱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乐山的身影就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嗯 没死 发现脑海中并没有响起完成任务的提示音 苏叶直接就朝着蘑菇云看了过去 踏 踏 踏 随着一阵脚步声响起 一道高达两米的身影就从蘑菇云中走了出来 身负灵甲 双脚如恶足 身后还有一条长一米的 粗大鳄尾 看着乐山此时的样子 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一言不合就开诈 苏叶 你还真是挺狗的 随着脸上的灵甲褪去 乐山满眼狠毒地盯着苏叶说道 刷 刷 刷 苏叶没有理会对方 而是召唤出十个八级武士镜的骷髅兵 再次将乐山给包围了起来 猛了 看着将自己包围起来的十个八级武士镜骷髅兵 乐山直接就猛了 他本以为自己异化 实力暴涨到八级武士镜 可以暴虐苏叶 可他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能召唤出八级武士镜的骷髅兵出来 爆 看着猛逼的恶山 苏叶直接对骷髅兵下达了命令 哄 一声巨响 蘑菇云闪亮登场 看着再次消失在蘑菇云中的恶山 远处的众多学员已经完全傻住了 特别是若天臣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昨天苏叶争夺魔王称号 跟他们战斗 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涌上他们的心头 还没死 而此时 丁凯和苏叶看着蘑菇云一同出声说道 他 他 他 随着脚步声再次响起 所有人都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朝蘑菇云看了过去 卧槽 又变强了 这半一人这要牛比吗 看着从蘑菇云中走出的乐山 特别是注意到 对方身上浮现出的诡异血红色纹路 苏叶也是被惊到了 同时心中暗道 这家伙身上的诡异血红色纹路 看着怎么有点像活影里大蛇丸的骤印呢 九级极限武师 苏叶 解决了吗 感受到乐山此时散发出的力量波动 丁凯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一百 二百 三百 苏叶没有回答 而是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应 慌了 看着里三层外三层 将自己包围起来的九级武师进骷髅兵 乐山终于慌了 五百骷髅兵 送你剑太奶 爆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五百个骷髅兵就瞬间自爆 而自爆所产生的恐怖力量 瞬间就将乐山吞没一净 叮 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 瓶颈任务总需要击杀的十万头 师级 九级异兽 抹出一万头 很快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五百个骷髅兵 全部都是九级武师进的实力 这天赋 就特么离谱啊 看着远处 那朵巨大的蘑菇云 丁凯是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能召唤出这么多的 同境界骷髅 召唤生物 而且 想到苏叶有着隐藏实力的习惯 他心中就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猜想 那就是 这五百个同境界骷髅召唤生物 很可能并不是苏叶的极限 第三十三章 进入异境的条件 苏叶 我有事要先离开一下 而接下来学员们的实战 就交给你了 这时 丁凯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跟苏叶说了一声后 就迅速离开了地下一层 诸位 该吃治愈丹药的 吃治愈丹药 该吃恢复气血或精神力的丹药 也抓紧吃 我给你们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过后 继续进行实战训练 当丁凯离开后 苏叶就流露出恶魔般的微笑 看向剩余的四十七名学员 出声说道 而四十七名学员 听到苏叶的话后 浑身都猛地打了个颤 随后就慌慌张张地 拿出各自的丹药 开始恢复了起来 可以说 现在在训练营中 他们不怕训练导师 也不怕实战导师 甚至都不怕丁凯 但苏叶 他们是真的怕了 不仅是因为苏叶强大 更是因为苏叶的骷髅兵 那是对他们真下死手啊 另一边 基地内发现第二名半一人 蓝丹市 乐山 注射的异兽血清 不是普通的异兽血清 现已被击杀 当丁凯来到一楼后 就拿出手机 拨通了好友的电话 同时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对方 知道了 很快 电话中就响起了 那道冷漠的声音 对了 一组织派来的人 已经全部解决了 你们继续训练 我们的人会在外面守着的 说完 对面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一组织 还真是难缠啊 收起电话 丁凯就再次走进了电梯 随后按下了地下五层的按钮 地下五层 密室内 哎 又要给大笑打电话了 怎么办 会不会挨骂 看着眼前的加密电话 丁凯叹了口气 随后就再次拨通了那个号码 丁凯 又出什么事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看到你那边的号码 我就脑袋疼 电话接通后 大笑的声音就率先响了起来 大笑 第一件事 苏叶的骷髅兵替代实战导师和学员们一对一实战 效果显著 不过想让他以后负责这件事 他说的加寿 第二件事 因为骷髅兵对学员们是真下死守 所以 为了能让学员们更好地进行实战 我想申请一批治愈类丹药和恢复类丹药 第三件事 除了刘磊 基地内出现了第二名半译人 蓝丹市的乐山 现已被苏叶的五百个九级五十斤骷髅召唤生物给炸死了 听到大笑的话后 丁凯无奈一笑 随后就将情况都给说了出来 骷髅兵在实战当中 竟然比实战导师还有效 还有 召唤五百个九级五十斤骷髅兵 这是什么神级天赋啊 听到丁凯的话后 对面的大笑也是被惊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的天赋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 半译人乐山这件事 我会上报上去的 至于异兽 批了 同时再给他增加一百万头 踪迹一级一兽 不过 挑战异兽时间 要从三小时 缩短到一小时 还有 你没事的时候 继续陪他吃 陪他喝 陪他好好捞捞嗑 让他不要总想着去击杀异兽 毕竟 像他这个杀法 咱们也供不起他 说完 大笑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唉 训练不止 三赔不停 我特么太难了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难受的想哭 十分钟后 丁凯就重新回到了地下一层的训练场中 丁少校 你听过天赋原石吗 正在吃着烧烤的苏叶 看到丁凯回来后 直接就询问了起来 嗯 这小子可是天赋者 他不知道天赋原石是什么 听到苏叶的这个问题 丁凯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就出声解释到 天赋原石只存在于上古秘境当中 而它的作用只有一个 那就是提升天赋等级 让天赋变得更加强大 提升天赋等级 这天赋还有等级一说 那为什么我的召唤天赋 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难道说 系统赋予我的这个召唤天赋 直接就是满级 听到丁凯的解释后 苏叶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猜想 对了 苏叶你之前说的 有关于幻一兽的那件事 我研究了一下 给你批了 同时 只要你负责接下来学员们的实战训练 那我就多给你加一百万头 踪级一级一兽 而这三百万头一兽 这两天应该就会分批地运送过来 不过 你每天挑战一兽的时间 要从三小时缩短到一小时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击杀一兽的时间又缩短了 这么看的话 这省级天才训练营也不行啊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的脸上就流露出了一抹失望之色 毕竟 等他突破到踪进 那需要提升的气血和精神力 就会变得更多 而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一兽 那他提升实力的速度 必然会受到影响 丁少校 我想知道 如果想去意境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 沉默片刻后 苏叶就看向丁凯询问了起来 武道大学毕业 加入军部 通过严厉的考核 那才有资格去镇守意境 或进入意境 探寻意境内的情况 说完 丁凯就拍了拍苏叶的肩膀 随后笑着说道 苏叶 你现在就不要去想意境了 先好好提升实力 考入最顶尖的武道大学再说吧 嗯 就我现在的实力 考入顶尖的武道大学 那不是简简单单 听到丁凯后面的话 苏叶直接就用一种 看傻子的眼神 朝对方看了过去 苏叶 我承认你很强 但人族人口上百亿 比你强的人 也大有人在 所以 好好提升实力吧 最顶尖的武道大学 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注意到苏叶 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盯着自己 丁凯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笑着出声提醒道 嗯 同龄人中 还有比我强的 这可就有意思了 听到丁凯的提醒后 苏叶就对那个 最顶尖的武道大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三十四章 新的命令 临省间的天才对决 苏叶 晚上来一趟我的住处吧 我给你看一些东西 一些以往你根本就接触不到东西 喝完两瓶冰镇啤酒后 丁凯就对苏叶说了这么一句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地下一层 毕竟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 有苏叶在这里 他已经完全不需要操心了 嗯 给我看一些东西 一些我根本就接触不到东西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的眼中 闪过一抹期待之色 五十分钟后 休息结束 所有人立即分散在训练场当中 我只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 看了看时间 苏叶就放下手中的考串 然后朝着休息着的所有学员 大声喊道 熊超 超十三秒 英子华 超十两秒 董康 超十两秒 很快 苏叶就念出了八个人的名字 而这八人 最多的超十五秒 最短的超十一秒 但不管怎么说 超十了就是超十了 破 紧接着 苏叶就在八人不安的眼神中 轻吐了一个字 刷 刷 刷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八个九级五十镜骷髅兵 就瞬移到了他们的身后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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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叨叨闷响声响起 八人就双手五花 面露痛苦地跪倒在了地上 死 看到这惊恐的一幕 其余学员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当他们再次看向苏叶的目光当中 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接下来 开始实战 不过跟之前不同的是 我会给你们每个人 再配上一个比你们境界低一级的骷髅兵 而这个骷髅兵 随时都会对你们发起自杀式攻击 所以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你们的注意力 要更加集中才行 看着47名学员 苏叶一脸认真地说道 卧槽 不是吧 叶哥这是要玩死我们啊 别人家的大魔王都是学员的代表 想方设法地 为学员争取到更多的好处 而我们家的大魔王就不一样了 他是训练营的代表 而且还想方设法地 想要玩死我们 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 训练营的日子 不会太好过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让我们不好过的人 特么竟然会是自己人 这说出去 别说人了 狗特么都不信啊 听到实战中 又增加了一个随时会自爆的骷髅兵 众人直接就神情崩溃地 在心中疯狂吐槽了起来 一楼 总负责人办公室 这小子 对这些学员 还真是够狠的 不过不得不说 有他这些骷髅兵的帮助 训练效果 起码提升了数倍 看着监控当中的画面 丁凯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哎 不对啊 苏叶这个大魔王 有大校负责所有需求 而其余学员 苏叶也负责上了 那我干什么 我可是训练营的总负责人啊 难道就需要我陪吃 陪喝 陪老科 想到这 丁凯就苦笑了起来 因为他感觉 他应该是所有训练营 总负责人当中 最轻松的一个了 甚至轻松到了无聊的程度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丁凯的手机 就忽然响了起来 老叮 今年你负责的这批学员怎么样 这几天忙不忙 电话接通后 一道大笑声 就率先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嗯 这批学员怎么样 看到监控中 所有学员 都被同境界的骷髅兵碾压柔虐 丁凯就直接回道 这批学员不怎么样 甚至可以用太差劲来形容了 至于忙不忙 这我一时间 还不好跟你解释 看着手中正在串的肉串 丁凯神色复杂地回道 嗯 忙不忙 还不好解释 这是什么情况 听到丁凯的回答 对面也猛了 但很快 他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而是出声问道 老丁 上面新下来个命令 你看到没有 新下来命令了 我还没看呢 是什么命令 丁凯听后 放下了手中的肉串 连忙打开手机 查看了起来 嗯 为了加强天才训练营学员的紧迫感 三天后 乡林省的两个天才训练营 将进行切磋比试 比试方式自由决定 而胜利一方 将会获得大量的修炼资源 从手机上看到新下达的命令后 丁凯也是想到了什么 随后连忙问道 老鱼 要跟我们南陵省切磋比试的 该不会是你们吧 哈哈 就是我们西海省 老丁 咱们交情归交情 但在这件事上 我可不会让着你 不过 比试方式 可以由你决定 很快 老鱼的声音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那就1v1吧 互相挑选对手 败者退场 胜者继续 一直到一方所有人都退场 丁凯听后 直接说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试方式 好 那你们就在训练营基地等着吧 三天后 我带着所有学员过去 说完 老鱼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唉 这种比试 本来是应该充满着未知性的 可现在 我却一眼看到了比试结果 没意思 真特么没意思 说完 丁凯就再次串起了肉串 另一边 冷剑 我这里有1300多瓶2品营养液 和1200多瓶2品神魂滋养液 你先拿走 然后等晚上回去之后 你们四个分了 当所有学员都浑身是伤的瘫倒在地后 苏叶就朝着冷剑大喊了起来 我们每天也就能领取到 三瓶二品营养液 或二品神魂滋养液 然后 你拿出来1000多瓶的二品营养液 和神魂滋养液 让他们四个人分了 要不要这么毫无人性啊 其他四十的学员 听到苏叶的话后 先是震惊 然后就是羡慕 甚至羡慕的双眼发子 紧接着 众多学员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都朝着各自的领队看了过去 而洛天成 裴天忆和凌川三人 注意到这个情况后 脸色瞬间就变得尴尬了起来 因为他们可送不起那么多的修炼资源 不过 虽然送不起那么多的修炼资源 但每人送上的两三瓶 他们还是送得起的 然后 蓝丹市的九人就哭了 因为他们的领队乐山 已经被苏叶干死了 第35章 秘密资料 丁少校 你说 他们抗炸吗 抓紧休息 你们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然后就会进行今天的最后一次实战训练 而这最后一次实战训练 你们的对手 不再是骷髅兵 而是我 看向众人 苏叶一脸坏笑地说道 我们拼命训练 你想受吃喝 这还不行 还要亲自上场收拾我们 听到苏叶的话后 众人的心态 直接就炸了 一小时后 苏叶带着500名九级武士进骷髅兵 走进了训练场 说好的 你一个人单挑我们47人 结果 你带着500个九级武士进骷髅兵进场了 要不要这么狗啊 当个人不好吗 20分钟后 47名学员 顶着被揍成的猪头脸 满含泪水地离开了训练场 忙一天了 先去吃口饭 然后再去找丁少校 当所有人都离开后 苏叶也离开了训练场 直接上到一楼 朝餐厅否去 一个小时后 苏叶吃饱喝足 然后回房间洗了个澡 随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 这才朝丁凯的房间走去 苏叶 这些资料看看吧 记住 不要外传 看着走进来的苏叶 丁凯直接将一页资料递给了对方 鼓舞者 拥有特殊体质 能够修炼上古秘境内的上古功法以及上古秘术 修炼速度奇快 实力极其恐怖 天忆者 拥有特殊体质 能够完美融合异兽血清 哪怕动用体内的特殊力量 神智也不会受到侵蚀 身体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实力未知 可通过融合不同的异兽血清 不断提升实力 天赋者 觉醒天赋之力 可拥有各种强大的天赋力量 目前已知的最强天赋者 拥有八种天赋之力 天选者 一种特殊的人群 有人天生独体 所过之处 万物寂灭 有人生来厄运 凡是接触过的人 轻则霉运不断 重则意外身亡 有人生来红运 机缘不断 浮缘不止 一组织 不仅钻研异兽血液 还钻研古兽之血 天赋者之血 天选者之血等等 至今都没有查出 一组织的大本营所在地 尹哥 最为神秘的杀手组织 万之楼 只要钱到位 你就可以在这里 得到你想知道的任何消息 如果不收钱 那就证明你想要购买的消息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看完手上的资料 苏叶整个人都傻了 可以说 这些资料就好像给他 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大门 让他看到了一个 更为宽广的世界 苏叶 你看到的资料 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 是你目前没有资格知道的 而我之所以 给你看这份资料 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个世界很大 远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所以 不要认为自己的天赋强 就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你要记住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丁少校 你说他们抗炸吗 看向丁凯 苏叶一脸认真的问道 我给你看了这些资料 让你知道了一些 特殊的人和事例 然后 你问我一句抗炸吗 听到苏叶的这个问题 丁凯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他设想过 苏叶会提出的数十种问题 但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会问这么一句 苏叶 我知道 你能召唤数百个 同境界的骷髅 召唤生物 而且 你的骷髅召唤生物 还会瞬移和自爆 但那些强大的势力 有多少强者你知道吗 你炸得过来吗 还有 面对那些特殊人群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自身的安危 缓过神来后 丁凯就神色严肃地 看向苏叶出声说道 一针见血 如果没有系统 这些绝对就是我的致命弱点 该说不说 这丁少校把我研究的 还真是够透彻的 看着丁凯 苏叶没有在解释什么 而是笑道 丁少校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再狂妄自大了 嗯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毕竟 他给苏叶看这份资料 目的就是想让苏叶改一改 这狂妄自大的毛病 对了 有件事 我跟你说一下 上面心下达了一个命令 那就是 三天后 让相邻省的两个 天才训练营里的学员 切磋比试一场 而获胜方 是可以获得大量修炼资源的 所以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你可得给我狠狠地操练那些家伙 就在苏叶准备离开的时候 丁凯就想到了那个命令 随后就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苏叶 毕竟 他家兽了 帮忙操练他们 可以 最后帮咱们训练营获得胜利 也可以 不过 还得家兽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直接谈起了条件 毕竟 之前同意给他的那三百万头异兽 数量还是太少了 根本就不够他杀的 唉 我研究研究吧 丁凯叹了口气 随后就挥手 让苏叶离开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想要在训练营里 获得更多的异兽 那恐怕就得 从那四十七个学员的身上下手了 离开丁凯的房间后 苏叶的心中 就有了一个初步想法 那就是 利用手里的修炼资源 帮四十七名学员 提升一下实力 而这四十七名学员 代表的是南陵省 那自己 都这么帮了 他就不信 南陵省的高层 不给他好处 十分钟后 一楼 澡堂 什么情况 大晚上的 怎么还把咱们 都叫到澡堂子来了呢 我也不理解 但我不敢问 谁让叫咱们来的人 是叶哥呢 女学员竟然也来了 叶哥这是要干什么啊 此时 聚集在澡堂当中的众人 眼中都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所有人 全部进入澡池 而我也已经在里面 融入了二十滴天髓液 能吸收多少 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 砰 砰 砰 听到苏叶的话后 所有人先是一愣 随后就争先恐后地 跳进了澡池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天髓液到底有多么珍贵 可以说 那是他们 想拥有 却又无法拥有的修炼资源 第36章 五万头一寿 十三分钟 状态不太好 第二天一早 当所有学员 都进入修炼室后 丁凯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一晚上的时间 所有学员的实力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情况不对劲 想到这 丁凯就直接将 骆天成给叫了过来 天髓液 苏叶手中 竟然有天髓液 而且 还都给你们用了 听完骆天成的话后 丁凯的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天髓液 实在是太稀有了 哪怕是他们 省级天才训练营 上面才批下来三十滴 而这三十滴天髓液 也是准备用来当奖励的 而且 还是每七天一次的 大乱斗的前十名的 特殊奖励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苏叶这么做 摆明了 就是想让省部大厨血啊 很快 丁凯就明白了 苏叶的意图 算了 我还是好好地陪吃 陪喝 陪老科吧 至于其他事 就让大笑去头疼吧 想到这 丁凯就朝着 电梯方向走去 地下五层 密室内 嘟嘟嘟嘟嘟 当丁凯再次 拨通那个号码后 电话当中 就直接传来了 一阵电话盲音 战线 无法接通 这怎么可能 听到电话中传来的盲音 丁凯整个人都傻住了 因为这个加密电话 和大笑那边的加密电话 是互通的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两个加密电话 能相互联系 其他电话 是根本打不通 这两个加密电话的 可现在 电话竟然打不通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大笑把那边 加密电话的电话线给拔了 几分钟后 丁凯就来到了一楼 随后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丁凯 什么事 电话接通后 一到冷漠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利明 帮我给张大笑打个电话 就说 我有急事找他 你有事找张大笑 然后让我打电话 怎么的 你们两个大男人 闹别扭了 此时 基地外的大山当中 正躲藏在大树上的利明 听到丁凯的话后 整个人都梦了 理由 沉默片刻后 利明直接说道 大笑 把加密电话的电话线拔了 就算是我给他打电话 恐怕也不会接 至于为什么 我不方便跟你说 很快 丁凯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起 等着 听完丁凯的解释后 利明没有再继续询问 简单地说了两个字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训练营基地呢 可以去密室里等了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笑了笑 随后就朝着电梯方向走去 苏叶 你去哪 地下一层 在电梯门口碰到苏叶后 丁凯就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丁少笑 张元长官说 有一批异兽已经到了 所以 我准备去地下二层的战斗秘境 然后跟异兽好好地厮杀一番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笑着回道 异兽昨晚到的 今天你就要拿他们开刀 听到苏叶要去战斗秘境 丁凯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和苏叶一同走进了电梯当中 地下二层 苏叶 根据你的需求 昨晚宋拐的五万头 诗集 九级异兽 全部都投放在了一号 诗集 战斗秘境内的东侧区域 看到苏叶 张元就将异兽投放情况给说了出来 张元长官 麻烦你了 苏叶听后 先是感谢了一番 随后就朝着战斗秘境入口走去 一号 诗集 战斗秘境内 暴击了 这次召唤 竟然暴击了 而且 还出现了32个一级五宗镜的骷髅兵 看着眼前那密密麻麻的9990个骷髅兵 特别是那32个五宗镜骷髅兵 苏叶笑的嘴都快咧开了 五万头异兽 全部都聚集在东侧区域 再加上这次暴击的骷髅兵大军 十分钟 我要十分钟解决掉所有异兽 这样 剩下的五十分钟 就能留着以后继续使用了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骷髅兵大军 浩浩荡荡地朝东侧区域冲去 十三分钟后 召唤上线还是太低了 竟然多用了三分钟 从战斗秘境当中传送出来后 苏叶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朝着张元走去 苏叶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对了 今天中午还会到一批异兽 数量大概有三万头 但是不是师级的 我就不清楚了 看着走来的苏叶 张元就笑着 说了起来 张元长官 今天状态有点不好 所以就提前出来了 这样 等中午的那批异兽到了后 我再过来 毕竟 我每天挑战异兽 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的 而今天还剩下47分钟呢 听到张元的话后 苏叶眼前一亮 随后连忙说道 好 等中午 那批异兽安排好后 我就联系你 看着苏叶 张元笑着说道 地下五层 密室内 叮叮叮 当丁凯等了十多分钟后 加密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丁凯 别省得大笑 一个月都接不到 训练营的几个电话 而我 三天时间 不是在接你电话 就是在处理你说的各种需求 干什么啊 就不能让我好好地休息一天吗 电话接通后 大笑那满是崩溃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大笑 那要不把苏叶送到隔壁省去 当大笑发泄完后 丁凯就强忍笑意地 问了这么一句 你敢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大笑的怒吼声 就瞬间响了起来 说吧 苏叶又有什么事了 平静了一会后 大笑就出声询问了起来 大笑 第一件事 上面心下达的那个命令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而苏叶承诺 在这三天时间里 会竭尽全力地操练所有学员 并且保证能获得比试的胜利 但是得加受 第二件事 苏叶为了提升所有学员的实力 在昨天晚上 自掏腰包 给所有学员用了二十低天随夜 而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 他还会再拿出四十低天随夜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这咱们省部要是没什么表示 一旦传出去 丢脸是小 就怕会被上面约塔啊 毕竟 可没有哪个省的训练营 会让学员提供修炼资源 而且还是稀有的修炼资源 听到大笑的询问 丁凯就将目前的两个问题 给说了出来 第三十七章 击杀来犯的半译人 被误伤的立名 加受 我会继续给他加受的 好了 以后没什么事 尽量不要联系我 听完丁凯的话后 大笑没有像往常那般沉默 而是直接给出了回答 唉 三天 这才过了三天啊 也不知道剩下的日子 大笑能不能顶住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就离开了密室 坐上电梯 直奔地下二层 什么 今天状态不好 所以 他只在战斗秘境当中 待了十三分钟 听完张元的汇报 丁凯的心就莫名一紧 随后就立即查看起了 战斗秘境里的情况 呵呵 苏爷的嘴 骗人的鬼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当丁凯看到战斗秘境内的异兽 已经全部被杀 直接就关闭了电脑 然后朝着电梯方向走去 嗯 战斗秘境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到丁凯查看完就直接离开 张元的眼中充满了好奇 地下一层 训练场 苏爷 操练学员 加兽 三天后的比试获得胜利 加兽 你用自己的天髓叶 帮助所有学员提升实力 加兽 当丁凯接过苏爷手中的肉串 然后在烤炉上熟练地烤起来后 就顺便将这个消息给说了出来 成了 我就知道 训练营不会白占我便宜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爷就咧嘴笑了起来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丁凯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丁凯 一组织的人又来了 需不需要我放进去一些实力弱的半议人 让你的学员们感受一下真正的实战 接通电话后 丁凯那冷漠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传了出来 丁少校 我去 因为丁凯正在忙着考串 所以选择的是免提 而苏爷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就兴奋地大喊了起来 丁凯 踪进以下的半议人 全部都放进来吧 看到苏爷那迫不及待的样子 丁凯直接回道 三号线路 让你的学员做好准备 说完 丽明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而苏爷听到后 直接就朝着电梯方向走去 同时对丁凯说道 丁少校 我是不会给你丢脸的 基地外 击杀一兽 能获得各种修炼资源 击杀古兽 能获得天赋原石碎片 那击杀半亿人 是不是也能得到什么特殊的物品奖励 想到这 苏爷就随手召唤出了十个九级武士镜骷髅兵 随后直接朝三号线路走去 暗处 嗯 丁凯就派出来一个学员 等一下 天赋者 而且 还是特殊的召唤天赋 看到苏爷召唤出了十个骷髅兵 丽明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有意思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强 看着逐渐远去的苏爷 丽明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随后就立即跟了上去 另一边 虎身 鬼背 狼臂 看着前方出现的三名 已经异化的半亿人 苏爷根本就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直接对身后的骷髅兵出声命令道 动手 刷 刷 刷 继续寻找起了半亿人 而他却忘了 现在他正处于瓶颈任务当中 击杀生灵根本就不会获得奖励 暗处 顺移 自爆 这泥马 是什么召唤生物 看着不远处 那三朵绚丽的蘑菇云 丽明直接就看傻了 变态 这小子的天赋 太特么变态了 真是没有想到 今年南陵省 竟然会出现这么一个变态 缓过神来后 丽明就再次追了上去 这么着 太浪费时间了 找了几分钟后 苏叶就停了下来 随后就开始召唤骷髅兵 很快 990个骷髅兵 就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苏叶的四周 自由行动 遇到生灵 抱住对方直接自爆 随后 苏叶就对所有的骷髅兵下达了命令 刷 刷 刷 随着苏叶的命令下达 990个骷髅兵 就井然有序地朝着四周散去 操 操 操 这小子的极限 不是召唤十个骷髅生物 而是特么数百个 这天赋 特么简直就离谱啊 看到苏叶直接召唤出了数百个骷髅兵 这直接将暗处的丽明 给惊得说不出话来 轰 轰 轰 就在这时 一道道巨响声 就从不同的地方响了起来 嗯 有人 这时 丽明忽然感觉自己的身后有人 随后猛地转头看了过去 很快 一个双眼燃烧着黑色浑火的骷髅头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丽明就瞬间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该死的 我特么竟然被一个骷髅兵给偷袭了 很快 脸色铁青的丽明 就从蘑菇云中走了出来 不过 因为刚刚骷髅兵的自爆太过突然 虽然没有伤到他 但他却没来得及保护好 身上穿着的衣服 救你了 看了看不远处的一棵大树 丽明就直接走了过去 砰 砰 砰 丽明一拳接一拳地轰击着大树 很快 一个树洞就被他给砸了出来 唉 这边出现这么大的动静 希望有人能尽快发现我 跳进树洞后 丽明的脑袋就从树洞洞口当中 慢慢地伸了出来 另一边 卧槽 我怎么忘了 在进行瓶颈任务的时候 击杀生灵是不会获得奖励的呀 这时 苏业猛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直接转身朝基地方向走去 同时心中暗道 白炸了 这些半亿人死的一点价值都没有 苏业 就在这时 远处就出现了 丁凯的身影 丁少校 你怎么来了 看着飞过来的丁凯 苏业好奇地问道 怕你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 听到爆炸声 我就赶过来了 怎么 准备回去了 来到苏业身前 丁凯笑着说道 嗯 没什么意思 还不如回去吃串 喝酒呢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业点头说道 嗯 这时 丁凯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然后就朝着立民所藏身的地方 看了一眼 随后说道 苏业 既然没意思 那你就先回基地吧 至于放进来的半亿人 我处理掉就好了 丁少校 那就麻烦你了 说完 苏业就直接朝着基地方向走去 而在苏业离开后 丁凯就直接朝立民所藏身的地方 走了过去 第三十八章 苏业啊苏业 你看给大笑 都逼成什么样了 扑吃 当丁凯来到那棵大树前 看到立民藏身树洞 只留个脑袋在外面 直接就忍不住 笑出了声 立民 你这什么情况啊 看到立民的脸色越来越黑 丁凯这才止住了笑声 随后询问了起来 被你那个学员召唤出来的骷髅兵炸了 因为太过突然 我没护住身上的衣服 看着丁凯 立民神色有些尴尬地说道 什么 你被炸光了 扑吃 不好意思 我真没想笑 但我真的忍不住了 最后 丁凯让立民把脑袋也藏起来 然后他就迅速回到基地内 取来了一套衣服 丁凯 那个学员是谁 他有点变态啊 穿好衣服的立民 此时就看向丁凯询问了起来 天灵士 苏业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嗯 听到这话 立民神色一愣 随后双眼猛然瞪圆 看向丁凯 直接惊呼道 丁凯 他的信息该不会已经 立民 你知道就行了 记得不要外传 好了 没什么事 我得回去陪吃 陪喝 陪老科去了 没等立民说完 丁凯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随后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就笑着转身 朝基地方向走去 个人信息封锁 会是什么级别的呢 看着离开的丁凯 立民低声自语道 基地 地下一层 半艺人 鼓舞者 天意者 天赋者 天选者 杀这些人 应该会获得 不同的特殊奖励 等我完成瓶颈任务后 必须得找机会 验证一下 回到训练场后 苏叶就一边吃着烤串 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 另一边 什么 十万头宗敬 一级一兽 怎么的 省不发财了 听到运送人员 说出的一兽数量 和实力 张元直接就双眼 瞪圆地惊呼了起来 毕竟 一头宗敬的一兽 可不便宜 哪怕是一级的 我们只负责押运 至于具体情况 你可以向上级询问 对了 晚上还会有一批 异兽运送过来 你先做好交接准备 说完 运送人员就直接坐上电梯 离开了地下二层 晚上还有 这是 要弄来多少异兽啊 省部到底要干什么 看着离开的运送人员 张元是彻底猛圈了 因为他在很多省级天才 训练营中工作过 但像这种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对了 异兽到了 但苏叶用不到啊 我得提前跟他说一声 省得他中午白跑一趟 想到这 张元就拿出对讲机 联系上了训练场中的 工作人员徐松 苏叶 负责地下二层的张元长官 说是有事找你 此时 徐松来到苏叶身前 直接就将对讲机 递给了苏叶 随后就退离十米 保证自己不会听到 两人的交谈 张元长官 是异兽送到了吗 按下对讲机的开关 苏叶就率先出声问道 苏叶 的确是异兽到了 不过 这批送来的异兽 却是宗敬一级异兽 而这种实力的异兽 你也用不上啊 所以我就心思先告诉你一声 省得你中午白跑一趟 嗯 这批送来的 竟然是宗敬异兽 虽然也符合任务要求 但要是杀了的话 就有点浪费了 毕竟 等我突破到宗敬后 这些宗敬异异兽 可是能给我带来 大量奖励的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回到 张元长官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过去了 等什么时候送过来 师级 九级异兽 我在什么时候过去 好 到时候我通知你 说完 张元那边就率先关闭了对讲机 徐松长官 麻烦你了 走到徐松身前 苏叶笑着将对讲机递了回去 不麻烦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联系 联系丁少校 看着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丁凯 徐松直接将最后一个我字 改成了丁少校 片刻后 丁少校 我天天在这吃喝玩乐 也不是个事啊 要不 你放我出去几天 我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 然后等三天后 我再回来 看着给自己烤肉串的丁凯 苏叶忽然感觉 这种日子太无聊了 随后就看向对方 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在这吃 在这喝 还有人在这陪你免费落课 而就是这种待遇 你还不满足 还想出去玩几天 听到这话 丁凯直接就瞪大双眼地 朝苏叶看了过去 苏叶 训练营也是有规定的 而你这个想法 已经违反了训练营的规定 所以 不批准 看着苏叶 丁凯直接拒绝道 大魔王不是有特权吗 我动用特权也不行吗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草 伺候惯了 我都忘了 他是训练营的大魔王了 想到大魔王的特权 丁凯就放下了手中烤着的肉串 随后直接朝电梯方向走去 同时说道 你在这里等着 我先去研究研究 嗯 什么情况 怎么什么事都要去研究研究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的眼中充满了疑惑 地下五层 又来了 要不 我直接在密室里住下算了 看着眼前的密室大门 丁凯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就推开门走了进去 拿起加密电话 拨通熟悉的号码 整个过程 丁凯早已熟练无比 丁凯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懂 不就是继续加兽吗 我加 我砸锅卖铁也给他加 电话接通后 大笑的声音就率先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哎 苏叶呀苏叶 你看你给大笑都逼成什么样了 此时 丁凯可以感觉到 大笑是真的快被苏叶给逼疯了 大笑 这次不是加兽 而是苏叶感觉在训练营里待着 没什么意思 想出去玩两天 随后 丁凯就立即说出了 此次打电话的真正目的 批了 找个信任的人 保护好他 听到丁凯的话后 大笑愣了几秒钟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第39章 长官 我想炸死他 半小时后 基地外 利明 将苏叶送到地方后 先别急着回来 跟在他身边保护他几天 看着坐在直升机里的苏叶 丁凯一脸严肃地说道 丁凯 我不是你们省部的人 所以 我没有责任 也没有义务保护你们的人 还有 我现在可是在执行任务 看着丁凯 利明神色冷漠地出声说道 我不管 反正我把他交给你了 如果他出事 那就是你的责任 对了 他是今年训练营里的大魔王 说完 丁凯就直接转身 朝基地内走去 根本不给利明再次说话的机会 这么的 保护大魔王 压力有点大 看着离开的丁凯 利明眉头皱了皱 随后就朝着直升机走去 直升机上 苏叶 去哪 驾驶着直升机飞到空中后 利明就神色冷漠地询问了起来 哪都行 我就是想出来玩两天 长官 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看着冷冰冰的利明 苏叶笑着问道 奉天室 雷鸣无管 我家开的 去吗 听到苏叶的询问 利明沉思了一会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家的武馆 于思 他想趁这个机会 回家去见见父母 于公 他的任务是保护苏叶的安全 那在自家的武馆里 怎么也比其他地方安全 嗯 武馆 天灵室也有 只不过 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并不经常去 因为他当顾客 花不起钱雇佣陪练 而当陪练 他实力还不够 长官 那就去你家的雷鸣武馆吧 想到这 苏叶就做出了决定 而听到苏叶的话后 利明就操控直升机 直接改变方向 然后朝着奉天室飞去 四小时后 直升机就降落在了奉天室的 林武者协会大楼楼顶 利明 你小子可有几年没回来了 从直升机上下来后 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就走到两人的身前 看着利明笑着说道 雷叔 我也想常回来看看你 可真的是臭不出身啊 看着雷尘 利明笑着解释道 行了 知道你忙 对了 这位小兄弟是 看向苏叶 雷尘满是好奇地问道 雷叔 他的身份不方便说 等以后有机会 我再告诉你 对了 车准备好了吗 侧步 挡在苏叶身前 利明直接转移了话题 嗯 竟然连我都不放心 这个小家伙 身份不简单 看到利明 直接挡在了苏叶的身前 雷尘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金光 车早就准备好了 你们跟我来 说完 雷尘就带着两人 走进林武者协会大楼内部 随后坐上电梯 来到了复义楼厅车场 利明 这是车钥匙 走到一辆白色越野车前 雷尘就将车钥匙 给利明递了过去 二十分钟后 长官 你家里挺有钱啊 从车上下来后 看着眼前高达七层的武馆大楼 苏叶也是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还行吧 走了 我带你进去转悠转悠 听到苏叶这话 利明笑了笑 随后就带着苏叶走进了武馆大楼 怎么回事 你们这么大一个武馆 竟然连个像样点的诗集陪练师都没有 刚刚走进一楼大厅 一阵吵闹声 就从前台那边传了过来 又是一个故意闹事的 那三家武馆 也就这点能耐了 听到这吵闹声 利明就神色不屑地撇了撇嘴 随后就准备带苏叶前往二楼 嗯 闹事的 其余三家武馆 这不就来活了吗 虽然利明声音不大 但苏叶还是听到了 长官 那三家武馆针对你们家的武馆 看向利明 苏叶面露期待地问道 没错 我们家的雷鸣武馆 是本市的第一武馆 不管是硬件设施 还是人员配置 都远强于其他三个武馆 但那三个武馆 不从自身找原因 反而一直眼红于 我家武馆的声音 所以 他们没事 就会派点人来我家武馆闹事 听到苏叶的询问 利明就将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 走 正好没什么事干 带我去踢馆 听完后 苏叶就面露兴奋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 南陵省的大魔王 去踢馆 看着苏叶那兴奋的样子 利明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苏叶 你认真的 真 真的不能再真了 三天时间 一天踢一架 说着 苏叶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利明走出了武馆大楼 苏叶 这么做不好吧 毕竟 你我的身份摆在那呢 一旦被上面发现 那可就麻烦了 车上 利明有些不安地说道 怕什么 出事有丁少校扛着 苏叶听后 直接就把丁凯给搬了出来 丁凯扛着 他扛得住吗 看到苏叶搬出了丁凯 利明真的很想说一句 丁凯要是能扛住这种事 那他直播道理吃香 长官 别犹豫了 直接去干 不会出什么事的 看到利明还在犹豫 苏叶也是再次劝说了起来 好 去干 听到苏叶这话 利明也不再犹豫 直接猛踩油门 直奔第一家武馆 十五分钟后 苏叶和利明两人 就直接来到了 鸿鸣武馆 叮 鸿鸣武馆内 有一名半亿人 刚刚走进武馆大门 系统的提示音 就忽然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嗯 这家武馆里 有半亿人 听到脑海中 忽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的脚步猛然一顿 眼中满是吃惊之色 半亿人 林龙盛 就在这时 有关于半亿人的身份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脑海中 长官 你认识一个 叫做林龙盛的人吗 看向利明 苏叶一脸严肃地问道 林龙盛 你怎么会知道他 他就是这家武馆的老板 听到苏叶忽然说出了 这家武馆的老板名字 利明的眼中也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长官 这林龙盛什么势力 我想炸死他 在利明疑惑的目光中 苏叶再次出声 第四十章 抓半亿人能换一兽 苏叶抓疯了 炸死林龙盛 这小子在发什么疯 听到苏叶的话后 利明眉头皱了皱 随后道 理由 他是半亿人 看着利明 苏叶直接说出了对方的身份 至于利明信不信 那就是对方的事了 嗯 林龙盛是半亿人 听到这个消息 利明脸色一变 随后就朝着武馆外走去 同时对苏叶说道 在这等我 武馆外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后 利明就直接拨通了丁凯的电话 丁凯 之前基地里的第二个半亿人 是不是苏叶发现的 电话接通后 利明就率先出声问道 嗯 你怎么知道 是苏叶发现的 这是 我也没和你说过啊 很快 丁凯满是疑惑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啪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利明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武馆呢 苏叶 跟我走 咱们去见见那个玲珑社 走进武馆后 利明就直接对苏叶招呼道 嗯 刚刚还不信我的话呢 这出去一趟 就信了 看着利明 苏叶忍不住问道 长官 你信我的话了 嗯 刚刚我出去研究了一下 感觉 你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所以 就我个人而言 我相信你的话 听到苏叶的问话 利明点了点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嗯 丁少校遇到事情 就喜欢研究研究 而这个长官遇到事情 也喜欢研究研究 怎么的 他们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听到利明的解释 苏叶满脸问号地想到 几分钟后 五楼 馆长是 丽少校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看到直接推门 而入的利明和苏叶两人 玲珑胜的目光 直接就落在了利明的身上 刷 利明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出现在了玲珑胜的身前 砰 一拳 玲珑胜就直接被打昏了过去 说好的 过来见见他 结果你一拳就给人家干晕了 看着躺在地上 已经陷入昏迷的玲珑胜 苏叶直接就梦了 死了 紧接着 利明就在苏叶惊恐的目光中 撕碎了玲珑胜的衣服 兽医 这玲珑胜果然是半艺人 看着玲珑胜脚底下的一个红色兽印 利明就直接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你也大笑 我在凤天市发现一名半艺人 身份已经确定 请立即对他展开调查 电话接通后 利明就将情况给说了出来 几分钟后 苏叶 这次抓到玲珑胜这个半艺人 你的功劳最大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挂断电话后 利明就看向苏叶 笑着询问了起来 出来晚两天 还特么有意外收获 听到利明这话 苏叶眼前一亮 随后就直接开口道 长官 我想要异兽 宗敬异兽 数量越多越好 嗯 不要修炼资源 不要功法武剑 反而要异兽 虽然不理解 苏叶为什么想要异兽奖励 但他还是开口解释道 苏叶 虽然抓捕 玲珑胜你功劳最大 但毕竟只有他这么一个半亿人 而且实力一般 整体算下来 功劳点有限 所以 就算奖励给你一些宗敬异兽 数量也不会很多 那我要是能帮你 抓到更多的半亿人呢 听到利明的话后 苏叶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嗯 抓到更多的半亿人 看着苏叶那兴奋的神色 不知道为什么 利明莫名的有一点慌 定 天羽大厦内 有27名半亿人 定 玉荣小区内 有12名半亿人 定 某某士兵场内 有5名半亿人 一天时间 利明带着苏叶 踏遍了奉天室 十分之一的区域 一共找到1236名半亿人 酒店客房内 苏叶 那些半亿人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此时 利明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苏叶问道 天赋 我还拥有第二种特殊天赋 而这个天赋的能力就是 一旦我的附近出现变异人 那我就会有所感应 并且还能准确地知晓目标信息 听到利明的询问 苏叶直接就胡编乱造了起来 你都已经这么变态了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你还有一个天赋 听到苏叶的解释 利明直接就被震惊到了 至于苏叶编造出来的第二天赋 他倒是没有怀疑什么 毕竟 天赋种类繁多 拥有的力量更是匪夷所思 苏叶 那你的这个天赋 除了能发现变异人和知晓对方的名字 还有其他的能力吗 缓过神来后 利明继续问道 没有了 就这两种能力 苏叶听后 摇头说道 知道了 那你先好好休息吧 至于你今天获得的功勋点 我会通知上面 然后给你都换成忠敬一兽的 说完 利明就离开了苏叶的房间 然后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半亿人克星 苏叶的第二天赋 简直就是半亿人的克星 不行 我得抓紧将这个情况汇报上去 想到这 利明就快速地回到了房间 随后直接拨通了一个电话 大笑 我今天一共抓到了1236名半亿人 而他们的身份 实力等信息 我一会就给你发过去 电话接通后 利明就直接说出了第一个情况 沉默 听到利明的话后 另一边的大笑 直接就陷入了沉默 两分钟后 利明 你捅半亿人窝了 沉默许久后 大笑的声音 才从电话那头响了起来 大笑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苏叶吗 他拥有第二天赋 而这个天赋的能力 就是能察觉到自身附近的半亿人 而且还能知晓对方的名字 然后 我们两个就利用他的这个天赋 在一天时间里 抓到了这些半亿人 看到大笑误会了什么 利明就连忙说出了 有关于苏叶的情况 另一边 东营军区内 大魔王苏叶 第二天赋 能准确地找到半亿人 听到利明的话后 聂武的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深知这个天赋对神盟有多么重要 第41章 利明的承诺 苏叶被东营军区盯上了 利明 从现在开始 不准你们再继续寻找半亿人 还有 立即给我将苏叶带回南陵省的训练营基地 在返回过程中 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这时 聂武就神色严肃地对利明下达了命令 大笑 我马上带苏叶返回训练营基地 不过 在此之前 咱们是不是得把奖励给人家 毕竟 他可是帮忙抓了一千多个半亿人呢 很快 利明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说吧 他想要什么 是修炼资源 还是功法武技 听到利明的话后 聂武先是喝了口茶 随后才出声问道 异兽 宗敬异兽 所有的功勋点 全部都兑换宗敬异兽 要宗敬异兽 聂武听到利明的话后 眼中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批了 到时候 我会派人将一定数量的宗敬异兽 送到训练营基地那边去的 虽然不理解 但聂武还是同意了下来 奉天室 酒店内 辛苦一天 才抓了一千多个半亿人 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要不要玩波大的呢 看着手中的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苏叶的脑海中 就涌现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就是 召唤出武神级骷髅兵 然后他们一人一骷髅 趁着夜色 将奉天室内的所有半亿人 一网打尽 对 就这么干了 等我突破到宗敬 一兽根本就不够用 纠结几分钟后 苏叶终于做出了决定 咚咚咚 就在苏叶准备使用武神级骷髅召唤卡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长官 有什么事吗 打开门 看到外面站着的是利明后 苏叶就询问了起来 苏叶 上面下来命令了 让我立即带你返回训练营基地 快点收拾东西 咱们五分钟后 前往灵武者协会 看着苏叶 利明直接说明了来意 我刚准备将奉天室内的半亿人 一网打尽 然后 你就说 要带我走 完呢 听到利明的话后 苏叶直接摇头说道 长官 我不走 我还要抓半亿人 苏叶 上面说了 再抓半亿人 也没有一受奖励了 你确定还要抓吗 看到苏叶是真的抓上瘾了 利明也只能胡说了起来 再抓半亿人 不给一受奖励了 你们特么玩不起啊 得知这个消息 苏叶就骂骂咧咧地 去收拾东西去了 毕竟 不能换一受 那傻子才去干着辛苦活 五分钟后 利明和苏叶两人 就离开了酒店 随后驾车前往05者协会 利明 你个小王八蛋 把一千多个半亿人扔我这 你就跑了 当利明和苏叶 坐上直升机起飞后 雷尘就冲到了楼顶 随后朝着直升机里的利明 大骂了起来 雷说 明天就会有人 来带走那些半亿人 今晚你就辛苦点 等我下次回来 给你带两瓶好酒 随着利明的声音 响起 直升机就加快了速度 没一会 就消失在了雷尘的视线当中 哎 武馆没踢成 半亿人也没抓多少 这一趟出来 白玩 此时 坐在直升机上的苏叶 也是忍不住在心中吐槽了起来 四个小时后 基地外 苏叶 我是东营军区的少校 你可以称呼 我为利少校 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来找我 看着苏叶 利明一脸严肃地说道 利明 苏叶要是遇到困难 我们省部会帮忙解决的 就不劳你们东营军区费心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基地入口那边响了起来 丁凯 据我所知 苏叶需要大量的异兽 可你们省部帮忙解决了吗 看着走过来的丁凯 利明直接问道 哦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你们东营军区能帮忙解决 听到这话 丁凯眼前一亮 随后出声反问道 嗯 两个少校 因为我吵起来了 这么刺激吗 看着争吵的两人 一旁的苏叶 直接就看起了热闹 同时心中暗道 要是利少校上头 也能给我弄来几百万头踪迹一兽 那就爽死了 丁凯 我们东营军区会尽量帮忙解决 怎么 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吗 这时 利明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哎 没上钩啊 听到利明的回答 丁凯和苏叶的脸上 都流露出了一抹失望之色 用不着你们帮忙 行了 我先带他回去休息了 说完 丁凯就带着苏叶朝基地入口走去 基地呢 苏叶 这一天的时间 你都干什么了 走进房间后 丁凯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也没干啥 就是在奉天室 抓了一天的半亿人 不过收获一般般 辛苦了一天 才抓到一千多个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一边整理床铺 一边回答道 说好的出去玩 结果 你出去抓了一天的半亿人 还特么抓了一千多个 听到苏叶的回答 丁凯惊的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呼 平复了一下心情 丁凯这才继续问道 苏叶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的那些半亿人 丁少校 我其实还有一个特殊天赋 而这个天赋的能力 就是能够察觉到 自身附近的半亿人 而且还能准确知晓 对方的姓名 就像之前的乐山 我就是靠这个天赋 发现了他 看着丁凯 苏叶一脸认真的出声回答道 第二天赋 而且 还是一个能找到半亿人的特殊天赋 怪不得 怪不得利明那家伙 会给出那样的承诺 而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苏叶应该是被他们东营军区给盯上了 想到这 丁凯就直接离开了苏叶的房间 然后直接朝电梯走去 因为他得立即将这个消息 汇报给大笑才行 第四十二章 神秘礼包 大召唤朔 房间内 刚刚在直升机上瞇了一会 现在也睡不着啊 算了 去地下二层看看去 想到这 苏叶也走出了房间 然后直奔电梯 嗯 地下五层 丁少校大晚上的不睡觉 去地下五层干什么 看到电梯下到了地下五层 然后又回到了一楼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地下二层 丁 随着电梯的声音响起 正在记录异寿数量的张员 就扭头朝电梯看了过去 苏叶 你回来了 正好 今天上午的时候 又送来五万头 诗集 九级异兽 而我都已经投放到一号 诗集 战斗秘境当中的西侧区域了 看着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张员也是 笑着说出了这个情况 嗯 剩下的五万头 诗集 九级异兽到了 那岂不是说 我今天就能完成瓶颈任务了 听到张员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朝着一号 诗集 战斗秘境走去 同时心中满是期待地想到 也不知道 这次完成瓶颈任务 获得的神秘礼包能开出什么好东西来 战斗秘境内 开诈吧 等我突破到踪径 添加 舍己救人 辞条后 我也就不用再这么低调了 想到这 苏叶就召唤出了990个骷髅兵 随后朝着西侧区域走去 另一边 地下五层 密室内 丁凯 刚刚我查看了一下 苏叶目前的身份封锁等级 已经超出了我的权限 看来 他已经被上面的人注意到了 此时 大笑的声音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什么 现在就连大笑都查看不了苏叶的个人信息了 听到大笑的话后 丁凯的脸上也是流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丁凯 我猜测 明天上面应该就会联系我了 而我也会提出 苏叶的异受需求 所以 让苏叶先不要接受东营军区的好处 然后告诉他 以后在武道大学好好表现 那样 才会有更多的军区争夺他 而他也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好处 这时 大笑的声音就再次响了起来 大笑 我知道了 我会将这个事情告诉他的 随着丁凯的声音响起 大笑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还没有高考 就被上面注意到了 苏叶 还真是个怪物 不过 对于苏叶 上面会直接全力培养 还是会让他自由成长呢 此时 丁凯一边思考着这些问题 一边朝电梯方向走去 卧槽 我前脚走 他后脚就去了地下二层 看到电梯此时显示的位置 在地下二层 丁凯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苏叶 半个小时后 战斗秘境呢 丁 恭喜宿主 成功击杀十万头 师级 九级异兽 平行解除 并获得一份神秘礼包 丁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气血增加0.3 精神力增加0.2 丁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2 肉身掌控增加0.03 丁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三品营养液 星号三 随着苏叶将五万头 师级 九级异兽全部杀光 系统的提示音 就接连不断地 从他脑海中响了起来 还好之前完成随机任务 帮我抹出了瓶颈任务中的 一万头 师级 九级异兽数量 不然 击杀这五万头一兽 也就刚好够完成任务的 根本就获得不了其余的奖励 想到这 苏叶就查看起了个人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 一千零一时 兵种 骷髅兵 自曝 强制一血 瞬移 可增加一个词条 气血 一千零一十二点三 境界 一级五宗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 百分之八十二点七九 五级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小乘 九八点百分之七 精神力 一千零二十点八 境界 一级零宗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 百分之七十二点三三 物品 神蒙壁星号 三千七百八十二万 翠金石 星号 一千零六块 天髓叶星号 十八滴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星号石 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六六 一级零五宗 力量起码是 九级极限零五师的 数十倍 不得不说 大境界的突破 提升的力量 真的是太大了 看了看人物属性 版面上的各方面数据 又感受了一下 目前所拥有的力量 苏叶只想说一句 我现在真的强得可怕 系统 打开神秘礼包 紧接着 苏叶就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叮 开启神秘礼包 恭喜宿主 获得大召唤术 大召唤术 召唤骷髅兵的数量 提升十倍 每天可使用十次 不用暴击 召唤骷髅兵的数量 就可以提升十倍 这大召唤术 有点雕啊 看到大召唤术的介绍后 苏叶的脸上 满是狂喜之色 毕竟 他现在实力低 召唤上限也低 最发愁的就是 骷髅兵的数量不够多 苏叶 你是准备回去休息了吗 看到传送出来的苏叶 站在原地半天都没说话 张元就忍不住出声询问了起来 张元长官 我今天还剩下半小时呢 所以 我想进入 综极战斗秘境 听到张元的话后 苏叶这才回过神来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什么 你想进入 综极战斗秘境 不行 那里面都是宗敬一级一寿 根本就不是你现在可以对付 还没说完 张元就看到了苏叶身上 爆发出的黄色血气 这让他直接把后面的话 给憋了回去 不到18岁 还没参加高考 一级五宗 这尼玛就离谱啊 看着浑身笼罩着黄色血气的苏叶 张元的眼中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张元长官 现在我可以去 综极战斗秘境了吗 看着背景的 已经说不话的张元 苏叶笑着询问道 可以 当然可以 苏叶 你还真是个怪物啊 听到苏叶的询问 张元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就带着苏叶朝 宗敬战斗秘境入口走去 第43章 40万头 宗敬一寿 不够杀 根本就不够杀 宗敬战斗秘境 40万头 宗敬一级一寿 数量还是太少了 直接横推吧 进入秘境后 苏叶就直接使用了 大召唤术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0100个骷髅兵形成的骷髅大军就出现在了苏叶的眼前 白色谷海 看着眼前由骷髅兵大军形成的白色谷海 苏叶的脸上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 同时喃喃自语道 这才是我想要的骷髅大军 前进 凡是遇到的生灵 杀 紧接着 苏叶就犹如一个战场上的将军 直接对身后的骷髅兵大军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很快 20多头山岩龟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视线当中 杀 杀 杀 眨眼间 数百个骷髅兵就顺移到了20多头山岩龟前 随后直接乱刀砍死 骷髅兵的数量多了 一般情况下 也不需要自报了 但要是遇到难缠的对手 上万个骷髅兵自爆 再加上强制医血 磁条的效果 那绝对是对方的噩梦 看着被乱刀砍死的20多头山岩龟 苏叶玩味一笑 随后就带着骷髅兵大军朝着前面继续前进 至于脑海中接连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此时并没有去理会 半个小时后 时间太短了 只杀了20多万头宗敬一击一兽 不过 剩下的也不会跑 留着明天继续杀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离开了战斗秘境 苏叶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张元有些疑惑地问道 张元长官 我到时间了啊 听到这话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解释了起来 苏叶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也就是说 你刚刚用的一个小时时间 是今天的时间 但你昨天还剩下47分钟的异兽 挑战时间没用呢 所以 如果你还想继续挑战异兽的话 是可以继续的 看着苏叶 张元就将这个情况给说了出来 到第二天了 然后 我还剩下47分钟 听到张元这话 苏叶没有任何犹豫 扭头就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上午8点 当所有学员都在训练场开始了今天的训练后 丁凯就来到了地下二层 张元 苏叶去 踪迹战斗秘境了吗 找到张元后 丁凯就直接询问了起来 去了 他已经打破瓶颈 突破到一级五宗镜了 听到丁凯的询问 张元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 连忙回答道 哎 得知这个消息 丁凯的右手 直接就捂住了额头 同时叹气道 完了 那四十万头 宗镜易寿 怕是全粮了 随后 丁凯就在电脑上查看起了踪迹战斗秘境内的情况 四十万头宗镜易寿 竟然还剩了一头 这什么意思 点我呢 从电脑上看到战斗秘境当中还有一头活着的宗镜易寿 丁凯当即就苦笑了起来 呼 深深地出了口气 丁凯就直接朝电梯走去 同时心中暗道 不来了 以后再也不来查看战斗秘境内的情况了 反正看不看都是一样的结果 下午 两点 爽 这一觉睡得真爽 此时 苏叶从床上坐了起来 随后就美美地伸了个懒腰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紧接着 苏叶就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因为他凌晨杀光所有异售后 直接就回来睡觉了 还没查看目前的实力状况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线2100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三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移血 顺移 可增加一个磁条 气血 2109.8 境界 二级五宗 肉身掌控 灯堂入室 6.335% 5G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大乘50.7% 精神力 2007年6月 境界 二级灵宗 神魂掌控 灯堂入室 5.236% 物品 神蒙币信号 5370万 脆精石信号 208块 天髓液信号 118D 五神级骷髅 召唤卡信号 10天赋原石碎片 信号66 突破到宗静后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气血或精神力 都需要增加1000 而击杀生灵 获得的奖励 却仍然是0X 这就需要我击杀 更多的生灵 才可以 还有 肉身掌控 和神魂掌控 都突破到了 灯堂入室阶段 但获得奖励的基数 却从0.0X 变成了0.00X 而按照这么推算 突破到略有小成阶段 恐怕就会变成 0.000X 只能说 越往后 想要提升 就变得越加困难 而解决的办法 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击杀更多的生灵 查看完人物 属性版面后 苏叶就清楚地知道了 自己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 对于这些问题 他倒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反应 毕竟 他的召唤上限 也提升了 而且还有大召唤数 只要有足够多的生灵 让他杀 那所有的问题 就都不是问题了 系统 增加 舍己救人 磁条 随后 苏叶就对系统 下达了命令 叮 增加磁条成功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叶就直接召唤出了 五个骷髅兵 并让他们 藏进了衣柜 因为不管他的骷髅兵在哪 只要外界 有他召唤的骷髅兵 那就可以替他扛伤害 好了 现在有了 舍己救人 磁条和十张五神级骷髅召唤卡 作为保命底牌 我就不用再继续这么低调了 想到这 苏叶就离开了房间 然后直奔电梯方向走去 地下一层 训练场 卧槽 不是说叶哥出去了吗 这怎么一天就回来了 我妈了呀 昨天 没有和骷髅兵实战 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可现在 幸福没了 恢复丹药 治愈丹药准备好 今天又是完命的一天 当47名学员 看到苏叶 从电梯当中走出来后 全部都被吓得浑身一颤 眼中更是充满了恐惧 第44章 数千骷髅兵 被占领的地下一层 哎 面对强大的训练强度 他们不怕 面对可怕的强流 电击惩罚 他们也不怕 可面对苏叶 他们是真怕 此时 注意到众人的反应 丁凯也是 无奈地笑了起来 毕竟 正常情况来讲 所有学员真正怕的人 应该是他才对 丁少校 他们的实战效果 好像不是很好啊 要不 继续换我来 注意到 众人在跟实战导师 对战的时候 远没有和骷髅兵 对战时那般拼命 苏叶就准备 接过实战训练这个活 毕竟 这是他之前 答应过丁凯的 所有实战导师 退到一旁 接下来 实战训练交给苏叶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直接就对 所有的实战导师 下达了命令 而47名学员 听到这话后 身体全部都紧绷了起来 神色也都变得凝重无比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 已经不是训练了 而是真正的实战 如果不全力以赴的话 他们的下场会很惨的 诸位 之前实战 你们是跟一个 同境界骷髅兵战斗 外加一个低于 你们一个小境界的 自爆骷髅兵 但这次 我准备换一种实战模式 而这种新的实战模式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此时 苏叶看向47名学员 一脸坏笑地说道 卧槽 叶哥一笑 生死难料 我特别有点慌了 遇到事情不要慌 先把之前的破衣服 拿出来穿上 不然 又要浪费一套衣服了 新的模式 新的体验 这幸福的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听到苏叶的话后 47名学员直接就炸了 但他们也只敢小声讨论 一旁 新的实战模式 苏叶这小子 还真会整活啊 此时 一旁的丁凯 也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而对于这个新的实战模式 他也是充满了好奇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一个整体 而接下来 你们将会面对我 骷髅兵大军的 五指进攻击 是选择单独战斗 还是选择团队 配合战斗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好了 现在实战训练开始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再次响了起来 同时 一个个手持骨刀的骷髅兵 也开始出现在了 众人的眼前 100 300 500 1000 很快 1000名七级武者 进的骷髅兵大军 就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眼前 七级武者 进的骷髅兵 这数量再多 又有什么用 轻松拿捏啊 吓死我了 本以为这新的实战模式 会非常恐怖 没想到 是我想多了 五指进攻击 这次的实战 绝对没有看上去 那么简单 看到远处 那整整齐齐的 1000名骷髅兵大军 众多学员 也都有着各自的想法 杀 就在这时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1000名骷髅兵 就迈着整齐的步伐 朝着对面的 47名学员 发起了进攻 杀 冲乱他们的队型 不然 咱们也会有不小的麻烦 这时 骆天尘站了出来 直接作为领队 开始给所有人 下达作战命令 很快 双方就激战在了一起 不过 因为巨大的实力差距 骷髅兵并没有给学员们 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是不断地 被学员们疯狂屠杀 苏叶 这些骷髅兵的实力 也太低了 就算数量多也没什么用啊 我感觉 你应该召唤点 实力强的骷髅兵出来 那样才能给他们 带来一些压力和危机 看了一会 丁凯就看向苏叶 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丁少校 那这样呢 听到丁凯提出的意见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再次召唤了起来 1000 2000 3000 很快 有着500平方米的地下一层 就被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给占领了 傻了 看着四周那一眼 望不到头的骷髅兵 不管是丁凯 所有工作人员 还是47名 正在战斗的学员 在这一刻 全部都傻在了原地 怪不得 怪不得苏叶击杀 一兽的速度 能那么快 原来 他的召唤上限 远超我的想象 甚至 已经完全超出了 我的认知 此时 缓过神来的丁凯 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苏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啊 就在这时 一名学员被骷髅兵 砍伤了手臂 直接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其余学员 在听到这惨叫声后 这才回过神来 随后再次和周围的骷髅兵 战斗在了一起 苏叶 面对这么多的 七级舞者竟骷髅兵 他们没有胜算的 所以 我认为这样的实战训练 对他们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义啊 这时 丁凯就看向一旁的苏叶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丁少校 这次的实战训练 我有说过 最终目的是 击杀掉所有的骷髅兵吗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直接反问了一句 嗯 那你的意思是 看着苏叶 丁凯有些疑惑地说道 逃啊 面对无法战胜的敌人 不抓紧逃 等着给自己开席啊 看着丁凯 苏叶笑着解释道 逃 还特么能这么玩吗 听到苏叶的解释 丁凯直接就被震惊到了 因为他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团队配合 杀出一条生路 这就是此次实战训练的真正目的 该说不说 苏叶这小子 是真会玩啊 此时 明白过来的丁凯 在心中也是忍不住对苏叶夸赞了起来 半小时后 本以为面对这种实力的骷髅兵 能够轻松拿捏 谁曾想 最后被拿捏的 竟是我自己 数千个骷髅兵 叶哥他简直就不是个人啊 太变态了 此时 当苏叶将剩下的两千多个骷髅兵都收回去后 浑身是伤 且筋疲力尽的众多学员 就在心中疯狂地吐槽了起来 叶哥 这新的实战模式 对我们好像 没什么太大帮助啊 这时 骆天臣强撑着身体 站了起来 随后就看向苏叶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第四十五章 苏叶 敢不敢跟我打一场 理由呢 听到骆天臣这话 苏叶笑着问道 第一 这些骷髅兵的实力 比我们低太多了 跟他们战斗 根本无法提升 我们的战斗经验 和战斗意识 而且 我们也无法在战斗当中 找出自己的不足 第二 面对这些实力 比我们低的骷髅兵 我们根本就不能 进入到极限战斗状态 而这就会导致 我们无法突破 自身的极限 第三 骷髅兵的数量太多了 我们只会杀到麻木 杀到筋疲力尽 杀到绝望 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境 看着苏叶 骆天臣 直接就将这次实战训练的 一些问题 都给说了出来 为什么不逃 嗯 逃 听到苏叶这话 骆天臣 直接就梦了 既然知道这样的战斗 对你们毫无意义 而且 还会影响到你们的心境 那为什么不逃呢 为什么不互相配合 给自己杀出一条生路呢 看着骆天臣 苏叶再次问道 这次的实战训练 不是让我们死战到底 而是想让我们互相配合 然后杀出一条生路 听到苏叶的话后 47名学员 这才明白 这次实战训练的真正目的 逃 逃 逃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别人实战训练靠实力 我们实战训练 不仅靠实力 还得动脑子 太难了 毁灭吧 很快 众人就小声地 说着自己此时的心情 休息一小时 然后再进行一次实战训练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稳了 这次知道要逃 那就简单多了 拿念 这次我必须将那些该死的骷髅兵 全部拿念 叶哥完的话 恐怕下次的实战训练 难度会进行提升 听到苏叶的话后 众人也都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苏叶 敢不敢跟我打一场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跟你打一场 这是想了解一下 我的真正实力 听到丁凯的这个提议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直接说到 丁少校 打一场没问题 不过 是不是得加点彩头 嗯 加彩头 这小子这么有信心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也是来了兴趣 随后直接问道 你想加什么彩头 一万头踪进一击一授 此时苏叶没有狮子大开口 不是不想多要 而是单纯的 怕丁凯给不起 一授 我就知道这小子的踩头 会是一授 不过 一万头踪进一击一授 还在我承受范围内 想到这 丁凯就同意了下来 随后便带着苏叶 来到了地下三层 苏叶 这一层 不管是地面还是墙壁 全部都是用特殊材料打造的 就算是我 都无法对其造成损伤 所以 在这里 你不用有任何的顾忌 来到地下三层后 丁凯就对苏叶 说明了这个情况 丁少校 那你想怎么打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询问了起来 你定 看着苏叶 丁凯略显兴奋地说道 嗯 让我来定切磋方式 那他不废了吗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也没客气 直接说道 丁少校 那就你和我的骷髅兵战斗吧 看谁能撑到最后 好 对于苏叶提出的这个方式 丁凯直接就同意了下来 随后 几个跳跃就和苏叶 拉开了战斗距离 虽然我不准备 继续低调 但还是要给自己 留些底牌才行 既然如此 大召唤术 就先不用了 至于实力 就显露出一级零武宗的实力吧 不然 二级零武宗我是真怕吓坏他 想到这 苏叶就 直接开始了召唤 一百 三百 五百 两千 很快 两千名有着一级武宗 近实力的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丁凯的眼前 瞪 当丁凯看到所有的骷髅兵脚下 都闪烁着一圈黄色光晕后 惊得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上千个骷髅兵 轻一色的一级 武宗近实力 这尼玛也太离谱了吧 这种变态天赋 真的是人能够拥有的吗 看着眼前那 犹如白色谷海的骷髅兵大军 丁凯是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他本来以为 苏叶只有召唤低等级的骷髅兵 才能召唤出那么庞大的数量 可现在 他才知道 自己之前的想法 到底有多么可笑 三分钟 这时 苏叶忽然竖起了三根手指 苏叶 什么三分钟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疑惑地问道 三分钟内 结束战斗 看着满脸疑惑的丁凯 苏叶直接出声解释了起来 我 九级五黄 然后 你说三分钟 解决掉我 完呢 拿我当大白菜呢 说死吧就死吧了 听到苏叶如此嚣张的话 丁凯也是来得脾气 随后就勾了 勾手直喊道 来吧 让我看看 你怎么在三分钟内 结束战斗 刷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两千名骷髅兵 就整整齐齐地瞬移 到了他的四周 直接将他包围了起来 爆 紧接着 苏叶就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眼前 与此同时 苏叶新召唤出来的 两千名骷髅兵 也出现在了 他的身后 另一边 蘑菇云中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那些只有一级五宗境实力的骷髅兵 怎么可能会将我伤到 感受到身体 遭受到了的伤害 丁凯的眼中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要知道 他刚刚已经 用血气 护住了身体 正常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毫发无伤的才对 嗯 就在这时 丁凯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随后就朝着 四周看去 很快 无数个眼中 燃烧着黑色浑火的骷髅头 就出现在了 他的眼前 爆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从远处响起 卧槽 这他妈是要活活炸死我 想到这 丁凯就再次被蘑菇云所吞没 爆 爆 爆 紧接着 一道道哄响声 就接连不断地 从地下三层当中 响了起来 第四十六章 你用数千个骷髅兵炸我 然后问我有没有事 一分钟后 一道极其狼狈的身影 就从蘑菇云中冲了出来 同时也和苏叶瞬间拉开了二十多米的距离 嗯 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发现丁凯想通过躲避骷髅兵的方式 熬过这剩下的两分钟 苏叶玩味一笑 直接就让身后的两千名骷髅兵施展了瞬移能力 虽然最开始增加瞬移 磁条的时候 瞬移距离只有十米 但随着它实力的提升 瞬移距离也已经增加到了五十米 另一边 该死的 这些骷髅兵能对我造成伤害 我忍了 数量多 我也忍了 可他们还特么会瞬移和自爆 这尼玛还让我怎么玩 看向苏叶身后 那新召唤出来的两千个骷髅兵 丁凯心态都快炸了 嗯 消失了 那两千名骷髅兵消失了 就在这时 丁凯就注意到 苏叶身后的那两千名骷髅兵消失在了原地 这让他顿感不妙 然而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消失的那两千名骷髅兵就出现在了他的四周 将他再次包围了起来 哄 紧接着 熟悉的蘑菇云就再次将他吞没一镜 操 我可是九级五皇啊 结果 却被五宗镜的骷髅兵追着炸 这特么也太憋屈了 此时 从蘑菇云当中冲出来的丁凯 直接就在心中大骂了起来 不过 骂归骂 他还是得跑 不然 再这么炸下去 他是真的顶不住这三分钟 没错 丁凯 现在已经不想着能赢了 只要能顶住这三分钟 那就行了 嗯 这就跑出去一百多米了 要不要这么怂啊 看到丁凯直接逃到了百米外的地方 苏叶的脸上也是瞬间挂满了黑线 没办法了 只能使用大召唤术了 不过 奇数六百就够用了 毕竟 六千个骷髅兵足够占领整个地下三层了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使用了大召唤术 不过 他只召唤了六百个骷髅兵 但在大召唤术的作用下 六百就变成六千了 嗯 苏叶怎么不继续召唤了 是召唤不动了 还是 就在丁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地面上就开始出现 一个又一个的白色光圈 很快 白色光圈就彻底覆盖了整个地下一层 紧接着 一个个手持骨刀的白色骷髅兵 就从无数白色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数千个 哪怕是同境界的骷髅召唤生物 苏叶竟然也能一口气召唤出数千个 算了 不挣扎了 看着逐渐被骷髅兵占领的地下三层 丁凯放弃了挣扎 同时脸上也泛起了一抹苦笑 爆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一个席卷整个空间的蘑菇云 就在地下三层当中绚丽绽放 而此时 早已躲进电梯当中的苏叶 也关闭了电梯门 将爆炸余波挡在了外面 一分钟后 当地下三层重新归于平静后 苏叶才从电梯当中走了出来 苏叶 别召唤了 我认输 此时脸色有些苍白的丁凯 看到苏叶抬起手 准备再次召唤骷髅兵 急得直接就大喊了起来 丁少校 你没事吧 听到丁凯认输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来到丁凯身前 满是关心地询问了起来 你用数千个骷髅兵炸我 然后问我有没有事 看到苏叶那一脸关心的样子 丁凯真想一拳打过去 然后再问上一句 疼不疼 地下一层 苏叶 刚刚跟我战斗 你保留实力了吗 回到训练场 丁凯一边考串 一边随口问道 没有保留实力 在刚刚的战斗当中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真的 看着苏叶 丁凯有些不太相信地确认道 真的 真的不能再真了 丁少校 你怎么还不信我呢 人和人之间 就应该多一些信任才对啊 看到丁凯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自己 苏叶也是有些心虚地解释了起来 实力强 天赋忙 结果高中三年 一直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上狗着 就你这样的狗神 让我怎么信你 想到苏叶的一些个人信息 再看到苏叶那飘忽不定的眼神 丁凯敢保证 刚刚的战斗 苏叶绝对还保留了实力 算了 既然这小子不说 那我也别继续问了 毕竟 他现在的身份等级 可比我高多了 想到这 丁凯就专心地烤起了肉串 不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一小时后 休息结束 现在开始实战训练 看了看时间 苏叶就起身 朝着47名学员大喊了起来 开始了 这次看我怎么拿捏 那些可恶的骷髅兵 先计算好 逃往电梯的路线 一会直接杀过去 有点紧张 总感觉叶哥会搞点事情 此时 听到苏叶的话后 47名学员 也都起身 做好了战斗准备 很快 地面上就开始出现 一个个的白色光圈 同时 一个个手持古刀的骷髅兵 也慢慢从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卧槽 不是七级舞者镜的骷髅兵了 而是九级舞者镜的骷髅兵 果然提升了难度 叶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狗啊 要命了 这特么可怎么打啊 此时 当众人看到出来的骷髅兵 是九级舞者镜的骷髅兵后 全部都傻在了原地 因为他们 是真的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会提升 实战训练的难度 啊 就在这时 随着一名学员的惨叫声响起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随后就开始 和骷髅兵厮杀了起来 叶 这时 电梯那边忽然传来了一道响声 而当电梯门打开后 利明的身影 就从里面显露了出来 打斗杀 惨叫声 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谷海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 看着眼前那数不胜数的骷髅兵 利明整个人都梦望 甚至 一度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 第47章 暴击 两万骷髅兵 被坑得利明 砰 就在这时 浑身笼罩着青涩血气的丁凯 就犹如一个肉弹战车 直接冲破无数骷髅兵的阻挡 顺利地来到了电梯前 丁凯 什么情况 你们在干什么呢 看着从无数骷髅兵当中冲出来的丁凯 利明就连忙询问了起来 实战训练 听到利明的询问 丁凯随口回道 47名学员 对战数不胜数的骷髅兵大军 你管这叫实战训练 是你疯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听到丁凯的回答 利明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丁凯 这训练强度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要知道 他们只是 还没有参加高考的孩子 缓过神来后 利明就一脸严肃地看向丁凯 说出了这个问题 你跟我说干什么 实战训练 又不是我负责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来干什么来了 看着利明 丁凯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 训练营总负责人 不负责学员的实战训练 听到丁凯的回答 利明愣了一下 随后直接问道 那是谁在负责 苏业 怎么的 有问题吗 丁凯似笑非笑地看着利明出声说道 学员负责学员的实战训练 还特么能再扯一点吗 听到这个回答 利明直接就被惊到了 因为他五年来 一直都在负责省级天才训练营的安全 但却从未听说过 哪个训练营里 敢让一个学员 去负责其余所有学员的实战训练 丁凯 我承认苏业很强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 让他负责其余学员的实战训练 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看向丁凯 利明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利明 你就不要操心我们训练营里的事了 而且 这件事可是大校同意的 好了 赶紧说吧 你这次过来 到底是来干什么来的 不想再跟利明废话 丁凯直接问道 送兽 二十万头宗镜一级一兽 给苏业的 你赶紧安排人接收一下 得知是大校的决定 利明也不再继续说 这个问题 随后就说出了 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嗯 无缘无故送兽 怎么的 你们军区钱 没地方花了 看着利明 丁凯有些吃惊地问道 什么叫我们军区的钱 没地方花了 我告诉你 昨天苏业和我 抓了一天的半亿人 而这些异兽 是他用自己获得的功勋典换的 赶紧派人去接收吧 听到丁凯这话 利明一脸黑线地催促道 几分钟后 丁凯 既然什么都不需要你负责 那你 天天在训练营里 都在干什么呢 当丁凯安排人 去接收异兽后 利明就面露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陪吃 陪喝 陪唠客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伺候好苏业 看着远处的苏业 丁凯神色 有些尴尬地说道 我在基地外面 天天树上吃 树上拉 树上 怕我保护你我他 而你 却在基地里面 天天陪吃 陪喝 陪唠客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 你天天过得那么爽 得知丁凯 在基地里 竟然过着这种神仙日子 再想到 自己在外面的苦逼日子 利明心态 直接就炸了 咦 利少校 你怎么来了 就在这时 苏业的声音 就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对了 我和利明关系那么好 那是不是应该有福同响 有炸同抗 看着走来的苏业 丁凯的心中 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随后就朝着苏业喊道 苏业 利少校说 在外面待着没什么意思 所以想过来 找你切磋一场 我是来送售的呀 怎么就要 和苏业切磋一场了 还有 我什么实力 他什么实力 跟他切磋 那不是欺负人吗 听到这话 利明就连忙用胳膊肘 对了对丁凯 示意对方别瞎搞事情 切磋 有彩头吗 得知利明要和自己切磋 苏业瞬间就兴奋了 毕竟 一万头一兽 也是兽啊 有彩头 只要你赢了 利少校 就给你一万头宗敬一击一兽 还有 切磋方式 跟我那时候一样 他只对付你的骷髅兵 不会对你出手 看到苏业来了兴趣 丁凯直接就帮利明安排好了一切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看着苏业和丁凯两人 直接就把事情给定了下来 一旁的利明 直接就梦了 随后 苏业和丁凯两人 就将猛逼的利明 给带到了地下三层 你们打吧 我去一楼等你们 说完 丁凯就坐上电梯 去了一楼 将两人扔在了地下三层当中 苏业 你真的要和我打 要知道 我可是有着九级五皇境的实力 当丁凯离开后 利明就看向苏业询问了起来 毕竟 他是真的不想欺负对方 打 苏业说完 就直接开舌召唤 丁 触发幸运暴击 召唤数量暴击十倍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业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暴击了 两千个骷髅兵变两万了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业直接就梦了 而此时 无数个白色光圈开始出现 同时 数不胜数的骷髅兵 也从白色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很快 地下三层 就再次被骷髅兵所占领 但跟之前不同的是 因为数量太多 除了站在地面上的六七千个骷髅兵 他们的肩膀上 又占了两层骷髅兵 可以说 此时的地下三层 基本上所有的空间 都被骷髅兵给占领了 另一边 疯了吧 地面都已经无法满足 骷髅兵大军的需求了吗 这到底是召唤出了多少个啊 看到四周的骷髅兵 多到已经叠起了罗汉 立明直接就看傻了 立少校 我的骷髅兵会自爆 你做好准备 此时 苏业已经来到了电梯前 然后提醒了一句后 就直接走进了电梯当中 爆 随着电梯门开始缓缓关闭 苏业也对所有的骷髅兵 下达了命令 第四十八章 外出击杀半一人 验证特殊奖励猜想 哄 当电梯门彻底关闭后 一声巨响 就瞬间响彻整个地下三层 三分钟 足足过了三分钟 两万个骷髅兵自爆 所产生的爆炸余波 才彻底消散 叮 随着电梯门打开 苏业就重新回到了地下三层 立少校 你没事吧 当苏业看到乞丐装 爆炸头 浑身打哆嗦的立明 连忙就跑过去询问了起来 我特么都被炸成这B样了 你还问我有没有事 听到苏业那满是关心的询问 立明委屈的想哭 他不明白 明明就是过来送个兽 怎么就一下子变成这样了 片刻后 卧槽 切磋而已 你还给自己整个造型 立明 还是你会玩啊 看到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立明 丁凯也是被吓了一跳 随后就笑着调侃了起来 神尼玛 整个造型 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不都是你害的吗 听到丁凯的调侃 立明直接就怒视而去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他恨不得杀死对方一万遍 丁少校 刚刚跟立少校切磋 导致学员们 那边的骷髅兵消失了 所以 我得回去重新给他们召唤一批 就不在这陪你们了 这时 苏业就将这个情况给说了出来 随后就朝着电梯走去 立少校 别忘了踩头 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 苏业的声音就从里面传了起来 送个兽 挨个诈 然后还输了一万头踪进一击一兽 这特么找谁说理去啊 听到苏业的提醒 立明除了苦笑 还是苦笑 立明 你怎么回事啊 不过 就是数千个骷髅兵而已 至于被炸成这样吗 当电梯门彻底关闭后 丁凯就面露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什么数千个骷髅兵 那特么不是上万个骷髅兵吗 听到丁凯这话 立明就察觉出了一丝不正常 随后直接问道 丁凯 你那么熟练地把我坑进去 肯定是之前被炸过了 那之前炸你的时候 苏业召唤了多少骷髅兵 不清楚 具体的数量 我是真的不清楚 不过 我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他召唤的骷髅兵 绝对把地下三层给占满了 听到立明这话 丁凯想了想 随后就给出了一个答案 叠罗汉了吗 看着丁凯 立明继续问道 嗯 叠罗汉 叠什么罗汉 听到立明如此奇怪的问题 丁凯也是有点猛 不知道 丁凯这王八蛋 竟然不知道 看到丁凯那一脸猛逼的样子 立明心态直接就炸了 丁凯 我告诉你 炸我的骷髅兵 不仅把地下三层给占满了 还叠了两层罗汉 你能想象 整个地下三层的所有空间 都被骷髅兵给占据的画面吗 看着丁凯 立明神情崩溃的出声说道 我就知道 苏叶那小子跟我切磋的时候 没有动用全部的实力 而且 事后我问他的时候 他还在那给我装 这回被我发现了吧 听到立明的话后 丁凯先是一愣 随后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我在这描述 我的被炸环剑 而你却想着 苏叶的真实实力 干什么 撕开我的伤口 不抹药 反而撒把烟 看着大笑着的丁凯 立明气得 浑身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 苏叶 今天的实战训练结束了 看到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丁凯就笑着 询问了起来 嗯 结束了 说完 苏叶就四处看了看 随后疑惑到 丁少校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立少校呢 走了 说是要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静一静 咱也不知道他咋了 丁凯听后 强忍笑意的出声解释道 嗯 走了 我还心思问一下 我用功勋点换的那些异兽 什么时候送过来呢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也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就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第二天一早 明天 临省的天才训练营就要过来了 还真是有点小期待呢 早上醒来后 苏叶就对明天的天才对决产生了期待 不过 今天干点什么好呢 继续去训练场吃喝玩乐 也没什么意思 想到今天又是无所事事的一天 苏叶就愁得直脑头 对了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瓶颈任务 那我完全可以出去杀伴一人啊 那样的话 不仅能够获得奖励 还能验证 杀伴一人是否会获得特殊奖励的猜想 想到这 苏叶就迅速穿好了衣服 然后直接离开了房间 地下一层 训练场内 什么 你又想出去杀伴一人 听到苏叶的这个想法 丁凯也是深感头痛 毕竟 苏叶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还得到了上面的注意 那他就必须得保证对方的安全才行 苏叶 不出去行不行 要知道 昨天白天和晚上又送来几匹异兽 如果你真的闲着无聊 那完全可以去杀一兽的 沉思片刻后 丁凯还是选择了劝说 丁少孝 可我今天不想杀一兽 就想杀伴一人 要不 你还是让我出去吧 听到丁凯的劝说 苏叶却是不为所动 因为他真的很想知道 杀伴一人是否会获得 像天赋猿十岁片那样的特殊奖励 唉 那你就去找丽少孝吧 看到苏叶心意已决 丁凯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挥手让其离开 先跟丽明说一声吧 当苏叶离开后 丁凯就拿出手机 拨通了丽明的电话 基地外 什么 苏叶要出来杀伴一人 接通电话 听到丁凯的话后 丽明的脸上就泛起了一抹苦笑 昨天炸我 今天烦我 苏叶这小子 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 挂断电话后 丽明就在心中疯狂地吐槽了起来 不过 吐槽归吐槽 他还是立即朝基地方向赶去 毕竟 苏叶的安全 现在高于一切 第四十九章 大量异兽入侵 异组织是宋财童子 三分钟后 他 他 他 随着远处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 丽明就立即就停下了脚步 什么情况 军部又派人来了 听着那整齐的脚步声 丽明也是疑惑地自语了起来 然而 当犹如白色谷海的骷髅兵大军 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后 他整个人就直接愣在了原地 嚣张 太特么嚣张了 俗叶这小子 到底想干什么 缓过神来后 丽明的目光 就落在了骷髅兵大军前面的苏叶身上 丁少校 终于找到你了 来到丽明身前 苏叶就笑着打起了招呼 苏叶 你召唤出来这么多的骷髅兵干什么 看了看苏叶身后的骷髅兵大军 丽明就出声询问了起来 杀半一人啊 有这些骷髅兵大军在 遇到半一人 我就直接开炸 这样 我也不累 他们死的也不痛苦 听到丽明的询问 苏叶就笑着解释了起来 遇到就直接开炸 这样 他们死的就不痛苦了 怎么的 他们被炸死的时候 还得对你说声谢谢呗 得知苏叶的想法后 丽明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苏叶 你还是先将骷髅兵大军给收起来吧 等什么时候 半一人来了 你再召唤出来开炸 想到这么多的骷髅兵 会暴露他们的位置 丽明就对苏叶下达了命令 两个小时后 李少孝 半一人什么时候来啊 在树上趴了两个小时 苏叶终于忍不住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 半一人的每一次进攻 都是没有规律的 所以 咱们需要做的 就是时刻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一旦发现半一人 那就要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先是吃了口野果 随后才出声说道 唉 早知道是这样 那我还不如在基地里吃烤串 喝啤酒呢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李少孝 一号线路 出现大量异兽 请求支援 李少孝 三号线路 出现大量异兽 请求支援 就在这时 丽明的对讲机 就忽然响了起来 而听到五个线路 都需要支援后 丽明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大量异兽 五个线路 都出现了大量异兽 这一组织 是宋财童子吗 而一旁的苏叶 听到这个消息后 脸上却流露出了 极其兴奋的神色 毕竟 这可都是白来的异兽啊 苏叶 你现在立即返回基地 虽然不清楚 异组织是怎么躲过情报部门 将大量异兽弄到这里来的 但这些异兽 却会打乱我们的部署 所以 接下来的战斗 已经不适合你了 就在这时 立明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昨天是不是把立少校的脑子给炸坏了 不然 在面对这种情况 他怎么就带把我给忘了呢 想到这 苏叶就朝着立明看了过去 立少校 你不用这么紧张吧 毕竟 有我在 这点异兽 根本就不算个事啊 看着立明 苏叶神色平淡地说道 对啊 这些异兽 可以交给苏叶啊 听到苏叶的提醒 立明这才反应过来 随后就连忙问道 苏叶 那你想怎么解决掉这些异兽 每个路线派两人 然后将所有的异兽 都引到基地那边 至于剩下的事 你们就不用管了 听到立明的询问 苏叶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 那你现在立即返回基地 我会让人将异兽 都给你引过去的 说完 立明就开始下达这个命令 而苏叶听后 则是迅速朝基地方向跑去 叮叮叮 当苏叶离开后 立明的电话就忽然响了起来 而当他看到来电 显示着的是秦龙二字后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因为秦龙 是递进强者 立明 是否需要我们出手 电话接通后 一道魂后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秦大人 异兽问题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 无需你们出手 听到对方的话后 立明就神态恭敬地回答了起来 好 随着对方话音落下 电话就直接被挂断 另一边 本来今天就想杀点半译人的 谁曾想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此时 已经来到基地外的苏叶 脸上满是激动之色 动 动 动 就在这时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就从远处传了过来 来了 那就开炸吧 想到这 苏叶就 直接施展了大召唤术 很快 两万名有着二级武宗 近十里的骷髅兵大军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身前 而此时 刚从基地当中走出来的丁凯 看到眼前那密密麻麻的骷髅兵大军后 也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毕竟 两千和两万 带给人的视觉震撼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等一下 一个圈 两个圈 二级武宗镜 这些骷髅兵的实力 竟然全部都是二级武宗镜 该死的 苏叶这个臭小子 竟然还隐藏了实力 当丁凯注意到 所有骷髅兵的脚下 都有着两个黄色光运后 金的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丁少校 你怎么出来了 就在这时 苏叶也注意到了 从基地内走出来的丁凯 随后就走到对方的身前 询问了起来 苏叶 一会不准让骷髅兵自爆 也不准 他们使用顺移的能力 只能让他们和异兽正常搏杀 听明白了吗 丁凯没有回答苏叶的问题 反而是一脸严肃地提醒起了对方 嗯 不让自爆 也不让顺移 这什么情况 听到丁凯的提醒 苏叶也是流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丁少校 为什么啊 看向丁凯 苏叶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你的骷髅兵自爆 所产生的威力和动静有多大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一旦你没有控制 那一组织绝对会注意到这里 到时候 你可就危险了 看着苏叶 丁凯直接说明了缘由 第五十章 西海省天才训练营学员 来了 丁少校 我明白了 听完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对所有的骷髅兵 下达了不准自爆和顺移的命令 哄 哄 哄 就在这时 大地开始颤动 而远处也逐渐出现了异兽群的身影 苏叶 全力抵挡异兽群 踪进二级以上的异兽 我们会处理 看着远处出现的庞大异兽群 丁凯的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同时 近百名王静 黄静的导师也从基地内走了出来 好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直接挥了挥手 而两万名骷髅兵也开始迈动整齐的步伐 朝着对面冲来的异兽群冲了过去 杀 看到骷髅兵大军和异兽群已经战斗在了一起 丁凯大喝一声 直接带着近百名导师也冲了出去 卧槽 苏叶召唤出来的骷髅兵要不要这么猛啊 面对同境界的异兽 一刀一个 此时 空中的丁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后 心神也是猛然一阵 哪怕不自爆 哪怕不顺移 苏叶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也绝对属于变态极的 想到这 丁凯就不再关注骷髅兵大军的情况 而是在异兽群当中 寻找起实力强大的异兽 远处 苏叶此时也没有闲着 随着骷髅兵不断被异兽击杀 他也不断地在 补充着骷髅兵的数量 维持着骷髅兵大军的数量 一直在两万这个数字上 与此同时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也接连不断地从苏叶的脑海中响起 只不过 他现在没有时间去查看 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 随着时间的流逝 异兽群的数量 也开始不断减少 两个小时后 近百万头异兽 全部被击杀 而此时 除了苏叶 丁凯以及近百名导师 早已泪滩在地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当异兽危机解除后 苏叶就立即查看起了 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2850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九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顺移 舍己救人 气血 2851.8 境界 二级五宗 肉身掌控 登堂入室 9.657% 五级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大成70.6% 精神力 2685.3 境界 二级灵宗 神魂掌控 登堂入室 7.783% 物品 神蒙币星号 5750万 翠金石 星号268块 天髓叶 星号162D 五神级骷髅召唤卡 星号时 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66 虽然异兽数量很多 但这净和施境的异兽数量 却占七成 总体来说 收获一般般 查看完各方面力量的提升情况 苏叶也是对这次的收获 进行了一个总结 利明说得不错 翼组织弄来这些异兽的目的 就是想打乱他们的部署 从而找到机会 直接杀到基地来 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苏叶身后响了起来 哄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战斗余波 就从远处席卷而来 翼组织的强者出手了 看来 是想探查一下这边的情况 这时 丁凯站到了苏叶的身前 直接替他挡下了这股 让人感觉到新出的战斗余波 苏叶 走了 剩下的 就是他们军部的事了 挡下这股战斗余波后 丁凯就招呼苏叶朝基地走去 基地内 一楼 丁少校 有件事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就是咱们为什么要将基地的位置 暴露给一组织呢 在休息区坐下后 苏叶就看向丁凯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因为要引出半亿人 然后将其击杀 获取他们体内的异兽血清 喝了口茶后 丁凯神色平淡地说道 击杀半亿人 获取他们体内的异兽血清 听到丁凯的回答 苏叶直接就愣住了 因为他想过很多种原因 但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真正的原因 竟然是想获得半亿人体内的异兽血清 丁少校 神门为什么要得到他们体内的异兽血清 看向丁凯 苏叶面露不解地继续问道 不可说 对于这个问题 丁凯并没有选择回答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了神门的一些机密 嗯 不能说吗 有意思 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看到丁凯没有回答自己的这个问题 苏叶也不再追问 因为他知道 这个问题 他早晚都会知道答案的 对了 西海省的天才训练营学员 明天一早就会来到咱们基地 而到时候你要是想玩玩的话 别玩得太狠 给他们留点面子 毕竟 他们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跟我关系不错 这时 丁凯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苏叶 说出了这个情况 嗯 丁少校你放心 明天我会收着点的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笑着回答 下午 地下一层 训练场 强悍的实力 恐怖的战斗本能 苏叶召唤的这些骷髅兵 真的是太强了 看着和学员们战斗着的骷髅兵 丁凯也是忍不住在心中夸赞了起来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丁凯的手机就忽然响了起来 嗯 老鱼 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带着好奇 丁凯就直接接通了电话 什么 你们一会就到了 不是说明天早上到吗 什么 你想我了 所以想晚上跟我喝点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先是愣了一会 随后就朝着众多学员喊道 实战训练暂时终止 所有人立即休息 丁少校 怎么了 听到丁凯下达的这个命令 苏叶满是不解的问道 西海省的天才训练营学员 马上就要到了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提前来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就出声解释了起来 至于老鱼说 想他的这种扯淡理由 他可是一点都不信 嗯 提前来了 难道是想先打探一下我们的实例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的心中就有了一个猜想 第五十一章 被忽视的苏叶 他可是大魔王啊 另一边 一架小型飞机上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你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 去打探他们的实例 然后 在明天的比试当中 稍微放放水 别赢得太过分 毕竟 他们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是我的朋友 我怎么也得给他留一点面子 看着飞机上的五十名学员 于亿一脸严肃的出声说道 于少校 这件事 你都跟我们说八百遍了 放心吧 到时候 我们肯定会放水的 绝对不会让他们 说得太难看的 这时 一名擦拭着长棍的青年 直接看向于亿咧嘴笑道 是啊 于少校 你就放心吧 我们心里有数 紧接着 一名身穿黑色战斗服的 长发女子 也跟着说道 刷 刷 刷 随着两人表态后 众人的目光 就都看向了角落的 一名光头青年 抱歉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 我都不会放水 这是对对手的尊重 注意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蒙山也不再沉默 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唉 这话没毛病 但适当的放水 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保护啊 不然 直接将别人虐到 怀疑人生 那对对方的心境 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啊 听到蒙山的话后 于亿也是略行无奈 半个小时后 小型飞机安稳着陆 而丁凯 也早已等候在了这里 老于 说说吧 为什么提前过来 当丁凯将西海省众人 都带回基地后 就看向于亿 出声询问了起来 不说了吗 想你了 毕竟 咱们两个 都三年多没见面了 看着丁凯 于亿笑着说道 你这家伙 不说算了 走 我带你们 去训练场溜达溜达 正好让学员们 也都互相认识认识 说着 丁凯就带着西海省 西海省众人来到了地下一层 而此时 正在互相对战的学员们 看到西海省众人后 也全都停了下来 嗯 烧烤味 而来到地下一层的西海省众人 忽然闻到了什么味道 随后就都朝着 苏叶所在的方向 看了过去 烧烤炉 木炭 新鲜肉串 各种佐料 冰镇饮料 看了看那些食材工具 又看了看 正在忙着烤串的苏叶 西海省众人 直接就看猛了 因为他们不能理解 在这残酷的训练营中 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东西 而且 竟然还允许那个人 在这里考串 这特么就离谱啊 丁凯 这里可是训练场啊 你竟然让人在这考串 还有 这不会影响到 学员们的训练吗 缓过神来后 鱼翼就带着 难以理解的神色 朝丁凯看了过去 不会影响到 学员们的训练的 毕竟 他们已经习惯了 听到鱼翼的的话后 丁凯笑着回道 鱼少笑 我可以和那个人打一场吗 就在这时 长棍青年 就指着不远处的骆天尘 出声询问了起来 张威 明天才是鄙视的日子 今天 你给我老实地待着 听到没有 看向长棍青年 鱼翼有些生气地训斥道 好 不过那个人很强 我明天 会第一个挑战他 看着不远处的骆天尘 张威的眼中 满是战意 嗯 张威说什么 那个人很强 这怎么可能 丁凯不是说 他这批学员 都非常差劲吗 听到张威这话 鱼翼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好了 我这里地方够大 就让他们 在这里自由训练吧 咱们去喝酒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所有人 自由训练 张威 这里就交给你了 不要给我闹出什么事情来 听到没有 听到丁凯的话后 鱼翼就直接安排了起来 片刻后 张威 这南陵省训练营 好像梅鱼少校 说得那么弱啊 看着远处的骆天晨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 身穿黑色战斗服的楚灵月 神色凝重地说道 是啊 本来还以为明天的比试 会非常无趣 但现在看来 我已经有些期待明天的比试了 听到楚灵月的话后 张威有些兴奋地说道 而此时 一直都没说话的蒙山 目光却是不断地在骆天晨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的身上扫视 可以说 他也认准了这三个强劲的对手 另一边 那三个家伙 应该就是西海省训练营里 最强的三个人了 而且 咱们三个 好像被他们盯上了 看着远处的那三人 裴天翼笑着说道 他们应该是认为 咱们三个 是训练营里最强的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训练营里 其实还藏着一个大魔王 听到裴天翼的话后 凌川就朝着远处的苏叶 看了过去 裴天翼 凌川 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明天比试的时候 不管能不能打赢 那三个家伙 咱们都要故意输掉 这样 就可以给叶哥 找点乐子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看向两人 骆天晨 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管能不能打赢 都要故意输掉 然后 让叶哥和他们三个玩 听到骆天晨的这个想法 裴天翼和凌川 两人先是一愣 随后就坏笑着点头同意了下来 半小时后 兄弟 你怎么不去训练啊 注意到苏叶不是在考串 就是在吃串 张薇也是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来到对方身前询问了起来 嗯 训练那么累 为什么要去训练 在这吃吃喝喝的不香吗 听到张薇的询问 苏叶也是一脸认真的回答了起来 怕累 那你怕累来这训练营干什么 在家吃吃喝喝的 不比在这舒服 听到苏叶的回答 张薇直接就猛了 因为在过来之前 他猜想过很多种原因 但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方不想训练的原因 竟然是嫌忽类 第52章 疯了吧 你们管这叫实战训练 兄弟 这里毕竟是省级天才训练营 你这么白烂 就不怕被踢出去吗 看向苏叶 张薇好奇地继续问道 不怕 我有人 想到天天陪自己吃 陪自己喝 没事还陪自己唠唠嗑的丁凯 苏叶就一脸得意地回答了起来 嗯 原来这小子 是走后门进来的啊 怪不得如此的有恃无恐 看着仍然在专心烤串的苏叶 张薇也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选择了离开 毕竟 他想知道的 都已经知道了 那继续在这打扰对方 可就不礼貌了 兄弟 串好了 吃起穿不 此时 考好肉串的苏叶 直接就转头询问了起来 然而 身旁早已空无一人 好不容易有个人过来 跟我落会可 结果走了 看着已经回到自己队伍当中的张薇 苏叶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朝着自己这边的学员看了过去 嗯 这些家伙在干什么 没有骷髅兵当陪练 他们就把实战训练不当回事了 看到47名学员互相对战 但每次出手都点到为止 这直接就将苏叶给气到了 毕竟 学员们的实战训练 现在可是他在负责 骆天晨 裴天翼 林川 你们三个在那给对方挠痒痒呢 为什么不全力出手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 今天实战训练结束后 谁身上没挂踩 那后天谁就死定了 看向三人 苏叶直接就大喊了起来 卧槽 不能混了 叶阁发飙了 听到苏叶的喊声 三人都被吓得浑身一哆嗦 随后 他们的眼神就逐渐变得疯狂了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要是不拼命地打 那后天就真的要废废了 而其余44名学员 在听到苏叶的喊声后 也都跟着停了下来 同时 他们的眼神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他们知道 刚刚的提醒 也包括他们 不远处 不是 那哥们搞笑呢 他就是一个靠走后门进来的伪天才 怎么就敢对那三个家伙这么说话 同样听到苏叶喊声的张薇 此时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哄 就在这时 一股股强烈的战斗波动 就从远处爆发了出来 因为那小子的一句话 竟然真的开始拼尽全力的战斗了 南陵省的那些学员 是不是疯了 看到南陵省那44名学员 此时不仅动用了武技和灵器 就连出手都不再点到为止 而是每一招都是奔着对方受伤去的 这疯狂的打法 直接就将张薇给吓到了 而其余西海省训练营学员 看到南陵省的学员们 在受伤之后 非但没有收敛进攻的欲望 反而变得更加疯狂 这难以置信的一幕 经得他们久久说不出话来 使同伴为敌 竭尽全力的战斗 只为将对方打倒 不畏惧鲜血 不畏惧死亡 他们完全将这场训练 当成了真正的实战 你们 在这方面不如他们 这时 西海省训练营的一名助教 看向自己这边的学员 神色凝重的出声说道 不止 他们在这样的战斗中 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经验 和战斗本能都极其可怕 这足以证明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实战了 而跟他们相比 咱们的实战训练 就像个笑话 紧接着 另外一名助教 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而听到两名助教的话后 西海省训练营的所有学员 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们确实做不到那种程度 而且 一想到明天 就会和这些疯子比试 他们莫名地有了一丝胆怯 哄 就在这时 一股更加强烈的战斗余波 从远处袭来 是他们 当骆天臣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 开始了混战后 张威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 就都看了过去 护体精深 巨雄虚影 影之力 很快 骆天臣等三人 就全部用出了各自的天赋 可以说 他们三人的混战 激烈程度 绝对是其余人的数倍 卧槽 天赋都用出来了 这只是一场实战训练啊 看到这一幕 张威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实力 相差不大 天赋 他们也有 但战斗经验 战斗本能 和那股不要命的拼劲 他们承认 远不如对方 十分钟后 很多人都已经耗尽了 血气和精神力 而且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但他们 却强撑着没有倒下 因为他们各自的对手 也还在坚持 肉搏 很快 这些耗尽血气和精神力的学员 就开始了最原始的肉搏之战 放水 面对这样的对手 还需要放水 太可怕了 南陵省的这些学员 都是不要命的疯子 别的陵省鄙视 只是鄙视 而我们陵省鄙视 却是搏命 此时 看着那些浑身是血 却仍然在肉搏着的南陵省学员 西海省训练营的所有学员 全部都沉默了 他们不理解 对方训练营学员 怎么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周助教 明天 我们有赢得希望吗 这时 张威来到一名助教身前 神色凝重地问道 张威 那你感觉 你可以赢过那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吗 听到张威的询问 周助教没有回答 反而是指着 仍然在血战着的骆天臣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出声问道 不知道 看着远处已经杀红眼的三人 张威摇了摇头 唉 这件事我会和于少校说的 而等咱们回去后 针对于你们的实战训练 也要做出调整了 看着张威此时的样子 周助教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同时心中暗道 看来张威他们真的是被保护得太好了 而南陵省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成功 另一边 不错 这才叫实战嘛 看到众人的表现 苏叶满意地点了点头 同时心中暗道 今天大家的表现都太好了 那晚上的炮玉就多加二十滴天随夜吧 而此时 苏叶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被西海省训练营的众多学员给盯上了 第五十三章 苏叶的毫无人性 鱼翼羡慕的双眼发紫 什么 考串小哥是走后门进来的 怪不得那些学员会听他的话 明天比试 我要挑战考串小哥 谁都不要和我抢 我就跟你抢 不服咱们俩就干一架 谁赢了 谁挑战考串小哥 当西海省训练营的众多学员知晓苏叶的情况后 都想明天挑战苏叶 毕竟 相对于那些疯子学员 苏叶是最合适的挑战对象 未战先妾 丢人啊 这次西海省算是丢人丢大发了 听到众多学员的争吵声 两名助教的脸色也是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如果没有这一次的临省交流 他们还真没发现 这些从未受到过什么挫折的天才 竟然会这么差劲 15分钟后 当南陵省的所有学员都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后 基地内的工作人员就迅速上前 给所有人发放了治愈类丹药和恢复类丹药 而看到这一幕的两名助教 神色也是猛然一变 毕竟 正常情况下 训练营里是不会准备大量的治愈类丹药和恢复类丹药的 可南陵省训练营内却准备充足 而且工作人员发放丹药也是极其的娴熟 这就足以证明 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情况 另一边 徐松长官 实战训练已经结束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此时 苏叶跟徐松打了个招呼 随后就坐上电梯直奔地下二层 地下二层 今天的目标 突破到三级领武宗 来到地下二层后 苏叶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苏叶 目前 宗级战斗秘境当中 共有六十万头宗境一级异兽 你可以随时进去挑战 看到苏叶 张元也是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说明了异兽情况 张元长官 打开战斗秘境入口吧 我现在 就进去挑战 说着 苏叶就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一楼 房间内 老鱼 你们训练营里 有人挑战大魔王称号吗 闲聊了一会后 丁凯就看向于逸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训练营才开始五天 怎么可能会有人挑战大魔王称号 看着丁凯 于逸直接摇头道 还没有人挑战 因为我们训练营里 最强的三个小家伙 他们实力差不多 所以 恐怕要到训练营快结束时 他们才会争夺大魔王称号 老鱼 我们训练营里 已经有人挑战大魔王称号了 而且 挑战成功了 看着于逸 丁凯一脸得意地说道 嗯 有人挑战成功了 难道是张薇说的那个青年 没错 应该就是那个人了 毕竟丁凯说过 他的这批学员很差劲 而那个青年有着 不弱于张薇的实力 那挑战一群 差劲学员 肯定能挑战成功的 听到丁凯的话后 于逸就直接想到了张薇之前 要挑战的骆天成 叮叮叮 就在这时 于逸的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什么 这么变态 他们疯了吗 此时 于逸一边听着电话 一边用异样的眼神 不断地扫向一旁的丁凯 两分钟后 于逸挂断了电话 随后就朝着丁凯 看了过去 丁凯 你们训练赢的实战训练 哎真的 看着丁凯 于逸一脸认真的问道 不然呢 陪那些小家伙们玩 听到于逸这话 丁凯直接反问道 丁凯 你够狠 你是真不怕出事啊 操 你个大虎逼 说完 于逸就直接将 杯中的酒给干了下去 刚刚 听到助教所说的情况 他是真的被惊到了 狠 我有苏叶狠 怕出事 那不是有大笑顶着的吗 看着于逸 丁凯心中笑道 我可不是大虎逼 我是陪吃 陪喝 陪唠课的专业人士 晚饭后 当骆天晨 陪天忆等47名学员 朝澡堂走去时 丁凯和于逸两人 也刚好喝完酒 从房间当中走出 丁凯 去澡堂我能理解 但男女都进男澡堂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看到不少女学员 竟然也跟着其余男学员 走进了澡堂 于逸 直接就被震惊到了 走 带你去看看 什么叫毫无人性 看到于逸那一脸震惊的样子 丁凯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就拉着他 朝澡堂走去 嗯 那个不是之前 在训练场里 考串的那小子吗 走进澡堂 于逸就注意到了 站在澡堂旁的苏叶 至于为什么 会注意到他 那是因为 其余47名学员 都已经进澡堂了 就他一个人 站在外面 注意了 今天 我会融入40滴天髓液 而能吸收多少 那就要看你们 自己的本事了 此时 苏叶并没有注意到后 进来的丁凯和于逸两人 所以 在说完后 就直接将 四个小瓶里的天髓液 都倒进了澡堂当中 天髓液 还特么是40滴天髓液 疯了吧 南陵省省部什么时候 这么有钱了 看到苏叶将40滴天髓液 都倒进了澡堂 于逸 直接就看傻了 而他也终于明白 之前丁凯说的毫无人性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丁凯 你们省部 还真是够舍得的 还过神来后 于逸就有些羡慕地说道 什么省部 那些天髓液 都是苏叶自己的 而且 也是他主动送给 其余学员的 跟我们省部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听到于逸的话后 丁凯就立即解释了起来 自己的 而且还是主动送给 其余学员的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如此富有 得知这个情况后 于逸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非常清楚 似是低天髓液 到底有多么昂贵 片刻后 老于 明天就要开始比试了 咱们俩要不要打个赌 从澡堂当中走出来后 丁凯就看向于逸 提出了一个想法 哦 打赌 说说看 听到丁凯的这个提议 于逸也是来了兴趣 第54章 交流比试开始 西海省的学员 都抢着第一个赏 赌明天 咱们谁会赢 如果我们训练赢输了 我给你二十地天损验 如果我们训练赢了 你给我十万头宗金 一级一寿 怎么样 对于这个赌约 有没有兴趣 看着于逸 丁凯笑问道 二十地天损验 十万头宗金 一级一寿 听到丁凯提出的这个赌约 于逸却是没有立即给出答复 虽然这个赌约所涉及的赌资 在他的承受范围内 但刚刚他可是从助教那得知 这个训练营里的学员 都是不要命的疯子 同时 还有三个学员的实力 完全不弱于张薇 蒙山 和楚灵月三人 综合这些情况 他们训练营赢得几率 其实并不大 不赌 沉思片刻后 于逸还是拒绝了这个赌约 竟然不敢赌 要不要这么怂啊 听到于逸的话后 丁凯很快就想到了苏叶 随后再次说道 老于 那我换个赌约 就是我们训练营里的一名学员 单挑你们的所有学员 如果我们输了 那还是给你二十地天随意 而如果我们赢了 那你就给我们十万头宗金 一级一寿 如何 一名学员 单挑我们所有学员 是你的学员疯了 还是你疯了 听到丁凯提出的新赌约 于逸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毕竟 这要是再不敢接的话 那他后半辈子 恐怕都得被丁凯一直嘲笑 另一边 查看个人属性版面 此时 回到自己住处的苏叶 躺到床上后 就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三千一百八十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九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顺移 蛇己救人 气血 三千一百八十五点九 境界 三级五宗 肉身掌控 登堂入室 百分之十一点六五七 五级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大成 八三点百分之七 精神力 两千八百四十一点六 境界 二级灵宗 神魂掌控 登堂入室 百分之八点九四二 物品 神蒙碧星号 六千六百五十万 翠金石 星号三零七块 天髓叶 星号一五七滴 五神级 骷髅召唤卡 星号十 天赋原十碎片 星号六六 不够用了 突破到三级五宗后 宗敬一级异兽 完全不够用了 获得奖励的几率太低了 查看完人物属性版面后 苏叶就知道 接下来得想办法 弄到大量的宗敬三级异兽 才行了 睡觉 养足精神 然后好好迎接 明天的零省交流比试 想到这 苏叶就将被子夹在双腿中间 然后休息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苏叶早早起床后 就直奔地下一层训练场 嗯 那人是谁 来到训练场后 苏叶就看到了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 丁少校 那个神态威严的大叔 是什么人啊 将丁凯叫过来后 苏叶就面露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上面派下来的人 目的就是监察零省间的交流比试 如果发现有打假赛的嫌疑 那不仅会取消奖励 还会彻查相应的训练营 同时做出严厉处罚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就将对方的身份 以及前来的目的 给简单地说了一下 行了 你在这边愿意干什么 就干什么吧 我得过去陪着了 说完 丁凯就快步 朝那名中年男子走去 几分钟后 嗯 丁凯 你的学员在那做什么呢 注意到远处的苏叶 架起烤炉 升起木炭 拿出新鲜的肉串 就准备开烤 齐健安也是眉头微皱地 看向丁凯出声询问了起来 烤串啊 齐大人 你要不要吃点 注意到齐健安面露不悦 丁凯也是十分的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解释了起来 要不要吃点 我是这意思吗 听到丁凯这话 齐健安面露不悦道 丁凯 这里可是省级天才训练营基地 你认为在这里烤串 合适吗 不合适 但它是我们训练营里的大魔王 它拥有特权 没有办法呀 看到齐健安还抓着这个问题不放 丁凯也不想再过多解释 直接搬出了苏叶的大魔王身份 嗯 大魔王 训练营才开始六天 他就挑战了大魔王称号 而且还挑战成功了 听到丁凯的话后 齐健安看向苏叶的目光 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了 消息上报了吗 这时 齐健安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丁凯询问了起来 上报了 他叫苏叶 丁凯知道对方这是想查看一下 苏叶的信息了 所以 他直接说出了苏叶的名字 几分钟后 权限不足 我竟然无法查看他的信息 放下手机 齐健安直接就双眼瞪圆地朝丁凯看了过去 齐大人 要不 我让他把炉子撤了 看到齐健安那一脸震惊的样子 丁凯就暗笑了起来 随后直接反将了一句 不用 让他考 千万不要影响到他吃考串的美好心情 怕了 齐健安此时是真的怕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苏叶的身份等级竟然会那么恐怖 要知道他所拥有的权限可不低 半个小时后 两个训练营的学员就全部来到了训练场 开始吧 EV一比试 互相挑选挑战对象 此时 齐健安看着丁凯和于逸两人 直接出声说道 同时 他胸前的微型记录仪也开始运转了起来 于逸 来者是客 你们先选吧 听到齐健安的话后 丁凯就将优先挑选权交给了于逸 好 于逸听后 直接就朝着身后的50名学员看了过去 随后出声问道 你们谁先上 我 我我 于少校 让我先上 你们别抢 让我先开第一抢 听到于逸的询问 学员们瞬间就争抢了起来 而这一幕 直接就将于逸给看猛了 因为他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抢着第一个赏 第55章 都想挑战苏叶 西海省的学员都疯了吗 对面 有意思 西海省的学员 还真是有意思 明明昨天 都被咱们的实战训练 给吓破了胆 结果今天 却争着抢着要第一个赏 真是搞不懂他们 此时 骆天臣 裴天忆等47名学员 看到这争抢的一幕 眼中都闪过一抹惊奇之色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接下来的比试 必须给我全力以赴 否则 一旦被判定为打假赛 那不仅会被取消奖励 训练营也会遭受到严厉处罚 都听明白了吗 这时 丁凯想到 还没通知大家这个事情 随后就趁着这个功夫 对众人出声提醒了起来 必须全力以赴 不能故意输 那我们岂不是不能给叶哥找乐子了 听到丁凯的提醒 骆天臣 裴天忆和凌川三人 眼中都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因为他们 真的很想看到 西海省的学员 被苏叶狂虐的精彩场面 王虎 你第一个上 就在这时 鱼翼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很快 一名身材消瘦的青年 就迈着嚣张的步伐 从西海省的学员队伍当中走了出来 虽然我是西海省训练营里 最弱的那个 但对付一个走后门进来的伪天才 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想到这 王虎就伸手指向了 正在考串的苏叶 随后大声喊道 我要挑战他 卧槽 王虎是真特么狗啊 竟然直接把考串小哥给抢走了 完了 考串小哥被抢了 那我一会该挑战谁啊 随着王虎对苏叶发起了挑战 西海省的学员队伍瞬间就炸锅了 而南陵省这边 在得知王虎挑战的人 竟然是苏叶后 所有人都梦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方既然开局就选了个王炸 不远处 挑战我 那家伙要挑战我 听到王虎的喊声 苏叶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叶 有人挑战你了 赶紧过来 就在这时 丁凯就朝着苏叶大喊了起来 好 我这就过来 听到丁凯的喊声后 苏叶就立即跑了过去 很快 苏叶就来到了鄙视场地内 而对面的王虎看到苏叶过来后 直接就释放出了自己的血气 赤色血气 脚下九个赤色光月 九级五折 看到对方的实力 苏叶直接就猛了 毕竟像这么弱的对手 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过了 这就被吓到了 果然是走后门进来的伪天才 看到苏叶被吓得愣在了原地 王虎也是一脸得意地说道 王虎 九级级线武 砰 还莫等王虎说完 他就被一只大手高举起来 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直接昏迷了过去 虽然丁少校 让我别玩得太狠 但面对这种对手 我真的是一点眼的欲望都没有啊 看着脚下 已经昏迷过去的王虎 苏叶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同时心中暗道 兄弟 不要怪我 实在是你实力太弱了 静 此时的训练场 随着王虎被秒杀 瞬间就变得安静了起来 而所有人 看向苏叶的目光当中 却是充斥着 难以置信的神色 不因为别的 只因为苏叶显露出的实力 同样是九级武者 但展现出的速度和力量 却是王虎的数十倍 肉身掌控 出窥门境阶段 很快 众人的心中 就有了一个猜想 毕竟 刚刚苏叶并没有使用任何武技 那问题肯定就出现在了肉身掌控上面 第一场比试 南陵省 胜 第二次比试 由南陵省派出学员 在西海省训练营中 选择艺人进行挑战 就在这时 齐健安的声音 就在这安静的训练场中响了起来 你们谁上 这时 丁凯直接看向47名学员 出声问道 叶哥好不容易玩上了 你问我们谁上 听到丁凯的询问 47名学员整齐地将脑袋扭向了一旁 呃 看到这一幕 丁凯的脸上也是瞬间挂满了黑线 随后看向苏叶道 苏叶 你接着打吧 嗯 丁少校 你确定 让我接着打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也是走到对方身前 然后低声确认了起来 毕竟 要是下一个对手不适者尽的实力 那他可就要继续提升实力了 嗯 你就接着打吧 趁早结束 这场无聊的比试吧 说完 丁凯就朝着于逸看了过去 随后出声说道 于逸 还记得 咱们的赌约吗 让你的学员都挑战他吧 只要能打败他 就算你赢 赌约 你们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聊赌约 怎么的 我这个监察官是个摆设 听到丁凯这话 齐健安的脸色 也是变得难看了起来 不过 他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 这个赌约当中 涉及到了苏叶 他也不好随意干涉 只能说 最后会将这个情况 给上报上去 哦 这个苏叶 就是你之前说的 要一个人单挑我们 整个训练营的那个人 听到丁凯这话 于逸也是一愣 随后想了想到 好 我会让所有学员 都挑战他的 说完 于逸就朝着自己的学员队伍 走了过去 而此时 苏叶也已经回到了 鄙视场地内 随后就指着 西海省训练营中的 一名黄发青年说道 我要挑战他 嗯 挑战我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看到苏叶 竟然要挑战自己 旁天春的脸上 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喜色 虽然知道 苏叶的肉身 掌控程度 已经突破到了 第二阶段 初窥门禁阶段 但他可是一级武师 而且 肉身掌控 初学诈恋阶段 激发程度 也已经达到了 98.7%的程度 所以 对于击败苏叶 他有着绝对的信心 哄 当旁天春 走进鄙视场地内后 他就直接爆发出了 自己的橙色血气 同时 一个橙色光韵 也从他的脚下浮现了出来 旁天春 一级武 砰 还默等旁天春说完 一只大手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随后如同王虎一样 直接被举起 砸在了地面上 瞬间就昏迷了过去 第56章 西海省的学员 都整整齐齐地 躺在了鄙视场地当中 又是秒杀 这个考串小哥 在这扮猪吃虎呢 看了看地上昏迷过去的 旁天春 又看了看身上 笼罩着橙色血气的苏叶 西海省的众多学员 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走后门 进来的考串小哥 好像并没有 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是算了 本来我以为 丁凯口中的大魔王 是那个叫做 骆天成的学员 可现在看来 这个苏叶 才是那个大魔王啊 不然 丁凯绝对不敢 让他一个人 单挑我们训练营的所有人 此时 看着远处的苏叶 于意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苗海 这次你上 随后 于意就朝着 一名短发青年 出声喊道 我上 我的实力 和旁天春差不多啊 听到于意的话后 苗海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因为刚刚于意 已经跟他们说了 接下来不管谁上 都要挑战苏叶 诸位 我在那边躺着等你们 想到自己 接下来的遭遇 苗海也是给周围 和自己实力 差不多的学员 提了一个醒 从而让他们 先有个心理准备 片刻后 苗海 一级武师 当苗海来到 鄙视场地后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爆出了 自己的名字和实力 砰 熟悉的响声 哪怕没有去看 西海省训练营的 众多学员都能知道 苗海躺了 陆海峰 冯志山 周婷 随着于意 不断地叫人上去 他的脸色 也开始逐渐 变得难看了起来 因为上去的学员 没有一个人 能挡住苏叶一招 几分钟后 丁凯 给我个面子 让你的学员 不要这么残暴了 看着23名学员 整整齐齐地 躺在鄙视场地内 于意也是叹了口气 随后朝着一旁的 丁凯出声说道 老于 就咱们这关系 你认为我会 故意给你难看吗 看着于意 丁凯一脸认真地说道 嗯 丁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不太明白呢 于意听后 面露不解地问道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已经让苏叶收着打了 不然 他的残暴程度 是现在的上百倍 看着于意 丁凯直接解释道 都特么躺下23个了 然后 你说已经让他收着打了 听到丁凯这话 于意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丁凯 苏叶是不是你之前 说过的那个大魔王 缓过神来后 于意就看向丁凯 问了这么一句 是 丁凯听后 直接说道 懂了 确认苏叶就是大魔王后 于意就相信了 丁凯刚刚所说的话 孙晨 你上 随后 于意就朝着 学员队伍当中的 一名高大青年 出声喊道 唉 终于轮到我了 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顶得住 听到于意 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孙晨也是深深地 吸了口气 随后就朝着 鄙视场地走去 孙晨 二级武师 当孙晨来到 鄙视场地内后 就直接爆出了 自己的名字和实力 另一边 很好 终于不是一级武师 或一级灵师了 听到孙晨的话后 苏叶脚下的橙色光韵 就突然多了一个 而注意到这个情况的孙晨 脸上瞬间苍白了起来 完了 我特么也要躺了 刚刚生出这个想法 孙晨就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然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远处 二级武师 我就知道 考串小哥 还隐藏了实力 完了 又特么躺了一个 今天咱们 西海省训练营的50名学员 该不会都要躺那吧 此时 看到孙晨也直接躺在了那里 剩余学员的心中 都涌出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因为他们不知道 苏叶到底还有没有隐藏实力 五分钟后 十一名二级试境学员 八名三级试境学员 以及四名四级试境学员 全部都躺在了比试场地当中 而此时 西海省训练营就只剩下张薇 蒙山和楚灵雪三人 而南陵省的47名学员 早就跑到考炉那里 一边考串 一边看着这场毫无悬念的比试 蒙山 楚灵雪 你们说 等咱们上去后 那个苏叶 会不会显露出 五级五师的实力 看着身旁的两人 张薇出声问道 会 所以 咱们一会上去后 直接就动用天赋吧 听到张薇的询问 蒙山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个大男人 默默唧唧的 我先上 看到两人在这扯这些没用的 楚灵雪直接就朝着比试场地走去 同时 五道橙色魂印 也从她的身后浮现了出来 终于快结束了 这种比试 真的是太无聊了 看着朝这边走来的楚灵雪 苏叶也是将实力 提升到了五级五师的境界 果然 她还是隐藏了实力 注意到苏叶的脚下 又多出了一道橙色光韵 楚灵雪 张薇 和蒙山三人 脸上都泛起了一抹苦笑 他们知道 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 哪怕是动用天赋 他们的胜算也不是很大 楚灵雪 五级灵师 来到比试场地后 楚灵雪就爆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实力 同时 一股紫色火焰 也从她的体内涌现了出来 嗯 五级天赋灵师 有点意思 看到楚灵雪身上 涌现出来的紫色火焰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金光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五十根指头粗细的钢针 就悬浮在了楚灵雪的身前 苏叶 出手吧 让我看看你 到底有多强 砰 话音刚落 苏叶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前 无视钢针和紫色火焰的攻击 直接抓起对方 就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肉身掌控 第三阶段 登堂入室 看到钢针和紫色火焰 竟然都没有对苏叶造成丝毫伤害 丁凯 鱼翼和齐剑安三人 全部都双眼瞪圆地惊呼了起来 第五十七章 她的自身实力跟她的天赋相比 若报了 不满十八岁 五级五十 肉身掌控 第三阶段 登堂入室 这特么是从哪跑出来的怪物 此时 鱼翼是真的被苏叶的恐怖实力给吓到了 吓人 太特么吓人了 苏叶这臭小子 肉身掌控什么时候突破到登堂入室阶段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身为训练营的总负责人 竟然不了解自己学员的真实实力 要不要这么离谱啊 听到丁凯的话后 鱼翼和齐剑安两人 直接就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朝他看了过去 不远处 无视楚灵雪的攻击 甚至天赋都没有对他造成丝毫伤害 离谱 特么简直离谱 看着躺在地上的楚灵雪 又看了看毫发无伤的苏叶 张薇和蒙山两人 眼中满是绝望之色 他们不能理解 大家都是相同的年龄 为什么实力差距会如此之大 张薇 我先去躺了 咱们醒来再见 说完 蒙山就直接朝鄙视场地走去 砰 随着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鄙视场地中响起 张薇就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随后一边朝鄙视场地走去 一边自语道 大家整整齐齐来 那就整整齐齐地躺吧 鄙视结束 南陵省盛 看到张薇也躺在了鄙视场地当中 齐剑安直接就宣布了鄙视结果 二位 我要立即将鄙视结果 和鄙视录像上报上去 就先走了 说完 齐剑安就直接离开了地下一层 丁凯 苏叶的真实实力 方便说吗 当齐剑安离开后 俞翼就看向丁凯询问了起来 二级零五宗 肉身掌控 第三阶段 登堂入室 神魂掌控 第二阶段 初窥门径 高阶五级 赤炎雷虎拳 小成径 五十张中阶灵气级别的卡片 这是我目前知道的 但是不是他的全部实力 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 这小子狗得狠 总是会隐藏一些实力 当做底牌 听到俞翼的询问 丁凯就将自己目前知道的 给说了出来 他的实力竟然是宗敬二级 而且 还是零五双修 甚至 修炼高阶五级 都领悟到了小成径 听到丁凯的话后 俞翼直接就被惊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的实力 竟然会恐怖到如此程度 对了 他还拥有天赋 而他的自身实力 跟他的天赋相比 若报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再次响了起来 他还拥有天赋 而且 他的天赋 比他的自身实力 更加恐怖 听到这个消息 俞翼直接就傻了 因为他无法想象 到底是怎样的天赋 竟然能将苏叶那变态的 自身实力 给碾压到爆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将张威 蒙山 和楚林雪三人 留在这里 哪怕留个十天 半个月也行 想到有压力 才会有动力 俞翼就有了 将三人留在这里的想法 丁凯 如果我想将张威 蒙山 和楚林雪三人 留在你这 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看向丁凯 俞翼一脸认真地问道 让他们三个留在我这 这不扯淡的吗 听到俞翼这话 丁凯直接就摇头说道 俞翼 咱们隶属于不同省部 就算我想帮你 我也做不了主啊 丁凯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 所以 我会联系冯大孝 然后再让冯大孝 去联系你上头的张大孝 看到丁凯好像误会了些什么 俞翼也是连忙解释了起来 这样啊 那你们就准备好异兽吧 宗进一级和宗进二级的异兽 数量越多越好 不过 到底能不能成 那还得看张大孝的意思 听到俞翼的话后 丁凯就提醒了一下 需要付出的代价 不要修炼资源 不要攻伐武界 不要人员配置 却要大量的异兽 听到丁凯的提醒后 虽然不理解 但他还是走到一旁 拿出电话 联系起了自己的上头 苏叶 为了能给你多弄点一手 我是操碎了心啊 看着远处 正在和学员们大吃大喝的苏叶 丁凯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毕竟 这辈子能教导上 这样一个妖孽级天才 那也算是他的运气了 十分钟后 丁凯 上面已经谈妥了 具体付出什么代价 我不清楚 但张薇 蒙山和楚林雪三人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就需要你帮忙照顾一下了 走回来后 于逸就看向丁凯说明了情况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们三个的 不过 他们三个既然留下了 那就得按我们训练营的规矩来 如果他们适应不了 那可就别怪我将 他们给你送回去了 说着 丁凯就看向了鄙视场地当中 还在躺着的三人 二十分钟后 什么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我们三个要在南陵省训练营里 接受训练 而且 还必须地服从丁少校的一切指令 听到这个消息 张薇 蒙山和楚林雪三人 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好好在这接受训练 要知道 为了能让你们三个留下 咱们省部可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 你们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拍了拍三人的肩膀 于逸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就转身朝电梯走去 另一边 苏叶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那三个家伙的实战训练 也交给你了 此时 丁凯一边考串 一边对苏叶笑着说道 好 苏叶听后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答应了 就这么答应了 听到苏叶的回答 丁凯直接就猛了 因为以他对苏叶的了解 对方这时候 应该会趁机提出 加兽条件的呀 苏叶 这是不用加兽 缓过神来后 丁凯就看向苏叶 询问了起来 嗯 这是能加兽 那我想要一批踪敬三级异兽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眼前一亮 随后就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第58章 新出现的上古秘境 让苏叶去试试 踪敬三级异兽 难道这小子又突破了 听到苏叶提出的条件 丁凯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苏叶 没有踪敬三级异兽 只有150万头踪敬一级异兽 和150万头踪敬二级异兽 你要不要 看向苏叶 丁凯笑着问道 嗯 怪不得会问我加不加兽 原来是提前 都给我准备好了呀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也是明白了些什么 随后咧嘴笑道 要 那必须要啊 哄 就在这时 一股股战斗余波 就从远处传了过来 卧槽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看到远处的骆天尘 裴天翼和凌川三人 竟然跟张薇 蒙山和楚灵雪三人 战斗在了一起 苏叶也是惊呼了一声 随后拿起瓜子 烤串和小啤酒 就跑过去 看起了热闹 这小子 看热闹倒是带我一块啊 看着跑过去的苏叶 丁凯笑骂了一声 随后拿起剩余的烤串 就准备跟过去 丁凌凌 就在这时 丁凯的手机 却忽然响了起来 嗯 竟然是大啤的电话 看着手机上那熟悉的号码 丁凯并没有选择接听 而是挂断后 直接朝电梯走去 地下五层 密室内 以往都是我找大啤 今天 大啤怎么还找上我了呢 带着好奇 丁凯就拿起加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丁凯 让苏叶准备一下 晚上有人会去接他 电话接通后 大啤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嗯 晚上有人来接苏叶 听到大啤的话后 丁凯连忙问道 大啤 是出什么事了吗 还记得前段时间 东陵室那边出现的 上古秘境吗 那是一个踪迹秘境 而截止到现在 神蒙已经派遣了 五百余人 进入其中 打探秘境内的情况 但活着出来的人 却不足一百 而且 打探到的情况 也不是很多 所以 上面准备 让苏叶进去试试 听到丁凯的询问 大啤并没有隐瞒什么 而是直接将情况 都给说了出来 踪迹秘境 危险程度极高 得知这个情况 丁凯也是有些担心 苏叶的安全 随后就试探性地问道 大啤 这件事 要不要先问问苏叶的意思 晚上接他的人 会询问他的 如果他去 那就可以得到 两百万头 踪迹二级异兽 和一百万头 踪迹三级异兽 如果他不去 那就让他继续 留在训练营中 不会有人逼他去的 如果你想先问问他 那也可以提前 跟他透露这个消息 说完 大啤那边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完了 刚刚苏叶还想着 要踪迹三级异兽呢 而现在异兽主动送上门了 那他肯定会同意去的 想到苏叶一直都痴迷于 击杀异兽 丁凯就知道 这是基本是没跑了 另外一边 地下一层 训练场 实力差距不大 但张薇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 却不敢拼命 这就是他们 三个输的主要原因 这么看的话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他们三个的实战训练 我就得多上点心了 当战斗结束后 苏叶就知道 这三人的问题出在哪了 张薇 蒙山 楚灵雪 下午两点 准时到这里集合 然后进行实战训练 说完 苏叶就直接离开了地下一层 什么情况 虽然你很强 但我们实战训练的事 也用不着你操心啊 看着离开的苏叶 张薇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 直接就猛了 因为他们无法理解 苏叶一个学员 为什么要操心 他们实战训练的事 嗯 就在这时 张薇 蒙山等三人就注意到 周围的47名学员 此时竟然都流露出了 幸灾乐祸的笑容 这不正常的一幕 让三人更加猛逼了 你们三个 是不是不知道叶哥的身份 看着猛逼的三人 骆天成似笑非笑地问道 他什么身份 听到骆天成这话 张薇满是好奇地问道 大魔王 实战训练第一负责人 邓 听到骆天成这话 三人瞬间瞪圆了双眼 眼中更是充满了 难以置信的神色 大魔王 他们可以理解 毕竟苏叶的实力 他们已经亲身领教过了 但实战训练第一负责人 是什么鬼 他不是学员吗 做好心理准备吧 因为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将会是你们人生当中 最不想回忆的一段过往 看着三人 骆天成再次提醒了一句 随后就带着众多学员 离开了训练场 一楼 001号房间 咚咚咚 就在苏叶刚 躺到床上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 就忽然响了起来 丁少校 有事吗 打开房门 看到外面 站着的是丁凯后 苏叶就立即让开了身子 苏叶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东陵室那边 出现了一个 踪迹上古秘境 而为了打探 秘境内的情况 神蒙已经损失了 400余人 可以说 这个秘境内的危险程度 极高 所以 上面的意思是 想让你过去试试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关上房门后 丁凯就一脸严肃地 将情况给说了出来 嗯 东陵室那边的上古秘境 听完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想到了 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他从新闻播报当中 听到的一条新闻 苏叶 这个秘境的危险程度极高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其实是可以不 还没等丁凯说完 苏叶就直接打断道 去 我去 这就去了 连条件都不提 看到苏叶那兴奋的样子 丁凯直接就猛了 心中更是知乎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什么事都要加收的骚年吗 丁少校 我什么时候过去 现在吗 就在丁凯猛逼之际 苏叶那夹杂着兴奋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苏叶 去这个上古秘境 可是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的 你确定要去 看着苏叶 丁凯再次问道 第59章 我们都伤成这B样了 还要进行第二场实战训练 去 与其在训练营里 天天吃喝玩乐 还不如去探索未知的上古秘境 听到丁凯的再次询问 苏叶直接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唉 既然你决定要去 那就准备一下吧 晚上就会有人过来接你 对了 这其实是上面的意思 所以 你要是去的话 上面是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而据我所知 上面给你的好处是 200万头踪进二级异兽 以及100万头踪进三级异兽 说完 丁凯就直接离开了房间 嗯 有好处 但没提前跟我说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笑着自语道 这是不想 让我去冒险啊 该说不说 丁少校这人还怪好的 说完 苏叶就拿出了一张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同时心中暗道 希望这个未知的上古秘境 能给点力 让我能动用一张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下午 两点 地下一层 训练场内 什么情况 丁少校真的不负责 学员们的实战训练 看到所有学员 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但丁凯却在远处 忙着考串 这诡异的情况 看得张威满脸问号 张威 现在看来 负责学员实战训练的人 好像真的是苏叶 这时 蒙山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学员负责学员的实战训练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听到蒙山的话后 张威也是忍不住 吐槽了起来 叶哥来了 大家赶紧站好 就在这时 一阵杂乱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很快 苏叶就来到了 众学员的身前 今天进行 EV一实战训练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一个接一个的白色光圈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与此同时 一个接一个的骷髅兵 也从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天赋 他竟然还有天赋 看到苏叶召唤出来的 一百个骷髅兵 张威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 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提醒你们一句 不要小看这些骷髅兵 还有 战斗的时候 千万不要走神 就在这时 骆天臣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不要小看这些骷髅兵 战斗中不要走神 听到骆天臣的提醒 虽然不理解 但三人还是记在了心里 实战训练开始 随着苏叶的声音 再次响起 骆天臣 裴天翼等47名学员 就直接朝着 跟自己相同境界的骷髅兵 冲了过去 嗯 自己挑选骷髅兵 看到这一幕 张薇 蒙山 和楚灵雪三人对视一眼 随后也跟着冲了过去 很快 三人就分别 和一名骷髅兵 战斗在了一起 操 这尼玛是召唤生物 此时 直接被骷髅兵 压着打的张薇 直接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然而 也是因为他 这一个小小的分神 骷髅兵就直接在他胳膊上 划出了一道伤口 这骷髅兵 竟然真的敢砍 看着右臂上的伤口 张薇终于明白 南陵省那些学员 在实战的时候 为什么会那么拼命啊 因为如果不拼命战斗的话 那特末会被骷髅兵给砍废的 而不远处的蒙山 和楚灵雪两人 此时也已经挂了彩 这让他们也意识到 不全力而战的话 自己的下场会非常惨的 远处 丁少校 他们已经进入状态了 注意到三人的情况 苏叶也是看向丁凯笑着说道 是啊 再不进入状态 那就不知道 要被砍几刀了 丁凯听后笑了笑 随后就跟苏叶喝了起来 毕竟 苏叶晚上就要走了 到时候 他就只能自己在这喝了 半个小时后 当所有学员都浑身是伤的 瘫倒在地后 基地内的工作人员 就迅速上前 给所有人发放了 治愈类丹药和恢复类丹药 呼 这可怕的实战训练 终于结束了 此时 服用了治愈类丹药的张薇 也是心有余悸地 喃喃自语了起来 苏叶我打不过 他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我也打不过 这特么就离谱啊 这时 蒙山那满是崩溃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蒙山 人要向人看 咱们不合怪物比 看着蒙山那崩溃的样子 张薇和楚灵雪两人 也是一同地安慰了起来 休息一个小时 然后继续进行实战训练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我们都伤成这B样了 不让我们回去赶紧休息 反而是还要进行 第二场实战训练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三人直接就傻了 夜晚 八点 呼呼呼 随着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响起 一架直升机 就缓缓地落在了基地外面 紧接着 一名身穿军装的长发女子 就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苏叶 这是一位女上校 一会说话注意一点 看到对方肩膀上的军衔 丁凯就看向苏叶提醒了起来 嗯 上校 竟然比丁少校还高两个级别 听到丁凯的提醒 苏叶就朝着对方看了过去 上校 情况我都已经跟他说了 可以随时离开 当美女上校走过来后 丁凯就立即出声说道 嗯 那就走吧 龙宇飞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就转身朝直升机走去 全程没有多说任何废话 丁少校 这里有一百地天随夜 就留着给他们用吧 还有 这里的一百个骷髅兵 我也留在这里了 到时候让他们继续跟骷髅兵实战就行 说完 苏叶就将十个装有天随夜的小瓶交给了丁凯 苏叶 注意安全 结果天随夜后 丁凯就看着苏叶出声提醒道 嗯 苏叶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不远处的直升机走了过去 很快 直升机就飞了起来 没一会就消失在了丁凯的视线当中 直升机上 苏叶 我们有十个小队会跟你一同进入上古秘境 你是准备单独行动 还是加入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队 看着苏叶 龙与飞直接问道 第六十章 进入上古秘境 先斩一名半亿人 加入小队 不过 进入秘境后 我可能会随时脱离小队 听到对方的询问 苏叶想了想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可以 等到了地方 十个小队 你随意选择 说完 龙与飞就闭眼休息了起来 嗯 你睡我也睡 看谁能睡得过谁 看到龙与飞直接闭眼休息了起来 苏叶也是身子往后一仰 然后靠着椅背睡了起来 瞪 当苏叶开始休息后 龙与飞紧闭的双眼 却是突然睁开了 苏叶 看着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上面为什么要让他进入那个上古秘境呢 看着苏叶 龙与飞满是不解地想到 十个小时后 终于到了 看着远处的秘境入口 苏叶也是逐渐地兴奋了起来 嗯 他在兴奋 面对一个危险程度极高的未知秘境 他非但不害怕 反而还异常地兴奋 注意到苏叶的情况 龙与飞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苏叶 有几件事 我要跟你说一下 第一 这个踪迹上古秘境 里面极其的凶险 所以 进去后 一定要时刻注意这四周的情况 以免让自己身陷危机当中 第二 除了咱们的人 其余势力的人也会进去秘境当中 所以 进去后 一定不要轻信任何人 第三 遇到危险 不要恋战 你的主要任务 是探寻秘境 构划地图 然后标注出危险地点 以及具体情况 听明白了吗 这时 龙与飞就看向苏叶说出了几个 需要注意的情况 听明白了 苏叶听后 大声喊道 几分钟后 直升机 就稳稳地落在了距离秘境入口百米外的地方 与此同时 在这里休息整顿的十个小队 再看到直升机落下来后 也都起身站了起来 叮 第三小队当中 有一名半艺人 就在苏叶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后 系统的提示音 就忽然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半艺人 霍小童 紧接着 有关于半艺人的身份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脑海当中 有意思 这一组织还真是无孔不弱 看了看十个小队当中的女性成员 苏叶也是在心中暗自想到 苏叶 这十个小队 你想加入哪个小队 此时 从直升机上后下来的龙与飞 直接询问道 什么 他要加入我们的小队 听到龙与飞这话 十个小队的队长 以及成员 脸色都是一变 因为他们相互熟悉 配合默契 要是突然加进来一个人 那不仅不会提升 小队的整体实力 反而还会影响到 他们的实力发挥 上校 因为 我喜欢三这个数字 所以 我想加入第三小队 此时 苏叶并没有跟龙与飞 说出霍小童的身份 因为他担心 对方会在死之前 将有关于自己的消息 传递出去 那样的话 自己肯定会被一组 只给盯上的 所以 他准备在进入秘境之后 亲手解决掉对方 嗯 因为喜欢三这个数字 所以 你想加入第三小队 骗鬼呢 看着都是女性成员的 第三小队 龙与飞不屑地撇了撇嘴 随后心中暗道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信你 那我就是大傻子 霍小童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第三小队的 第五名成员了 虽然不屑 但龙与飞 但是龙与飞 还是让苏业加入到了第三小队 现在 所有小队 立即检查背包中的单药 食物和水 如果没有问题 那五分钟后 进秘境 此时 龙与飞看向十个小队的队长 直接下达了命令 一旁 三个女人一台戏 五个女人 1.6台戏 难搞啊 看着第三小队当中的五名女子 苏业也是有些发愁 五分钟后 秘境入口外 注意安全 一旦遇到危险 不要犹豫 立即逃离 看着即将进入秘境的十个小队 龙与飞也是 再次出声提醒了起来 众人听后 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上古秘境内 所有人小心 这里是毒月谷 不仅有着大量的毒虫 就连植物都蕴含毒素 看着手中 只标注了八个地方的地图 霍小桐 很快就确定了目前所在的位置 随后就出声提醒了起来 哼 这霍小桐装的还挺像回事的 不过 进了秘境 他可就无法通过任何方式 传递出消息了 那我也就可以 将它给解决掉了 想到这 苏业就直接召唤起了骷髅兵 所有人 接下来跟着我 还默等霍小桐的最后一个 走字说出来 他就发现 自己被数不胜数的骷髅兵 给包围了 猛了 此刻的霍小桐是真的猛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骷髅兵是从哪冒出来的 霍小桐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第三小队吗 就在这时 苏业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刷 刷 刷 听到苏业这话 不管是被骷髅兵包围起来的霍小桐 还是包围圈外的其余四名小队成员 此时 全部都朝着苏业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 为什么 这时 霍小桐的声音 就从骷髅兵的包围圈中响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 你是半翼人 瞪 听到这话 其余四名成员的眼睛瞬间瞪的滚圆 而且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有意思 竟然被发现了 不过 你以为这些骷髅兵就能杀得了我 哄 随着霍小桐话音落下 一股狂暴的气息就从骷髅兵的包围圈中爆发了出来 紧接着 背后长出双翼的霍小桐就飞到了空中 直接摆脱了骷髅兵的包围 瞬移 看着空中的霍小桐 苏业直接对三千名骷髅兵下达了瞬移的命令 刷 眨眼间 三千名手持古刀的骷髅兵就再次将霍小桐给包围了起来 爆 在骷髅兵即将下落的时候 苏业直接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哄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蘑菇云就在空中绚丽绽放 啊 就在这时 一道凄惨的惨叫声就从蘑菇云中传了出来 第61章 横推毒月谷 神秘的传承塔 没死 听到霍小桐的惨叫声 其余四名成员终于反应了过来 随后便冲到苏业身前将他护在了身后 而此时 苏业也是再次召唤起了骷髅兵 一次炸不死你 那就两次 看你能扛多久 看着从蘑菇云中冲出来的霍小桐 苏业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对身后的骷髅兵大军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苏业 我要杀了你 此时 双翼残缺 浑身是血的霍小桐 双眼血红地看向苏业大声地怒吼道 更 然而 当他注意到苏业身后 竟然又出现了一大群的骷髅兵后 惊得瞳孔瞬间瞪圆 随后就带着惶恐的神色准备逃离 刷 刷 刷 就在霍小桐准备逃离的时候 三千名骷髅兵就再次将他给包围了起来 爆 随着苏业命令下达 即将下落的三千名骷髅兵瞬间自爆 不 随着蘑菇云再次绚丽绽放 霍小桐那满是不甘的声音 也从蘑菇云中响了起来 四位 击杀霍小桐是上校的命令 所以 这件事不要外传 当霍小桐那残破的尸体从空中掉下来后 苏业就看向身前的四人出声解释了起来 明白 四人听后 连忙点头 根本就没有怀疑苏业所说的话 苏业 既然霍小桐已死 那接下来就由你来当队长吧 见识到了苏业的实力 其中一名长腿美女成员 就看向苏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让我当队长 听到对方这话 苏业这才注意到 四名美女成员 此时都在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 探索秘境 美女作陪 好像也还不错 想到这 苏业就准备接下队长这个位置 定 发布随机任务 请宿主独自在上古秘境当中 击杀一百万头实力在宗近三级以上的古兽 和一万名实力在宗近三级以上的半亿人 任务成功 奖励集到5G传承实行号一 任务失败 无惩罚 任务时间 30天 嗯 随机任务 奖励是一块集到5G传承实 听到脑海中忽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业先是一愣 随后就看向长腿美女成员说道 抱歉 我还有其他的任务在身 所以 不能担任队长这个位置 听到苏业的回答 四名美女成员的眼中 都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好了 我要走了 接下来 你们自己小心一点 说完 苏业就在四名美女成员 恋恋不舍的目光中 迅速朝远处走去 苏业竟然去了毒月谷的深处 看来 他是真的还有其他的任务 看着朝毒月谷深处走去的苏业 四人对视一眼 随后就转身朝着毒月谷外走去 沙沙沙 没走一会 一阵异样的声音 就从四周响了起来 这让苏业也是停下了脚步 噗哧 就在这时 一名骷髅兵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随后猛地将鼓刀刺进了地面 然后就传出一道闷痴声 刷 随着骷髅兵拔出鼓刀 一股带有腐蚀性的绿色血液 就从地底喷溅了出来 噗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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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苏业身边的其余九个骷髅兵 也开始对看似平常的地面 展开了刀刺 很快 一股股带有腐蚀性的绿色血液 就从地底不断地喷溅而出 软毒虫 踪击骨兽 一击 当骷髅兵将藏在地底的骨兽尸体 挖出来后 苏业就通过智能眼镜 了解到了对方的一些基本信息 可惜了 这些骨兽的实力 只有踪净一击 看着被挖出来的15只半米长 且长得很像毛毛虫的骨兽尸体 苏业就眼中就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毒月骨 软毒虫 一种蕴含剧毒的骨兽 可隐藏在地底对目标进行攻击 血液拥有极强的腐蚀性 防御力 若 很快 苏业就将软毒虫的情况 给记录了下来 等一下 上校给我的任务是购化地图 标注出危险地点 以及具体情况 那我直接在秘境里横推不就行了 至于在横推过程中遇到的骨兽 修炼资源 特殊矿石等等 那都是属于我个人的战利品 上面肯定不好意思找我要吧 想到这 苏业就彻底兴奋了起来 没错 他要尽可能地 将这个还没有人探索过的秘境 扫荡一空 大召唤术 做出了决定 苏业就直接施展了大召唤术 很快 三万名手持骨刀的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横推 凡是遇到的骨兽 杀 随着苏业的命令下达 三万名骷髅兵 就迈着整齐的步伐 朝着前方横推了过去 而苏业在跟上去前 却是先将那15只软毒虫的尸体 给收进了系统空间 不是他觉得 这软毒虫的尸体有用 而是他不想 给这秘境留下任何东西 包括骨兽的尸体 叮 击杀生灵成功 气血增加0.2 肉身掌控增加0.003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赤岩雷虎全熟练度 增加0.1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获得十万神蒙币 获得天赋猿十碎片星号1 就在这时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就从苏业的脑海中 接连不断地响了起来 嗯 这么快 骷髅兵大军就遇到骨兽了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提示音 苏业也是连忙追了上去 毕竟 他还得记录骨兽情况吗 红刺县 十级骨兽 五级 紫毒风 这 级骨兽 八级 看着地面上的数百具骨兽尸体 苏业也只是将骨兽名字给记录了下来 随后将骨兽尸体都收进系统空间后 就再次朝着骷髅兵大军所在方向追了过去 两个小时后 毒月谷最深处 传承塔 这什么玩意 看着眼前 这座高达十余米的黑色骨塔 苏业的眼中充满了惊奇 不管了 进去看看 带着好奇 苏业直接就走进了黑色骨塔当中 卧槽 好大的一只癞蛤蟆 进入骨塔后 一只高达五米 通体绿色 且类似癞蛤蟆的巨大骨兽 就出现在了苏业的眼前 第六十二章 恐怖的蛤蟆骨兽 使用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种类未知 实力未知 嗯 神蒙的万兽信息库里 竟然没有这个骨兽的信息 看到智能眼镜给出的信息 苏业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瞪 就在这时 沉睡着的癞蛤蟆骨兽 忽然睁开了双眼 当他看到苏业这个外来者后 直接就张开嘴 喷出了一道浓绿色的水箭 嗖 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 水箭就已经出现在了苏业的身前 然后瞬间将苏业轰飞了出去 猛了 当苏业撞击到后面的墙壁上后 整个人都还是猛的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以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塔外的骷髅兵大军当中 就有一个骷髅兵的身体 瞬间被腐蚀一进 塔内 随便吐个口水 就特么薄给秒了 这癞蛤蟆有点牛逼啊 此时 看着远处的那个大癞蛤蟆 苏业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大召唤术 趁着对方没有继续攻击 苏业直接就施展了大召唤术 不过 这次的大召唤术 基数只有两千 因为他还要留一万个骷髅兵 在塔外替他承受伤害 虽然塔内的骷髅兵 也可以替他承受伤害 但如果癞蛤蟆骨兽 有能够顺秒所有骷髅兵的实力 那他可就危险了 所以 为了预防万一 他还是将一万个骷髅兵 给留在了外面 瞬移 就在癞蛤蟆骨兽 再次注意到他的时候 苏业直接就对两万名骷髅兵 下达了瞬移的命令 报 当骷髅兵大军 将癞蛤蟆骨兽包围起来之后 苏业就直接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哄 随着一声巨响 癞蛤蟆骨兽 就瞬间被蘑菇云所吞没 这么大 让你用口水恶心我 看着远处的蘑菇云 苏业也是极其的解气 砰 就在这时 蘑菇云中忽然传出一道巨大的闷响声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风流 就将蘑菇云瞬间吹散 这个癞蛤蟆骨兽 一巴掌拍在地面上 所产生的强大风流 竟然就把两万名踪进三级骷髅兵 自爆所产生的的蘑菇云给吹没了 看到对面的癞蛤蟆骨兽 一只前脚下的地面 已经出现了蜘蛛网的裂痕 苏业就猜到了 刚刚那股强烈风流 是怎么出现的了 看来 是时候动用武神级骷髅召唤卡了 看着对面那个强盗令人发指的大癞蛤蟆 苏业直接就拿出了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系统 使用一张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说着 苏业就将手中的召唤卡扔向了空中 砰 随着召唤卡化为光点逐渐消散 上方的空间就开始扭曲了起来 很快 一个空间漩涡就出现在了苏业的视线当中 哄 紧接着 一股恐怖的气息就从空间漩涡当中爆发了出来 好恐怖的气息 不愧是武神级骷髅兵 感受到这股窒息般的恐怖气息 苏业兴奋的浑身都抖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高达三里的黄金骷髅就从空间漩涡当中走了出来 卧槽 黄金骷髅兵 看到从空间漩涡当中走出来的黄金骷髅兵 苏业只想说一句 帅诈了 然而 就在苏业准备看看 这个黄金骷髅兵到底有多猛的时候 黄金骷髅兵却是在看了一眼大来蛤蟆后 直接转身走了回去 回去了 出来看一眼 然后就回去了 看着消失在空间漩涡当中的黄金骷髅兵 苏业整个人都傻了 哄 就在苏业一脸猛逼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气息波动 就再次从空间漩涡当中爆发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高达三里的白色骷髅兵 就从空间漩涡当中走了出来 回去个黄金骷髅兵 又出来个白骨骷髅兵 这尼玛是什么情况 看着走出来的白骨骷髅兵 直接落在了自己的身前 苏业的脑袋上瞬间就挂满了问号 叮 提醒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的使用时间为一个小时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就从苏业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干死他 听到系统的提醒后 苏业直接就指着对面的大赖蛤蟆 对武神级骷髅兵下达了命令 而此时 趴着的癞蛤蟆骨兽也早已站了起来 同时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 也从他的身上逐渐散发了出来 刷 眨眼间 癞蛤蟆骨兽和武神级骷髅兵就出现在了空中 哄 随着癞蛤蟆骨兽的前脚和骷髅兵的骨刀碰撞在一起 一股毁灭般的战斗余波 就瞬间席卷整个空间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此时 身处在战斗余波当中的苏叶 虽然没有遭受到任何伤害 但系统的提示音却疯狂地在他脑海中响起 同时 外面的骷髅兵 此时也是一个接一个地不断被淹灭 操 这地方是没法待了 缓过神来的苏叶 先是看了一眼空中激战着的一兽一骷髅 随后就朝着塔外冲去 塔外 尼玛 太吓人了 那个癞蛤蟆骨兽 竟然有着五神镜的实力 此时 冲出古塔的苏叶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个癞蛤蟆骨兽 竟然能和五神级骷髅兵 打得有来有回 该死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 踪迹 上古秘境当中 会出现五神级的骨兽 平复下心情后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后怕 因为他要是没有五神级骷髅召唤卡的话 那他今天可就真的要交代在这了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猿十岁片星号二十 奖励古域独禅精血星号二十 奖励上古秘术卷轴星号一 当苏叶等了三十分钟后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他 他 他 与此同时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也从古塔入口处响了起来 第六十三章 敢骂我是下等人 那我就把你的尸骨带回去喂狗 很快 只剩下一条骨壁 且身子被腐蚀过半的五神级骷髅兵 就从古塔当中走了出来 死 看着半残的五神级骷髅兵 苏叶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他猜到 里面的战斗会非常激烈 但他却没有想到 战斗竟然能激烈到这种程度 系统 说说之前那个黄金骷髅兵 是怎么回事吧 看着走到自己身前的五神级骷髅兵 苏叶就对系统出声询问了起来 叮 古玉独产并不需要黄金骷髅兵出手 所以 他就回去了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系统的声音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嗯 不需要出手 就回去 还特么能这么玩 听到系统的解释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系统 那都是五神级骷髅兵 为什么会出现白骨骷髅兵和黄金骷髅兵 随后 苏叶就继续询问了起来 叮 骷髅兵分为多个等级 等级越高 同境界下 实力越强 叮 宿主目前所能召唤的 为普通级的白骨骷髅兵 而想要提升骷髅兵的等级 需要消耗大量的天赋原始 很快 系统就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骷髅兵还能提升等级 而想要提升等级 需要消耗的是天赋原始 听到系统的解释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系统 那要是想将骷髅兵提升到下一个等级 需要消耗多少天赋原始 沉默了一会后 苏叶就问出了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叮 普通级提升至黑铁级 需消耗一万块天赋原始 升级一次 竟然需要消耗一万块天赋原始 抢劫啊 我上哪去弄一万块天赋原始啊 听到系统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提升骷髅兵等级 竟然会需要消耗那么多的天赋原始 系统 最后一个问题 多少天赋原始碎片 可以合成一块天赋原始 此时 苏叶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叮 十片天赋原始碎片 可以合成一块天赋原始 嗯 十片天赋原始碎片 才可以合成一块天赋原始 那我需要消耗一万块天赋原始 岂不是需要得到十万片天赋原始碎片 得知这个情况 苏叶忽然感觉 提升骷髅兵等级这件事 任重而道远 好了 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 那接下来 就该去这个谷塔里 好好搜挂一番了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半残的武神级骷髅兵 朝谷塔内走去 卧槽 这只谷玉独蝉在死之前 算是遭老罪了 进入谷塔 看到谷玉独蝉的身上 布满了无数道深可见谷的刀口后 苏叶就忍不住朝一旁的半残骷髅兵 看了过去 同时心中暗道 本以为你就很惨了 没想到 他比你还惨 几分钟后 一层什么都没有 那就得去二层看看了 想到这 苏叶先是拿出了一张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随后才朝着楼梯走去 因为他也不知道 第二层上面会有什么 塔二层 那是什么 毒池 当苏叶来到塔二层后 入眼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池子 但池子当中装着的却不是水 而是一种看着就不正常的浓绿色的液体 刺了 此时 苏叶直接将一副袖子给撕扯了下来 随后就扔进了这诡异的池子当中 无声无息 破碎的衣袖 在碰触到那诡异的浓绿色液体后 瞬间就被腐蚀一净 毒池 这还真是一个毒池啊 看着消失的衣袖 苏叶也是被吓了一跳 嗯 那边有个石台 就在这时 苏叶就注意到毒池西侧 好像有一个石台 带着好奇 他就绕着毒池朝石台走去 入毒池 冲百学 当苏叶来到石台前 上面刻着的六个大字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入毒池 冲百学 这什么意思 看着这六个大字 苏叶的眼中满是不解 算了 搞不明白 去第三层看看 想到这 苏叶就朝着远处的楼梯走去 塔三层 嗯 一句尸骨 当苏叶来到塔三层后 入眼的就是一句盘膝而坐的尸骨 有缘人 将手放在我尸骨的额头之上 你将会获得我的传承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就从尸骨上响了起来 嗯 把手放在尸骨额头上 就能获得传承 听到这声音后 苏叶直接就朝着尸骨走去 他很好奇 接下来会获得什么样的传承 砰 就在苏叶将手指放在尸骨的额头上后 一股神秘的力量就瞬间将它弹飞了出去 该死的下等人 你没有资格获得我的传承 与此同时 一道满含怒火的声音就从尸骨上响了起来 我 下等人 没有资格获得你的传承 听到这愤怒的喊声 苏叶直接就被气笑了 随后就朝着半残的五神级骷髅兵喊道 过去 给我把这具尸骨砍成一节一节的骨头 我要拿回去喂狗 他 他 他 听到苏叶下达的命令 半残的五神级骷髅兵就一步一步地朝尸骨走去 当 随着五神级骷髅兵的骨刀狠狠地劈在尸骨上 一道硬物碰撞的清脆声就响了起来 搞什么 五神级骷髅兵的一刀 竟然砍不动这具尸骨 看到这一幕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五神级骷髅兵竟然都无法对这具尸骨造成一丝伤害 等等 一丝伤害 就在这时 苏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开始召唤起了骷髅兵 同时心中暗道 就算你的骨头硬如铁 那也不能无视 强制一些词条的效果 等着吧 我是一定会把你的骨头带回去喂狗的 很快 一百个骷髅兵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身前 砍他 把他的尸骨给我砍成一节一节的 不然 狗不好啃 看着身前的一百个骷髅兵 苏叶冷笑一声 直接就下达了命令 第六十四章 我能一直召唤骷髅兵 你能一直释放毒物吗 碰 就在一百个骷髅兵 举起手中的骨刀准备砍下去的时候 尸骨那空洞的双眼当中 就忽然出现了两团绿色魂火 低剑的吓等人 去死吧 随着那道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一股浓绿色的毒物 就从尸骨上散发了出来 而距离最近的一百个骷髅兵 再碰触到毒物后 眨眼间就被腐蚀一净 卧槽 这毒物有点猛啊 看到一百个骷髅兵 眨眼间就被腐蚀一净 苏叶也是被吓了一跳 随后就朝着楼梯口跑去 同时对半残的武神级骷髅兵喊道 过去炸死那个王八蛋 哄 当苏叶逃出塔三层后 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就从塔三层当中响了起来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足足等了三分钟后 一直躲在楼梯上的苏叶 这才重新回到了塔三层 嗯 武神级骷髅兵自爆 竟然都没有对那具尸骨 造成任何伤害 扯淡了吧 这也太离谱了 当苏叶来到塔三层 看到那具尸骨 竟然毫发无伤后 整个人直接就傻住了 等一下 虽然那具尸骨毫发无伤 但之前弥漫了 大半的空间的毒物 却消失了大半 而且 那尸骨眼中的绿色浑火 好像比之前也微弱了不少 就在这时 苏叶就注意到了这几个情况 看来 这家伙并非无敌 既然如此 那我就跟他耗上了 看谁能耗得过谁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召唤出了 两千个骷髅兵 然后出生到 瞬移到尸骨身旁 没被腐蚀 就直接自爆 刷 刷 刷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两千名骷髅兵 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无声无息 刚刚出现在尸骨周围的 两千名骷髅兵 还没来得及自爆 就瞬间被恐怖的毒物 腐蚀一径 继续 我能无限召唤骷髅兵 但我不信 你能一直释放出 那恐怖的毒物 看到两千名骷髅兵 被腐蚀一径 苏叶就随手 又召唤出了两千名骷髅兵 并且再次下达了 瞬移自爆的命令 一次 十次 百次 到最后 苏叶也不知道 自己已经召唤了多少 波骷髅兵大军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反正就一个信念 那就是 必须搞死那具尸骨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具尸骨开始有些慌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一个低贱的下等人 竟然能够源源不断地召唤骷髅兵 而他还不敢放任不管 因为他之前就已经察觉到 那些弱小的骷髅兵 是可以对他造成一丝丝伤害的 虽然那一丝丝伤害不算什么 但要是不断叠加 那就算是他也根本顶不住 小友 你伤不到我 我也伤不到你 要不 咱们停下来好好聊聊 察觉到自己残留的力量 已经损耗过半 尸骨也只能强忍怒火 出声商量了起来 梁妖女妹 你的骨头我要定了 谁来了也不好使 我说的 听到尸骨的话后 苏叶冷冷一笑 随后就挥了挥手 让后面新召唤出来的 两千名骷髅兵 继续顺移 自爆 低贱的下等人 你是在找死 看到苏叶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思 尸骨眼中的绿色魂火 忽然猛烈地跳动了起来 随后 一股庞大的毒物 就从他的身上爆发了出来 快 毒物扩散的速度太快了 比之前不知道快上多少倍 而等苏叶反应过来的时候 毒物已经将它笼罩了起来 定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定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定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紧接着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他的脑海中 疯狂地响了起来 草 这个狗笔竟然敢因我 听到脑海中疯狂响起的提示音 苏叶也是来了脾气 直接就站在毒物当中 施展了大召唤术 而奇数则是2000 因为奇数如果是3000的话 那在这里召唤出3万个骷髅兵 留在塔外的1万骷髅兵 就会消失 暴击了 施展大召唤术 竟然也有几率触发幸运暴击 看到整个塔三层的地面上 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白色光圈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是狂喜 虽然20万个骷髅兵不能干死对方 但他们气势起来了呀 看着源源不断的骷髅兵 从白色光圈当中浮现出来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离开了塔三层 毕竟 站在毒物当中 每一秒都要死掉好几个骷髅兵的 另一边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一个低剑的下等人 怎么可能会拥有如此恐怖的天赋之力 看着不断出现的骷髅兵 尸骨是真的被吓到了 而且 他现在隐隐地有了一种预感 那就是自己恐怕真的要栽在这个低剑的下等人手中了 几分钟后 果然 那些毒物虽然能够将骷髅兵俯视一镜 但自身也会出现损耗 当苏叶重新来到塔三层 看到毒物只笼罩了半个空间后 他直接就笑了 随后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开始了新的召唤 许久后 小友 停下吧 你的实力得到了我的认可 我可以让你接受传承 此时 察觉到自己残存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尸骨妥协了 嗯 都特么快死了 还在这给我装上等人呢 看到尸骨眼中的魂火 已经变得非常微弱 苏叶直接冷笑道 不好意思 我的实力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 还有 你那狗屁传承 老子更是一点都不稀罕 所以 你就老老实实地在这给我等死吧 过后 我会把你身上的骨头全部都拿出去喂狗的 说完 苏叶就不再理会对方 继续召唤起了骷髅兵 而此时 尸骨已经无法再释放出毒物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弱小的骷髅兵 一刀一刀地砍在自己的身上 五个小时后 咔 随着一道清脆的声音 响起 尸骨的头颅 就彻底被骷髅兵给砍成了两半 同时 那两团绿色魂火 也逐渐黯淡了下去 第六十五章 到底是谁将毒月谷掠夺一空 他是土匪吗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肉身掌控增加50% 神魂掌控增加50% 下等黄阶上古功法信号1 随着尸骨彻底死亡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我现在的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 可都是第三阶段 登堂入世阶段 而且 每次击杀生灵获得提升时 都是以0.00X这种基数增加的 可现在 一下子个增加50%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苏叶直接就被惊到了 这种奖励 真的是太爽了 要是能再多来几次 那我可就直接起飞了 缓过神来后 苏叶就咧嘴笑了起来 随后就查看起了另外的一个奖励 引游功 下等黄阶上古功法 冲破自身50个学位者 方可修炼 很快 有关于这个下等黄阶功法的信息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脑海当中 嗯 冲学 想要修炼这上古功法 需要的条件 竟然是冲学 可这冲学 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着引游功的功法介绍 苏叶的眼中满是不解 等一下 就在这时 苏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将尸骨给收进了系统空间 然后就朝着塔二层冲去 入毒池 冲百穴 难道说 有人可以利用这毒池内的毒液 冲击自身的穴位 来到毒池旁边的那个石台前 苏叶也是 有了一个猜想 不管了 先将这一池子的毒液 都给收走 然后等出去后 我再好好问问丁少校 想到这 苏叶就将毒池内的毒液 全部都收进了系统空间当中 塔一层 虽然恶心了点 但也一块收走吧 看着死去的古域毒缠尸体 苏叶随手一挥 也将其收进了系统空间当中 片刻后 船长塔 五神级的守护古兽 实力未知的尸骨 冲穴 下等人 特殊条件的上古功法 这个世界 可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从古塔当中走出来后 苏叶就看着眼前这座古塔 喃喃自语了起来 大召唤术 随后 苏叶就施展了大召唤术 然后带着三万名骷髅兵 就朝着毒液谷外走去 一个小时后 一星八人 出现在了毒液谷外 大家都小心一点 根据死士传回来的消息 这毒液谷当中 不仅有着大量的剧毒骨兽 就连看似平常的植物 都蕴含剧毒 此时 站在最前面的 一名冷峻青年 一脸严肃地 对其余七人出声提醒道 华少 我们会注意的 不过 咱们已经找了三个凶险之地了 而且还损失了三十多人 结果连传承塔的影子 都没看到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 这个上古秘境当中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传承塔 此时 站在冷峻青年右侧的 一名秃头青年 也是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不管有没有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去找 这是我唯一翻盘的机会 说完 冷峻青年就带着其余七人 走进了毒月谷 几分钟后 大家小心一点 我感觉这毒月谷 有些不太对劲 走了许久 却没有遇到一头剧毒骨兽 这让冷峻青年 瞬间警惕了起来 而其余七人听后 也是立即将冷峻青年 给保护了起来 华少 还继续往里走吗 此时 光头青年看向霍非凡出声问道 走 霍非凡眼神坚定地出声说道 半小时后 当八人来到毒月谷最深处后 传承塔就出现在了 他们的视线当中 不过 他们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的激动之色 因为一路走来 一头剧毒骨兽都没有遇到 那就足以证明 有人先他们一步来到这里了 甚至 里面的传承 都很有可能 被人提前抢走了 塔一层 嗯 竟然没有守护骨兽 当八人进入骨塔 却没在一层看到守护骨兽 这让他们隐隐有了一丝不安 塔二层 该死的 到底是先我一步 看着空荡荡的传承池 霍非凡气的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 塔三层 毒月谷内的所有剧毒骨兽 没了 传承塔的守护骨兽 没了 传承池里的特殊能量叶 没了 而现在 就连传承尸骨也没了 该死的 到底是谁将毒月谷掠夺一空 他是土匪吗 看着空荡荡的塔三层 霍非凡是真的快被气吐血了 叮 前方五百米外 有一个十人的半一人小队 宗静三级 三人 宗静四级 三人 宗静五级 三人 宗静六级 一人 嗯 十人的半一人小队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苏叶也是眼前一亮 随后就带着骷髅兵大军杀了过去 另一边 张哥 短短七天 咱们就收集到了十八种骨兽精血 以及一种未知的骨兽精血 可以说 咱们这波赚大了 此时 一名面色苍白 且只剩下一条手臂的青年 看着身前的队长一脸恭维地说道 放心 这次咱们获取的骨兽精血 所换取的积分 我只占三成 剩下的七成 让你们平分 毕竟 这次你们每个人的贡献都很大 听到独臂青年的话后 张辉就笑着说出了此次的分配比例 毕竟 他还指望着这些人继续给他拼命吗 咚咚咚 就在这时 地面忽然轻微地颤动了起来 而这诡异的情况 让十人瞬间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毕竟 这里可是 还没被人探索过的未知秘境 随时都有可能会遇到致命危机 很快 一片白茫茫的白色骨海 就出现在了十人的视线当中 卧槽 上万个骷髅召唤生物 这泥马也太吓人了 不行 我得让他们几个帮我争取一些逃跑时间 想到这 张辉就直接大喊道 兄弟们 这些骷髅兵都是直老虎 跟我一块杀过去 静 随着张辉话音落下 四周却是一片安静 不会吧 他们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这 自己先跑了吧 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太对劲 张辉的心中也是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 随后 他就朝后面看了过去 第66章 让我出去 可我还没杀够呢 卧槽 真特么跑了 看到九人早已跑远 张辉也是按骂了一声 随后就转身奔逃了起来 想跑 你们跑的了吗 看到十人转身就跑 苏叶玩味一笑 直接就对骷髅兵大军下达了顺移的命令 眨眼间 五百米的距离就瞬间缩短了一百米 十秒钟后 骷髅兵大军再次顺移 半分钟后 骷髅兵大军就将三名中进三级的半翼人给包围了起来 没有自爆 直接乱刀开死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气血增加0.3 精神力增加0.2 随着三名半翼人惨死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继续杀 我要的可不是普通奖励 而是如同天赋猿十岁片那种的特殊奖励 听到系统的奖励提示音后 苏叶撇了撇嘴 随后带着骷髅兵大军继续追杀了过去 三分钟后 三名踪进四级半翼人 死 五分钟后 三名踪进五级半翼人 死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猿十岁片星号1 击杀半翼人所获得的特殊奖励 竟然也是天赋猿十岁片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的眼中却闪过一抹失望 因为他猜想的特殊奖励是某种特殊血清 算了 反正我也需要天赋猿十岁片 而现在多了一种获取方式 也算是一件好事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骷髅兵大军继续在秘境当中扫荡了起来 至于那名踪进六级的半翼人 不追了 追不上 而此时 逃出来的张辉 在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 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随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了 一分钟后 一个空间漩涡就出现在了张辉的身后 然后直接就将它给吸了进去 上古秘境外 太吓人了 那些骷髅召唤生物不仅数量多 还特么会瞬移 这简直是强的离谱啊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个情况上报给组织 想到这 张辉就准备先行离开 然后找到落脚的地方后 再上报这个消息 刷 刷 刷 就在这时 五名身穿军装的男子就拦住了张辉的去路 你们是 砰 还没等张辉问完 其中一名男子就一记手刀将其打晕了过去 带走 确认他的身份 随着五人中的领队下达了命令 那名出手将张辉打晕的男子 就将其抗在肩上离开了这里 那边又有人出来了 咱们赶紧过去 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名半艺人 看到不远处 又有人从秘境当中传送了出来 领队就带着剩余的三人立即飞了过去 秘境内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精神力增加0.3 神魂掌控增加0.002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髓夜星号2 赤炎雷虎全熟练度增加0.1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员十岁片星号1 随着三万名骷髅兵大军 在秘境当中一路横推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也接连不断地从苏夜脑海中响起 竹夜灵 石魂蚁 群居 每次出现的数量 最少都在万只以上 尾蛇 能够改变身体颜色 可以和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多数隐藏在树上 而此时 苏夜则是不断地记录着 已经被图灭族的古兽信息 两天后 秘境内 有一只数万规模的骷髅兵大军的消息 不禁而走 一处冰坛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此时 泡在冰坛当中的苏夜 直接对系统出声说道 姓名 苏夜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4150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七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顺移 蛇己救人 气血 4152.6 境界 四级五宗 肉身掌控 登堂入室 72.238 5G 蝶浪掌 尼蜂部 七星尼宗部 赤炎雷虎拳 圆满 24.5% 精神力 3633.7 境界 四级灵宗 神魂掌控 登堂入室 66.951 物品 古域独禅精血 星号20 翠金石 星号483块 天髓叶 星号301D 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星号9 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489 上古秘术卷轴星号1 下等黄阶功法 星号1 随机任务 踪进三级以上古兽 237511 1000000 踪进三级以上半一人 175 10000 实力提升到了四级零五宗 肉身掌控程度和神魂掌控程度 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赤炎雷虎拳也领悟到圆满境 整体来看 这两天 我杀的那200多万头古兽 和一些半一人 没白杀 看到各方面实力的提升 苏叶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但看到随机任务中 还需要击杀的古兽 和半一人数量 他就有些头痛了 古兽还好说 但半一人 而且还是踪进三级以上的半一人 那是真不好找啊 不远处 骷髅兵大军 终于找到他了 看到冰坛附近的数千个 手持古刀的骷髅兵 鱼军面色一喜 随后就快速地跑了过去 刷 察觉到来人 四千名骷髅兵 瞬间就朝着跑来的 鱼军看了过去 苏叶 别动手 自己人 看到数千个骷髅兵 都看向了自己 鱼军也是莫名一慌 随后连忙大喊了起来 嗯 你说自己人就自己人 看着停在十米外的鱼军 苏叶直接问道 你是谁 苏叶 我是神盟的人 这次 我们一共有一百人进入了秘境 任务就是找到你 听到苏叶的询问 鱼军连忙解释道 嗯 找我 找我干什么 看着鱼军 苏叶有些不解地问道 上面下达了新的命令 让你立即离开秘境 而龙上校 正在外面等着你呢 鱼军此时连忙说道 我才进来两天 就让我出去 完呢 我还没杀够呢呀 听到鱼军说出龙上校 苏叶就已经相信了对方所说的话 但让他现在就出去 这他可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呀 第67章 让我出来 就是怕我把秘境里的东西都拿光 知道为什么要让我离开秘境吗 沉默了一会后 苏叶就看向鱼军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 我们得到的命令 就是尽快找到你 然后通知你 立即离开秘境 听到苏叶的询问 鱼军摇头说道 好 我知道了 说完 苏叶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随后就站在原地安静地等待了起来 一分钟后 苏叶的身后 就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 随后 他就直接被吸了进去 上古秘境外 那边又有人出来了 咱们赶紧过去 注意到南边又有人 从秘境当中传送了出来 五名身穿军装的男子 就立即飞了过去 嗯 你们是 看着忽然出现在眼前的 五名军装男子 苏叶一脸好奇地问道 砰 没人回答苏叶的问题 而其中一名军装男子 更是一记手刀 打在了苏叶的后脖梗上 带走 确认他的身 话没说完 领队就直接傻在了原地 因为他发现本该昏迷过去的苏叶 此时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嗯 怎么回事 这小子怎么没晕过去 此时 刚刚动手的那名军装男子 注意到这个情况后 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随后就以掌为刀 再次打在了苏叶的后脖梗上 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苏叶就扭动了两下脖子 丝毫没有要昏迷的迹象 卧槽 我特么就不幸了 看到苏叶扭动脖子的挑衅动作 军装男子也是来了脾气 砰 砰 砰 以掌为刀 以脖梗为板 军装男子犹如切菜一般 不断地用手刀敲击着苏叶的后脖梗 两分钟后 猛了 不管是出手的军装男子 还是其余四人 此时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朝苏叶看了过去 他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苏叶在遭受到那么强烈的手刀后 却一点事都没有 完够了 那就带我去见龙上校吧 看着猛逼的五人 苏叶笑着说道 嗯 要见龙上校 难道是自己人 听到苏叶这话 领队脸色微变 随后就带着苏叶 朝龙与飞的所在位置走去 路上 长官 你们为什么要把从秘境里传送出来的人 全部打运带走 早就注意到这个情况的苏叶 此时也是面露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命令 领队听后 没有过多解释 毕竟 对于苏叶的身份 他现在还没有确定 几分钟后 领队就带着苏叶 来到了一个军用帐篷前 龙上校 有一名从秘境当中传送出来的青年 要见你 站在帐篷外 领队大声喊道 很快 龙与飞就从军用帐篷当中走了出来 苏叶 你小子可算是出来了 看到苏叶后 龙与飞拉着对方 就走进了军用帐篷当中 完了 这小子真是自己人 而且 他和龙上校的关系 好像还很不一般 这不玩独子了吗 看着被龙与飞拉进帐篷里的苏叶 领队直接就慌了 毕竟刚刚他的手下 可是拿苏叶的脖子当菜板 框框的切啊 帐篷内 苏叶 我问你 秘境中出现的骷髅兵大军 是不是你召唤出来的 此时 龙与飞盯着苏叶 一脸认真的出声问道 是 苏叶点头 直接回道 那竹叶林 杀泥沼泽 独月谷 尹石山等凶险之地 你是不是都去过 而且 还将里面的骨兽都给杀了 看着苏叶 龙与飞继续问道 是 苏叶点头 再次回道 那这些凶险之地 当中的骨兽尸体 天才地宝 修炼资源等 是不是也都被你给拿走了 龙与飞深吸了口气 这才看向苏叶继续问道 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难道说 上面之所以让我出来 是怕我把秘境当中的好东西 都给拿光 听到龙与飞的这个问题 苏叶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想 苏叶 我问你话呢 那些东西 是不是都被你给拿走了 看到苏叶半天没说话 龙与飞也是 再次询问了起来 不是 那些东西 我都没有动 应该是让后面 去过的人给拿走了 毕竟 那些凶险之地 当中的骨兽 都已经被我给杀光了 看向龙与飞 苏叶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装 这小子可真能装啊 真到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呢 听到苏叶这话 龙与飞直接就白了对方一眼 随后才出声解释道 苏叶 我们不是要让你上交那些东西 而是想要从你手中购买 毕竟 那么多的修炼资源 你自己也用不完 不让我上交 而是想从我手里购买 听到龙与飞的解释后 苏叶就低头沉思了起来 那些修炼资源 我根本就用不到 那我该换些什么呢 一兽 天赋原石 想到这 苏叶的眼中 就猛然闪过一抹金光 同时心中暗道 对啊 我可以换天赋原石啊 龙少校 你们想用什么 来购买这些修炼资源 看向龙与飞 苏叶直接问道 这小子 一说买 直接就不装了 看到苏叶直接摊牌 龙与飞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说道 一兽 上面知道 你需要大量的一兽 所以 我们准备 拿一兽跟你交换 我不要一兽 我要天赋原石 听到龙与飞的话后 苏叶直接摇头 并说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要一兽 要天赋原石 这什么情况 上面不是说 这小子极其痴迷于一兽吗 看着苏叶 龙与飞的眼中满是疑惑 因为他不明白 对方这次 怎么就不要一兽了呢 呼 深深地出了口气 龙与飞这才看向苏叶出声说道 苏叶 你先去休息一会 这件事 我得研究研究 好 苏叶听后 直接就离开了帐篷 不过 他并没有去休息 而是直奔上古秘境入口 天赋原石极其稀有 而且价值昂贵 就我手里的这些修炼资源 恐怕换不了几块 所以 想要换到更多的天赋原石 那我就得抢到更多的修炼资源才行 想到这 苏叶就义无反顾地 走进了秘境入口当中 第六十八章 卧槽 谁他妈把传承塔给偷走了 另一边 帐篷呆 当苏叶离开后 龙与飞就拿出了一个加密手机 随后拨通了一个电话 龙与飞 电话拨通后 一道洪亮的声音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赵大笑 已经找到苏叶了 龙与飞听后 连忙回道 呼 听到龙与飞的话后 电话那边就长长地出了口气 找到就好 东陵市这边的上古秘境 可是在咱们北印军区的管辖范围内 所以 秘境里面的各种修炼资源 功法武技 天才地宝等 咱们军区是有优先获取权的 可不能让那小子一个人都给拿走了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小子还真是强得可怕 怪不得上面会让我找他帮忙 很快 赵大笑的声音就再次响了起来 对了 你和那小子谈了吗 他是否愿意出售手里的那些修炼资源 这时 赵大笑忽然想到了什么 直接就询问了起来 谈了 他也愿意出售手里的修炼资源 不过 他不要一兽 要天赋原石 听到大笑的询问 龙与飞就将商谈后的结果给说了出来 不要一兽 要天赋原石 这小子 怎么还不按套路出牌呢 要知道 我这边可是都已经开始购买大量的异兽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赵大笑整个人都梦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在省部那要异兽 在东营军区 那换异兽 然后到他 这却不要异兽了 天赋原石 属于特殊资源 哪怕是咱们北营军区 目前拥有的数量 也不足十万 所以 你再跟他好好商谈一下 就说他手里的那些修炼资源 换不到几块天赋原石 让他最好用异兽进行交换 还过神来后 赵大笑就对龙与飞下达了命令 大笑 我知道了 龙与飞听后 点头说道 嗯 我等你的好消息 说完这句话 大笑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看着挂断的电话 龙与飞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就走出了军帐 准备找苏叶在商谈一番 片刻后 什么 那小子又进秘境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 得知苏叶并没有去休息 反而是又跑进了秘境 龙与飞直接就傻了 完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秘境内的大部分修炼资源 怕是要被苏叶一个人给洗劫一空了 想到这 龙与飞就立即回到了军帐当中 然后拿出加密手机 就拨通了一个号码 龙与飞 这么快就谈妥了 电话接通后 大笑那夹杂着兴奋的声音 就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大笑 苏叶又跑进秘境了 沉默了几秒钟后 龙与飞这才出声说道 静 随着龙与飞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瞬间就安静了起来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挂了吧 我去准备天赋原石 同样猜到苏叶想法的赵大笑 在沉默了几分钟后 直接放弃了挣扎 上古秘境内 嗯 怎么又传送到毒月谷了 进入秘境后 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苏叶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就朝着毒月谷深处走去 而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既然来了 那就再去传承塔那转悠一圈 万一上次有遗漏的地方呢 片刻后 卧槽 塔呢 谁特么把传承塔给偷走了 来到毒月谷深处 看着消失了的传承塔 苏叶整个人都傻了 等一下 难道说传承塔本身就很值钱 想到这个可能 苏叶瞬间就难受了 因为他感觉自己错失了一个亿 而苏叶不知道的是 之前霍飞凡等人发现 传承塔内的一切都被人掠夺一空后 直接就将木火发泄在了传承塔上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 传承塔被毁得干干净净 吃一欠掌一掷 以后搜刮东西的时候 必须得更加彻底才行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身后的四万名骷髅兵 朝毒月谷外走去 毒月谷外 上次我是往东去的 那这次就往西走吧 想到东边的多个凶险之地 都已经被他搜刮一空 苏叶就决定换个方向 两个小时后 玄珠洞 蜘蛛老窝 站在一处洞口前 看着洞口上面刻着的玄珠洞三字 苏叶心中也是有了一个猜想 站三列 以长龙的方式进洞 逐步推进 而在推进过程中 凡是遇到骨兽 乱刀砍死 看着狭窄的洞口 苏叶就对身后的四万名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命令 很快 骷髅兵大军就开始 井然有序地朝洞内走去 十秒钟后 嗯 这么快就遇到骨兽了 看到骷髅兵大军忽然停了下来 苏叶就意识到 最前面的骷髅兵 应该是遇到骨兽了 然后因为战斗 才停止了前进 可惜这个山洞 是朝地面延伸的 不然 我就能将这个山洞洞口给阔阔了 看着狭窄的洞口 苏叶也是有些无奈 对了 我可以先进去看看情况啊 反正有骷髅兵大军在 我又不会 遭受到什么伤害 想到这 苏叶就让已经进洞的 第一列骷髅兵大军 举起了双臂 然后他来到洞口 直接就仰着身子 跳到了第一列骷髅兵的上方 而早已举起双臂的三四个骷髅兵 直接就拖住了苏叶的身体 很快 第一列的骷髅兵大军 就化身为传送带 以接力的方式 将躺着的苏叶 朝前方移动 还是得会晚啊 不然 就只能让骷髅兵大军 让出点空隙 自己走进来了 此时 躺着前进的苏叶 笑着自语道 片刻后 卧槽 这么多的蜘蛛 当苏叶顺利来到最前方 通过智能眼镜的夜视功能 很快就看到了大大小小 形态各异的蜘蛛群 算了 这些恶心的蜘蛛 还是交给骷髅兵吧 想到这 苏叶就无视任何蜘蛛的攻击 直接朝着山洞深处走去 另一边 山洞最深处 咕咚 一行二十人 看着远处那只高达四米的巨型五彩蜘蛛 都满眼恐惧地咽了咽口水 第69章 前有五彩毒珠 后有骷髅兵 崩溃的半一人小队 大哥 咱们体内注射的蜘蛛类骨兽血清 已经完美骗过了山洞当中的那些蜘蛛骨兽 那你说 是不是也可以骗过这个大家伙 看着远处那只沉睡着的巨型五彩蜘蛛 一名身穿休闲装的男子 就压低声音地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 要不你过去试试 看向刘洋 胡一海冷笑着出声说道 啊 不 不用试了 我感觉应该骗不过那个大家伙 听到胡一海这话 刘洋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随后连忙摆手说道 五彩毒珠 宗敬九级 但我感觉 他的实力很有可能是宗敬九级极限 所以 咱们不要冒险了 返回山洞 尽可能地收集到各类的蜘蛛骨兽精血就行了 看向身后的19人 胡一海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另一边 第一 地下洞穴内有20名半一人 宗敬二级 七人 宗敬三级 五人 宗敬六级 四人 宗敬七级 三人 宗敬九级 一人 就在苏叶还在朝着洞穴深处走去时 系统的提示音就忽然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地下洞穴有20名半一人 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苏叶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算了 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但我却知道 他们肯定是回不来了 想到这 苏叶就加快了脚步 五分钟后 卧槽 好大的一只巨型蜘蛛啊 不过 那20个半一人 怎么不跟他干呢 难道他们 不想得到巨型蜘蛛附近的各种毒草 和蕴含剧毒的特殊矿石吗 来到宽敬的地下洞穴后 苏叶就看到了 那20名半一人 同时也注意到了远处的那只 高达4米的巨型五彩蜘蛛 要不 我帮他们一下 注意到那20名半一人 开始悄悄地后退 苏叶的脑海中 就逐渐浮现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很快 苏叶召唤出来的3000个骷髅兵 就直接堵住了返回山洞的洞口 同时 20个骷髅兵 也已经做好了瞬移的准备 瞬移 自爆 目标 巨型五彩蜘蛛 就在这时 苏叶就对那20个骷髅兵 下达了命令 刷 眨眼间 20个骷髅兵 就出现在了70米外的五彩毒珠身旁 而此时 正在悄悄后退的20名半一人 在看到突然出现在五彩毒珠身旁的 那20个骷髅兵后 全部都傻在了原地 该死的 这些骷髅召唤生物 是哪来的 他们会惊醒五彩毒珠的呀 快逃 此时 率先反应过来的胡一海 直接就朝着身后的19人大喊了起来 哄 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蘑菇云 就出现在了胡一海 刘扬等20人的视线当中 爆了 那20个骷髅兵竟然爆了 看着远处 那朵蘑菇云 胡一海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吱吱吱 就在这时 一阵吱吱作响的皮革摩擦声 就从蘑菇云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在胡一海 刘扬等20人惊恐的目光中 一道巨大的身影 就从蘑菇云中冲了出来 操 啥TM都没干 就看了个蘑菇云 然后就被五彩毒珠给盯上了 这你马上哪说里去啊 看到暴怒的五彩毒珠 直接朝他们冲来 胡一海也是被气得大骂了起来 随后就朝着19人喊道 快退 退到山洞里去 听到胡一海的话后 19人就一同转身 准备朝返回山洞的那个洞口冲去 然而 当他们转过身 看到洞口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骷髅兵给堵死了后 他们的心态瞬间就炸了 前有蜘蛛 后有骷髅兵 他们从未想过 有一天 自己竟然会遭遇到这种局面 这么的 今天要被人坑死在这了 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胡一海就知道 这是有拥有召唤天赋的人 在暗处坑他们呢 大哥 怎么办 看着越来越近的五彩毒珠 又看了看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刘洋 就立即看向胡一海询问了起来 骷髅兵的数量太多了 而且还会自爆 如果强冲的话 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伤亡 还不一定能在五彩毒珠到来前 冲破骷髅兵的防线 这么看的话 强冲是行不通了 想到这 胡一海就看向众人大声喊道 站 续拼五彩毒珠 很快 二十名半艺人 就和五彩毒珠激站在了一起 洞口处 终于打起来了 那接下来 我只需要关注场上的战斗 然后进行补刀就行了 此时 从骷髅兵大军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直接就从系统空间当中 拿出了一袋瓜子 然后一边磕 一边看起了热闹 几分钟后 咦 那两个宗近二级的半艺人 好像要顶不住了 注意到这个情况 苏叶直接就将二十个骷髅兵 顺移了过去 每十个骷髅兵负责一个 我宗近二级 结果被十个有着宗近四级实力的骷髅兵 给包围了 此时 因为身受重伤 从战斗当中退出来的两名半艺人 看着突然出现在 眼前的十个骷髅兵 直接就梦了 哄 很快 猛逼的两人 就直接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受伤 要么死在五彩毒珠的手中 要么就被炸死 看着被蘑菇云吞没的两名重伤同伴 其余十八人的心态 直接就崩了 兄弟们 反正都是一死 那就拉着在暗中 坑咱们的那个王八蛋 一块死吧 说着 胡一海就带着剩余的十七人 朝骷髅兵大军冲了过去 嗯 准备拉我一块死 看着冲来的十八名半艺人 以及那只五彩毒珠 苏叶不屑一笑 随后就开始了大召唤术 很快 四万个骷髅兵大军 就瞬间占领了整个地下洞穴 傻了 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不仅是十八名半艺人傻了 就连暴怒的五彩毒珠 都傻在了原地 乱刀砍死 很快 苏叶就对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命令 第七十章 万人团还好 骷髅兵军团抢的 就给我剩条苦茶子 啊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最先遭殃的 就是宗晋二级的五名半艺人 和宗晋三级的五名半艺人 他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再发出一声惨叫后 直接就被周围的骷髅兵大军 给乱刀砍死了 而听到同伴的惨叫声 剩余的八名半艺人 也彻底慌乱了起来 他们想冲破骷髅兵的包围圈 可让他们崩溃的是 无论他们怎么杀 骷髅兵的数量都不见减少 十分钟后 除了胡一海和五彩毒珠 其余的半艺人 全部都死在了骷髅兵的骨刀之下 该死的 这些骷髅兵 虽然只有宗晋四级的实力 但却可以无视我的防御 对我造成一定伤害 而现在 我身上的伤势 已经非常严重了 血气也已经消耗大半 再不想想办法 我就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想到这 胡一海就一边和骷髅兵周旋 一边大声喊道 兄弟 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嗯 这是扛不住了 听到胡一海的求饶声 苏叶笑了笑 随后就命令骷髅兵大军 让出了一条路 成了 暗处那个王八蛋 这是准备放过我了 看到周围的骷髅兵 不再攻击自己 而且眼前那密密麻麻的 骷髅兵大军 也开始让出了一条路 这让胡一海 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至于付出什么代价 他已经不去想了 因为他现在只想活下去 然而 就在胡一海 准备顺着这条白骨路 离开的时候 却在前方看到了 一道巨大的身影 想要活 那就杀了五彩毒株 机会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住 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与此同时 苏叶的声音 也从远处想了起来 嗯 杀了五彩毒株 听到苏叶这话 胡一海的脸色 就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自己本就不是 五彩毒株的对手 更别说 他现在所能发挥出来的实力 不足巅峰的三成 兄弟 能不能换个条件 沉默了一会后 胡一海就试探性地 询问了起来 你当时在菜市场买菜呢 还带讨价还价的 就这个条件 能杀就杀 不能杀 我让骷髅兵送你上路 听到胡一海的询问 苏叶直接对了回去 砰 胡一海听后不再废话 直接就顺着白骨路 朝着远处的五彩毒株 冲了过去 很快 一人一只猪 就激站在了一起 嗯 这只五彩毒株 遭受到的伤势 竟然比我还要严重 有希望了 当胡一海发现了 这个情况后 直接就对五彩毒株 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 三分钟后 就在五彩毒株 即将被胡一海斩杀的时候 周围的骷髅冰冻了 瞬间就将 一人一只猪给隔开了 我马上就要将 五彩毒株给杀死了 然后把我给挤走了 看着将自己包围起来的 无数骷髅兵 胡一海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 就泛起了一抹苦笑 同时喃喃自语道 原来 那个王八蛋 根本就没有准备放过我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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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周围的骷髅兵 就将骨刀刺进了 胡一海的身体 半一人杀了 寻株洞的最强骨兽也杀了 那接下来 就是山洞当中的那些 蜘蛛骨兽了 想到这 苏叶就对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很快 骷髅兵大军 就通过洞口进入了山洞 然后朝着出口方向 快速推进 半一人尸体 收了 五彩毒株 尸体 收了 所有毒草 蕴含剧毒的特殊矿石 也全部收了 当苏叶将所有尸体 和地下洞穴内的资源 都收进系统空间后 这才朝着洞口走去 因为他接下来 还要将山洞里那些被击杀的 蜘蛛骨兽尸体给收起来 半个小时后 玄珠洞已经被我掠夺一空 那接下来 就该换个地方继续掠夺了 走出玄珠洞后 苏叶就带着四万名骷髅兵大军 朝着前方继续前进 上古秘境外 所有人都听好了 这次你们进入秘境 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 抢夺凶险之地以外的 所有修炼资源 同时 不准进入任何一个凶险之地 不准任何人单独行动 不准和骷髅兵大军发生冲突 确保将伤亡给我降到最低 都听明白了吗 看着眼前的一万名 宗境九级的军区人员 龙与飞面露威严地大声喊道 听明白了 万名军区人员听后 异口同声地回应道 进秘境 随着龙与飞命令下达 万名军区人员就紧然有序地 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紧急调令 万人抢夺 苏叶啊苏叶 你看你把我们大笑 都给逼成什么样了 看着消失在秘境入口当中的万名军区人员 龙与飞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自语道 请神容易送神难 以后要是再出现新的上古秘境 恐怕大笑都不敢再请苏叶来了 两天后 操 两天被抢了三次 这秘境没法去了 什么 你才被抢三次 我特么被抢了五次 而且 还都是被一个万人团给抢的 行了 那个万人团还好一些 只是抢那些 咱们还没弄到手的修炼资源 但那个骷髅兵军团就不一样了 那是抢的就给我剩条苦茶子 太尼玛狠了 当越来越多的散人 从秘境当中出来后 万人团和骷髅兵军团 疯狂抢夺修炼资源的消息 就彻底传开了 军帐内 嗯 苏叶带着骷髅兵大军 也开始抢夺修炼资源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知道为什么 龙与飞莫名的有了一丝不安 上古秘境内 本来我是不想抢的 但别人抢了 那我为了保证 军区能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就只能跟着抢了 对 我这么做 完全都是为了军区 就算到时候 上面责问下来 我也不怕 看着这两天 抢夺过来的大量修炼资源 苏叶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哥 我 我能走了吗 就在这时 一道胆怯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第71章 40万骷髅兵大军 VS万人军团 走吧 看着只剩下一条苦茶子的纹身青棉 苏叶点头说道 砰 听到苏叶的话后 纹身青棉起身拔腿就跑 唯恐慢一秒 苦茶子就会不饱 嗯 我有那么吓人吗 看着拔腿就跑得纹身青棉 苏叶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就带着骷髅兵大军 朝着前方继续走去 半小时后 是他们 掠夺军团 看着前方出现的万人军团 苏叶也是让骷髅兵大军停下了脚步 来吧 碰一碰吧 看看咱们 谁能抢得过谁 看着对面的万人军团 苏叶面露期待地想到 哄 就在这时 万人军团就释放出了自身的血气和魂印 不是九级武宗 就是九级灵宗 这特么也打不过呀 注意到对面的万人军团 境界都是宗敬九级 苏叶的脸色也开始变得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如果对面全力出手 那绝对能够瞬间秒掉自己的四万名骷髅兵 而重新召唤的话 那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 而那个时间 足够对方杀掉自己了 召唤上限还是太低了 面对这种实力差距过大 但数量差距不是很大的对手 要么逃 要么动用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看着对面的掠夺军团 苏叶也是沉思了起来 另一边 是骷髅兵军团 咱们不能和他们产生冲突 一会听我命令 当我喊冲的时候 大家转身就跑 听到了没有 此时 军团负责人经常明 压低声音 对身后的人喊道 对面 不行 要是就这么跑了 那也太憋屈了 沉思片刻后 苏叶就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准备拼一拼运气 而如果九次大召唤术 都没有触发幸运暴击 那他就会动用一张武神级骷髅召唤卡 大召唤术 想到这 苏叶就直接施展了大召唤术 随着地面上开始出现一个个白色光圈 他身前的的骷髅兵大军也开始逐渐消失 很快 新召唤出来的四万名骷髅兵大军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身前 再来 没有触发幸运暴击 苏叶就继续施展大召唤术 两次 三次 四次 看着不断消失又出现的骷髅兵大军 对面的万人军团直接就看猛了 因为他们不理解 对方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种毫无意义的召唤 叮 触发幸运暴击 骷髅兵数量暴击十倍 当苏叶第八次施展大召唤术时 系统的提示音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密密麻麻 白色的召唤光圈此时就犹如浪潮一般 开始朝着四周疯狂席卷 很快 四十万名骷髅兵大军就出现在了苏叶的眼前 而对面的万人军团 此时也已经被骷髅兵大军给包围了起来 一望无际 汪洋古海 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骷髅兵大军 看着眼前那一望无际的白色古海 苏叶整个人都变得兴奋了起来 另一边 金长官 里三层外三层 全部都是骷髅兵 就现在这情况 别说不发生冲突了 就算是发生冲突 咱们能不能杀出去 都是一个问题 此时 站在同伴的肩膀上 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骷髅兵 副官也是有些崩溃地说明了情况 数量呢 金长明听后 眉头紧皱地问道 我看看 说着 副官就戴上了军区特有的智能眼镜 随后再次朝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骷髅兵 看了过去 十万 二十万 二十五万 四周都看了一遍后 副官就从同伴的肩膀上跳了下来 随后 看向金长明说道 骷髅兵所覆盖的范围 超出智能眼镜的极限距离 但就看到的数量而言 骷髅兵的整体数量 应该在三十万以上 三十万 哈哈 三十万 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 金长明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今天要栽在这里了 远处 虽然他们 被我的骷髅兵大军给包围了 但想要让他们交出所有的修炼资源 怕是 也不会那么容易 既然如此 那就先报四万个骷髅兵听听想吧 想到这 苏叶就命令距离万人军团最近的四万个骷髅兵 原地不动 而其余三十六万个骷髅兵 全部都后退二十米 以免被自爆形成的蘑菇云所波及 包围圈呢 不对劲 所有人注意 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注意到骷髅兵大军开始后退 这让金长明隐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安 随后就立即对所有人下达了命令 而就在所有人都进入到战斗状态后 他们身边的四万名骷髅兵自爆了 哼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就在包围圈中绚丽绽绽放 而万人军团也瞬间被吞没其中 一分钟后 当蘑菇云逐渐消散 万人军团的身影也逐渐显露了出来 自爆 这些骷髅召唤生物 竟然会自爆 而且 凭借恐怖的数量 自爆叠加起来的威力也暴增了不少 这特么的也太恐怖了 此时 看到后退的骷髅兵大军再次包围了上来 金长明的脸色也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非常清楚 如果剩余的这些骷髅兵一块自爆 那他们基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交出你们手中的修炼资源 我放你们离开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就从包围圈外响了起来 金长官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交还是站 听到苏叶的话后 副官就看向金长明出声询问了起来 交 金长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选择上交所有修炼资源 因为跟修炼资源相比 他们一万人的命更加重要 很快 金长明就将十个价值不菲的空间手环 交给了一名骷髅兵 外围 咦 空间装备 这玩意可值钱啊 看到骷髅兵拿过来的十个空间手环 苏叶也是眼前一亮 因为有了这些空间手环当掩护 那他以后可就能够随意地使用系统空间了 卧槽 这群土匪没少抢啊 当苏叶看到空间手环当中的大量修炼资源后 眼中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第72章 凶险的骨腾灵 骷髅兵大军直接横推 让开一条路 放他们离开 查看完十个空间手环后 苏叶就对骷髅兵大军下达了命令 很快 一条长长的白骨路就出现在了万人军团的视线当中 走 看到骷髅兵大军已经让出了一条路 金长明就大手一挥 直接带着众人朝包围圈外走去 十分钟后 所有人立即释放出各自的血气和魂印 离开秘境 然后到了外面 找一个地方会合 不要让人知晓 咱们的真实身份 彻底远离骷髅兵大军后 金长明就对众人下达了命令 一分钟后 每个人的身后都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 随后 所有人就一同被吸进了空间漩涡当中 上古秘境外 忙活了两天 结果却被抢了 也不知道龙上校知道这件事后 会不会骂死我 此时 被传送出来的金长明 脸上也是泛起了一抹苦笑 随后就朝着军帐所在方向快速跑去 片刻后 龙上校 我回来了 有重要事情要上报 站在军帐外 金长明出声喊道 才两天就回来了 还说有重要事情要上报 听到金长明的话后 龙与飞心中的那股不安 此刻变得更加强烈了 进来吧 带着不安 龙与飞出声喊道 很快 金长明就从军帐外走了进来 金长明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看着走进来的金长明 龙与飞率先出声问道 嗯 这两天 我们抢到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结果就在刚刚 我们遇到了骷髅兵军团 然后就被他们给打劫了 听到龙与飞的询问 金长明就将情况给说了出来 你们一万人 全部都是宗敬九级的实力 然后 被几万个宗敬四级实力的骷髅兵大军给打劫了 听到金长明的话后 龙与飞直接就猛了 要知道 大校之所以调及一万人 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金长明 你们一万的宗敬九级的万人军团 打不过几万的宗敬四级的骷髅兵军团 带着疑惑 龙与飞直接问道 龙上校 几万个骷髅兵 我们肯定是可以打过的 但将我们包围起来的骷髅兵军团 数量可是在三十万以上啊 而且 那些该死的骷髅兵还会自爆 这我们根本就打不过 看着龙与飞 金长明面露无奈的出声解释道 不是几万 而是三十万 扯淡了吧 听到金长明说出的这个恐怖数字 龙与飞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龙上校 面对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继续去秘境里 抢夺修炼资源 那就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了 那就是 抢夺到一些修炼资源后 就让一个人给带出来 这时 金长明继续出声说道 你们先找个地方消息吧 这件事 我得先研究一下 说完 龙与飞就让金长明离开了军帐 随后就拿出那个加密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龙与飞 又出什么事了 电话接通后 大笑那洪亮的声音 就率先从电话中响了起来 大笑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听到大笑的询问 龙与飞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明情况 索性将情况分成了两个部分 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听到这话 大笑沉默了一会 随后出声说道 先说好消息吧 大笑 你调过来的那一万军团 刚刚被苏业的骷髅兵军团给打劫了 而幸运的是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龙与飞听后 直接就将这个好消息给说了出来 被打劫了 但没有人员伤亡 听到这个消息 大笑也是一愣 随后就有些不安地问道 那坏消息呢 万人军团两天所抢夺到的所有修炼资源 都被苏业给抢走了 还有 苏业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他召唤骷髅兵的上限 根本就不是几万 而是几十万 听到大笑的询问 龙与飞也是 立即将这两个坏消息给说了出来 几十万 哈哈 几十万 听到这个消息 大笑心太崩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个秘境里的修炼资源 怕是要全部买回来了 上古秘境内 古藤林外 太吓人了 这古藤林里的古藤 竟然能自主地对入侵者展开攻击 要不是咱们两个跑得快 恐怕也得死在里面 唉 可惜老三和老四了 他们两个太冒劲了 不然 他们也可以活着出来的 看着身后的古藤林 温鹏和徐孝两人仍然一阵后怕 走吧 这处凶险之地 很难有人能将其征服 沉默了一会后 温鹏就准备带着徐孝离开 咚咚咚 就在这时 一阵沉闷的声音 就从远处传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两人还感觉到 地面开始出现了轻微的震动 徐孝 准备战斗 察觉到这个情况 温鹏和徐孝两人 就立即进入到了战斗状态 很快 远处就出现了一抹雪白 随后 一望无际的白色古海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当中 卧槽 是骷髅兵军团 秘境里的大土匪 当温鹏看清那白色古海 竟然是数不清的骷髅兵大军后 瞳孔也是猛然紧缩 随后拉上一旁的徐孝 就朝着远处奔逃了起来 另一边 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凶险之殿 看着远处的古藤林 苏叶也是面色一喜 随后就命令 36万骷髅兵大军 发起了冲锋 十多分钟后 别人都是征服古藤林 而这恐怖的骷髅兵大军 却是横推古藤林 这尼玛简直离谱 此时 返回来的温鹏和徐孝两人 看到古藤林在骷髅兵大军的冲锋下 直接被毁 这震撼的一幕 直接惊得两人久久说不出话来 另一边 爽啊 还是骷髅兵数量多用起来爽啊 什么都不用管 冲就完了 此时 看着三十多万的骷髅兵大军 以极其残暴的方式 横推了古藤林 苏叶也是兴奋到了极点 第73章 半议人大军来袭 苏叶兴奋了 定 检测到有上万名半议人 正在朝着宿主所在的位置 快速移动 请宿主提前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有上万名半议人 朝我这边来了 怎么的 这是要灭我 听到系统的提醒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就咧嘴笑了起来 要知道 他这两天 正愁找不到半议人呢 谁曾想 对方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对了 这几十万的骷髅兵大军 才召唤出来没多久 一组织那边 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那我是不是可以趁机因他们一波 想到这 苏叶就命令三十万个骷髅兵 朝着地底施展瞬移 深度两米 刷 眨眼间 三十万个骷髅兵 就消失在了苏叶的眼前 不错 以后等我的召唤上限提升起来 没事就把骷髅兵 藏到地底下阴人玩 看着消失的骷髅兵大军 苏叶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让剩余的两万多骷髅兵 站到了自己的身前 至于其余的三万多骷髅兵 都已经在横推骨藤林的时候 损失掉了 五分钟后 万名半翼人大军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视线当中 强大的天赋者 不敢站出来聊聊吗 看着对面的骷髅兵大军 半翼人首领影子上前一步 随后大声喊道 强大的天赋者 难道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 听到对方这话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毕竟 现在知道 他召唤天赋的人 可不在少数 怎么 就只敢躲在那些骷髅的身后吗 看到苏叶没有任何回应 尹泽直接就嘲讽了起来 刷 就在这时 一个骷髅兵 直接就出现在了尹泽的身前 然后在对方猛逼的目光下 直接自爆 哄 一声巨响 瞬间就将所有的半翼人 给吓了一跳 我想出来就出来 不想出来就不出来 你在那里狗叫什么 这时 随着骷髅兵大军 让出了一条白骨路 苏叶的身影 也逐渐出现在了 半翼人大军的视线当中 我注射的骨兽血清 可是有五种防御类骨兽的 精血所研制而成的 所以 我的肉身抗击打能力 极其的恐怖 哪怕面对五名九级 极限武宗或灵宗 我都完全不拒 可现在 一个只有宗晋四级实力的 骷髅兵自爆 竟然能对我的肉身 造成了一丝伤害 这尼玛 简直就离谱啊 看着走出来的苏叶 尹泽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因为他现在非常清楚 如果苏叶铁了心 要杀他一个 那他根本就顶不住 数万名骷髅兵的自爆 喂 你不是让我出来聊聊吗 现在我出来了 你想和我聊什么 看到尹泽半天都没说话 苏叶也是冷笑着出声问道 你妈 还能聊什么 当然 是在杀死你之前 尽情地嘲讽你一番了 可现在 我特么不敢说了啊 听到苏叶的询问 尹泽的脸色 就犹如吃了屎一般 变得异常的难看 不行 我不能说 这次过来的目的 是要杀他 否则 我绝对会被他的 骷髅兵大军给带走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编个理由吧 想到这 尹泽就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随后笑着说道 我们一组织看中了你的天赋 所以 这次过来的目的 就是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一组织 首领 组织不是说 这个人无法掌控 要趁着对方崛起之前 将其斩杀吗 你这怎么还招揽上了 这时 尹泽身旁的一名男子 用手肘碰了碰尹泽 随后压低声音询问道 小虎 你是在叫我做事吗 看向男子 尹泽眼神冷漠地出声问道 没 没有 看到尹泽那冷漠的眼神 男子背下的连忙白手 对面 派上万的半艺人过来招揽我 怎么的 只要我不同意加入 就要直接灭了我吗 听到尹泽的话后 苏叶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如果我不同意加入呢 那我会将这个情况上报回去 到时候 自然会有其他人来和你谈 此时 尹泽为了自己的小命 宁可回去遭受责罚 也不愿和苏叶产生冲突 猛了 听到尹泽这话 不仅是苏叶梦了 就连十几个知晓此次任务的半艺人 也都猛了 因为尹泽的回答 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尹首领 你是要违背组织的命令 这时 十三名知晓任务的半艺人 直接就将尹泽给围了起来 毕竟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 他们也是会跟着遭受责罚的 没错 这个任务 我执行不了 你们要是想继续执行 那你们就自己来吧 我自己回去接受组织的责罚 听到十三人的逼问 尹泽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甚至 说完后 就直接朝远处走去 将万名半艺人 全部都晾在了这里 什么情况 他们内哄网 看到尹泽和那十几个人 争吵了一番后 直接转身就走 这直接将苏叶给看梦了 小子 实话告诉你 我们一组织 根本就没准备招揽你 而是要将你彻底地留在这里 明白了吗 此时 暂待首领之直的宋天虎 直接就看向苏叶 说明了他们此次的真正目的 嗯 不招揽我 就是冲着杀我来的 听到对方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朝着远处的尹泽看了过去 同时心中暗道 那家伙不敢对我出手 该不会是怕我用骷髅吧 炸他吧 杀 就在苏叶想这件事的时候 对面的宋天虎 就直接对半艺人大军 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行 既然你们不装了 那我也直接摊牌了 看着冲来的半艺人大军 苏叶也是对地底下藏着的 三十万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顺意出来的命令 刷 眨眼间 上万的半艺人大军 就瞬间被数不胜数的骷髅兵大军 给包围了起来 甚至 就连提前离开的尹泽 都被最外围的骷髅兵 给围了起来 第七十四章 三十余万骷髅兵自爆 半艺人大军的绝望 猛了 此时被包围起来的半艺人大军 全部都猛了 他们不理解 这么多的骷髅兵 是从奶冒出来的 外围附近 草 我说不打不打 非他们打 这回好了吧 全他们非这了 此时 看着 将自己包围起来的骷髅兵大军 尹泽心态直接就崩了 大骂道 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等我跑远了 再和那家伙开战呢 真特么是一群杀别 一群大杀别 爆 就在这时 苏叶直接就对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哄 随着一道响彻天际的爆炸声响起 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巨大蘑菇云 就出现在了苏叶的视线当中 与此同时 大地开始崩塌 恐怖的爆炸余波 也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 朝着四周疯狂席卷 同时湮灭着一切 卧槽 我特么都躲到几公里外了 竟然还特么不行 看到远处的爆炸余波 犹如洪荒猛兽一般 朝自己这边袭来 苏叶也是背下的转头就跑 同时 也开始召唤骷髅兵 然后让骷髅兵带着自己瞬移 而一个瞬移结束 马上就召唤第二个继续瞬移 最后 苏叶也不知道跑出了多远 直到爆炸余波的威力 开始逐渐减弱 他才停了下来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原石碎片星号1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气血增加0.3 肉身掌控程度增加0.002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髓液星号3D 奖励三级营养液星号2 听到脑海中 还在响着的奖励提示音 苏叶的脸上 也是泛起了一抹笑意 叮 提醒 随机任务已经完成一半 请宿主再节再列 就在这时 一道任务提示音 引起了苏叶的注意 随机任务完成了一半 难道说刚刚的半艺人大军 实力都在踪近三级以上 想到这 苏叶就查看起了任务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5000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两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一血 顺移 舍己救人 气血 501.8 境界 五级五宗 肉身掌控 登堂入室 81.462 五级 蝶浪掌 迷风部 七星迷宗部 赤炎雷虎拳 圆满77.6% 精神力 4795.1 境界 四级灵宗 神魂掌控 登堂入室 75.682 物品 古域独禅精血星号20 翠金石星号607块 天髓叶星号426D 五神级骷髅 召唤卡星号9 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785 上古秘术卷轴星号1 下等黄阶功法星号1 随机任务 踪进三级以上古兽 462581 1000000 踪进三级以上半一人 10237 10000 嗯 竟然突破到五级五宗了 肉身掌控 登堂入室阶段 激发程度也达到了80%多 不过 精神力和神魂掌控就差一些了 简单地查看了 一下各方面的力量提升程度 苏叶就将目光 落在了随机任务上面 果然 刚刚的半一人大军 实力最弱的都在踪进三级以上 这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看到击杀半一人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1万 苏叶嘴角上的笑容 就犹如AK47一般 压不住 根本就压不住 几公里外 快 咱们必须得尽快找到苏叶 绝对不能让一组织派来的半一人大军 伤害到他 此时 金长明带着他的万人军团 正在秘境当中 疯狂地寻找着苏叶 因为上面给他下达了死命令 那就是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确保苏叶的安全 而直到那一刻 金长明才知道 拥有骷髅兵军团的苏叶 竟然是自己人 哄 就在这时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同时 一朵冲天而起的巨大蘑菇云 也出现在了万人军团的视线当中 大地颤动 强烈的爆炸 余波扑面而来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 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原地 爆炸 蘑菇云 是苏叶 他肯定是 已经和半一人大军碰上了 想到这 金长明的脸色 就变得焦急了起来 随后朝着身后的众人大喊道 快 全速前进 目标蘑菇云方向 然而 当众人前进两公里后 就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的爆炸余波强度 他们已经顶不住了 好恐怖的爆炸余波 苏叶该不会是 将那数十万个骷髅兵 都给引爆了吧 看着远处那久久没有消散的 巨大蘑菇云 金长明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 极其疯狂的猜想 金长官 前面 好像有个人 就在这时 副官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有人 听到副官的话后 金长明也是朝前面看了过去 很快 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 就出现在了 金长明的视线当中 救 救救我 当引则亮亮呛呛地 走到金长明的身前后 终于坚持不住地倒了下去 但那强烈的求生欲 却是让他 还吊着最后一口气 这家伙是从蘑菇云芳 降过来的 那他会不会是半艺人 想到这 金长明就开始 查看起了对方的身体 很快 金长明 就在对方的后背上 发现了红色兽印 完了 身份被发现了 此时 尹泽的眼中满是绝望 副官 操控三柄飞剑 把这个家伙送回去 确定了对方的身份后 金长明就对一旁的副官 下达了命令 我特么好不容易 才跑出来 然后 你不救我就算了 还要用飞剑 再把我给送回去 这尼玛 是人能干出来的事 听到金长明这话 尹泽经的瞬间 瞪圆了双眼 喂 为什么 就因为我是半亿人 看向金长明 尹泽满是不甘地问道 因为你们这次要杀的人 是我要保护的人 所以 去死吧 说完 金长明就示意一旁的副官 立即动手 草 早知道会是这样 那我特么还跑个屁啊 还不如直接死里面了 看到三柄飞剑 犹如担架一般 将自己给抬了起来 尹泽心态彻底崩了 第75章 二十天秘境之行 转打发了 所有人立即分散 在方圆二十公里内 地毯市搜寻苏叶 当副官操控飞剑 将尹泽送回去后 金长明就对众人下达了命令 是 万人军团听后 立即分散 开始朝着四周地毯市 搜寻了起来 半小时后 金长官 北边没有 金长官 东边没有 看到所有人都没有找到 苏叶的踪迹 金长明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出声道 先离开秘境吧 这里的情况 我必须得立即跟龙上校汇报 另一边 哎 今天的最后两次大召唤术都用了 可惜都没触发幸运暴击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带着这五万骷髅兵 继续扫荡秘境了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身后的五万骷髅兵 朝着前方走去 天后 叮 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 奖励及到五计传承十星号一 当三百多头股兽 被五万个骷髅兵乱刀砍死后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终于完成随机任务了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后 苏叶就迫不及待地 将及到五计传承石给拿了出来 耗费近十天的时间 终于把你弄到手了 看着手中的及到五计传承石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将传承石放在了额头之上 哄 一阵恍惚 苏叶震惊地发现 自己的意识竟然来到了一处特殊空间 与此同时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仔细感悟 随着一道魂后的声音响起 魁梧男子的一根手指 就轻轻地点在了他的额头之上 三个小时后 及到五计 虚神指 及到五计 竟是引动天地间的灵器进行攻击 而且 威力远超我的想象 此时 睁开双眼的苏叶 眼中满是惊喜之色 因为这几道五计的威力 比他预想得要强无数倍 继续杀骨兽 争取在离开秘境前 将虚神指领悟到精通镜 想到这 苏叶就带着骷髅兵大军 继续在秘境当中扫荡了起来 七天后 进入秘境 已经有二十天的时间了 是时候离开了 不然 训练营的结业就赶不上了 想到这 苏叶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同时出生到 查看人物属性版面 姓名 苏叶 天赋 召唤 目前上限8610 能力 大召唤术 今天还可以使用九次 兵种 骷髅兵 自爆 强制易血 顺移 舍己救人 气血 8610.8 境界 八级五宗 肉身掌控 略有小成 1.8962 5G 蝶浪掌 弥蜂部 七星弥宗部 赤炎雷虎拳 圆满100% 虚神指 入微 57.32% 精神力 8120.9 境界 八级灵宗 神魂掌控 略有小成 0.9325 物品 古域独禅精械 星号20 翠金石 星号1103块 天髓叶 星号1025D 五神级 骷髅召唤卡 星号9 天赋原石碎片 星号8962 上古秘术卷轴 星号1 下等黄阶功法 星号1 20天的时间 扫荡了大半个秘境 修为提升至八级灵武者 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 都达到了第四阶段 略有小成阶段 还获得了一门极限武技 一份上古秘术卷轴 一本下等黄阶功法 以及可以换取天赋原石的海量修炼资源 这次秘境之行 赚大了 看着人物属性 版面上的各方面数据 苏叶的嘴角 也是不控制住地扬了起来 就被身后出现的空间漩涡给吸了进去 上古秘境外 苏叶 你还舍得出来啊 此时 苏叶刚刚被传送出来 龙与飞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龙上笑 是出什么事了吗 看到龙与飞竟然在这等自己 苏叶也是有些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先跟我来吧 说着 龙与飞就带着苏叶朝军杖方向走去 片刻后 军杖呢 苏叶 虽说在秘境当中 可以互相抢夺修炼资源 但你都得到那么多的修炼资源了 为什么还要抢夺别人的呢 坐到椅子上后 龙与飞就面露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龙上笑 我这么做 是为了保证 军区能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听到龙与飞这话 苏叶没有思考 直接就说出了 自己早就想好的说辞 为了军区 这么无耻的理由 你是怎么想到的 听到苏叶的解释 龙与飞直接就被惊到了 毕竟 他可是知道 苏叶手里的那些修炼资源 军区是要买回去的 行了 那这件事就先不说了 把东西交出来吧 说着 龙与飞就朝着苏叶伸出了双手 东西交出来 交什么 看到龙与飞跟着要饭似的 伸出了双手 苏叶也是一脸猛逼地问道 龙上笑 你让我交什么 空间手环 那十个空间 手环是我们军区的 你得交出来 不过 里面的东西算你的 想到大笑 让自己要回那十个空间手环 龙与飞也是有些尴尬的 说明的情况 十个空间手环 是军区的 那我打劫的万人军团 岂不都是自己人 听到龙与飞这话 苏叶整个人都猛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带头抢劫的万人军团 竟然是军区的人 九个空间手环 里面装着我所获得的 所有修炼资源 至于能换多少块天赋原石 你们去计算 我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说着 苏叶就将九个空间手环 给放在了身前的桌子上 九个 那一个呢 看了看桌上的九个空间手环 龙与飞就看向苏叶追问了起来 丢了 听到龙与飞的询问 苏叶直接胡编了的理由 毕竟 这空间手环不仅空间大 而且还可以帮他 隐藏系统空间的秘密 那像这种好东西 既然都到了他手 那他又怎么可能都交出去 丢了 你在这骗傻子呢 听到苏叶的解释 龙与飞气的嘴角都抽抽了起来 第76章 他说 我没资格获得传承 所以 我就把他给干死了 龙上校 要是没别的事 就送我回训练营吧 毕竟 解释考核快要开始了 我也得回去准备准备 看到龙与飞半天不说话 苏叶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 你先去其他的军帐内休息 一个小时后 我送你回训练营 说完 龙与飞就让苏叶离开了军帐 随后 他就拿出加密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大笑 空间手环拿回来九个 剩下一个 他说丢了 还有 他此次在秘境内 获得的所有修炼资源 都放在九个空间手环里了 然后让咱们自己计算价值 电话接通后 龙与飞就将情况给说了出来 嗯 我知道了 过后你记得提醒他一下 他已经被义组织给盯上了 虽然神蒙已经出面 和义组织达成了某种约定 但也不能保证 义组织就不会再对他继续出手 所以 让他以后尽量低调一点 说完 大笑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嗯 神蒙既然出面了 这么看的话 应该是苏叶的潜力 已经得到了神蒙高层的认可 这就太可怕了 要知道 他还不到十八岁啊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龙与飞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 一个小时后 苏叶 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 因为你在秘境当中的行为 太过高调 所以 你已经被一组织给盯上了 坐在四人飞机上 龙与飞就将这个情况给说了出来 嗯 我知道 苏叶听后 随后回道 这么淡定吗 那可是一组织啊 看到苏叶那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龙与飞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不怕吗 看着苏叶 龙与飞好奇地问道 怕 谁怕 一组织吗 听到这话 苏叶一改懒散的样子 看着龙与飞 一脸认真的反问道 我问的是你怕不怕 怎么就变成一组织了 听到苏叶的反问 龙与飞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算了 跟这小子聊天 太费劲了 我还是直接跟他说清楚 然后闭眼睛睡觉吧 想到这 龙与飞就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苏叶 神蒙已经出面 和一组织达成了某种约定 所以 短时间内 一组织应该是不会再对你出手了 不过 以后你可不能再那么高调行事了 一定要低调一点 明白了吗 看着苏叶 龙与飞一脸严肃地出声提醒道 嗯 神蒙出面保我了 听到这个消息 苏叶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龙上笑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尽可能的低调行事的 看向龙与飞 苏叶出声保证道 嗯 听到苏叶的保证 龙与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闭眼休息了起来 低调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以后 我只会越加嚣张 看着闭眼休息的龙与飞 苏叶心中暗自想道 十个小时后 训练营基地外 苏叶 我隶属于北营军区 以后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联系我 看着朝基地入口走去的苏叶 龙与飞也是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朝着苏叶大喊了起来 嗯 这话听着 怎么有点耳熟呢 听到龙与飞这话 苏叶心中暗自想道 龙上笑 苏叶要是遇到困难 我们省部会帮忙解决的 就不劳 你们北营军区费心了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基地入口那边响了起来 该死的 苏叶跟李明出去一趟 他就被东营军区给盯上了 而现在 跟龙上笑出去一趟 他又被北营军区给盯上了 干什么啊 他现在可是我们省部的人啊 此时 丁凯一边朝苏叶走去 一边苦笑着 摇头自语道 丁凯 我只是表达了大笑的意思 如果你们省部有什么不满 那就去找我们大笑吧 龙与飞笑着说完后 就直接走进了私人飞机当中 苏叶 说说吧 你到那边后 都干了些什么 走到苏叶身前 丁凯满是好奇地问道 进秘境 抢夺修炼资源 然后卖给北营军区 就这点事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就将那边的情况 给简单地说了一下 抢夺修炼资源 卖给北营军区 还在这么玩呢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直接就被惊到了 走 我有酒 你有故事 咱们去我的房间边喝边聊 缓过神来后 丁凯就拉着苏叶 朝基地入口走去 房间呢 什么 你带着骷髅兵大军 横扫无数凶险之地 什么 你带着骷髅兵大军 在秘境里 把别人打劫的 就剩一条苦茶子 什么 你带着骷髅兵大军 灭了数量上万的半亿人大军 得知苏叶在秘境当中 干的这些事 丁凯直接被惊得 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叶 上万的半亿人大军 你是怎么灭掉的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丁凯就面露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三十余万的骷髅兵自爆 直接带他们去见太奶 看着丁凯 苏叶笑着解释道 三十余万 这小子竟然能召唤出 三十多万的骷髅兵大军 听到苏叶的解释 丁凯瞬间就感觉头皮发麻 实在是这个数字太过恐怖了 丁少校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你知道传承塔吗 这时 苏叶想到了那个传承塔 随后就看向丁凯出声 询问了起来 什么 传承塔 你在那个秘境当中 看到传承塔了 听到传承塔三字 丁凯猛地朝苏叶看了过去 苏叶 你进去了吗 是否获得了里面的传承 此时 丁凯呼吸有些急促地 看着苏叶出声问道 进去了 但里面的那个家伙 说我没资格获得传承 所以 我就把他给干死了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也没隐瞒什么 直接就将实情给说了出来 第七十七章 星耀武道大学 天才的聚集地 什么 你把传承塔的主人给干死了 这怎么可能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直接就惊呼了起来 眼中更是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几分钟后 苏叶 你真的找到了传承塔 你真的把传承塔的主人给干死了 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平复下心情后 丁凯就紧盯着苏叶出声确认了起来 不是在开玩笑 我真的把传承塔的主人给干死了 说着 苏叶就从系统空间当中 将那具头骨被砍成两半的尸骨 给拿了出来 这纯粹的灵气 没错了 这具尸骨 就是上骨强者的尸骨 感受到尸骨身上散发出的微弱灵气 丁凯就已经确信 这具尸骨 就是传承塔的主人 嗯 上骨强者 这传承塔的主人 是上骨强者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的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因为他不清楚 上骨强者代表着什么 丁少校 你为什么称呼 他为上骨强者 还有 之前我在接受传承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叫我下等人 看向丁凯 苏叶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苏叶 你先回房休息吧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并没有给出回答 而是让他先回去休息 好 苏叶听后并没有再继续追问 而是直接起身离开了房间 苏叶 不是我不告诉你 而是对于这些上骨秘心 就算是我 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啊 看着离开的苏叶 丁凯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离开房间 直奔地下五层 另一边 丁少校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是他也不知道 还是说我目前没有资格知道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苏叶就躺到床上 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 咚咚咚 就在苏叶还在做美梦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 就忽然响了起来 丁少校 你怎么来了 打开门 看到来人既然是丁凯后 苏叶就立即让开了身子 苏叶 还有两个月 你就要高考了 有心仪的武道大学吗 进入房间后 丁凯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嗯 大早上过来 就问我这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想了想到 丁少校 最顶尖的武道大学 一共有五所 目前我还没有决定好 要考入其中的哪一所武道大学呢 星耀武道大学 如果你想变得更强 那就一定要考入星耀武道大学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就直接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星耀武道大学 没听说过呀 听到丁凯的建议 苏叶不解到 丁少校 最顶尖的武所武道大学当中 好像没有这个星耀武道大学吧 最顶尖的武所武道大学 他们在星耀武道大学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么和你说吧 在星耀武道大学里面 随便找个学员 那都能吊打那 武所顶尖武道大学里的 所有天才 看着苏叶 丁凯笑着出声解释道 在星耀武道大学里 随便找个学员 能直接吊打 武所顶尖武道大学里的 所有天才 扯淡了吧 这星耀武道大学 能有那么牛逼 听到丁凯的解释 苏叶第一反应 就是不相信 丁少校 如果星耀武道大学 真有你说的那么恐怖 那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 看向丁凯 苏叶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因为星耀武道大学 根本就不在报考范围内 所以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 它的存在的 嗯 不在报考范围内的 特殊武道大学 这就有点刁了呀 听到丁凯的解释 苏叶瞬间就对这 所武道大学 产生了兴趣 丁少校 星耀武道大学里的学员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此时 苏叶满是好奇地问道 里面都是些什么人 苏叶 你还记得你之前 看过的那份秘密资料吗 看着苏叶 丁凯直接提醒道 嗯 那份秘密资料 等一下 难道说 这星耀武道大学里的学员 全部都是古武者 天异者 天赋者 天选者 等这类的特殊人群 想到这 苏叶就瞪大双眼地 朝丁凯看了过去 苏叶 看来你已经猜到了 怎么样 对这个武道大学 有没有兴趣 看到苏叶那吃惊的样子 丁凯笑着问道 有兴趣 太有兴趣的 丁少校 那我到时候 该如何考入星耀武道大学 看向丁凯 苏叶满是兴奋地问道 高考结束 等候通知 然后拿着大魔王称号证书 去星耀武道大学 参加入学考核 只要通过考核 那就可以进入星耀武道大学了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就出声解释了起来 嗯 大魔王称号证书 入学考核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很快就抓住了两个重要信息 丁少校 是不是只有各省训练营里的大魔王 才有资格参加星耀武道大学的入学考核 看向丁凯 苏叶出声问道 大魔王称号 是普通人能参加星耀武道大学 入学考核的唯一机会 而星耀武道大学招生 是不看高考成绩的 所以能否进入星耀武道大学 那就得看能不能通过入学考核了 最后给你提个醒 星耀武道大学的入学考核难度 远超你的想象 说完 丁凯就笑着拍了拍苏叶的肩膀 随后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没身份没背景的普通人 只有获得大魔王称号 才有资格去参加星耀武道大学的入学考核 而有权有势的人 应该就不需要这么苛刻的条件了 这么看来 不管是在哪个世界 都不存在公平一说啊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无奈地耸了耸肩 随后就离开房间 朝着电梯方向走去 地下二层 苏叶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到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张元也是笑着打起了招呼 张元长官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对了 我想进入宗集战斗秘境 目前里面有多少一寿 看向张元 苏叶笑着问道 第七十八章 去各地宗集上古秘境进货 然后卖给北营军区 苏叶 目前 宗集战斗秘境当中 有150万头宗境一级异兽 200万头宗境二级异兽 100万头宗境三级异兽 而所有异兽 都投放在了秘境西侧区域 听到苏叶的询问 张元就将战斗秘境内的异兽情况 给说了出来 唉 虽然异兽数量少 境界低 但有总规比没有强 想到这 苏叶就朝着战斗秘境入口走去 而张元看到后 也是熟练地开启了秘境入口 战斗秘境内 大召唤术 进入秘境后 苏叶就直接施展了大召唤术 很快 八万骷髅兵大军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横推 看着身前的骷髅兵大军 苏叶直接下达了横推的命令 二十分钟后 嗯 这小子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着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张元想了想 还是出声提醒道 苏叶 明天你们就要 离开训练营了 而你积攒的时间 足够让你今天一天 都待在战斗秘境当中 嗯 这是在提醒我 今天再不抓紧时间 在战斗秘境当中挑战异兽 以后就没机会了 听到张元的提醒 苏叶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张元长官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 不需要了 说完 苏叶就走进电梯 直接去了地下一层 大魔王苏叶 一想到他明天就要走了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看着离开的苏叶 张元也是 笑着自语了起来 地下一层 训练场 卧槽 这帮家伙在干什么 不训练了 当苏叶从电梯中走出来 看到学员们不是在吃烤川 喝啤酒 就是在唱歌 斗舞 这直接就将苏叶给看梦了 是叶哥 叶哥回来了 这时 率先看到苏叶的洛天臣 直接就朝着众人大喊了起来 然后 处于猛逼状态的苏叶 就被众人拉过去 吃喝玩乐了起来 片刻后 什么 结业狂欢 咱们不是还没进行结业考核呢吗 怎么就开始结业狂欢了 看向洛天臣 苏叶不解地问道 结业考核 那不昨天就结束了吗 叶哥 你是不是担心你的结业考核分数啊 不用担心了 虽然你没来 但你的结业考核是满分 听到苏叶的询问 洛天臣先是一愣 随后就笑着解释了起来 我特意赶回来 就是想在结业考核的时候 再装装笔 结果 你现在告诉我 结业考核已经结束了 听到洛天臣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学员们 尽情地狂欢吧 将这一个月里所承受的所有压力 全部都释放出来吧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前面搭建的舞台上响了起来 哦 听到丁凯的喊声 学员们彻底疯狂了起来 哎 真的好想融入他们 可我真的没什么压力可释放啊 看着彻底陷入疯狂的学员们 苏叶也是无奈地耸了耸肩 随后就查看起了人物属性版面 系统 这20天的时间里 我杀了那么多的古兽和半亿人 可得到的天赋原石碎片 却只有8900多片 这数量真的是太少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快速获得天赋原石碎片 看到目前所拥有的天赋原石碎片 只有8962片 苏叶就对系统询问了起来 叮 天赋原石碎片属于特殊奖励 宿主在击杀古兽或半亿人的时候 可以将奖励指定为特殊奖励 叮 提醒 只有特殊奖励才能进行指定 像增加血气 精神力 武技熟练度等普通奖励 是无法进行指定的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她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嗯 可以将奖励指定为天赋原石碎片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苏叶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就流露出了狂喜之色 因为她已经知道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她要做什么了 苏叶 距离高考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你回去后 准备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做些什么 就在这时 丁凯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前往各地的 踪迹上古秘境 掠夺修炼资源 卖给北营军区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就说出了 自己刚刚才做出的决定 去各地的 踪迹上古秘境当中进货 然后卖给北营军区 怎么的 这是卖上瘾了 听到苏叶的打算 丁凯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苏叶 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要真打算这么做 那修炼资源 能不能优先 卖给咱们南陵省省部 看向苏叶 丁凯出声询问道 嗯 省部也缺修炼资源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点了点头道 丁少校 优先卖给咱们省部 肯定是没问题的 不过 我只要天赋原石 咱们省部有足够多的 天赋原石吗 嗯 只要天赋原石 那可是稀缺资源啊 听到苏叶只要天赋原石 丁凯就知道 这件事 已经不是 他可以决定的了 随后出声道 苏叶 这件事 我先去研究一下 一会给你答复 说完 丁凯就朝着 电梯方向走去 又研究 怎么一遇到点事 丁少校就出去研究 看着离开的丁凯 苏叶疑惑不解地想到 地下五层 密室内 昨天晚上 才跟大校打完电话 今天又打 这该死的熟悉感 走进密室后 丁凯就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就拿起加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丁凯 又出什么事了 电话接通后 大校的声音 就率先响了起来 大校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苏叶准备去各地的 宗集上古秘境当中进货 然后再卖给北英军区 我就想着 肥水不留外人田 就提议他 优先卖给咱们省部 不过 他只接受用天赋原石 进行兑换 听到大校的询问 丁凯就将情况给说了出来 第79章 苏叶的实例 魏天云被吓傻了 天赋原石属于稀缺资源 那些普通的修炼资源 根本就不值得用天赋原石兑换 所以 这个交易 我批了 说完 大校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先说不值得换 然后又同意了这个交易 干什么呢 在这逗我玩呢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丁凯也是一阵无语 片刻后 地下一层 卧槽 这尼玛是什么情况 人在台上唱 骷髅在台下跳 这节夜狂欢 都刺激到这种程度了吗 从电梯当中走出来后 看到上百个骷髅兵 都扔掉了手中的鼓刀 然后在动感的音乐中 疯狂地扭摆着自己的身体 这诡异的一幕 直接就将丁凯给看傻了 丁少校 这样的节夜狂欢 炸不炸脸 要不要让几个骷髅兵 跳到空中 再放几个绚丽的烟花 这时 苏叶来到了丁凯身前 随后面露兴奋地出声提议道 骷髅扭摆还不够 还要让他们跳起来抱一下 听到苏叶的这个提议 丁凯直接就拒绝了 同时心中暗道 还说什么放烟花 我看他就是想炸了我的训练营基地 狂欢一天后 47名学员 除了冷剑 林莽 钱豪 和助师宇四人 其余人在临走前 都给了苏叶一个真诚的拥抱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的实力 之所以能提升一大截 全部都是因为苏叶的帮助 不管是骷髅兵实战 还是天髓叶泡澡 第二天一早 基地外 苏叶 回去后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尽管联系我 还有 之前咱们说的那个交易 就按你说来 我们省不用天赋原石 换你的修炼资源 看着苏叶 丁凯笑着出声说道 好 苏叶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 不远处的直升机走去 丁少校 前天晚上我问的那些问题 什么时候能知道答案 在即将走上直升机前 苏叶忽然回头 看向丁凯大声问道 星耀 在那里 你可以得到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说完 丁凯就笑着挥了挥手 随后就朝着基地 入口走去 直升机上 苏叶 大魔王称号拿下了吗 看着苏叶 魏天云面露期待地问道 嗯 虽然竞争对手非常强 但我还是拼尽全力地 拿下了大魔王称号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苏叶咧嘴一笑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竞争对手非常强 谁强 我们怎么不知道 听到苏叶的回答 一旁的冷剑 凌芒等四人 直接就回忆起了第一天训练时 洛天辰 裴天翼和鳄山三人 差点被无数骷髅兵 给炸死的一幕 哈哈 好 好 苏叶 你果然 没有让我失望 而此时的魏天云 在得知苏叶成功 拿下了大魔王称号后 直接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魏会长 你看我这也算是 为天灵士争光了 那是不是得给我点奖励什么呢 趁着魏天云高兴 苏叶直接就讨要起了好处 哦 原来是为了要奖励啊 此时 一旁的冷剑 凌芒等四人 在听到苏叶这话后 全部都呕了起来 因为他们终于明白 苏叶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了 苏叶 这份荣誉 是你拼尽全力得来的 理应给你一些奖励 说吧 你想要什么 看向苏叶 魏天云直接问道 天赋原石 越多越好 苏叶听后 直接就说出了 自己想要的奖励 天赋原石 这小子的胃口 怎么越来越大了 听到苏叶提出的奖励 魏天云直接就愣住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这次的胃口 竟然比走之前讨要五计 灵气势还要大 三块 在我的权限范围内 最多能奖励 你三块天赋原石 沉默了一会后 魏天云就竖起三根手指 出声说道 行 三块就三块 虽然三块不多 但这毕竟是白嫖来的 苏叶已经很满意了 好了 说说你们现在的实力吧 让我看看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你们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这时 魏天云就看向了冷剑 凌芒等四人 魏会长 我现在的实力 是四级灵师 神魂掌控 初窥门禁阶段 激发程度 13%左右 魏会长 我现在的实力 是四级武师 肉身掌控 初窥门禁阶段 激发程度 10%左右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冷剑 灵芒等四人 就立即说出了 自己目前的实力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四人的实力 竟然都突破到了 失禁四级 而且 肉身掌控 或神魂掌控 还都突破到了第二阶段 激发程度 更是都达到了10%以上 这也太恐怖了吧 他们在训练营里 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得知四人的实力后 魏天云是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四人竟然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将实力提升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苏叶 你现在什么实力 缓过神来后 魏天云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而一旁的冷剑 灵芒等四人 也都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 苏叶现在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八级零武宗 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 都突破到了第四阶段 略有小成阶段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苏叶就说出了 自己目前的实力 八级零武宗 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 都突破到了第四阶段 疯了吧 这是一个还没参加高考的少年 该有的实力吗 听到的苏叶的话后 魏天云 冷剑 灵芒等五人 全部都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朝苏叶看了过去 苏叶 训练营那边跟你说过星耀吗 缓过神来后 魏天云就一脸严肃地 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嗯 说过 我会去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苏叶点头说道 去吧 那里才是属于你的舞台 对了 天赋原石给你增加到五块 多出来这两块 算是我个人送给你的 得知苏叶真的要去星耀武道大学 魏天云也是极其豪气地 送出了两块天赋原石 第八十章 万之楼分布 他的身份我竟然无权查看 六小时后 天灵室 灵五指协会楼顶 苏叶 以你的实力 已经不需要回天灵异中了 要不要我帮你跟校长说一声 从直升机上走下来后 魏天云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魏会长 那就劳烦 你跟我们校长说一声吧 正好这剩下的两个月时间 我有其他的打算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苏叶点头说道 好 那你先跟我去取天赋原石 然后我再给你们校长打电话说这件事 说完 魏天云就带着苏叶 走进了灵五者协会大楼 冷见 你说魏会长是不是把咱们四个给忘了 看着离开的两人 灵芒出声问道 不知道啊 看向灵芒 冷见也是有些发猛地说道 喂 你们四个自己回自己学校吧 就在这时 离开的魏天云忽然反了回来 随后朝着四人喊了一声后 就再次走进了灵五者协会大楼 哎 看出来了 叶哥是轻生的 咱们四个是捡来的 比不了 根本就比不了啊 看着再次离开的魏天云 冷见也是 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就朝着楼顶的通道门走去 冷见 等等我们 咱们一块走 看到冷见离开 灵芒也是喊了一声 随后就带着钱豪和祝诗宇 两人追了上去 十分钟后 灵五者协会大楼外 五块天赋原石 已经到手 那接下来 就要去查找一下 都哪里有 踪迹 上古秘境了 想到这 苏叶就打了一辆出租车 随后按照魏天云给出的地址 来到了一家售卖古董的古玩店 小兄弟 想买点什么 当苏叶走进古玩店后 一名中年男子就走上前 笑着询问了起来 消息 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苏叶直接说明了来意 嗯 听到这话 中年男子也是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苏叶 随后笑道 跟我来吧 很快 苏叶就跟着中年男子 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包厢内 小兄弟 谁介绍你来的 你又想购买什么消息 坐下后 中年男子就略显好奇地 看向苏叶 询问了起来 卫会长介绍我来的 我想购买各地 踪迹 上古秘境位置的消息 看着中年男子 苏叶直接说道 嗯 竟然是魏天云 那家伙介绍来的 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得知这个情况后 中年男子 对苏叶的身份 就产生了一丝兴趣 我叫梁芳 你可以称呼 我为梁老板 至于你要购买的消息 我还需要一些具体的要求 比如秘境地址的数量 秘境地址的范围 秘境存在时间等等 这些你都要和我说清楚才行 看向苏叶 梁芳笑着提醒道 嗯 什么叫专业 这特么就叫专业啊 听到梁芳的提醒 苏叶也是意识到 这万只楼 的确是有点东西 哪怕这里 只是一个小小的分布 小兄弟 想好具体要求了吗 看到苏叶半天没说话 梁芳便出声询问了起来 没有 我先想一下 说完 苏叶就开始思考了起来 一个上古秘境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要扫荡一遍的话 最短 也得需要二十天的时间 这么看到话 我最多 也就能扫荡 三个上古秘境 想到这 苏叶就朝着梁芳 看了过去 随后出声说道 秘境地址数量三个 秘境地址范围 最好在南陵省内 同时三个秘境 相距不要太远 至于秘境存在时间 越短越好 我知道了 你先在这里 稍等我一会 知晓了苏叶的要求后 梁芳就起身离开了包厢 9367万神盟币 以后就都用来购买 需要的消息吧 当梁芳离开后 苏叶就查看起了 目前所拥有的神盟币 而这些神盟币 则是他通过击杀生灵 获得钱财奖励 所积攒起来的 另一边 地下一层 密室内 此时 梁芳坐在一个电脑前 开始输入 苏叶所提出的要求 很快 一个9000积分的提示窗口 就从电脑屏幕上 显示了出来 一积分一神盟币 而这个消息 需要消耗我9000积分 那我就收他 两万神盟币好了 想到这 梁芳就操控鼠标 点击了支付按钮 定 随着梁芳支付成功 一道短信提示音 就从他的手机上 响了起来 接下来 我就查查他的身份 想到这 梁芳就用手机 将苏叶的照片 上传到了电脑上 而这个照片 则是 他刚刚偷拍下来的 十秒钟后 电脑上 就忽然出现了 一个红色的警告提醒 同时 警告二字的下方 还标注了一行小字 权限不足 禁止查询 傻了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 红色警告提醒 梁芳整个人都傻住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的身份 信息等级 竟然超出了 他的权限范围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啊 关闭警告提醒后 梁芳满是 好奇地自语道 五分钟后 小兄弟 这是你想要的消息 两万神蒙币 回到包厢后 梁芳就将一张纸 递给了苏叶 同时说出了 这份消息的价钱 什么 两万神蒙币 听到梁芳说出的价钱 苏叶也是忍不住 惊呼了起来 而他惊呼 不是因为价格贵 而是感觉太便宜了 两万神蒙币 还一惊一乍的 这小子要不要这么穷啊 看到苏叶的反应 梁芳也梦了 因为他没有想到 区区两万神蒙币 对方都会感觉贵 大意了 按照流程 我是应该先告知他价格 然后再得到对方同意 并收到钱款后 再点击购买消息的 可这么便宜的消息 我是真没想到 他会买不起啊 看着苏叶 梁芳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出声说道 小兄弟 你要是感觉价格贵 那就不要买了 回去再网上查 也是可以查到的 只不过需要 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第81章 因为有你 温暖了我整个高中生涯 贵 一点都不贵啊 我还感觉太便宜了呢 说着 苏叶就拿出了手机 示意对方亮出收款码 不嫌弃贵 那你刚刚一惊一乍地干什么 听到苏叶这话 梁芳也是一阵无语 随后就亮出了 自己的收款码 几秒钟后 当苏叶完成支付 就开始 查看起了这份消息 顺阳市 东130公里外 踪迹上古秘境 七年前出现 远河市 紫陵县 北七十公里外 踪迹上古秘境 四年前出现 天陵市 长河县 东八十公里外 踪迹上古秘境 六年前出现 咦 本市有一个 顺阳市有一个 我记得 林川就是顺阳市的吧 远河市还有一个 骆天城不就是远河市的 看到三个地址当中 有两个地址 都有自己认识的人 苏叶就在想 到时候 要不要和他们续个旧 小兄弟 还需要购买其他的消息吗 就在这时 梁峰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不需要了 梁老板 带我下去吧 听到梁峰的话后 苏叶立即回答道 楼下 小兄弟 以后要是再需要购买消息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给你打九折 来到店铺门口后 梁川就对苏叶给出了优惠 一是因为苏叶身份不简单 二是因为 他已经知道 苏叶是个不差钱的主了 好 以后要是再需要购买消息 我会过来的 说完 苏叶就直接离开了古玩店 师父 长河县去不去 坐上一辆出租车后 苏叶就直接询问了起来 三千 司机师傅听后 直接开出了一个价钱 一万 越快越好 嗡 苏叶刚刚说完 司机师傅就一脚由门踩了下去 三个小时后 看着远处的上古秘境入口 苏叶先是支付了车费 随后下车 就朝着秘境入口方向走去 苏叶 真的是你啊 就在苏叶准备进入秘境的时候 一道满是惊讶的声音 就从他的身后响了起来 嗯 刘东 同班同学 看到一名身穿蓝色战斗服的青年 带着八个人朝自己走来 苏叶就从融合的记忆当中 找到了对方的信息 苏叶 你不会是准备一个人 进入这个 终极 上古秘境吧 看了看 鸡米外的秘境入口 刘东也是 猜想到了什么 随后有些吃惊的问道 嗯 马上就要高考了 所以我准备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听到刘东的询问 苏叶点了点头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不是 苏叶你疯了吧 就算你想搏一搏 那也不能来 终极 上古秘境啊 你不要命了 说到这 刘东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身旁的光头男子说道 大哥 咱们小队不是还差一个人吗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他是我同班同学 人品肯定没问题的 他什么实力 光头男子听后 并没有立即同意下来 而是询问 起了苏叶的实力 毕竟 他是小队的队长 那就得对所有人的安全负责 三 三级五者 对于苏叶这个常年年级吊车尾的存在 刘东还是记得对方的实力的 什么 三级五者 这特么我也带不动啊 得知苏叶的实力后 光头男子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就拒绝了对方的加入 哪怕是他亲弟弟邀请的 大哥 虽然他实力弱 但他胜在稳健啊 绝对不会给咱们招惹麻烦的 此时 刘东还是想再争取一下 因为他真的不想 看着苏叶死在里面 这 行吧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真的遇到了 连我都感觉棘手的危机 那我肯定是顾不了他的 面对刘东的再次请求 光头男子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同意了刘东的请求 一旁 虽然你是好心 但我也没说要加入你们小队啊 看到刘东不断地请求自己的大哥 最后成功将自己拉进了小队当中 这直接就将苏叶给整不会了 苏叶 我大哥是八级武宗 有他在 咱们安全得很 而你只需要跟紧我们就行了 等出来后 我会让大哥分你一些修炼资源的 此时 刘东来到苏叶身前笑着说道 刘东 咱们虽然是同学 但三年来 好像也没怎么接触过吧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看向刘东 苏叶有些好奇地问道 因为有你 温暖了我整个高中生涯 听到苏叶的询问 刘东满是感激地说道 我 温暖了你整个高中生涯 听到刘东的回答 苏叶直接就猛了 因为他根本就听不懂 对方在说什么 等一下 刘东 刘东 常年年级倒数第二的刘东 猛然间 苏叶就从融合的记忆当中 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操 怪不得他对我充满了感激 怪不得他说 我温暖了他整个高中生涯 原来 是我一直在给他托底啊 清楚了这个情况后 苏叶直接就苦笑了起来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方帮助自己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这个 苏叶 别愣在那了 快点跟上来啊 就在这时 刘东的声音 就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而苏叶这才注意到 小队的人 已经开始进入秘境了 来了 虽然清楚了原因 但对方毕竟是好心 所以 苏叶准备跟着小队混两天 然后再找借口离开 上古秘境呢 目前 咱们身处在秘境东部 在这里 一共还有八个凶险之地 没有被人征服 而其中的天蛇谷 就是咱们此次的目标 进入秘境后 光头男子刘夏 就拿着地图 跟众人说明着情况 大哥 那进入天蛇谷后 都需要注意什么 这时 刘东出声询问道 你和你的同学 注意跟紧我们就行了 其他的 不需要你们操心 说完 刘夏就带着众人 朝天蛇谷方向走去 跟紧就行 什么都不用操心 这和我跟在骷髅兵身后 也没什么区别啊 听到刘夏的话后 苏叶莫名的 有了一丝熟悉感 第八十二章 你连死都不怕 却怕我的实力会超过你 苏叶 你怎么又走神了 快点跟上来啊 就在这时 刘东的声音 就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来了 听到刘东的喊声 苏叶就立即追了过去 同时对系统下达命令道 系统 将接下来击杀古兽或扮议人的奖励 全部都指定为天赋猿十岁篇 定 指定特殊奖励成功 定 提醒 离开当前秘境后 指定奖励效果自动解除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音就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苏叶 跟紧我 只有跟在我的身边 你的安全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 看到苏叶跟上来后 刘东就压低声音提醒了起来 嗯 跟紧你 一旦遇到危险 你大哥救你 就相当于救我 这小子 对我还真是够好的呀 听到刘东的提醒 苏叶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放心吧 从现在开始 我死跟着你 半小时候 随着前面出现了三名身穿战斗服的男子 小队也是 立即停下了脚步 该死的 竟然遇到了掠夺者 看着拦住小队 去路的那三名男子 刘东的脸色 也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 嗯 掠夺者 同行 听到刘东的话后 苏叶也是朝前面的那三名男子 看了过去 哄 就在这时 身穿战斗服的三名男子 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同时 他们脚下也浮现出了九道黄色光蕴 九级武宗 而且 还是三名九级武宗 在看到对方显露出的实力后 所有人都眼中都流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包括队长刘夏 所有人 准备战斗 就在这时 刘夏的声音 就从所有人的无线耳机中响了起来 哄 哄 哄 而听到刘夏的话后 小队成员全部都释放出了自身的血气或魂印 苏叶 这次是我把你给害了 如果我没拉你进入小队 那你也就不会遇到他们了 此时 刘冬看向身旁的苏叶 满是愧疚地说道 刘冬 我可没有怪你 不过 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看到刘冬此时表现出的镇定 苏叶也是有些吃惊地问道 进入秘境 那就要做好死在里面的准备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秘境时 我大哥 对我说过话 再加上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秘境里 遭遇生死危机了 所以 对于生死 我早就看到了 听到苏叶的询问 刘冬故作轻松地出声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那这么看的话 你是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听完刘冬的解释 苏叶笑了笑 随后就准备去解决掉 那三个掠夺者 不 其实 我有怕的 那就是怕你的实力会超过我 看着苏叶 刘冬一脸认真地说道 你特么连死都不怕 却怕我的实力会超过你 完了 在这给我搞笑呢 听到刘冬这话 苏叶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喂 交出你们身上的所有修炼资源 这样的话 我们兄弟三人 还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 就在这时 掠夺者的声音 就从对面响了起来 杀 听到这话 刘夏直接就带着七名小队成员 杀了过去 哪怕知道不是对方的对手 那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没办法了 看到这一幕 苏叶直接就开始了召唤 只不过 召唤光圈出现的位置 却是在三名掠夺者附近 很快 三名手持鼓刀的骷髅兵 就从召唤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随后在刘夏等人猛闭的目光中 直接和三名掠夺者展开了激战 卧槽 三个只有八级武宗实力的骷髅召唤生物 却将三个九级武宗压着打 这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我都不信 太强了 这三个骷髅召唤生物 真的是太强了 看到三个骷髅兵 将三名掠夺者压着打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直接看傻了众人 别看了 先离开这里 这时 反应过来的刘夏 直接就朝着众人大喊了起来 天赋者 附近有天赋者在帮咱们 苏叶 今天 咱们算是走了狗屎运了 看着退回来的小队成员 刘东也是神情激动地 朝苏叶大喊了起来 是啊 咱们运气真好 看着激动不已的刘东 苏叶也只能甘笑着回应 但心中却暗自想到 要不是怕打击到你 我连骷髅兵都不想召唤 对于九级武宗 苏叶现在是真不怕 毕竟 他的肉身掌控 现在已经突破到了第四阶段 而骷髅兵完美复刻他的肉身力量 自然也能压着九级武宗打 不过 如果是肉身掌控 突破到第三阶段的九级武宗 那可就不一定能打过了 刘东 带上你的同学跟紧我们 咱们得趁这个时间 抓紧逃离 就在这时 退回来的刘夏 就朝着刘东大喊了起来 知道了大哥 说完 刘东就将苏叶给扛了起来 然后跟着小队成员 快速朝远处跑去 怕我跑得慢 扛起来就跑 看到刘东扛着自己快速奔逃 苏叶也是一阵无语 随后就将目光看向了远处的那三名掠夺者 最后再送你们一份大礼吧 说着 苏叶就再次召唤起了骷髅兵 很快 三名掠夺者 就被数百名骷髅兵给包围了 三分钟后 自爆 紧接着 苏叶就对三百名骷髅兵下达了命令 片刻后 算了 刘东护我安全 那我就护送他们到天蛇谷 然后再帮他们得到 此次想要获取的修炼资源吧 至于我的实力 还是不要暴露了 想到自己是刘东心中唯一的遗术光 苏叶就决定继续隐藏实力 然后再暗中帮一帮对方就行了 而苏叶选择这么做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小队要去的天蛇谷是凶险之地 在帮对方得到想要的修炼资源后 他正好也可以将剩余的修炼资源 全部扫荡一空 休息十分钟 然后继续赶路 就在这时 留下示意所有人停下原地休息 苏叶 怎么样 感受到风一般的速度了吗 此时 刘东将苏叶放下来后 也是一脸得意地炫耀起了自己的速度 第83章 王进骨蛇 苏叶出手 嗯 五级五者 风一般的速度 听到刘东这话 苏叶也是嘴角抽出了几下 随后甘笑道 嗯 感受到了 就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也能爆发出这种速度 放心吧 只要接下来能在天蛇谷 顺利拿到修炼资源 到时候分你一点 你就有钱买一品营养液了 然后你再努力努力 肯定能够突破到五级五者的 看着苏叶 刘东笑着激励道 刘东 你大哥实力这么强 按理说 你应该有钱买营养液啊 那你为什么没继续提升实力呢 听到刘东的话后 苏叶也是有些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我资质有限 就算使用大量的营养液和修炼资源 实力提升也是有限的 所以 有那个钱 还不如让我大哥用呢 说到这 刘东就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看我干什么 等一下 这家伙不继续提升实力 该不会是 也有我的原因吧 看到刘东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盯着自己 苏叶的心中 忽然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想 十分钟后 出发 随着刘下声音响起 所有人就都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后继续朝天蛇谷方向赶去 三个小时后 天蛇谷外 刘东 苏叶 你们两个跟在最后面 负责收集骨兽精血和所看到的修炼资源 看着前面的天蛇谷 刘下直接就给两人安排了任务 知道了大哥 刘东听后 立即喊道 苏叶 这活我说 一会你就跟着我学 说着 刘东就将一把黑色匕首递给了苏叶 好 苏叶听后没有拒绝 而是直接接过了匕首 几分钟后 嗯 不对劲 一路上 怎么连一条骨蛇都没有遇到 而且 也没有看到一株林草或林矿 进入天蛇谷后 苏叶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而带头的刘下 也同样察觉到了这个情况 直接让众人放慢了脚步 死死死 此时 在苏叶等人走过的路上 却是忽然冒出了一条条骨蛇 这诡异的情况 就像是所有骨蛇得到了某种命令 再故意放苏叶他们进去 而随着越来越靠近天蛇谷深处 留下心中的不安也越加强烈了起来 停下 立即原路返回 感受到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 留下直接对众人下达了返回的命令 死死死 然而 当众人转身准备朝山谷外走去时 四周却开始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骨蛇 而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了起来 骨蛇群没有发动进攻 看样子像是在阻止咱们离开 看着这一幕 苏叶直接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听到这话 留下也是看了一眼苏叶 随后想了想到 继续往前面走 退了 咱们继续走 骨蛇群竟然真的退了 苏叶 你是怎么发现的 注意到这个情况 刘东直接就看向苏叶询问了起来 进来时 一条骨蛇都看不到 出去时 骨蛇就都冒了出来 这怎么看 都像是在阻止咱们离开 听到刘东的询问 苏叶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苏叶 那你感觉 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在这时 留下的声音 就从前面响了起来 不知道 恐怕只有到了山谷最深处 才能知晓答案 听到留下的询问 苏叶摇头说道 十分钟后 当众人来到山谷最深处 一条长二十余米的黑色巨蛇 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王静 这天蛇谷内 竟然有骨蛇突破到了王静 当留下戴上智能眼镜 看到巨蛇的实力后 惊得瞬间瞪圆的双眼 眼中更是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什么 这条巨大骨蛇 竟然是王静 完了 面对王静骨兽 一点声的希望都没有 在得知眼前这条巨大骨蛇 竟然是王静骨兽后 小队成员的眼中 瞬间就充满了绝望 人类 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你们和我的族群战斗 直至死亡 第二个选择 你们互相战斗 而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 可以活着离开天蛇谷 就在所有人都深陷绝望的时候 王静骨蛇突然口吐人言 给出了两个选择 灵智 这头王静骨蛇竟然衍生出了灵智 听到王静骨蛇的话后 所有人都被惊到了 因为不管是异兽还是古兽 想要衍生出灵智 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大家不要相信他的话 他就想看 咱们自相残杀 这时 率先反应过来的刘夏 直接就朝着众人大喊了起来 我只给你们十秒钟的考虑时间 十秒钟后 说出你们的选择 看着满脸焦急的刘夏 王静骨蛇神色细血地说道 我们选择第一个 就在这时 苏叶直接走到了最前面 随后看向王静骨蛇满是兴奋地说道 哄 听到苏叶给出的回答 刘夏直接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随后目光扫视所有成员 最后冷声道 别让我瞧不起你们 哄 哄 哄 听到刘夏这话 七名成员对视一眼 没有说话 直接释放出了自身的血气和魂印 草 王静骨蛇又如何 老子第一个上 这时 释放出赤色血气的刘冬 直接就朝着王静骨蛇冲了过去 嗯 刘冬这家伙 有点火啊 看着冲上来的刘冬 苏叶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在刘冬从他身边跑过去的时候 一记掌刀将其打晕了过去 看好你地点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在留下不解的目光中 苏叶直接开始了召唤 大召唤朔 随着苏叶动用了大召唤术 密密麻麻的召唤光圈 就出现在了王静骨蛇和众人的视线当中 是你 当留下看到 从召唤光圈当中浮现出来的骷髅兵后 直接就双眼瞪圆地朝苏叶看了过去 第84章 山谷内不断绽放的蘑菇云 卧槽 苏叶竟然就是之前帮助咱们的那个天赋者 太深了 苏叶藏的真的是太深了 够了 难道你们就没注意到 苏叶召唤出来的骷髅兵数量 有一点点多吗 此时七名小队成员在看到骷髅兵后 也都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议论了起来 天赋者 有点意思 看到苏叶召唤出来的数万名骷髅兵大军 王静骨蛇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随后就对山谷内的骨蛇下达了命令 死死死 很快 密密麻麻的骨蛇就开始出现在这里 随后直接对骷髅兵大军展开了攻击 杀 看着出现的骨蛇群 苏叶也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天赋原石碎片 这可都是天赋原石碎片啊 发了 这次发了 看着不断被骷髅兵斩杀的骨蛇 苏叶兴奋地浑身都抖动了起来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原石碎片星号1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原石碎片星号1 叮 击杀生灵成功 奖励天赋原石碎片星号1 很快 系统的奖励提示音就从苏叶的脑海中疯狂地响了起来 三年 在我的统领下 天蛇谷内的骨蛇数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万 我看你能杀多少 看着被骷髅兵不断斩杀的骨蛇 王进骨蛇的眼中也逐渐有了一丝怒火 15分钟后 该死的 这个人类竟然能不断地补充骷髅召唤生物 他的天赋怎么会如此恐怖 看到骨蛇数量越来越少 王进骨蛇也是被苏叶的天赋给吓到了 不一样 这个天赋者和我之前杀死的那些天赋者完全不一样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亲自解决他了 想到这 王进骨蛇就化为一道残影 直接冲破无数骷髅兵的阻挡 来到了苏叶的身前 终于忍不住了 看着出现在眼前的王进骨蛇 苏叶咧嘴一笑 直接就对山谷内的七万骷髅兵大军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嗯 他在笑 他在笑什么 还没等王进骨蛇想明白苏叶在笑什么 七万名骷髅兵就直接炸了 哄 随着一声巨响 整个山谷就剧烈动荡了起来 同时 一朵数十米高的巨大蘑菇云也从山谷深处绚丽绽放 山谷外 那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感受到脚下大地开始剧烈震动 看着山谷深处那边出现的巨大蘑菇云 这直接将早已提前出来的留下等人给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嗯 发生了什么 此时 躺在地上的流东因为地面剧烈震动 也是从昏迷当中醒了过来 砰 就在流东要睁开双眼的时候 留下一记手刀就将其再次打晕了过去 弟弟 你还是继续躺着吧 不然 苏叶会把你打击到自闭的 看着再次昏迷过去的流东 留下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不过 苏叶为什么要让这么多的骷髅兵 保护我们出来呢 此时 看向身后的上万名骷髅兵 留下一户不解地想到 砰 砰 砰 就在这时 一个接一个的骷髅兵 开始化为粉末 这诡异的一幕 直接将留下给看傻了 山谷内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山谷外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山谷外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山谷外的骷髅兵所承受 此时 身处在爆炸中心的苏叶 听到脑海中疯狂响起的系统提示音后 脸色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因为他知道 外面的一万五千个骷髅兵 足够支撑一段时间 不可能 你这些犹如蝼蚁般的召唤生物 怎么可能能伤到我 此时 同样身处在爆炸中心的王靖骨蛇 看着被炸伤的身体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就像是我认为 这 踪迹 上古秘境当中 不可能出现王靖骨兽一样 看着眼前的王靖骨蛇 苏叶冷冷一笑 随后就再次施展了大召唤术 而基础则是七千 该死的 你竟然还能够召唤 这些会自爆的召唤生物 注意到 周围再次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召唤光圈 王靖骨蛇怕了 随后他就用身体将苏叶给卷了起来 准备对方挤压成肉泥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然而 当王靖骨蛇发现 不管他如何用力 都无法伤到苏叶丝毫的时候 直接就流露出惶恐的神色大喊了起来 爆 就在这时 被蛇身卷着的苏叶 直接清吐了一个字 哄 紧接着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再次从山谷当中绚丽绽放 山谷外 第二朵蘑菇云了 苏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 看着山谷深处 再次燃起的 一朵巨大蘑菇云 刘夏也是 满脸不解地自语了起来 片刻后 哄 随着一声巨响 又一朵巨大蘑菇云 从山谷深处燃起 第三朵了 苏叶该不会是想将那头王靖 骨蛇给炸死吧 看着远处的第三朵蘑菇云 刘夏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想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没有蘑菇云了 难道结束了 发现半天都没有第四朵蘑菇云燃起 刘夏就立即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在纠结 纠结要不要进去看看 可以说 他现在既担心苏叶的安全 又担心战斗没有结束 如果贸然进去 会拖苏叶的后腿 山谷内 我就说 山谷内的修炼资源都去哪了呢 原来都被这头王靖骨蛇 给收进蛇窝里来了 看不出来 他还是个手材蛇 此时 来到蛇窝的苏叶 看着眼前的大量修炼资源 直接就咧嘴笑了起来 收 全部收走 苏叶大手一挥 直接就将蛇窝内的所有修炼资源 都给收进了系统空间当中 好了 骨兽杀了 修炼资源拿了 是该离开这里了 看着空荡荡的蛇窝 苏叶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山谷外走去 第85章 杀光 抢光 拿光 三光计划 山谷外 是苏叶 苏叶回来了 当苏叶从山谷当中走出来后 七名小队成员就激动地大喊了起来 而留下则是直接朝苏叶走了过去 苏叶 没受伤吧 走到苏叶身前 留下满是关心地问道 没受伤 区区一头王进骨蛇 还伤不了我 对了 你们此次前来天蛇谷 是想得到什么修炼资源 看向留下 苏叶满是好奇地问道 冰蛇谷 听到苏叶的询问 留下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就说出了 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 嗯 冰蛇谷 苏叶听后 直接就在系统空间当中 寻找了起来 片刻后 刘队长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就是我用100个冰蛇谷 换你手中的秘境地图 不知道你对这个交易感不感兴趣 在系统空间当中 找到上千个冰蛇谷后 苏叶就看向留下 提出了一个交易 嗯 冰蛇谷换秘境地图 听到苏叶提出的这个交易 留下也是 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将秘境地图给递了过去 同时说道 苏叶 什么交易不交易的 你想要秘境地图 那就直接送给你好了 毕竟 你可是救了我们两次啊 行 那这份秘境地图 我就收下了 不过 这背包里的冰蛇谷你收下 别拒绝 这不是送给你们的 而是我送给刘东的 接过秘境地图后 苏叶就从系统空间当中 取出一百个冰蛇谷 放进了背包当中 然后直接递给了留下 好 那我就替刘东那小子 谢谢你了 听到苏叶都这么说了 刘下也没有推托 直接就接过了 装有冰蛇谷的背包 刘队长 接下来 我就要单独行动了 而在离开前 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那就是 尽快离开这个秘境 而且 以后都不要来了 看着留下 苏叶一脸认真的出声提醒道 嗯 为什么 听到这话 刘下有些不解地问道 因为 我要带着骷髅兵大军 将这个秘境内的所有古兽杀光 所有人抢光 所有修炼资源拿光 听到刘下的话后 苏叶就兴奋地说出了自己的三光计划 什么 听到苏叶这个疯狂的三光计划 刘下直接就被吓到了 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准备玩这么大 苏叶 我相信 你有这个实力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 不仅神盟会找你 就连一组织都有可能将你盯上 所以 我建议你不要玩这么大 缓过神来后 刘下就一脸严肃地 看向苏叶出声劝说了起来 刘队长 神盟不会找我的 至于一组织 他们早就盯上我了 不过神盟已经出面帮我解决了 所以 我这么做 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 面对刘下的担忧 苏叶也是出声解释了起来 一组织早就盯上你了 然后神盟出面帮你解决了 不是 兄弟 你到底有多牛逼啊 看着苏叶 刘下的眼中 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片刻后 刘队长 我的实力 就不要告诉刘东了 不然 我怕他接受不了 此时 准备离开的苏叶 直接看向刘下 出声提醒了起来 好 我们都会瞒着他的 听到苏叶的提醒 刘下笑着点了点头 嗯 那我走了 看了看刘下和七名小队成员 苏叶就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小伟 叫醒刘东 咱们立即离开密警 当苏叶离开后 刘下就看着一名小队成员 出声说道 不用了 我早就醒了 就在这时 昏迷着的刘东 就睁开双眼 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后看着苏叶离开的方向说道 大哥 回去后给我买点修炼资源吧 我想修炼了 另一边 卧槽 天蛇谷竟然给我报了 1986片天赋元十岁片 要不要这么给力啊 离开刘下等人后 苏叶就查看起了 目前所拥有的天赋元十岁片数量 而当他看到天赋元十岁片的数量 竟然达到了10948片后 直接就被惊到了 因为他记得 之前他的天赋元十岁片 只有8962片 还是指定奖励来得快啊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横推秘境吧 让我看看 将这个秘境内的古兽 全部都杀光后 可以获得多少天赋元十岁片 想到这 苏叶就准备开始召唤骷髅兵大军 不远处 大哥 那小子看着挺年轻的 估摸实力 应该强不到哪去 要不要搞他一波 看到不远处苏叶既年轻 又是单独一人 庞田就有了一点歪心思 庞田 咱们身上可是有不少修炼资源呢 万一栽了 可就麻烦了 所以 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还是先离开秘境吧 听到庞田的提议 庞龙却是出声拒绝了下来 不是吧大哥 宗静武级的古兽 咱们都敢拼一拼 然后 你怕这个矛头小子 看到庞龙不想搞 庞田也是不甘心地 再次劝说了起来 我怕他 开什么玩笑 走 搞他去 听到庞田的话后 庞龙也是被刺激到了 随后就朝着苏叶冲了过去 成了 又能多赚一笔了 希望那小子 不要太穷 想到这 庞田就带着兴奋的神色 追了上去 大召唤术 此时 苏叶直接就施展了 大召唤术 而基数 则是八千 嗯 这两个家伙是什么人 看着从远处冲过来的两人 苏叶也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小子 我们只夺彩 不伤人 所以 要是不想死的话 那就赶紧将身上的修炼资源 都给交出来吧 此时 来到苏叶对面的庞氏兄弟 直接面露嚣张地说明了来意 而此时 密密麻麻的召唤光圈 也从四周的地面上显露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接一个的骷髅兵 就从召唤光圈当中浮现了出来 很快 庞氏兄弟 就被八万名手持骨刀的骷髅兵给包围了 第八十六章 天灵士灵武者协会的人 照样抢 砰 看着里三层外三层的骷髅兵大军 庞氏兄弟 吓得直接就朝着苏叶跪了下去 你们两个 刚刚说是来干什么的 看着苗跪的两人 苏叶神色玩味地问道 大哥 我们是过来送修炼资源的 听到苏叶的问话 庞龙反应迅速 直接就取下身后的背包 给递了过去 对对 我们是过来送修炼资源的 这时 一旁的庞田也反应了过来 随后也将身后的背包 给苏叶递了过去 哦 咱们互不相识 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修炼资源 看着两人 苏叶冷笑地问道 因为 因为我们背不动了 对 因为我们背不动了 所以就想着送人 然后刚好就遇到了你 听到苏叶的问话 庞龙也是硬着头皮 胡编乱造了起来 这泥把也能编出来 听到庞龙的解释 一旁的庞田 也是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是这样 行吧 修炼资源和衣服留下 然后你们就可以走了 看着庞氏兄弟 苏叶强忍笑意地说道 衣服也要留下 要不要抢得这么彻底啊 听到苏叶这话 庞氏兄弟慌了 几分钟后 操 我特么说不搞不搞 你非特么要搞 现在好了 除了苦茶子 啥特么都没了 当苏叶带着骷髅兵大军离开后 庞龙就朝着庞田 破口大骂了起来 大哥 这也不能怪我啊 谁能想到 他这么年轻 却拥有那么恐怖的天赋啊 听到庞龙的大骂 庞田也是满脸委屈地 嘟囔了起来 草 你特么还敢顶嘴 看我今天怎么抽你 说着 庞龙就习惯性地 去抽自己的裤腰带 结果却直接抽了个空 扑吃 看到庞龙抽了个寂寞 庞田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 笑 你特么还有脸笑 听到庞田的笑声 庞龙的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什么 随后冷笑道 庞田 今天我就算是 用苦茶子 也要把你的嘴巴抽中 我让你笑 邓 听到这话 庞田直接双眼瞪圆 面露惊恐地朝旁龙看了过去 另一边 卧槽 啥话不说 上来就抢 最后就给我剩条苦茶子 这骷髅兵大军是土匪吧 快跑 这骷髅兵大军虽然不杀人 但是真抢啊 随着苏叶带着八万骷髅兵大军 开始横推秘境 骷髅兵大军见人 就抢的消息 就彻底传了出去 一天后 天灵士 领悟者协会 会长办公室 什么 苏叶带着数万名的骷髅兵大军 在秘境里横行霸道 遇人就抢 遇兽就杀 遇修炼资源就拿 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 魏天云整个人都是猛的 虽然他知道 苏叶的召唤天赋很强 而且召唤出来的骷髅兵 实力也很恐怖 但他真的不知道 苏叶竟然能召唤出 数万个骷髅兵啊 好 好 我马上派人去找苏叶 然后让他低调一点 这时 听到神盟那边 给他下达的命令 魏天云也是连忙硬了下来 八级零武宗 肉身掌控和神魂掌控 第四阶段 天赋者 召唤数万名骷髅兵 这小子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实力 此时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魏天云的心情 却是久久无法平复 十分钟后 萧阳 立即安排二十名 宗境九级的协会成员 前往长河县 然后进入宗境上古秘境 将一封信送到 骷髅兵大军背后的 那个天赋者手中 平静下来后 魏天云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然后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 与此同时 南陵省省部 东营军区和北营军区 也都在第一时间 得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三方大校 就拉了个群 开始讨论起了苏叶 三天后 上古秘境内 终于找到了 这两天腿 都快跑断了 看着远处出现的白色谷海 范宇也是松了口气 毕竟 会长给他下达的命令 可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将信交到骷髅兵大军 背后的天赋者手中 而此时 随着远处的白色谷海 开始朝他们这边移动 那莫名的压迫感 让众多协会成员 也倍感压力 范哥 骷髅兵大军 是找到了 不过 咱们怎么把信交到 那个天赋者手中啊 看着越来越近的骷髅兵大军 于苗 也是略显不安地询问了起来 简单 挡住骷髅兵大军的去路 逼那个天赋者现身 然后将信交给对方就行了 听到于苗的询问 范宇也是极其自信地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范哥 那要是骷髅兵大军不停呢 或者是那个天赋者不现身呢 那咱们会不会也被抢的 只剩一个苦茶子 听完范宇的计划后 于苗就提出了三个问题 于苗 那个天赋者 是天灵士的人 而咱们 还穿着天灵士领悟者协会的会头 你说他看到后 会不会让骷髅兵大军停下 会不会现身见咱们 会不会保留下 咱们身上穿着的会袍 看着于苗 范宇笑着反问道 另一边 嗯 我都在秘境里 横行霸道三天了 竟然还有人敢拦住我的去路 是他们飘了 还是我的骷髅兵 拿不动刀了 注意到前面 有几十人 拦住了骷髅兵大军的去路 苏叶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咦 他们身上穿着的 是天灵士领悟者协会的会袍 有意思 他们该不会是 以为自己人 我就不会抢了吧 注意到这个情况后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直接命令到 抢 几分钟后 范哥 说好的停下呢 说好的现身呢 说好的能保留住会袍呢 此时 蹲在地上 双手抱息的于苗 直接就看向一旁的范宇 询问了起来 于苗 虽然骷髅兵大军没停 虽然天赋者没出现 虽然咱们的会袍没保住 但我就问你一句 信送没送出去 看着于苗 范宇一脸得意的反问道 第87章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黑铃鱼王即将突破王境 范哥 你快看那边 咱们的会袍 被砍成碎布条后 被扔出来了 就在这时 一名协会成员 在注意到这个情况后 直接就朝着范宇大喊了起来 很快 二十名协会成员 就来到了一堆碎布条前 范哥 这里有一些碎纸线 他们好像 把信也给砍碎了 在一堆碎布条中 看到一些碎纸线后 于苗就将这个情况 给说了出来了 草 以后再有这种活 谁特么爱干谁干吧 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太特么欺负人了 看到碎布条当中的 那些碎纸线后 范宇的心态 直接就崩了 走吧 离开秘境 将这个情况告诉会长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范宇就直接爆发出了 自身的黄色血气 然后站在原地 安静地等待了起来 嗯 卧槽 你们给我留点碎布条子 此时 等待空间漩涡出现的范宇 再看到其余十九人 都在抢碎布条 然后将碎布条绑成一个 简易裙子 穿在了身上后 他的脸色就变了 然后就冲过去 风墙了起来 另一边 几十个人 除了衣服 没一点修炼资源 这不是逗我玩的吗 发现这个情况后 苏叶就命令 骷髅兵大军 将那些衣服 给全部砍成了碎布条 并且都给扔了出去 至于那封信 一直都被范宇的衣服包着 所以苏叶并没有看到 根据地图来看的话 再有个一两天 秘境东部 就差不多横推结束了 那下一个目标 就选择秘境北部吧 想到这 苏叶就收起了地图 然后带着骷髅兵大军 继续横推 四小时后 天灵市 林武者协会 会长办公室 范宇 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造型啊 看到二十人 都穿着碎布条 绑成的简易裙子 这充满潮流气息的装扮 直接就将魏天云 给看傻了 魏会长 那个天赋者 把我们给抢了 而且 还把我们的绘袍 都给砍成了碎布条 至于那封信 也被砍成了碎纸线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范宇就将他们的悲惨遭遇 给说了出来 什么 你们穿着天灵市 林武者协会的绘袍 还被抢了 听到范宇的话后 魏天云也是惊呼出声 因为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苏叶峰起来 竟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范宇 具体细节 跟我详细地说一下 沉默了一会后 魏天云就看向范宇 询问了起来 几分钟后 这么看来 直接拦路 是肯定行不通了 那这样 我再给你家人 然后你们找到骷髅兵大军后 直接靠人摆出苏叶 别抢 卫会长让我们 来给你送封信这16个大字 这样的话 应该就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 了解到所有的细节后 魏天云很快就给出了一个 有效的方案 卫会长 能换个人去吗 我对那些骷髅兵 是真的产生心理阴影了 听到魏天云的这个想法后 虽然感觉很靠谱 但范宇是真的不想去了 二十份三品营养液 砰 听到魏天云给出的好处 范宇直接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随后说道 魏会长 这件事 你就交给我吧 我绝对给你办得妥妥的 一栋豪华别墅内 白安硕 你注射的特殊血清 可以让你能够进入 第一个境界的上古秘境 而组织这次给你的任务 就是进入长河县的 综极上古秘境 然后去解决掉 那个拥有召唤天赋的天赋者 此时 坐在沙发上的一名戴着黑矿眼镜的中年男子 看着眼前的班朔 直接下达了组织上的命令 戴大人 我会完成任务的 说完 班朔就直接离开了别墅 苏叶 面对九级武王 你可有胜算 当班朔离开后 戴衡的眼中也是闪过一抹玩味之色 上古秘境内 黑腐河 河水无黑 无法看清河内情况 且河水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黑鲫鱼 生活在黑腐河内的骨兽身上附有坚硬的鳞甲 鱼齿锋利 咬河里惊人 看着地图上的详细介绍 苏叶都开始好奇 留下到底是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的 嗯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正当苏叶准备让骷髅兵大军跳河自爆的时候 周围忽然弥漫出了一股血红色的雾气 而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苏叶曾在开山县的那个 诗集上古秘境当中见过 只在骨兽聚集的地方出现 可以让骨兽变得疯狂 实力得到暴涨 压制人类的实力 很快 苏叶就回想起了 这血红色雾气的一些特殊之处 砰 就在这时 一条长二十余米 且身体覆盖着黑色零甲的巨大黑鲫鱼 就从河中央的河水中跳了出来 嗯 这条黑鲫鱼 竟然在疯狂地吸收着周围的血红色雾气 当苏叶发现这个情况后 眼中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当初在 诗集上古秘境当中 不管是普通的银月苍狼 还是银月苍狼王 都只是被动地吸收血红色雾气 等一下 之前遇到的那头王进骨蛇 它之所以能突破到王进 而且还衍生出灵智 会不会和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有关 想到这 苏叶就戴上了智能眼镜 随后朝着不断从河里跳出来的那条大黑鲫鱼看了过去 黑鲫鱼 踪进骨兽 九集 黑鲫鱼 王进骨兽 一集 卧槽 实力来回的变 这么看的话 它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到王进了 注意到智能眼镜上的数据不断发生变化 苏叶就确信了一点 那就是 之前那头王进骨蛇 绝对吸收了这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既然赶上你要突破 那我就等你突破 随后 苏叶的目光就看向了远处的那条黑鲫鱼王 而他这么做的原因 是他想看看 这条黑鲫鱼王在突破到王进后 会不会也衍生出灵智 第88章 果然又被抢了 还好这次准备了备用衣服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哼 当苏叶等了五个小时后 一股让人感觉到窒息般的恐怖气息 就从和中央的位置爆发了出来 开始干活 看到黑鲫鱼王终于突破到了王进 苏叶就对身后的七万名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瞬移到黑府河内自爆的命令 至于另外一万名骷髅兵大军 早在三个小时前 就被苏叶安排到了15公里外的地方 因为他需要这一万名骷髅兵给他承受伤害 哼 随着一声巨响 一朵蘑菇云就从黑府河内瞬间绽放 同时 因为爆炸的力量 黑府河内也掀起了一道骇人的水浪 整个场面看上去 极为壮观 紧接着 爆炸余波和涌出来的水浪 就将河边站着的苏叶给瞬间吞没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获得天赋源十岁片星号1 叮 宿主遭受致命伤害 伤害已由外面的骷髅兵所承受 叮 击杀生灵成功 获得天赋源十岁片星号1 很快 系统的提示音就从苏叶的脑海中疯狂地响了起来 风雨欲来 我不动如山 就让这提示音来得更猛烈些吧 听到脑海中疯狂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就开始召唤骷髅兵大军 哄 哄 哄 随着一朵接一朵的蘑菇云从黑斧河内绽放 黑鲤鱼王终于注意到了站在河边的苏叶 紧接着 巨大的黑鲤鱼王就朝着苏叶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叫声 虽然听不懂 但苏叶感觉对方应该是在骂他 不会口吐人言 而且从始至中 他都没有对黑斧河内的族群下达某种命令 比如全部躲到河底深处或河的远端来躲避爆炸攻击 这么看的话 他并没有衍生出灵智 只是自身的实力突破到了王境 想到这 苏叶就对这个黑鲤鱼王失去了兴趣 随后就继续开始轰炸 随着时间的流逝 黑鲤鱼群的数量在飞速减少 黑斧河中的河水也在接连不断的爆炸中不断蒸发消散 最后 鱼群消失 河水枯竭 黑斧河彻底消失在了秘境当中 我就站在河边 那条黑鲤鱼王都不过来咬我一口 就知道在河里一边挨炸一边吵我呜呜呜 这是真的没有灵智啊 看着消失的黑斧河以及黑鲤鱼王和黑鲤鱼群 苏叶也是摇了摇头 随后就查看起了此次的收获 1036片天赋猿十碎片 还行 看到此次鲤鱼所获得的天赋猿十碎片数量 苏叶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召唤出骷髅兵大军 朝着下一个凶险之地进发 至于黑斧河内的修炼资源 不是他不想要 而是因为河水太黑 他根本就看不到修炼资源在哪 索性就一块给炸没了 反正他也不差这点 七天后 找到了 终于找到骷髅兵大军了 太难了 我特么真的是太难了 看到远处出现的白色谷海 范宇激动得都快哭了 因为这七天时间 他带着协会成员一直在跑 现在腿都快跑断了 范哥 现在开始摆字吗 苦逼小弟于渺 此时来到范宇身前 神情有些紧张地问道 不急 现在传我话下去 让所有人将身上背着的背包 埋在地底下 此时 范宇直接下达了一个藏包的命令 好 于渺听后 立即就回去 传达起了范宇的命令 吃一欠掌一掷 我绝对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 想到背包里的两套备用衣服 范宇这次是彻底不慌了 两分钟后 所有人 摆字 当所有人都将背包藏好后 范宇就直接下达了摆字的命令 另一边 嗯 又有人拦我去路 注意到 前面有上百人拦住了骷髅兵大军的去路 苏叶的眉头也是微微地皱了起来 几分钟后 嗯 又是天灵式灵武者协会的人 等一下 那看着怎么像一行字呢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苏叶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很快 苏叶就看清 那一行字 是什么字了 苏叶 别抢 卫会长让我们 来给你送封信 嗯 送信 卫会长让他们 来给我送封信 看着那十六个大字 苏叶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不对劲 这信肯定不对劲 不过 我也不能不看 万一是真有事呢 想到这 苏叶的心中就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 再抢一遍 然后查看信的内容 如果是真有事 他就立即离开秘境 如果没事 那就把衣服和信都给砍碎 然后再给丢出去 至于过后被卫会长询问 那也很好解释 他就说睡着了 一切都是骷髅兵大军的本能行动就行了 抢 随着苏叶命令下达 骷髅兵大军就犹如一头洪荒巨兽 直接朝着远处的上百名协会成员冲了过去 草 我特么就知道 会是这样 看到骷髅兵大军非但没有减速 反而还加速朝他们冲来 范宇就直接破口大骂了起来 鱼苗 通知大家站在原地不要动 让他们抢 随后 范宇就朝着一旁的鱼苗大喊了起来 几分钟后 上百名协会成员就全部跪在地上 然后在各自藏包的地方挖了起来 另一边 苏叶 你在秘境里搞出来的动静太大了 什么已经联系我了 让我提醒你 低调 低调下来 看完信中的内容 苏叶就随手把信交给了一旁的骷髅兵 随后信中暗道 我也想低调 可我的骷髅兵大军不允许啊 很快 一堆碎布条和碎纸屑 就被骷髅兵大军给扔了出去 哎 又被扔出来了 这活是真特么难干啊 走到一堆碎布条前 看到里面夹杂着的碎纸屑 范宇的脸上也是流露出了一抹无奈 随后就带着上百名协会成员离开了秘境 秘境东部 在哪 那个天赋者到底在哪 我特么找不到啊 此时 找了七天都没有找到苏叶的丝毫踪迹 班硕已经快要封了 第89章 联系不到苏叶 那我只能联系秦大孝了 四小时后 天灵市 灵武者协会 会长办公室 什么 又把你们给抢了 得知范宇他们的遭遇后 魏天云的心态也炸了 因为距离他得到这个任务已经过去十一天了 可他还是没有让苏叶低调下来 会长 接下来怎么办 看着一脸愁容的魏天云 范宇也是出声询问了起来 范宇 你先回去休息吧 这件事 我得好好研究一下 说完 魏天云就让范宇离开了办公室 随后 他就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南陵省 神门分布 嗯 天灵市灵武者协会的电话 看着来电号码 秦正博也是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笑着接起了电话 魏天云 事情是不是已经办好了 接起电话后 秦正博就率先询问了起来 秦大孝 七天前 我派出去的人找到了苏叶 但没见到苏叶 只是被抢的 剩下了一条苦茶子 今天 我派出去的人又找到了苏叶 但还是没见到苏叶 然后又被抢了 嗯 见一次抢一次 自己人都不放过 听到魏天云的话后 秦正博也是被惊到了 随后连忙问道 那他们这次剩下苦茶子了吗 扑 随着秦正博声音响起 电话那边就传出了一道喷水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一阵咳嗽声 就像是被水枪到了一样 嗨嗨 那个魏天云啊 我就是纯属好奇 所以才问这么一嘴的 此时 秦正博也意识到了 自己问的这个问题 好像有些不妥 随后就有些尴尬地解释了起来 秦大孝 剩苦茶子了 不过因为他们提前藏了一套备用衣服 所以这次回来并没有像上次那么狼狈 说到这 魏天云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 随后才出声问道 秦大孝 现在该怎么办 等吧 我看苏叶这小子 是铁了心要横扫整个秘境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派人在秘境外等着他吧 然后再告知他上面的意思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秦正博思考了一会 随后就说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秦大孝 那我马上去安排 就不打扰您了 说完 魏天云那边就安静了下来 而秦正博则是直接挂断了电话 苏叶 这还真是一个刺头啊 喝了口茶后 秦正博笑着自语道 八天后 十九天 杀光了所有古兽 拿光了所有修炼资源 抢光了所有进入秘境的人 是时候离开了 想到这 苏叶就释放出了自身的黄色血气 随后一边等待空间漩涡的出现 一边查看起了天赋原石碎片的情况 两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片 天赋原石碎片 除去我原有的八千九百六十二片 天赋原石碎片 那我此次横扫秘境 所获得的天赋原石碎片数量 就是两万零九百十四片 这数量 还真是有点少啊 推算出此次在秘境当中 所获得的天赋原石碎片数量后 苏叶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自语道 出现了六年的上古秘境 就是不给力 以后还是得找那些 刚出来一两年的新秘境才行 就在这时 苏叶的身后 就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 随后就将苏叶给吸了进去 秘境北部 草 古兽看不到 修炼资原看不到 甚至 连特末个人也看不到 我要疯了 我真的要疯了 戴大人让我杀的那个天赋者 真的在这个鸟不拉屎的秘境里吗 此时 已经在秘境里 找了十六天的班术 整个人都快要疯掉了 上古秘境外 嗯 摇椅 茶水 小香烟 这位会长 还挺会享受的呀 此时 被传送出来的苏叶 看到不远处的魏天云 正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 然后左边小桌摆着一个茶杯 右边小桌摆着一条香烟 这舒适享受的样子 直接就将苏叶给看待了 卫会长 你怎么会在这里 走到魏天云的身前 苏叶就故作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嗯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能不知道 听到苏叶这话 魏天云直接就睁开双眼 朝他看了过去 随后出声问道 苏叶 我问你 我派协会的人去蜜镜里找你 你为什么不让骷髅兵大军停下 反而还把他们都给抢了 卫会长 我在蜜镜里并没有看到协会的人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苏叶直接就演起来了 因为他知道 接下来都是对他演技的考验 我们都被你抢的 就剩个苦茶子了 然后 你说没看过我们 一旁负责端茶点烟的范宇 在听到苏叶这话后 气得浑身都抖动了起来 真能演啊 苏叶这小子是真能演啊 要不是上百人都能作证 我都要被他的演技给骗过去了 看着苏叶 魏天云毫不客气地揭穿道 苏叶 别演了 如果是一两个人说被你抢了 我可以不信 但这次可是上百人说被你抢了呀 你说我是信你 还是信他们 上百人 可我真的没有印象啊 说到这 苏叶故作沉思了一会 随后才继续说道 卫会长 为了不耽误时间 我在横扫秘境的时候 都会让数个骷髅兵攻着身子跑 这样 我就可以躺在他们的后背上休息了 那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遇到协会成员的时候 刚好赶上我在休息 躺在骷髅兵的后背上休息 然后接连两次 还都赶上你休息了 听到苏叶这解释 一旁的魏天云和范宇两人 直接就傻住了 因为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竟然能编出这么一个理由来 操 明知道他在说谎 可我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 好TM别屈啊 缓过神来后 范宇就在心中大骂了起来 同时心中暗道 以后再接这小子的活 我就是狗 魏会长 你让协会的人找我干什么呀 看到魏天云半天说不出话来 苏叶就故作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而听到苏叶的询问 魏天云这才缓过神来 随后就朝着一旁的范宇看了过去 第九十章 考取等级徽章 要不要试试即到五级 魏会长 您的茶水凉了 我去给您换一杯 注意到魏天云看向了自己 范宇就立即明白了过来 随后就拿着茶杯离开了这里 苏叶 因为你在秘境里搞出来的动静太大了 所以神蒙找到了我 让我提醒你低调一点 低调行事 看着苏叶 魏天云一脸严肃地说道 嗯 知道了 苏叶听后 直接点头保证道 不惊讶 不询问 不反对 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对于苏叶如此平静的反应 不知道为什么 魏天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但哪不对劲 他又说不上来 魏会长 你身上现在有空间装备吗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有啊 怎么了 听到这话 魏天云有些疑惑地问道 魏会长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就是把这个空间手环里的修炼资源 都转到你的空间装备里 然后你再帮我给省布送去 说着 苏叶就将空间手环给递了过去 嗯 这小子竟然还有空间手环 看到苏叶递过来的空间手环 魏天云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卧槽 这空间手环中的空间 怎么这么大 还有 这修炼资源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当魏天云看到这个空间手环内的巨大空间 和里面的海量修炼资源后 直接就被惊到了 苏叶 我空间装备内的空间有点小 一下子装不了这么多的修炼资源 要不 你先跟我回趟灵舞者协会 看向苏叶 魏天云脸色有些尴尬地说道 嗯 空间小 装不下 这位会长 怎么连个像样的空间装备都没有 看到魏天云此时的囧态 苏叶点了点头 直接同意了下来 半小时后 卧槽 人呢 怎么秘境外也没人了 此时 被传送出来的班朔 在注意到秘境外也空无一人后 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不对劲 这秘境特么不对劲啊 不行 我还是赶紧回去找戴大人吧 还过神来后 班朔就立即朝着天灵室方向跑去 三小时后 天灵室 灵舞者协会 卫会长 我就不去你的办公室了 就在这大厅里转转就行 你去处理修炼资源吧 说完 苏叶就在一楼大厅里转悠了起来 而卫天云看到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就坐上电梯去了五楼 苏叶 真的是你啊 就在苏叶瞎转悠的时候 一道充满惊讶的声音 就从她的身旁响了起来 嗯 这熟悉的话语 该不会是 又遇到同学了吧 想到这 苏叶就转头朝身旁看了过去 很快 一个歪着脑袋 盯着她看的长发少女 就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同学 同桌 苏叶 很快 苏叶就从融合的记忆当中 找到了对方的信息 苏叶 你来这干什么来了 看到苏叶半天不说话 苏叶就满脸 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那个 我突破到四级舞者了 过来是为了考取四级舞者徽章的 听到对方的询问 苏叶愣了一下 随后就胡编了一个理由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正好我也是 来考取八级舞者徽章的 那咱们就一起吧 我已经联系好我三叔了 说完 苏叶就拉着猛逼的苏叶 去了二楼 通过融合的记忆 这个苏叶心地还是不错的 那她拉我一块考取徽章 就肯定不是为了炫耀 再加上她 特意提了一嘴她三叔 难道说 是担心我会考不过 所以想让她三叔在考核的时候 给我放放水 看向一旁的苏叶 苏叶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猜想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八号考核室 三叔 我 进入考核室后 苏叶就笑着喊了起来 然而 当她看到对面的中年男子 不是她三叔 而是她大伯后 她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大伯 怎 怎么是你啊 看向对面的中年男子 苏叶一神色有些紧张地问道 三叔 大伯 怎么的 这灵武者协会 是你家开的 听到苏叶一喊对方大伯 一旁的苏叶 直接就被惊到了 哼 考取等级徽章 想让你三叔给你放水 你还真敢想啊 看着苏叶一 苏寻冷哼一声 直接就训斥了起来 行了 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立即开始考核 看到苏叶一被吓得已经不敢说话 苏寻也是叹了口气 随后就让苏叶一准备考核 苏叶 本来还想帮你一下的 这回帮不了你了 真是抱歉 说完 苏叶一就低着头 朝对面的苏寻走了过去 很快 两人就直接战斗在了一起 考取等级徽章 第一个要求 气血或魂印达到标准 第二要求 至少获得一星战力 而战力和武技 肉身掌控 神魂掌控等挂钩 看着战斗着的两人 苏叶也是在融合的记忆当中 找到了一些 有关于等级徽章的详细信息 反正都过来考取徽章了 要不 我一会试试集到武技 虚神指 此时 苏叶的心中 忽然涌现出了一个想法 几分钟后 苏依依 八级武者 战力四星 随着战斗结束 苏寻就直接喊出了 苏依依的考核结果 苏叶 我大波考核极其严格 要不 我就说 你是陪我来的 然后你出去后 再换个考核官 此时 来到苏叶身旁的苏依依 直接压低声音说道 不用 苏叶听后 笑着回道 嗯 不用 怎么的 你对你自己的实力 还挺自信呗 想到苏叶努力两年 才从三级舞者 突破到了四级舞者 苏依依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转身 就朝着苏寻走去 大波 她是我同学 虽然天赋差 但她真的是一个 努力上进的人 而现在 她努力了两年 终于从三级舞者 突破到了四级舞者 可以说 她现在正是需要 得到认可的时候 所以 我是真的希望 她能成功考取到 四级舞者徽章 这对她而言 真的很重要 看着苏寻 苏依依直接就说出了苏叶的情况 嗯 听到苏依依这话 苏寻也是朝苏叶看了过去 随后想了想到 如果她真是那样的人 那我就更不能放水了 因为这才是 对她最大的尊重 说完 苏寻就朝着苏叶喊道 考核开始 第九十一章 极限舞技 虚神指 战力满星 苏依依 你在这 我可能会发挥不好 要不 你到外面等我 看着走回来的苏依依 苏叶笑着说道 好 那你加油 我去外面等你 听到苏叶的话后 苏依依点了点头 随后就朝着考核室外走去 小伙子 开始吧 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当苏依依离开考核室后 苏寻的声音 就从对面响了起来 好啊 苏叶听后 咧嘴一笑 随后就释放出了 自身的黄色血气 和黄色魂印 八道光月 八道魂印 八级零武宗 看到苏叶展现出来的实力 对面的苏寻精的眼珠子 都快爆出来了 努力上进 四级武者 全他妈狗屁 这小子 他根本就是个怪物 缓过神来后 苏寻就用一种 看怪物的眼神 朝苏叶看了过去 考核官 我要出手了 哄 随着苏叶话音落下 整个考核室内的天地灵气 就瞬间动荡了起来 紧接着 无数纯粹的天地灵气 就开始朝着苏寻头顶上方 快速凝聚 很快 一根三米长 一米粗的黑色锯脂 就出现在了苏寻的头顶上方 操 掌控一方天地灵气 即到五界 感受到头顶上方的 那根黑色锯脂 所带来的无形压力 苏寻也是脸色聚变 随后一股绿色血气 就从他的体内爆发了出来 同时 他的脚下也浮现出了 五道绿色光运 虚异神异止 就在这时 随着苏叶抬起右手食指 指向了苏寻 那根黑色锯脂 就带着无上的天地威压 朝着苏寻震压了下去 草 今天特么 就应该让老三来的 看着空中的黑色锯脂 震压了下来 苏寻也是爆发权力 使用出了自己最强的武技 哼 很快 黑色锯脂 就和一头由绿色血气 凝聚而成的巨狼 撞击在了一起 同时 一股恐怖的战斗余波 也犹如巨浪一般 瞬间席卷整个考核室 嗯 顶住了我的虚神指 但却无法瞬间击碎 只能凭借血气一点点的消磨 掉虚神指中的天地灵气 看到这一幕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震惊之色 虽然他猜测 急到武技会很强 但却怎么都没有想到 竟会强到如此程度 五秒钟的时间 在苏寻疯狂消耗气血的情况下 黑色锯脂越来越小 最后彻底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不满十八岁 八级灵武者 灵武急到武技 草 这小子 到底是从哪跑出来的怪物啊 解决掉黑色锯脂后 苏寻就带着震惊无比的神色 朝苏叶看了过去 考核官 不知道我的战力有几 还没等苏叶说完 苏叶就直接打断道 九星九星九星 你的战力满星 此时 看着对面的苏叶 苏叶的眼中 也是逐渐流露出了一抹羡慕之色 毕竟 击到武技是每个武者一生当中 最想得到且领悟的力量 至于禁忌武技 那就只存在于梦里了 考核官 我叫苏叶 因为我一会有事 要先行离开 所以 等我的等级徽章下来后 你就先帮我 放在卫会长那吧 到时候 我会去卫会长那取的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放卫会长呢 怎么的 你还认识卫会长 听到这话 苏寻就朝着苏叶看了过去 随后试探性地问道 苏叶 你和卫会长很熟 嗯 很熟 苏叶肯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说道 考核官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完 苏叶就直接离开了考核室 片刻后 大伯 苏叶考核通过了吗 我刚刚问他 他没和我说 此时 走进考核室的苏叶 直接就看向苏寻 询问了起来 通过了 苏寻听到苏叶的问话后 先是一愣 随后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至于苏叶的真实实力 他没有说 因为他怕打击到苏叶 毕竟 苏叶是普通人 根本就不能去和怪物相比较 一楼大厅 苏叶 你刚刚跑哪去了 看着从电梯当中走出来的苏叶 魏天云也是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魏会长 我刚刚遇到了一位同学 然后就陪他一块去考取等级徽章了 听到魏天云的询问 苏叶也是笑着解释了起来 考取等级徽章 听到这话 魏天云就连忙追问道 苏叶 你把考核官给炸了 没有 我就是正常地考取了一下等级徽章 看到魏天云那紧张的样子 苏叶强忍笑意地解释道 没有就好 对了 这空间手环里的修炼资源 我都转移走了 过后会帮你送到省部那边去的 说完 魏天云就将空间手环递给了苏叶 魏会长 麻烦你了 那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接过空间手环后 苏叶就朝着大楼外走去 毕竟 他还得抓紧 去扫荡下一个上谷秘境呢 魏会长 这个苏叶 真的是太强了 不仅在如此年纪 拥有了八级灵武宗的恐怖实力 还领悟了一门疾到武技 这变态程度 简直超出了 我对天才的认知 当苏叶离开灵武者协会后 苏叶就来到魏天云的身旁闲聊了起来 领悟了一门疾到武技 扯淡了吧 那种疾别的武技 是他现在能领悟得了的 听到苏叶这话 魏天云的身体也是猛然一颤 随后就看向苏叶离开的方向 喃喃自语道 仅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强到了这种地步 可怕 真的是太可怕了 另一边 联系一下丁少孝吧 离开灵武者协会后 苏叶就拿出手机 拨通了丁凯的电话 苏叶 一人抢遍整个上谷秘境 你小子是真的猛啊 电话接通后 丁凯的大笑声就率先响了起来 丁少孝 你先别打去我了 这次给你打电话 是有两件事想跟你说一下的 此时 苏叶语气严肃的出声说道 第九十二章 厄运之体 白群女子 什么事 听出苏叶的语气变化 丁凯就立即询问了起来 第一件事 这次我获得的修炼资源 已经交给天灵市灵武者协会的卫会长了 到时候 他会帮我把修炼资源 给你们省部送过去 第二件事 长河县的那个 宗吉 上谷秘境当中 出现了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而且 还出现了两头王靖古兽 其中一头 更是衍生出的灵智 对了 我还知道 他们之所以能突破到王靖 和衍生出灵智 都和那诡异的血红色雾气有关 很快 苏叶就将这两件事给说了出来 沉默 听完苏叶的话后 丁凯那边直接就陷入了沉默 苏叶 有关于血红色雾气 王靖古兽的消息 千万不要传出去 一分钟后 丁凯的声音才从电话中响起 好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至于为什么 丁凯没说 他也不会主动去问 苏叶 我先去汇报这个消息了 最后提醒你一句 低调一点 一组织好像又要对你下手了 说完 丁凯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嗯 一组织又要对我下手了 这可是好事啊 听到丁凯最后的提醒 苏叶非但不害怕 反而还隐隐地有些兴奋了起来 十分钟后 为了预防万一 还是在家里 留下一千个骷髅兵吧 回到租住的房屋后 苏叶就将房间和阳台的窗帘 都给拉了起来 随后就召唤出一千个骷髅兵 留在了房屋当中 嗯 飞往顺阳市的飞机 最近的航班是在六个小时后 而飞往远河市的飞机 最近的航班竟然在八个小时后 这就有点耽误时间了 在手机上查看了一下航班后 苏叶就直接买下了 飞往顺阳市的机票 家里已经被骷髅兵给占领了 那我还是提前去机场吧 买完票后 看了看满屋子的骷髅兵 苏叶就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直接离开了租住的房屋 另一边 一栋豪华别墅内 什么 十五天的时间 你连那个天赋者的影子都没看到 听完班说的话后 戴衡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废物 你TM简直就是个废物 还过神来后 戴衡就看向班说 破口大骂了起来 戴大人 这真的不能怪我啊 毕竟秘境那么大 谁去都不敢保证说 百分百能找到那个天赋者啊 听到戴衡的怒骂 班说也是满脸委屈地辩解了起来 谁去都找不到 那为什么灵武者协会的人去了两次 就能找到对方两次呢 听到班说的辩解 戴衡就盯着对方直接质问了起来 进去两次 找到两次 不是 他们属狗的呀 特别一找一个准 听到戴衡这话 班说直接就梦了 因为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有别人能找到 那个天赋者 而且还找到了两次 行了 根据我得到的最新情报 那个苏叶 已经买了飞往顺扬市的机票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 准备去那边的一个 踪迹上古秘境 这样 你也赶紧买一张 飞往顺扬市的机票 然后进入秘境 找机会干掉那家伙 记住 他的天赋是赵焕 听到哪出现 大量的骷髅兵大军 你就往哪边找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戴衡就对班说 下达了新的追杀命令 几分钟后 戴大人 今天飞往顺扬市的 那个航班 机票都卖没了 最近的一个航班 是明天凌晨五点 在手机上操作一番后 班说就立即 说明了这个情况 嗯 别人能买到 你就买不到 听到班说这话 戴衡的脸色 也是在刺变的难看了起来 随后直接骂道 什么事都办不好 你真是个废物 就你这样的 以后特邀吃屎 都赶不上热乎的 机票卖没了 这能怪我吗 听到戴衡的怒骂 班说委屈地想哭 你还愣在这干什么 没有直达顺扬市的飞机 那你就不会先飞别的地方 然后再从别的地方 飞顺扬市吗 看到班说就傻站在那 戴衡也是气得 再次大骂了起来 审布大楼 大校办公室 丁凯 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 苏叶已经买了 飞往顺扬市的机票 然后我们就给你也买了一张 而接下来 你就立即出发 赶往顺扬市 看着走进来的丁凯 张宏天就直接将情况给说出了 大校 那给我的任务是什么 丁凯听后 直接问道 第一 看住苏叶 不要让他再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第二 找到一组织派过去的人 然后解决掉 第三 查看那个上古秘境当中 是否出现了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是否出现了 王进古兽 看着丁凯 张宏天直接下达了三个命令 大校 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丁凯就直接朝门外走去 飞机上 咦 富白貌美 大长腿 没想到这次竟然能和一个美女坐在一块 来到座位前 看到一名一袭白裙的长发女子 正坐在靠窗位置想着什么 苏叶的脸上 就流露出了一抹喜色 毕竟 跟一个美女坐一块 肯定比跟一个大妈 大叔之类的人坐一块墙 兄弟 我和她是一起的 咱们能不能换个座位 我的座位在后面第二排 就在苏叶准备坐下去的时候 一名文质彬彬的青年 就来到她的身旁 笑着询问了起来 不换 看到对方座位那 坐着一位大妈 苏叶直接就拒绝了下来 不换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想到同伴的厄运肢体 孙默就看向苏叶继续商量道 兄弟 我可以加钱 加钱也不换 好了 我要休息了 说完 苏叶就直接坐到了座位上 随后闭目休息了起来 孙默 你先回去吧 她一会儿会主动找你换的 这时 靠窗的白群女子 先是看了一眼苏叶 随后就朝着孙默出声说道 第九十三章 想把你炸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奖励 我一会儿会主动换 开什么玩笑 听到白群女子这话 苏叶不屑一笑 随后心中暗道 想让我主动换 除非把那个大妈换成美女 很快 当所有人都上了飞机后 飞机就开始缓缓滑行了起来 五分钟后 砰 就在这时 苏叶后排的一名男子 就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随后就面露痛苦地 朝卫生间跑去 哦 紧接着 后排的另外一名男子 就拿起呕吐带吐了起来 而吐完后 那名男子就满脸疑惑地自语道 怎么回事 我也不晕机啊 抱歉了 虽然我已经将厄运之体给封印了起来 但还是会对身边特别近的人 产生一些微弱的影响 看了看呕吐男 和刚刚返回来的厕所男 白群女子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无奈和愧疚之色 片刻后 卧槽 手滑了 我刚打开的香肠啊 看着掉在地上的香肠 呕吐男的脸上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挣扎之色 他在纠结到底 还要不要捡起来吃 老张 快让开 我又闹肚子了 这时 厕所男感觉肚子又不舒服了起来 随后就连忙朝飞机上的卫生间跑去 嗯 后面这俩哥们 是什么情况 不是兔 就是闹肚子 要么就是手滑香肠掉地上了 要不要这么倒霉啊 注意到身后两人的情况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而苏叶不知道是 白群女子 和隔着几排的孙末 此时的注意力 却是都在他的身上 而且 两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了一抹不解之色 因为他们不理解 为什么这么半天了 苏叶却一点事都没有 一个小时后 不对劲 后排那俩哥们 不是兔就是辣 要么喝水枪着 要么手机冲不进去垫 总之 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不管他们干什么 那就没顺过 这可就太不正常了 此时 注意到这个情况的苏叶 直接就朝着身旁的白群女子 看了过去 他们两个不顺 该不会是和他有关吧 想到之前 白群女子说过的话 苏叶的心中 也是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会一点事都没有 此时 白群女子 虽然在看向窗外的蓝天白云 但心中 却总是在想着苏叶 因为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厄运之体会 对苏叶没有影响 美女 你是不是特意买的这个最靠前的位置 就在白群女子疑惑之际 苏叶的声音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开始怀疑我了 听到苏叶的询问 白群女子摇了摇头道 不是 我就是随机买的 并没有刻意地挑选位置 是吗 苏叶听后 忽然笑了起来 随后就起身朝着中排的 一名光头男子走去 因为他注意到 这个光头男时不时地 就往他们那边看 或者准确地说 是朝着白群女子那边看 一万 换个位置 来到光头男子身前 苏叶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嗯 听到苏叶这话 光头男愣了一下 随后脸上就流露出了一抹 激动之色 同时更是迅速地掏出了手机 很快 苏叶和光头男 就一同打开了手机的扫码功能 我的意思是 我给他一万 可现在来看 他好像是要给我一万 想到这 苏叶反应迅速 直接就点开了收款码 同时出声说道 不好意思 点错了 很快 两人就完成了扫码 付款 换位 而此时 白群女子和后排作者的孙末 都一同朝苏叶看了过去 眼中都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们 怎么都没有想到 苏叶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竟然会玩这么一手 十分钟后 兄弟 一万 换回来吧 你那地方有多 此时 来回跑了四五趟厕所的光头男 再次花了一万 买回了自己的原本位置 认识一下 冷西月 看着重新做回来的苏叶 白群女子流露出甜美的笑容 直接介绍起了自己 苏叶 听到对方自爆姓名 苏叶也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你是天选者 看着冷西月 苏叶没有弯弯绕绕 直接询问道 是 冷西月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苏叶 好奇地问道 知道我是天选者 你现在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第一个想法 那当然是把你炸了 然后看看 有没有什么特殊奖励啊 不过 这特目我也不能说啊 看着冷西月 苏叶想了想到 我想让你 离我近一点 然后好好了解了解你 这话 苏叶是认真的 因为对于天选者所拥有的特殊力量 他是真的很感兴趣 我天生厄运之铁 别人都希望能离我远一点 而你却想离我近一点 听到苏叶的回答 冷西月也是愣了几秒钟 随后才笑着说道 苏叶 你是第一个说 想离我近一点的人 嗯 我是第一个 那孙默呢 听到冷西月这话 苏叶就想到了 那个要跟他换座位的青年 孙默啊 除了必要的时候 他会在我身边 其余的时候 他也会躲得远远的 不过 这并不会影响到 我们之间的关系 毕竟 我也不想总无伤到他 听到苏叶的话后 冷西月也是笑着 解释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苏叶听后笑了笑 随后就跟冷西月 闲聊了起来 倒数第二排 嗯 他俩还聊上了 不是 你们有那么熟吗 看到最前排的苏叶 和冷西月 两人谈笑风声 就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这一幕 直接就把孙默给看猛了 两个小时后 飞机稳稳地降落在了 顺阳市机场 而在下飞机时 苏叶和冷西月 两人则是交换了电话号码 西月姐 知道他为什么 不受你厄运肢体的影响了吗 当两人分开后 孙默就来到冷西月的身前 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 我没问 冷西月听后 笑着回道 那他知道 你是厄运肢体了吗 孙默听后 继续问道 不知道 他没问 冷西月听后 笑着继续回答道 重要的事情 都没问 那你们俩在飞机上都聊啥了 此时 孙默一脸猛逼地想到 第九十四章 让我低调 那就把骷髅兵大军指挥权给你 好了 先回别墅吧 等什么时候 再听到有关于那个召唤天赋者的消息 什么时候 咱们再过去找 看着沉默下来的孙默 冷西月笑着说道 西月姐 那个人的天赋强得有点离谱 我担心 就算是找到了对方 对方都不一定会同意 加入咱们这个小队 听到冷西月的话后 孙默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不 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自身的安全 所以 他是需要强有力的队友 来保护他的安全的 毕竟 他不可能去哪 都带着数万名骷髅兵大军 听到孙默的担忧 冷西月就直接说出了 对方的一个致命弱点 机场外 叶哥 这边 这边 当苏叶走出机场 准备打一辆车直奔 130公里外的上谷秘境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就从远处响了起来 嗯 林川 他怎么知道 我来了 看到远处的林川的后 苏叶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林川 你是来接我的 走到林川身前 苏叶就直接询问了起来 是啊 叶哥你 也太不讲究了 来顺阳市 竟然都不告诉我 要不是 丁少校通知我 并让我来接机 我都不知道你来了 看着苏叶 林川笑着解释道 什么 丁少校通知你来的 那他又是怎么知道 我行踪的 得知 是丁凯通知林川来的 苏叶直接就猛了 叶哥 虽然我不知道 丁少校是怎么知道 你行踪的 但我知道 再有两个小时 他就到了 看着猛逼的苏叶 林川再次扔出了 一个重磅消息 丁少校也来了 他来干什么 听到林川这话 苏叶就低头沉思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 苏叶 现在什么都不要问 咱们先上车 找个地方吃饭 我饿了 从机场走出来后 丁凯就率先堵住了苏叶的嘴 随后示意一旁的林川 赶紧去开车 一个小时后 酒店包厢呢 苏叶 这次我过来 一共有三个任务 第一 看着你 不能让你在秘境里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了 第二 之前 我提醒过你的 一组织又要 对你下手了 所以 我要跟在你身边 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 第三 查看这个上古秘境当中 是否也出现了 诡异的血红色雾气 以及王进骨兽 此时 丁凯一边吃饭 一边说出了 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嗯 这三件事 我都能自己解决啊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想了想到 丁少校 这三件事 我都能自己解决 所以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 让林川 带你在顺阳市 好好玩几天 你能自己解决 然后让我在顺阳市 好好玩几天 干什么 我可是拥有 特殊天赋的九级武皇啊 就不能 让我有点存在感吗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就不由地想到了 在训练营里 他陪吃 陪喝 陪到磕的日子 丁少校 你感觉我的提议怎么样 看到丁凯半天不说话 苏叶就再次询问了起来 不怎么样 就算你能自己解决 那我也得跟着你 毕竟 这是上面 交给我的任务 我可不能不当回事 看着苏叶 丁凯直接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 唉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心中暗道 既然无法改变结果 那就想办法 改变丁少校这个人吧 不然 这次的秘境之旅 可就无聊了 一小时后 三人吃饱喝足 凌川就开车 带着两人朝着 东130公里外的 宗集上古秘境方向驶去 片刻后 接接 请客 开车 他们不是来找我玩的 而是找我过来 当免费劳动力的 看到坐在副驾驶的苏叶 和后排的丁凯 都呼呼大睡了起来 凌川心态有点崩 一个半小时后 丁少校 叶哥 醒醒了 咱们到了 来到上古秘境附近后 林川就开始了 叫醒服务 林川 今天辛苦你了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从车上下来后 丁凯先是拍了拍林川的肩膀 随后就带着苏叶 朝上古秘境入口走去 上古秘境呢 苏叶 我先跟你说好啊 这次绝对不能再搞出 那么大的动静了 进入秘境后 丁凯就看向苏叶出声 提醒了起来 丁少校 要不这样吧 我负责召唤出骷髅兵大军 然后你负责指挥 这样总想了吧 听到丁凯的提醒 苏叶想了想 直接提出了一个想法 嗯 让我指挥骷髅兵大军 这有点刺激啊 想到苏叶那数量庞大的骷髅兵大军 丁凯瞬间就对这个提议 产生了兴趣 行 那就将骷髅兵大军的指挥权 暂时交给我吧 不然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你这小子 看向苏叶 丁凯直接同意了这个提议 同意了 那接下来可就有意思了 毕竟 掌控数万名骷髅兵大军 横推一切的那种感觉 可是非常让人上瘾的 看到丁凯同意了这个提议 苏叶也是咧嘴 笑了起来 丁少校 那我是先在召唤 还是先找到一个凶险之地 然后再召唤 看向丁凯 苏叶出声问道 苏叶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咱们得低调行事 而想要低调 那肯定是得到了凶险之地 再召唤骷髅兵大军啊 不然 带着数万名骷髅兵大军 前往凶险之地 那不是又高调起来了 听到苏叶的询问 丁凯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行 都听少校的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笑着点头硬合道 对了 咱们手里也没有地图 那接下来该往哪走 这时 苏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丁凯 询问了起来 你没有 但我有啊 跟着我走就行了 丁凯得意一笑 随后就拿出一份地图寻找起了 究竟的凶险之地 第95章 横推蟒西平原 丁凯猛了 这么简单吗 嗯 比我准备的还充分 看着丁凯手中的地图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两小时后 凶险之地 蟒西平原 这里有着二十余万头的 独角蟒西 特点 高达两米 皮糙肉厚 独角伤害力极强 群居 可以说 在这片平原之上 没有任何生灵 能抵挡住他们的冲锋 看着眼前的平原 丁凯就将地图上标注出的情况 给说了出来 丁少校 那就看看 我的骷髅兵大军 能不能挡得住他们的冲锋吧 说完 苏叶就直接施展了大召唤术 而基数则定为七千 丁 触发幸运暴击 暴击数量十倍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忽然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触发幸运暴击了 那岂不是说 我这次召唤出来的骷髅兵大军数量 将会达到恐怖的七十万 想到这个恐怖的数字 苏叶整个人都开始变得兴奋了起来 密密麻麻 无数个召唤光圈 开始在地面上显露 很快 数不胜数的骷髅兵大军 就出现在了苏叶和丁凯两人的视线当中 卧槽 这小子突破到八级武宗了 要不要这么恐怖啊 当丁凯注意到 骷髅兵脚下的八个黄色光运后 直接就双眼瞪圆地 朝苏叶看了过去 随后出声问道 苏叶 你现在什么实力 八级零武宗 苏叶听后 没有隐瞒实力 直接回答道 嗯 精神力也突破到八千以上了 听到苏叶的回答 丁凯直接就被吓到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想到 苏叶的实力 提升得竟然能这么快 呼 深深地出了口气 丁凯就看向苏叶继续问道 苏叶 我记得 你之前说过 在那个崭新的秘境里 召唤了三十余万个骷髅兵大军 炸死了上万名的半亿人大军 那你现在召唤了多少 七十万 苏叶听后 神情有些兴奋地说道 什么 七十万 听到这个恐怖的数字 丁凯心神一震 随后就释放出青色血气 朝空中飞了过去 很快 一望无际的白色谷海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中 七十万 恐怕要十个足球场 才能装得下这么多的骷髅兵吧 太可怕了 苏叶这小子 真的是太可怕了 此时 凌空而立的丁凯 先是看了一眼 下方那一望无际的白色谷海 随后目光 就落在了下方的苏叶身上 一分钟后 丁凯从空中缓缓落下 然后走到苏叶身前疑惑地问道 苏叶 你明明能召唤出七十万的骷髅兵大军 那为什么在长河县的上谷秘境当中 你只召唤出数万的骷髅兵大军 嗯 为什么 因为 我召唤不出来啊 那是靠运气的啊 你以为我不想带着七十万的骷髅兵大军 在秘境里横行霸道吗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沉默了一会 随后就故作委屈地解释道 丁少校 我那不是为了低调吗 能召唤七十万 却只召唤了几万 问就是低调 怎么的 我们还误会你了呗 看到苏叶那一脸委屈的样子 丁凯的脸上也是瞬间挂满了黑线 因为他发现 苏叶根本就没明白 神蒙说的低调到底是什么意思 丁少校 误会我这件事 咱们过后再聊 而现在 咱们是不是先把这个凶险之地给平掉 看到丁凯半天都没说话 苏叶就出声提醒了起来 对 先把这个凶险之地给平掉 正好让我看看 你的骷髅兵大军到底有多强 说完 丁凯就再次飞到了空中 随后大手一挥 出声喊道 冲锋 动了 随着丁凯话音落下 七十万名骷髅兵大军 就开始逐渐奔跑了起来 而他们手中的鼓刀 更是直指满西平原 丁少校 在上面看 其实是没什么意思的 只有跟在骷髅兵大军当中 那才能亲身感受到 骷髅兵大军冲锋 所带来的心灵冲击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就从下方响了起来 好 我知道了 听到苏叶的提醒 丁凯就直接朝着骷髅兵大军 最前端飞去 丁少校 好好享受吧 你会迷恋上那种感觉的 看着朝前方飞去的丁凯 苏叶也是咧嘴笑了起来 七分钟后 咚咚咚 随着大地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声音 藏身在骷髅兵大军当中的丁凯就知道 独角蟒吸群出现了 来吧 让战斗来得猛烈些吧 我现在 已经开始热血沸腾了 感受到大地的震动越来越强烈 丁凯也是面露兴奋地 从空间装备中 拿出了自己的战刀 哄 一股强烈的战斗余波 猛然从前面传来 同时 冲锋的骷髅兵大军速度 也瞬间慢了下来 但只是慢了 却没有停下 很快 无数头独角蟒吸的尸体 就出现在了丁凯的眼中 好 就在这时 树头浑身是血的独角蟒吸 就出现在了丁凯的眼前 而他也直接挥出手中的战刀 开始收割着一头又一头 冲进来的独角蟒吸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无数头独角蟒吸 在丁凯的眼前 被骷髅兵大军乱刀砍死 而骷髅兵大军这边 却只有极少的骷髅兵 被踪进九级的独角蟒吸 冲撞碎了身骨 整体而言 这场战斗 就是单方面碾压 太强了 实力真的是太强了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根本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看到独角蟒吸 基本伤害不到骷髅兵大军 但骷髅兵大军 却一刀一头小犀牛 这反差所带来的视觉冲击 实在是太强烈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骷髅兵大军终于停了下来 而丁凯这才发现 他率领的骷髅兵大军 已经横推了整个蟒吸平原 而此时 蟒吸平原当中 已经看不到一头独角蟒吸了 这么简单吗 这可是上古秘境里的凶险之地 看着眼前这一切 丁凯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太特么不真实了 第96章 为什么 为什么一点骷髅兵大军的消息都没有 丁少校 感觉怎么样 我这骷髅兵大军 是不是还凑合 就在这时 苏叶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这还叫凑合 这简直爽爆了好吧 我也带队执行过不少任务 但就没打过这么爽的仗 苏叶 你的骷髅兵大军很强 这一场战斗 打得很爽 随后 丁凯就直接说出了 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留下700个骷髅兵 其余所有骷髅兵 立即瞬移到地底10米位置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咧嘴一笑 直接就对70万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命令 刷 眨眼间 骷髅兵大军 就只剩下了700个 嗯 骷髅兵大军呢 我的骷髅兵大军 怎么都没了 看着忽然消失的骷髅兵大军 丁凯直接就急了 丁少校 咱们接下来 要前往下一个凶险之地了 而为了低调 你接下来就带着这700个骷髅兵大军 展开冲锋吧 看到丁凯那一脸焦急的样子 一旁的苏叶就笑着解释了起来 嗯 接下来 就给我700个骷髅兵了 看着那一眼就能望到头的700个骷髅兵 不知道为什么 丁凯的心中 忽然涌现出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失落感 等一下 先给我70万大军爽一爽 然后再给我减少到700个 让我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这小子在坑我呀 猛然间 丁凯就想通了一切 随后看向苏叶苦笑道 苏叶 你小子是真狠啊 哪个干不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啊 嗯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 听到丁凯这话 苏叶咧嘴一笑 随后说道 丁少校 我也是没办法呀 毕竟 你有你的任务 可我也有我的计划 苏叶 放弃吧 虽然我很想掌控70万骷髅兵大军 但为了任务 别说给我700个 就算是给我7个 我都能接受 看到苏叶还是想搞事情 丁凯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丁少校 我其实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 不知道你敢不敢兴趣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就说了这么一句 嗯 两全其美的想法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想了想 随后出声说道 说吧 我先听听看 丁少校 我的想法是 这次咱们就带着70万骷髅兵大军横扫秘境 而这么做的好处是 你可以继续掌控70万骷髅兵大军 同时也可以化解神门对我的误会 看向丁凯 苏叶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嗯 误会 什么误会 听完苏叶的话后 丁凯眉头皱了皱 随后出声问道 低调的误会啊 我能召唤70万骷髅兵大军 但只召唤几万骷髅兵大军 这还不够低调吗 听到丁凯的询问 苏叶立即解释道 苏叶 我看你还是没太明白神门的意思啊 神门让你低调 是不希望 你继续带着骷髅兵大军摇拿跑 因为看到的人越多 知道你的人就越多 这对你没有好处 还有 神门也不希望 你继续对秘境内的其余人进行打劫 因为那样影响不好 至于骷髅兵的数量 只要没人看到 那你就算是召唤出来一千万个骷髅兵 那也是低调 看着苏叶 丁凯耐心地解释道 不带着骷髅兵大军摇拿跑 不带着骷髅兵大军打劫 这就算低调了 跟我召唤的骷髅兵数量一点关系都没有 听完丁凯的解释 苏叶这才意识到 自己想的低调和神门想的低调 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苏叶 这回明白了吧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看着沉默下来的苏叶 丁凯笑着说道 哎 算了 毕竟神门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好 那我就给秘境里的其余人 留条活路吧 想到这 苏叶就朝着丁凯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专攻凶险之地好了 呼 看到苏叶这么听劝 丁凯也是松了口气 因为他是真怕 苏叶会来上一句 嗯 明白了 但我还是想那么做这种话 三天后 秘境东部 草 虽然在这个秘境里遇到人了 但为什么听不到 有关于骷髅兵大军的消息 这特么让我怎么找 我要疯了 此时 在秘境里找了三天的班数 心态已经快炸了 他不理解 为什么这个秘境里 有这么多人 却仍然找不到 那个天赋者的丝毫踪迹 另一边 一处山谷中 杀 给老子杀 看着丁凯带着七万个骷髅兵大军 在山谷中大杀特杀 苏叶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心中暗道 丁少孝是彻底完上瘾了 这要是以后没了骷髅兵大军 他可怎么活啊 丁 山谷五百米外 有八名半议人 丁 提醒 那八名半议人跑了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 就从苏叶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半议人来了 然后又跑了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苏叶直接就愣住了 因为这是三天来 他遇到的第二波半议人小队了 而上一次遇到的 也是系统 刚提醒 对方就跑了 怎么回事 一组织不是要对我下手吗 那怎么在找到我之后 转身就跑呢 此时 苏叶也是眉头微皱地陷入了沉思 五天后 秘境北部 出来吧 天赋者 骷髅兵大军 你们可不快出来吧 我让你们抢我苦茶子 还不行吗 此时 又找了五天的班朔 心态已经激进崩溃了 十天 再继续找十天 如果还找不到 那就足以证明 对方根本就没有来这个秘境 不然 我怎么会听不到一点 有关于骷髅兵大军的消息 想到这 班朔那压抑到 快要崩溃的心态 才得到了一丝缓解 随后 他就继续寻找了起来 另一边 孤狼山 丁少校 这里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像我之前 去过的那个天蛇谷 走了一会 发现半天 都没有遇到一头古兽 苏叶就将自己的猜测 给说了出来 第九十七章 击杀狼王 那他们是我的活啊 苏叶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出现了拥有灵质的 王晋孤狱狼王 听到苏叶这话 丁凯的脸上 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有可能 看着丁凯 苏叶没有给出 肯定的回答 那就找一找吧 说完 丁凯就带着兴奋的神色 走到了骷髅兵大军前 随后大手一挥 出声喊道 冲锋 呃 又开始了 看到丁凯带着七万骷髅兵大军 直接冲进了山里 苏叶也是手舞额头 满脸的无奈 同时自语道 以后可不能把骷髅兵大军的指挥权 交给别人了 因为交出去后 我是真特么无聊啊 十五分钟后 骷髅兵大军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出现了孤狱狼群 数量起码在数万以上 人类 滚出这脸 此时 高达两米的孤狱狼王上前一步 随后目录凶狠地盯着丁凯出声吼道 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 此时的孤狱狼王的四条狼腿 都在轻微地颤抖着 丁少校 这头狼王 好像察觉到你的实力了 不然 他的腿不会抖的 这时 苏叶来到了丁凯的身旁 随后指着狼王那发抖的狼腿 笑着说道 不管是异兽还是古兽 对人类的力量气息 都十分的敏感 所以 他畏惧我 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 他竟然会带着狼群来吓唬咱们 这就足以证明 他衍生出的灵质 而且灵质还不低 听到苏叶的话后 丁凯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错了 他的灵质很低 因为 如果他灵质高的话 早就带着狼群跑了 根本就不会过来吓唬咱们 听到丁凯的话后 苏叶却是说出了不同的理解 算了 不管他灵质低 还是灵质高 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说完 丁凯就大手一挥 带着骷髅兵 大军冲了过去 嗯 不带回去研究研究 而是要直接杀掉 看着丁凯 带着骷髅兵大军 直接杀了过去 苏叶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他以为 丁凯亲自来了 是要抓住这些突破到 王静的骨兽研究一下的 另一边 该死的 那个强大的人类 到底跑不跑啊 他要是再不跑 那我可就要跑了 看到对面那个 让自己感觉到恐惧的人类 半天都不说话 孤与狼王的内心 也是开始慌乱了起来 操 没吓唬住 那个强大的人类 带着骷髅兵大军 朝我杀过来了 看到丁凯带着骷髅兵大军 直接杀了过来 孤与狼王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随后就发出一声狼嚎 让身后的十余万头 孤与狼发起进攻 而他则是转身就跑 速度直接发挥到了极致 想跑 注意到这个情况 丁凯和苏叶两人 都流露出了一抹冷笑 哄 丁凯直接释放出了青涩血气 随后就准备冲过去 直接立擒狼王 但骷髅兵大军比他快 眨眼间 七万名骷髅兵大军 就直接瞬移 到了逃跑的狼王四周 将其直接包围了起来 傻了 此时的孤与狼王 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骷髅兵 直接就傻了 而另外 一边的丁凯 看着冲到身前的 十余万头孤与狼 又回头看了看 消失了的骷髅兵大军 整个人也直接傻在了原地 卧槽 骷髅兵大军 把逃跑的孤与狼王给包围了 然后 我特么被孤与狼群给包围了 这时 缓过神来的丁凯 心态直接就炸了 虽然他不怕 这十余万头孤与狼群 但特么杀着泪啊 包 就在丁凯 开始疯狂屠杀起 孤与狼群的时候 在最后面看戏的苏叶 就对骷髅兵大军 下达了自爆的命令 哄 随着一声巨响 孤与狼王的身影 就彻底消失在了蘑菇云中 草 击杀狼王 那他妈是我的活啊 看着远处瞬间升起的蘑菇云 丁凯也是在心中大吼了起来 而此时 苏叶再次召唤出来的 七万名骷髅兵大军 则是再次顺移到了 孤与狼王的位置 然后直接自爆 两朵蘑菇云 三朵蘑菇云 看着远处不断升起的蘑菇云 丁凯也是被吓到了 因为看着 这熟悉的一幕 让他不由地想起了 在训练营时 他找苏叶切磋 然后也被骷髅兵 疯狂轰炸的恐怖回忆 几分钟后 随着苏叶第六次召唤出 骷髅兵大军 他就命令骷髅兵大军 朝着丁凯那边的 孤与狼群杀了过去 终于来了 看到骷髅兵大军 和孤与狼群 激站在了一起 丁凯这才退出战斗圈 随后朝着 孤与狼王死去的位置 跑了过去 卧槽 兽盒盒呢 孤与狼王脑袋里的兽盒呢 怎么不见了 当丁凯来到 孤与狼王死去的位置 发现不仅是 孤与狼王的尸体 被炸了没 就连极其坚硬的兽盒 也被炸没了后 整个人直接就炸了 因为他最需要拿到的 就是孤与狼王脑袋里的兽盒 片刻后 苏与 下次再遇到 突破到王静的骨兽 不管有没有灵智 全部都交给我 你千万不要再动手了 回到苏与身旁 丁凯就一脸严肃地提醒了起来 为什么 听到丁凯的这话 苏与狼王有些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我出手 只要骨兽的命 而你出手 那是连尸体都不留啊 听到苏与的询问 丁凯也是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出声解释道 因为我要拿走 他们脑袋里的兽盒 嗯 兽盒 难道说 这兽盒才是 值得研究的 听到丁凯的解释 苏与也是 猜想到了什么 随后点了点头道 好 下次我不出手了 一个小时后 唉 别人来上古秘境 能得到多少 修炼资源 看的都是自身的实力 和运气 而这小子 来上古秘境 能得到多少 修炼资源 看的是秘境里 有多少修炼资源 这就太可怕了 看到苏与开始搜刮 凶险之地内的 所有修炼资源 再想到 苏与横退一个 凶险之地 是那么的容易 丁凯忽然有点慌了 心中暗道 再让他 继续这么搞下去 省步恐怕就要破产了呀 第98章 谈钱伤感情 我还是送他一场 实战训练吧 片刻后 累 太累了 减修炼资源 也是一个苦力活啊 此时 将凶险之地内的 所有修炼资源 都搜刮一尽后 苏与就擦了 擦没有汗水的额头 然后就朝着丁凯 诉说起了自己的辛苦 累 减修炼资源累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 听到苏与如此法尔赛的话 丁凯瞬间就被气到了 心中更是直呼 你累你让我来 我不怕累 百分之十 就在这时 一旁的苏业 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嗯 什么百分之十 苏业 你在说什么 听到这话 丁凯满脸疑惑地问道 丁少校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帮我减修炼资源 然后我给你十分之一的 修炼资源 当做辛苦费 不知道 这个交易你感不感兴趣 看着丁凯 苏业笑着解释道 就帮忙减一下修炼资源 就给我 十分之一的辛苦费 这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 听到苏业提出的这个交易 丁凯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就流露出了狂喜之色 不怪他如此激动 实在是苏业给的太多了 苏业 你这一趟下来 所获得的修炼资源数量 可是极其恐怖的 你真的 要分我十分之一的 修炼资源当辛苦费 此时 丁凯强忍激动的心情 看向苏业 直接确认了起来 没错 就是十分之一 而且还是我在秘境当中 获得的修炼资源总和的十分之一 看着丁凯 苏业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苏业 你小子真是太给力了 啥也不说了 咱们立即赶往下 一个凶险之地 得到苏业的肯定答复后 丁凯兴奋地扛起他就跑 因为他的速度比苏业快 在训练营的时候 丁少校可没少帮我弄来一手 现在我有能力了 也时候回报他一下了 看着扛着自己跑的丁凯 苏业也是笑着 自语了起来 八天后 苏业 这个秘境内的所有凶险之地 咱们都给拼完了 是时候离开了 说到这 丁凯顿了一下 随后才看向苏业面露期待的问道 接下来还去别的上古秘境吗 去 接下来去远和世子灵县那边的上古秘境 看到丁凯那期待的眼神 苏业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后就说出了下一个目的地 对了 丁少校 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 就是你的天赋 可以让你进入低于自身境界的上古秘境当中 那你为什么不去这些低级上古秘境当中搜刮修炼资源呢 这时 苏业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看向丁凯 询问了起来 嗯 为什么不来这些低级上古秘境搜刮修炼资源 听到苏业的这个问题 丁凯当即就犯起了一抹苦笑 随后解释道 虽然我的天赋 可以让我进入低于自身境界的上古秘境 但秘境里的东西 我却无法全部都带出去 只能带出去一点点 而那一点点 根本就不值得我跑一趟 嗯 能进入低级上古秘境 却无法带走里面的东西 那这么看的话 这天赋好像也不怎么样啊 听完丁凯的解释后 苏业对这个天赋就没什么兴趣了 等一下 就在这时 苏业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看向丁凯问道 丁少校 那一点点是多少啊 还有 哪怕每次只能拿一点点 那你也可以不断地进来 不断地拿出去啊 毕竟 积少成多啊 第一 那一点点 也就是十株灵草左右 这是我曾经是出来的 第二 虽然我的天赋 可以进入低级上古秘境 但也不是想进就进的 因为每次进入一个上古秘境 只有隔了一天后 才能再次进入 而想要改变这一切 只有提升我的天赋等级才行 不过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天赋原始 听到苏业的询问 丁凯倒是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就将自己的天赋情况 给详细地说了一下 呃 这天赋比我想的还要弱 听完丁凯的解释 苏业就用一种同情的目光 朝对方看了过去 好了 咱们先离开秘境吧 然后 出去找林川 让他再请咱们俩 好好吃一顿 看到苏业那同情的目光 丁凯也是苦笑了一下 随后就释放出了 自身的青色血气 好 苏业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也释放出了 自身的黄色血气 同时在心中默念道 系统 查看天赋原始碎片数量 天赋原始碎片 型号42368片 随着苏业话音落下 一道光屏 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进入这个秘境前 我的天赋原始碎片数量 是29886片 而现在 是45368片 也就是说 在这个秘境当中 我一共获得了 15482片天赋原始碎片 这数量 可比长河县 那个秘境少多了 推算出这个秘境 获得的天赋原始碎片数量 苏业也是有些 小小的失望 就在这时 两个空间漩涡 就分别出现在了 苏业和丁凯两人的身后 紧接着 两人就直接被吸进了 空间漩涡当中 秘境北部 找不到 根本就找不到 我要疯了 我他妈真的要疯了 此时 又连续找了八天的班术 心态彻底崩了 他不理解 为什么找个人 会这么费劲 上古秘境外 喂 林川啊 我和你夜哥 从秘境里出来了 你过来接我们一趟 从上古秘境当中 传送出来后 丁凯就直接拨通了 林川的电话 丁少校 咱们总这么麻烦林川 是不是有点不好啊 当丁凯挂断电话后 苏业的声音 就从一旁响了起来 嗯 好像是有点不好 要不 一会给他点修炼资源 听到苏业的话后 丁凯点了点头 随后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丁少校 都是自己人 谈前多伤感情 这样吧 一会他来了后 我免费送他一场 实战训练吧 听到丁凯的提议后 苏业摇了摇头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第99章 后座坐着的骷髅兵 林川慌了 嗯 送他一场实战训练 听到苏业的提议 丁凯先是一愣 随后就笑着点头道 好 这个提议好 毕竟 你的实战训练 可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 不过 咱们一会 还是先去吃饭吧 至于送的这场实战训练 等咱们走的时候 再送给他吧 不然 他受伤了 可就没人给咱们开车了 这时 丁凯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好 苏业听后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丁少校 要不你是少校呢 考虑的 就是比我周全 说完 两人对事一笑 然后就站在 原地等待了起来 两个小时后 凌川就开着豪车 来到了这里 丁少校 叶哥 这段时间 你们在秘境里 累坏了吧 我已经安排好酒店了 咱们先去吃饭 然后你们 再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 我就带你们去一些 好玩的地方转转 当苏业和丁凯坐上车后 凌川就笑着 将自己的安排给说了出来 凌川 你先等一下 我去后面坐 听到凌川的话后 苏业就解开安全带 直接去了后排 嗯 叶哥怎么去后排了 难道是副驾睡着不得机 看到苏业去了后排 凌川不解地摇了摇头 随后就开车 朝顺阳市方向驶去 丁少校 凌川这小子太懂事了 咱们那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此时 苏业压低声音地说道 是有点不太好 要不 咱们还是给点好东西吧 丁凯听后 认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就说出了 自己的想法 行 那就一场实战训练 外加二十滴天髓液 说完 苏业就靠在椅背上 休息了起来 二十滴天髓液 这小子手里 怎么有这么多的天髓液 看着闭目休息的苏业 丁凯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吃惊之色 因为当初 在训练营的时候 苏业给学员们 用掉的天髓液 就一百多滴 两个小时后 酒店包厢呢 丁少校 业哥 跟我讲讲 你们在上古秘境里的事呗 吃饭之余 凌川看向两人满脸 好奇地问道 沙谷兽 苏业听后 随口说道 捡修炼资源 丁凯听后 紧跟着说道 没了 这就没了 你们在秘境里 就干这两件事了 看到两人说 玩都不再说话 凌川猛了 因为这跟他想的 完全不一样 丁少校 业哥 那个 方便我看看 你们此次的收获吗 看着两人 凌川开口问道 啪 听到凌川这话 苏业 直接就把空间手环 给拍在了桌上 啪 啪 啪 紧接着 丁凯也将五个空间 手环 给拍在了桌上 同时出声说道 我的空间装备 没苏业的大 所以数量多点 一分钟后 傻了 当凌川看完 所有空间手环后 整个人 直接就傻了 因为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各式各样 密密麻麻的修炼资源 你们把秘境给抢空了 缓过神来后 凌川就看向两人 声音打战地问道 没有 我们只是把密境里 所有没被攻破的 凶险之地 给扫荡了一遍 至于其他地方的 那点修炼资源 我们没抢 毕竟 也得给其他人留点不适 听到凌川这话 苏业笑着说道 其他地方 能有多少修炼资源啊 要知道 凶险之地 才是所有人 要获取修炼资源的 主要地方 虽然无法征服 但却可以想办法 在里面弄到一点 而现在 你们都给扫荡一空了 得知这个情况 凌川 直接就被吓到了 同时心中暗道 完了 那个密境算是废了 一个小时后 凌川 你明天 就不用带我们玩了 因为我和丁少 叫定了明天上午的飞机 吃完饭 回到客房后 苏业就看向凌川说道 嗯 明天一早就走 听到苏业这话 凌川忽然有了一个猜想 随后就看向苏业问道 野哥 你们该不会是 还要去别的上古密境吧 没错 趁着距离高口 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我们准备 再去一个上古密境 听到凌川的询问 苏业给出了 肯定的回答 完了 又要飞一个密境了 可我好羡慕啊 听到苏业的话后 凌川的眼中也是 闪过一抹羡慕之色 毕竟 那海量的修炼资源 别说是人了 狗看了都得羡慕的双眼发子 我知道了 那你们晚上 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我过来接你们去机场 说完 凌川就离开了客房 最后一个密境了 而我现在拥有的天赋原石碎片 却只有四万多片 距离十万片差得太多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不指定 特殊奖励了 先将实力提升到九级 及县陵五宗再说 毕竟马上就要高考了 当凌川离开后 苏业就对接下来的 秘境之旅 做出了一个计划 不过 是否能将实力提升到 九级及县陵五宗 他也不敢保证 毕竟 现在的气血 只有8610.8 精神力更低 只有8120.9 第二天 叶哥 这是我给你们打包的早餐 你们正好在车上吃 当苏业和丁凯坐上车后 董事的凌川 就将两份早餐 递给了两人 凌川 从来到顺阳市 我们就一直麻烦你 说实话 我和丁少孝 也挺不好意思 所以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接过早餐后 坐在副驾驶位的苏业 就看向凌川 故作神秘地说道 嗯 礼物 难道是海量修炼资源中的一点点 听到苏业这话 凌川也是有些激动 随后连忙问道 叶哥 什么礼物 你往后看 嗯 往后看 听到这话 正在开车的凌川 也是转头 朝后座看了过去 蹦 当凌川看到后排的丁凯身旁 竟然坐着一个骷髅兵后 惊得他瞬间瞪圆了双眼 随后更是猛地 把头给转了回来 幻觉 绝对是幻觉 姐姐 请客 开车 安排住处 送飞机场 我做了这么多 叶哥怎么可能会送我个骷髅兵呢 想到这 凌川就再一次 朝后座看了过去 谢谢大家